十万伏的电流冲上大马 按理说瞬间就会蹊跷流血而死 但这个被执行死刑的囚犯却毫发无伤 而像他一样的超级死球共有五人 在此刻共同朝着东京进发 想体验一下败北的滋味 与此同时 在东京的一所高中教室内 所有人身体全都在浑身颤抖 老是让有这种情况的人举手示意 同学们纷纷举起了手 可唯独任牙在流着口水呼呼大睡 下课后三个不良找上了任牙 他们本想放狠话装个逼 但任牙一个眼神就让三人瑟瑟发抖 就连浑身的细胞都在不断颤抖 任牙没兴趣和他们纠缠 这是一辆豪车停在了学校门口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小老头 他正是德川财团的现任当家德川光城 同时也是地下竞技场的背后大佬 德川对于格斗和格斗家十分狂热 这次来学校是来特意拜访任牙的 把闲杂人赶了出去 德川对任牙咧嘴一笑 然后掏出了一个TNT炸药放在了桌上 它是结晶后的干油 在一百年前 无论是加热还是冷冻都无法让其结晶 二十世纪初期 大量干油从维也纳运至伦敦 可半路却遇到了猛烈的飓风袭击 等打开木桶时 里面的干油液体竟然完全结晶化了 自那天开始 世界上的消化干油全都开始结晶 由于是同时发生的变化 所以人们称之为共识现象 接下来的几天里 东京将会来一些拥有超级能力的人 与此同时 米国的一所海上监狱中 一个老头正在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押解前往刑场 他的眼睛已经被黑布蒙上 在执行脚型前 牧师问多利安还有什么遗言 随着狱警拉下开关 多利安的身体猛然落下 双脚在空中不断挣扎 可没过多久他便停止了动作 脚手状态维持了十分钟 众人这才把多利安放了下来 医生用听诊器确认对方是否死亡 但就在这时 多利安竟突然睁开了双眼 旁边的医生和狱警差点被吓死 多利安以极快的速度干掉了远处的两名狱警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觉得这种胜利毫无意义 所以便逃离监狱去寻找败北的滋味 等其他狱警开门查看情况时 面前的一幕让他们备受震撼 在这场的墙壁上只留下一句先生们 东京剑 听到多利安如此凶残 任牙体内的犯马之血疯狂燃烧 而这时德川却讲起了其他几人 在日不落的卡里斯监狱 道尔正准备接受十万伏的电行折磨 随着执行官的一声令下 医生按下了启动开关 强烈的电流瞬间直冲大闹 道尔的双手被电得不断颤抖 很快变口土白沫 从双眼流下了鲜血 执行官觉得对方已经死亡 于是便让医生关闭了开关 然后上前查看道尔的生命体征 道尔将预警干掉后 他让执行官使用腰间的配枪 因为普通人类只有借助枪的优势 才能和野兽平起平坐 但二人之间的差距却远不止于此 在执行官开枪的一瞬间 道尔的拳头就砸到了他的脸上 轻松解决了这些小喽啰 道尔才终于取下眼罩 摘掉头上的一击头 如果执行官再晚十秒关掉开关 那么他就会当场丧命 逃出监狱的道尔来到了空军基地 拜托老朋友开飞机将他送往东京 而另一边 俄罗斯的埃文斯监狱中 有个囚犯竟然凭借双手从这里爬了出去 要知道这里可是有一百米高 并且墙壁既垂直又平滑 如果希克尔没有成为犯人 绝对可以为国夺得无数金牌 此时的他也踏上了前往东京之旅 只为尝到败北的滋味 而在米国二百米深的五级海底监狱中 死球斯派克也从里面逃了出来 他整整憋气五分钟 成功从海底游上岸 最后一个死球则是这个矮小的中年大叔 关押他用的都是能抵御火箭弹的特制玻璃 写完书法的男人缓缓起身走向狱警 询问他们地球上最毒的气体是什么 可狱警却如临大敌 直接从腰间掏出了配枪 见此情景 男人直接给他们露了一手 只见他把手贴在玻璃上 在这个点创造出了极限真空的环境 然后猛然用力将手拔出 正面能抵御火箭弹的玻璃 竟然被他拽出了一个大洞 解决了两名预警 剧毒之蛇柳龙光也离开监狱前往了东京 这个男人可真牛逼 刚见到刃牙就给自己来了一枪 就在刚刚 世界各地的五名死球同时越狱 前往东京品尝败北的感觉 道尔最先找到的就是自由搏击选手罗宾逊 只一个照面 罗宾逊就被道尔随手扔出的报纸割伤 他强装镇定表示自己不屑于跟业余选手打 可道尔却步步紧逼 见状罗宾逊直接扯住了对方的衣领 但下一秒他发现 自己的手指竟然全部被割伤 原来道尔的领口里藏着许多刀片 不仅如此 他的手臂关节处也加装了利刃 道尔只用一招就轻松秒杀了这个所谓的高手 而东勇怪哥斯派克则是找上了刃牙 从不良手中要过了手枪后 他竟然先给自己塞帮子来了一枪 随后还表演起了口腔喷射的花火 斯派克听说最强的男人在东京 斯派克想品尝失败的滋味 于是便提议双方先握个手 可就在任牙接触到斯派克的一瞬间 他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握住了一只断手 看到任牙惊慌失措的模样 斯派克不禁大笑出声 表示这是任牙心爱之人的手 听到这话 任牙突然愣在了原地 斯派克抓住机会 狠狠地一脚向任牙踢了过去 然后将其按在断手之上 抬起大脚就朝任牙的头部疯狂输出 大庭广众做出这种行为 路人早就掏出手机报警了 没过多久警车就到达了现场 面对警员的逮捕 斯派克竟然没有一丝反抗的想法 看任牙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警员告诉他 这段手是之前被斯派克袭击的巡警的手 任牙听后这才长舒一口气 这时斯派克突然挣脱了手铐 来到任牙面前再次请求握手 年轻的任牙部长记性 又被斯派克狠狠踹了一脚 该说不说 这时候的任牙还是太过单纯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与此同时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犯马永次郎 也在电视上得知 五名死球同时越狱来到了东京 他将口中的蚊香吐了出去 然后用360度后空翻踢碎了蚊香 永次郎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找这几只猎物完了 而另一边 逃狱的柳龙光找到了老朋友瑟川刚起 他一眼就看出对方憔悴了不少 老头是瑟川柔术的创始人 虽然他年过七十身材瘦小 但运用和气的话可以轻松抛弃任何人 想当年双方决斗 柳龙光废掉了瑟川的左眼 这次见面瑟川想找对方切磋几招 可柳龙光听到这话却笑出了声 作为武道家 想比试的话应该直接动手 而不是在这里询问对方的意见 话音刚落 柳龙光就将桌上的茶壶扔了过来 瑟川被打得猝不及防 滚烫的茶水浇了他一身 在监狱的斯派克此事非常悠闲 打算将警局暂时当作据点 这里什么都挺好 就是饭菜的分量太小 他吃完没多久肚子就饿了 而警方这边正在进行紧急会议 为了将斯派克送回监狱 他们决定派出三倍警力去押送 可就在警长放水时 斯派克却突然出现在他旁边 还贴心地从袋子里 拿出两个包子送给他吃 警长想重新逮捕斯派克 但只一个回合他就被对方束缚 然后强行吃下了热包子 这时两个警员也发现了一样 他们刚想向上级汇报 斯派克就抓住了二人的肩膀 表示自己哪都不会去 此时的神星会总部内 年轻的余帝克四正准备和烈海王切磋 他是实战空手道创始人余帝独步的样子 自小便天赋过人 但他的馆长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 这里面的含金量也就少了许多 与之相对的 烈海王则是中国拳法历史上的最强之人 在比赛中险些让人压这个冠军落败 随着烈海王率先出招 二人的切磋也正式开始 仅仅过了几个回合 克四就被烈海王的一记中脚踹飞 鼻血止不住地留了下来 他承认了自己落败的事实 于是变相在场中人宣布 神星会以后要向中国拳法看齐 尽快设计出空手道的新模式 就在克四激情演讲时 一位不速之客地到来打断了他 死囚多利安的演技能有多好 面对拦路的烈海王 他只需一秒就可以生泪俱下 然后趁其不被发起攻击 还好练海王一直保持警惕 这才保住了自己的眼睛 就在刚刚 多利安来到了神星会 他想找于帝独步体验败北的感觉 但独步早就已经不在神星会 看有人来踢馆 身为馆长的克四准备应战 但此时他还是个乳秀未干的小鬼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被多利安打了个措手不及 飞出去好几米的克四才刚落地 多利安就走到他面前向其道歉 并且还假装关心对方的伤势 克四还没搞清楚状况 多利安的攻击就再次袭来 用手指把克四的双眼戳伤 然后解下了他道夫的腰带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克四终于摆脱了多利安的束缚 然后抬腿就是一记闪电四连踢 见对方被自己打倒 克四还在沾沾自喜 可下一秒一块断裂的木板 就刺进了他的咽喉 失去战斗力的克四 让多利安没了兴趣 正准备离开时 烈海王却拦住了他 多利安的影帝级演技再次爆发 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哭得像个孩子 但是烈海王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 多利安边哭边拔出了一根鼻毛 然后对着烈海王猛地吹了出去 烈海王在空翻躲过攻击的同时 双脚狠狠踢向了多利安 如果刚才他没有反应过来 那左眼肯定是保不住了 见到这一幕 多利安仰头狂笑 他认可了烈海王的实力 随后从身上拿出了一个金属酒壶 打开瓶带喝了一口后 多利安竟然把剩下的酒拳都倒在了地上 利用烟雾的掩护 多利安顺利离开了神星会 而烈海王只能在原地独自咬牙切齿 对手不战而逃 他只能拿脚下的地板发泄怒气 与此同时 德川老头找到了诸授丸志 他是摔跤界的耀眼明星 之前在比赛中败给了任牙 可他却并不打算亲自出手对付死球 而是让钱柔到冠军馆刚去比赛 这家伙打算趁此机会大捞一笔 可还没等他做完春秋大梦 希克尔就找上了门 把空盘子放在管刚的头上羞辱他 趁对方双手被控制 希克尔对着管刚的脸就是一套组合拳 管刚的脸瞬间被划出了好几道猙獰的伤口 毛子嚣张地表示 要定时间才能打斗的人根本称不上是格斗家 他觉得那些比赛只是彩排罢了 餐厅的服务生叫来了救护车 准备把哭爹喊娘的管刚拉去医院 看自己手下的人被欺负 朱寿二话不说就向希克尔挥出拳头 可攻击却被对方拿东西挡下来 希克尔把玻璃碎片撒向了朱寿 然后一记重拳就砸了上去 朱寿被打得有点怀疑人生 朱寿还朝希克尔放狠话 随后希克尔快步上前 对着朱寿的脸又是几拳 就这样 朱寿也落了个和管刚一样的下场 见这些人都是废物 德川当即就开车将希克尔带到了地下格斗场 没过多久 其他四人也相继到来 仿佛这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吸引他们 这也是五个死球的第一次见面 德川表示已经给他们找好了对手 但这几个家伙一致认为 旁边的这四人不就是最好的对手吗 眼看战斗即将打响 任牙终于赶到了现场 并且不只有他一人 余地独步 花山勋 色川钢器 还有烈海王 他们将让这五名死球好好体验一下败败的感觉 任牙作为地表最强高中生 在学校的体能测试上竟然败得一塌糊涂 首先是一百米短跑 同学们全都做好了起跑姿势 任牙健壮也有样学样 在老师吹哨的瞬间 其他人都跑了出去 只留任牙在原地发呆 任牙用力过猛 把地下都踩出了一个大坑 而第二项测试是垒球投掷 由于不清楚规则 任牙竟然把球砸向地面 然后弹到了空中 结果又破了学校的最差劲记录 紧接着来到第三项沙坑跳远 任牙没用助跑就直接跳了出去 但由于这活跳出了沙坑 老师没办法给他测量成绩 所以这项测试任牙又是零分 到了后面的引体向上测试 任牙轻松就做完了15次 但由于速度太快 老师和同学都没看清楚 只能让任牙再做一遍 牛逼 破坏了学校器材 这下子测试肯定不会让他通过了 到了最后的1500米长跑 任牙想挑战世界纪录 于是便和老师约定 如果他破了纪录 就算他体能测试全部通过 体育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仅如此 他还会给任牙全部打满分 旁边的同学们认为任牙是在吹牛 纷纷起哄自己也要挑战世界纪录 可当任牙脱下外衣和鞋子时 这群戏狗全都看傻了 任牙的身上不仅遍布伤疤 还有着那大到离谱的肌肉 见到这一幕 体育老师也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任牙拿出绷带给双手双脚全部缠住 他把这次测试当成了一场战斗 随着老师的哨声吹响 任牙眨眼就冲了出去 跑完第一圈的时间持平了400米的世界纪录 而跑完第二圈时 他已经打破了800米的世界纪录 不仅如此 任牙的速度还在持续提升 但等他跑过1000米时 鬼脑却不自觉开启 此刻的任牙长跑不是为了练速度 而是习惯性地练起了力量 他想象着自己的肌肉正在进行负重训练 结果跑过终点时 任牙又变成了垫底 同学们以为任牙百分百挂科了 可体育老师却给了他通过 因为任牙在肌肉抽筋的情况下 还能做到如此程度 简直就是个怪物 到了晚上 在被窝里的任牙觉得自己的体能不太行 纠结许久才沉沉睡了过去 时间来到第二天 德川邀请任牙五人来对战死球 身为实战空手到神星会的创始人 余地独步拥有武神之名 目前已经离开神星会独自修行 花山勋则是从小就开始闯荡江湖 以不训练不用武器为信条 成为了日本街头最厉害的格斗家 为了让五人体验到败北的感觉 德川本想为他们安排一波 但双方却一致认为真正的格斗不受规则束缚 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开始战斗 包括吃饭 睡觉 甚至是和女人深入交流时 比赛才刚一开始 任牙就打着哈欠准备回家 走出地下竞技场的西科尔 此时还有点小心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打败任牙五人了 而斯派克则是再次回到了警局牢房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就进入了梦乡 与此同时 独步正在紧紧跟随多利安 他听说这老头在神星会大闹一场 还把自己儿子差点废了 可二人的战斗还没开始 猎海王也找了上来 之前他和多利安结的两子还没解决呢 见自己的猎物可能会被抢 于是独步率先出手 把背包砸向多利安后 一脚就踢到了老头的脸上 多利安掏出九狐想故技重施 可这一招对独步来说只是小儿科 他用出空手气墙 轻松把火焰挡在了自己身前 被称为武神的独步有多猛 即使手腕都被切下来 他依旧能向对方发起攻击 就在刚刚 独步和猎海王同时盯上了多利安 对这个卑鄙无耻的老头 独步率先出手踢向了对方 多利安趁对方不注意 再次掏出九狐挽起了喷火的把戏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独步竟然利用空手道打出空气墙 把火拳都挡在了身前 本以为武神独步即将暴打多利安 可下一秒猎海王就发现了不对劲 随着多利安用力一扯 独步的左手竟被什么东西切了下来 这血腥的一幕把周围路人都吓傻了 原来多利安的打火机上加装了纤维丝 这种细小的丝线几乎不会折断 他是从地下黑市用每米数百美金收购的 宇航员的救生所以及防弹背心 都是用这种材料制作的 虽然只有四维米细 但他却能承受200公斤的重量 多利安刚才被独步踢中时 偷偷把纤维丝缠到了对方的手腕上 独步压住上臂内侧动脉止住了血 曾经的一段时间里 他每天都对着扎成一捆的竹子进行训练 手指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脱臼和骨折 独步设想过 如果自己不要手指的话 那就可以用手臂进行更强大的攻击了 多利安没想到独步这么疯狂 当他缓过神的时候 独步和烈海王早已离开了现场 与此同时 希克尔被诸兽拦住了去路 刚刚被对方打伤让他颜面尽尸 所以才打算回来找回场子 希克尔本想再教训一下对方 但下一秒他却发现 两名壮汉突然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听说是希克尔把老大的脸给弄花了 胖子率先出手给了他一套组合拳 然后另一人也重拳出击 直接将希克尔打倒在地 诸兽并没有这么简单就放过他 而是让小弟把希克尔带回到场 准备好好出一口恶气 他们把希克尔用绳索夹到了擂台上 由于对方是个死刑犯 即使杀了他也不会出问题 想到这儿 诸兽直接掏出手枪对准了希克尔 把弹夹清空后 众人发现希克尔的伤口并没有流血 诸兽见状猛然意识到对方一直在演戏 其实衣服里面早就穿上了防弹背心 希克尔索性也不装了 冲到诸兽的两名小弟身前 三两下就把他们全部解决 而作为摔跤界的明星 诸兽毫不犹豫就举起双手投降 用土下做的姿势来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希望对方能放他一马 可希克尔却整队人都趴在了地上 这种抛弃同伴的人让希克尔十分不屑 他并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对方 被踢到台下的诸兽想跑去安全的地方 为了逃走他什么无下限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希克尔见状直接抄起杠铃 对着诸兽的肩膀就狠狠砸了上去 然后将其打飞至墙边 看诸兽还剩下一口气 希克尔决定给这家伙洗个热水澡 而此时的任牙却正在和妹子约会 烧将既是任牙房东的女儿 又是他的同学 由于任牙参加过最大的锦标赛 所以烧将的心理对任牙产生了崇拜之情 眼看二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几名不长眼的小混混却在这时打断了他们 然后掏出自己的修脚刀就准备向任牙借点钱 结果下一秒 任牙放出的强大气场让小混混双腿发热 不自觉就给他让出了道路 这波逼成功被任牙撞到 两个小年轻完了整整一天 到晚上夜深人进食 任牙一把抓住了烧将的小手 任牙症心情低落时 烧将却主动牵上了任牙的手 可就在这时精神病怪哥却打算去找任牙的麻烦 任牙和女友即将开启付费环节时 却被不长眼的斯派克打断 如果任牙的眼神能杀人 怪哥早就死了八百遍了 就在刚刚任牙泡上了自己房东的女儿 也就是本部动漫的最强者 鬼爆烧将 之前在锦标赛的走廊 烧将找上了任牙 他认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称号固然重要 但那些受伤战士都有父母 妻子 孩子 爱人或者朋友 也许他们才是最受伤的人 可任牙这货不由分说就强吻了上去 而烧将却并没有反抗 原来烧将一直都在担心任牙的安危 从那个时候二人就已经互生情愫 随着气氛越来越暧昧 任牙和烧将也办起了正事 眼看就要进行付费环节 斯派克却出来搅黄了任牙的好事 面对任牙能杀人的眼神 斯派克已经迫不及待要和对方打一场了 还好花山及时出现拉走了怪哥 任牙这才能继续和烧将交流 作为任牙中最硬汉的男人 花山承受了斯派克的一技重角却面不改色 而是弯腰脱掉了自己的鞋子 然后将自己的白色西装直接撕碎 露出了强壮的肌肉以及背后的侠克力纹身 这是花山家族头领的象征 由于家族鼻祖年轻时被一名侠客所救 少了些东西 于是便独自闯进敌对组织的地盘 把整座楼的人全部徒手击杀 斯派克见对方这么有实力 当即就冲过去 用捡来的石头猛击花山的面部 然后抄起皮鞋又是给他来了一下 可花山面对斯派克的攻击并没有还手的意思 于是为了激怒花山 斯派克抓住他的头将气按到了路灯上 随后拿起公园的长椅狠狠砸了上去 虽然头上布满鲜血 但花山依旧十分淡定 他的四周正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这时斯派克也决定不再用武器 因为他最强的其实是自己的拳头 曾经徒手就将自由女神像打得四分五裂 二人散发的气场让周围景象都开始扭曲变形 斯派克率先出手 暴风骤雨般的拳脚把花山打得连连后退 甚至找不到一丝反击的间隙 这是斯派克的无呼吸打击法 职业拳击手在攻击时需要短暂的唤起 所以很容易露出破绽被对方反击 但斯派克却可以保持五分钟不呼吸 只要对手不倒下 他就不会停止自己的攻击 花山被逼到一棵树下不断挨打 但他还是硬扛着斯派克的拳头向其发起了反击 斯派克被打得浑身不断颤抖 要知道他的身体可是能硬抗反恐部队的穿甲般 一般的轻武器对他根本毫无效果 可花山这一拳却打得斯派克怀疑人生 还没等他缓过来 花山走到他面前再次挥出拳头 直接将斯派克打趴在了地上 他拎起对方询问是否还要继续 花山再次上前询问同样的问题 嘴硬的斯派克依旧没有认输 就这么反复几次后 怪哥也终于坚持不住了 趁对方没有防备 他将一把子弹塞进了花山的嘴里 作为刃牙中最硬汉的男人 花山直接在自己嘴里放烟花 六颗子弹在口中爆炸 眼睛都被炸得向外喷火 可他依旧没有倒下 而是继续询问斯派克要不要继续打 怪哥用行动给出了花山答案 但拳头还没等碰到对方 他就被花山一拳打上了天 好巧不巧地落在了旁边的路灯上 斯派克当场就被烤得外焦里嫩 随后花山将其带到了警局 当作礼物移交给了对方 就在他准备坐专车回家时 开车的警员却突然发现 无论他怎么踩油门都无法前进 原来是斯派克在后面抬起了汽车 然后用力将其掀翻 如果花山不心软 怪哥早就去阎王殿报到八百回了 当花山从车内爬出来后 斯派克拿着警棍就对着他的头一顿猛抽 等花山缓过神响反击时 斯派克这个老六竟然掏出了手枪 不断向花山的膝盖射击 把子弹全部清空后 他竟然又从当里掏出一把 然后一边嘲讽花山一边朝他的膝盖开枪 就算是业余选手都能轻松弄碎石头 斯派克抬起大脚猛地向花山头部踩了上去 正常人被打成这样早就失去意识了 可花山却并没有昏迷 在斯派克将枪口插入花山的嘴里时 他仿佛看到了泳刺狼 花山凭借身体对危险的本能躲过了子弹 随后他拉住斯派克的小腿将其绊倒 下一秒便整个人都扑了上去 跨坐在对方的身上开始不断挥拳 无论斯派克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可突然斯派克用手遮住了眼睛 因为他从当里又掏出一个闪光弹 面对这种强光 花山依旧没有退缩 但他的拳头却打偏了 斯派克趁此机会绕到了花山的背后 想用完美的裸脚给这场战斗花上休止服 按理来说没人能够逃脱 可这一招对花山并不管用 因为花山拥有强大的握力 甚至可以轻松将一叠扑克牌揪出一部分 曾经的一位轻量级拳王手臂就是被花山捏碎的 他用这恐怖的爆发力直接将斯派克的手臂撕开 看到这一幕怪哥也蒙了 手臂传来的痛感让他疯狂哭喊 随后竖起钟之猛插进了花山的耳朵 但花山却面不改色 反手抓住了斯派克的喉咙 然后用力将其捏碎 在自己两个膝盖碎裂的情况下 花山勋依旧顽强地站在原地 真不愧是刃牙中最硬汉的男人 斯派克被送到医院后 身体在几天内迅速衰老 因为他的真实年龄已经高达97岁 这种案例在医学史上没有先例 但在坊间传文却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在1976年 寻宝猎人杰克发现了自己寻找了30年的沉船 里面的金银财宝总价值超过了7000亿日元 可没过半个月他就死了 人们以为是有人贪图财宝须以谋杀 但医疗团队却说杰克的死因是衰老致死 因为他已经是个88岁高龄的老人家了 由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们失去了支撑身体的意志 所以才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怪哥也是五个死球里第一个尝到败北滋味的人 与此同时 任牙还正在苦逼的参加考试 老师见他只写了名字 当即就开始说叫起来 虽然任牙之前体育测试拿了满分 但那并不是他能不认真学习的资本 老师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要靠脑力 即使你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摩托车 力气再大也抬不起一辆车 游得再快也比不上快艇十分之一的速度 可任牙却说自己认识几个能打败野兽的人 老师听到这话满脸不屑 举个例子来说 即使是奥运冠军 也不能从操场跳到二楼的教室 菲恩伯尔特也需要走楼梯 就在老师长篇大论时 一名黑衣男子从操场缓缓走来 然后纵身一跃 直接撞碎玻璃跳到了二楼教室 老师被当场打脸很是尴尬 他刚想上前问下情况 下一秒就被道尔直接打飞出去 你知道世界上最毒的气体是什么吗 杀灵毒气 一氧化碳 或者是情化氢都能杀人 被毒害的人会咳嗽不停以及头晕目眩 最后才会慢慢迎来死亡 而柳龙光的手却能吸走面前的氧气 瞬间就让敌人窒息昏迷 就在刚刚 突然闯入教室的道尔被任牙一脚踢飞 虽然任牙年轻 但他十分了解比赛和死斗的区别 缓过神的道尔抄起地上的圆规与材指刀 打算充分利用周围的事物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任牙却转头走到窗边 然后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当道尔赶到窗边时 任牙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想换个没人的地方战斗 但好巧不巧的是 三个小混混正在这里抽纹箱 见状任牙只能重新寻找场地 在路过圆艺师身边时 任牙和对方寒暄了两句 但下一秒 这圆艺师竟然是柳龙光假扮的 只见他从身后掏出了两把镰刀 然后在原地开始疯狂挥舞 柳龙光先用镰刀将地上的狮子打向任牙 紧接着手中的镰刀也狠狠甩了出去 还好任牙眼疾手快 只付出了几根头发的代价 就防住了这一波攻势 见状柳龙光竟然改变了策略 他将其中一把镰刀扔向任牙 然后挥舞起剩下的那把镰刀 静止朝任牙冲了过去 可下一秒 他却突然将绳子缠绕在手臂上 任牙拿不准对方的攻击距离 以至于手中的镰刀被瞬间切断 交手几个回合后 任牙想出了应对之法 他解开了束缚自己的衬衫 在柳龙光的镰刀刮到衣服上时 任牙猛地蹲下身体 完美破解了对方的攻击 见状柳龙光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就在二人即将开打时 色川刚气的声音突然响起 一个黄色的水壶向柳龙光起来 他下意识接在了手里 这招是柳龙光之前羞辱色川用过的 如今色川又还了回来 但让柳龙光没想到的是 这湖水竟然是冷的 看对方刚刚害怕的样子 色川忍不住大笑起来 恼羞成怒的柳龙光向色川发起攻击 结果却被对方躲了过去 色川抓住机会用和气道将柳龙光打飞 然后把他狠狠按在了地上 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把一旁的韧牙都看傻了 此时的柳龙光咬紧后槽牙 恨不得将色川大卸八块 他从地面一跃而起 打碎了色川的眼睛 并且手臂也被莫名其妙地刮伤 原来柳龙光的手里藏着暗器 他完全没把韧牙和色川放在眼里 反倒是自顾自地脱起了外套 趁此机会 色川直接来了一招以血蒙眼 在柳龙光视线受阻之际 韧牙和色川发起了进攻 企图反击的柳龙光被色川用和气道放倒 随后韧牙一记膝撞就将其打跪 面对二人前后夹击 柳龙光一脸淡然 韧牙率先发起攻击 惊人的速度以及力道让柳龙光有点吃惊 他本想用脚顶住 结果却被韧牙直接踢飞出去 后空翻刚一落地 就又被后面的色川死死锁住 还没等韧牙出手 柳龙光就先一步把他踹飞 然后在空中顺势抓住了色川的脖子 见状色川身体前倾将他甩飞出去 柳龙光在空中360度转体两圈半平稳落地 这时色川才告诉韧牙 柳龙光擅长的并不是镰刀和暗器之类的武器 他是人称巨毒柳的空道武术家 只见他缓缓向韧牙走去 周身散发出了强烈的气场 他只是用手轻拍了一下韧牙的脸 如果比例低于15% 人体的机能就会下降 产生头晕 胃寒 恶心 呕吐等症状 最终失去知觉 而柳龙光却能将手掌内的氧气控制在6%以下 只要吸入一下就会让人失去意识 甚至他可以在手中创造出真空环境 在监狱中他创造出了用在人身上的招式 还没等他对色川出手 学校四周就警笛声大作 柳龙光没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性质 索性把任牙当跳板 直接翻墙离开了学校 此刻任牙也缓缓苏醒 前有怪哥裤裆探枪 现有多利安肚子里藏手围 为了逃跑他可谓是不择手段 就在刚刚 任牙众人齐聚在德川的家中 他们这些顶尖格斗家 竟然输给了几个外行人 听到这个消息德川非常难过 就在他老泪纵横之际 任牙却突然起身打算离开 可当他打开门却发现 多利安正站在门口 下一秒这家伙便拎着汽油走进了房间 外面的警卫已经被他全部解决 就在多利安准备点燃汽油时 后面却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 原来是之前被割喉的克斯 他一脚就将多利安手中的打火机 踢到自己手中 然后踹翻汽油桶交了对方一身 克斯拿着打火机缓缓靠近 剑撞多利安被吓得连忙后退 克斯趁机骑坐在多利安身上 经过之前的惨败 他已经明白了比赛和决斗的区别 现在克斯已经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 这次他毫不犹豫就将打火机扔向了多利安 屋内顿时燃起熊熊大火 多利安整个人都被火焰包围 不断在地上打滚发出惨叫 看到这一幕的独步十分高兴 自己的儿子终于领悟了武之本意 但还缺少能守住武术家荣耀的底线 而此时的多利安已经被烤得外焦里嫩 众人都以为对方失去战斗力 可一旁的烈海王却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他用脚尖插向多利安的头部 没想到这老头竟然躲了过去 浑身烧伤的多利安从嘴里吐出了一大团烟雾 他撕开身上的衣服 然后叫嚣要和独步或者烈海王战斗 独步为了抱断臂之仇准备先上场 但克斯却拦住了他 这时门外缓缓走进了一人 他叫加藤青城 是克斯的老师 同时也是神兴会的成员 平时喜欢实战训练而不是到场修行 加藤一出场就向多利安发起了攻击 并且每一招打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 多利安想反击却被对方轻松躲开 为了帮独步抱断臂之仇 加藤用手掌狠狠劈向多利安的耳朵 下一秒他的耳朵就被切了下来 原来加藤的手上带着天蚕丝 利用重力和巧劲可以轻松割下耳朵和鼻子 独步没有给多利安喘息机会 直接上前狠狠踢向多利安的腰子 克斯和加藤认为独步不讲武德偷袭 失去反抗能力的人 殊不知多利安的丝线已经将他们二人紧紧缠住 眼看两人就要被对方用丝线切碎 还好独步及时出手 用手刀切断了能承受200公斤张力的纤维线 所谓的空手刀就是把手脚变为武器 独步经过长时间的单调训练 他的手掌早已变得堪比刀锋 这操作当场就给克斯和加藤上了一课 看自己胜算基本为零 多利安突然捂住了肚子 下一秒他竟然从口中吐出了一颗手雷 随后拉掉引线就朝众人扔了过去 等剧烈的爆炸声过后 包括多利安在内的几人全都消失不见了 多利安穿过大街来到一条幽暗的小巷 而正在放水的男子 直接被多利安的眼神吓得慌忙逃窜 多利安打开井盖 确定身后没人跟踪自己后才放心跳了下去 他顺着下水道自由落体 足足过了两分半才安全落地 这里就是多利安暂时居住的地方 他用酒给耳朵消毒后 他认为对方并不能赐给自己失败 被小乔的加藤瞬间恼羞成怒 对着多利安就发起了攻击 多利安竟然使出了中国拳法 还没等加藤反应过来 多利安就将手中的酒瓶全部踩碎 他打算在这里让这个小鬼体验一下社会的险恶 在德川家多利安并没有使出全力死动 就在说话之际 他把双拳插入了润滑剂中 随后将其沾满玻璃碎片 凶器完成 这个老头是真牛逼 被一万人包围却毫不畏惧 还摆开架势想和对方碰一碰 就在刚刚 加藤找到了多利安老巢 在多利安做好战斗姿态后 加藤整个人都被吓得冷汗直冒 他只能安慰自己对方是在虚张声势 随后拉过旁边废弃的油桶 狠狠一脚踢向了多利安 可下一秒多利安却以更强悍的力量将油桶踢了回去 这一刻加藤才意识到对方究竟有多强 他跳起来想踢多利安的头部 但结果受伤的却是自己脚掌 就在多利安嘲讽加藤时 他突然抬脚将血液甩向对方的眼睛 可这对惊艳老道的多利安来说毫无用处 趁加藤视线受阻之际 多利安狠狠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加藤整个人被打飞镶在了墙里 此时的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 但神星会的荣誉却不允许他退缩 见到这一幕 多利安也认可了加藤是个优秀的战士 加藤依旧率先发起进攻 面对这一脚 多利安微微歪头就躲开了 紧接着加藤伸出手指戳向对方的双眼 结果却被多利安用额头抵挡 无论他怎样进攻 多利安都能轻松招架 并且还抽空掏出腰间的九瓶给对方来了一下 不仅如此 他还用九瓶狠狠插入了加藤的面部 然后用力一转 鲜血顿时就喷涌而出 多利安一边唱着歌 一边暴打重伤的加藤 最终过于渴望胜利的加藤中了多利安的催眠术 在梦境中他打得多利安哭爹喊娘 但这一切都是创造出来的幻想 加藤还想用天蚕丝偷袭 可多利安却并没有给他机会 直接用纤维线将其割吼 但众所周知 在刃牙这部动漫里只要不是掉脑袋都是小伤 这副模样的加藤并没有死 第二天早上 烈海王正在神兴会的道场内训练 只见他握拳用力一阵 身上的汗水就散落到了各处 随后他走到沙袋面前 正准备进行力量训练时 他却突然感知到了什么东西 烈海王用手劈开了沙袋 重伤的加藤终于被发现了 见状烈海王急忙把他送去救治 神兴会对此群情激愤 克斯在台上念了半天加藤的伤势 而这才只是其中的一半而已 为了给加藤报仇 克斯发动神兴会的一万名成员 将多利安的通缉令 送到了全国各个分部 只为将这个卑鄙的老头找出来 到了晚上 多利安乔装打扮去饭馆吃饭 可这里的服务员也有神兴会的成员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 无论做什么伪装都无济于事 多利安索性起身准备离开 但他刚走出餐厅就被几十个人拦住 这些人并没有动手 而是任由多利安叫住一辆出租车 原来司机也是神兴会的成员 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多利安准备用纤维线干掉他 可还没等他动手 周围的车子就全靠了过来 他们都是神兴会门下的会员 客车 卡车 大型车 小型车 甚至还有警车 消防车以及救护车 看到这一幕 多利安果断收起了纤维线 他现在只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当他走下出租车 数千人就围了上来 面前是神兴会下属机构管理的一个游乐园 里面已经有人在等着多利安了 可他却没有立即进入 而是脱下伪装向对面的数千人发起了挑战 尽管神兴会有数千人 但按照会内的规矩他们不能以多欺少 于是出租车司机率先进攻 可二人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多利安只用单手就轻松挡下了攻击 随着他一脚踢出 出租车司机当场就被打得倒地不起 这一刻多利安仿佛化身战神 和数千人对峙却丝毫不落下风 看没有人想和自己交手 多利安果断转身踏进了游乐园 死囚多利安竟然是曾经最强的海王 在猎出入少林时 他的师父把他带进了一间密室 面前的这些圆球全都是历代海王们徒手打出来的 可其中一个桌子却空无一物 经过刘海王的解释列才知道 因为那个圆球已经大到房间放不下了 而他的主人就是多利安 他刚进入游乐园没多久 一个小丑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随着对方举起手 游乐场的灯光全部亮起 小丑伸出手邀请多利安跟他一起游玩 多利安也没有拒绝 他想看看对方在耍什么把戏 但谁想到一晚上旋转木马 多利安的童心就直接被唤醒 开心得像个七十多岁的孩子 可就在他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神星会的人突然出现 一脚就将其踹下了游乐设施 他是神星会三段的莫唐后 和之前重伤的嘉唐氏同学 身材与多利安几乎相同 莫唐率先发起攻击 这凶猛的一拳打得多利安后退数米 随后他抓住机会发起了反击 将莫唐的鼻子当场打出血 但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莫唐来说只是刮杀 按理说传说中的死球 不应该仅有这点本事 面对莫唐的攻击 多利安竟然直接转身逃了 看到这一幕 莫唐还以为对方是怕了自己 于是便朝多利安紧追不舍 多利安跑到了过山车上面 然后直接启动了开关 莫唐见状也跟了上去 但这正中了多利安的陷阱 因为他打算把战场 放到高空的过山车上 如果在这儿掉下去 绝对会被摔成血末 当过山车达到最高点的一瞬间 战斗也正式开始了 莫唐刚准备出手 可前面的多利安却突然消失了 莫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双腿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突然他想起自己有一个优势 曾经独步教过他一种 叫做三战的技巧 这是在船上练出来的 古代琉球的海上经常会爆发战斗 由于行驶的船非常不平稳 所以为了能在船上站稳身行 人们便研究出了这种内巴战法 用上三战的莫唐此刻信心满满 面对多利安的攻击他不再慌乱 而是开始主动发起进攻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多利安竟然直接向他扑了过来 抱着莫唐就一起跳下了过山车 在半空中 莫唐用力将多利安翻到自己身下 随着一声巨响 二人结结实实砸在了地上 莫唐已经蹊跷流血无法动弹 可多利安却缓缓站了起来 虽然也受了伤 但他在撞向地面前做好了缓冲 所以这场比赛的最终胜者是多利安 就在他放声大笑时 神星会的其他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课四 列海王以及独步 三个打一个 不管怎么看多利安都毫无胜算 但多利安这时却面带微笑看向了列海王 原来在许多年前 列小龙还是个刚进入少林寺不久的小和尚 他的师傅将其带到一处密室 里面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历代海王的艺术作品 这些石心圆球全都是历代海王们徒手打出来的 在这期间列发现其中一个桌子上面没有东西 经过刘海王解释他才知道 那个圆球已经大到放不进房间里了 而在四十年后 列小龙想获得海王的称号 但是刘海王却认为他的实力还不够 于是便将他带到了一处地下 打开尘封许久的木门后 面前竟然出现一个打通的隧道 这些洞穴正是那位最强海王徒手挖出来的 并且这个男人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听到这话列才知道 他现在的实力确实是技不如人 而此刻他终于见到了那位曾经最强的海王 被称为武神的独步实力有多强 二十多年前 他曾在地下竞技场击杀体重超过二百六十公斤的西伯利亚 最终得到了虎杀的称号 就在刚刚 列海王与多利安这个曾经最强的海王碰了面 出于同门的关系 列向对方抱拳行李 在三十多年前多利安就听说了列这位奇才 并且凭借实力继任了海王称号 这说明他已经超越了曾经的多利安 碍于师门法规 列海王不能对同门出手 所以现在能动手的只有克斯与独步二人 克斯本想代表神星会出手 可独步却拦住了他 独步要抱断手之仇 只见他缓缓走上前 然后摘掉眼镜 可对面的多利安却根本没把独步放在眼里 为了方便战斗 独步脱掉了自己的衣物 随后猛地向上跃起 落地的瞬间便摆出了战斗姿态 在二十多年前 他在地下竞技场和一头二百六十公斤重的西伯利亚虎战斗 并且成功将其击杀 虎杀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但由于西伯利亚虎是濒临烈绝的物种 所以独步不能公开谈论此事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 独步对着多利安就发起了攻击 二人交手了几个回合后 独步突然拿左手狠狠砸向多利安 随着石膏的碎裂 独步的拳头也打到了多利安的面部 看到他的左手完好无损 在场中人全都一脸猛逼 原来那天独步被切断手后 他直接赶往了附近的一家私人诊所 医生梅泽虽然看起来不太靠谱 但是他的医术却十分高超 并且做手术从来不用麻药 结果冰镇的断手 梅泽开始了他的操作 通过仪器的辅助 他都可以将动脉血管给缝合起来 只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独步的手就被重新接了回去 临走石梅泽嘱咐他要休养三个礼拜 但独步凭借恐怖的恢复力 现在就可以和多利安进行死斗 看独步摆出了空手道的架势 多利安当即就打算用拳法家的身份跟他对垒 可听到这话独步却笑了 随后一拳狠狠打中了多利安的腹部 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多利安竟然从嘴里吐出来一个瓶子 里面的液体正是能腐蚀万物的强酸 这老头的肚子莫不是白宝袋 之前藏手雷 现在又藏强酸 独步并没有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他快步上前将多利安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紧接着一拳打出 但是多利安却突然来到了独步的上方 二人的战斗逐渐进入到白热化 与此同时 任牙正在和烧江在街上约会 每天他们都形影不离 任牙一番甜言蜜语下来 把烧江哄的小脸通红 随着气氛不断升温 二人竟然当众撒起了狗粮 看时机已经成熟 任牙直接就带着烧江 准备回家开启付费环节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后面的勇次郎看在眼里 另一边独步和多利安的战斗还在继续 面对多利安的攻击 独步轻松躲了过去 随后用脚给对方来了个大逼斗 就在独步准备追击时 多利安却已经率先摆好了防御姿态 他认为专注于空手道的独步 绝不可能打败自己 话音刚落 多利安就原地跳起了舞蹈 克斯认为对方是在装神弄鬼 可独步却觉得没这么简单 他用脚捡起地上的两颗石子 随后将其中一颗石子扔向克斯 而另一颗则是扔向了多利安 石子即将命中的瞬间却突然消失不见 虽然多利安背对独步 但他依然能对危险做出反应 化成粉末的石子被多利安吹向独步 趁对方视线受阻之际 他准备向独步发起攻击 可下一秒他却被打飞出去 独步的一套连招把多利安打得再起不能 直接举起双手跪地投降 原来独步不知道何时中了多利安的催眠术 现在对方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像看猴一样看独步和空气斗智斗勇 就在多利安准备让独步永远沉浸于美梦之中时 独步却突然挡住了多利安的攻击 然后狠狠一脚就踢了上去 因为身经百战的独步知道没有轻松的战斗 即便对方跪地求饶也是在寻找机会反击 猎海王想拍手破解催眠 可结果独步并没有清醒过来 但即便如此 独步现在也能完美躲过多利安的攻击 并且轻松暴打对方 在交手中多利安不小心打掉了独步的眼罩 随后便准备用手刀彻底结束战斗 但独步却在这时一拳赢了上去 直接将多利安的手指全部打费 这场战斗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 或许独步真的能赐给自己失败 阴险狡诈的多利安终于败了 上半身的骨头全都被独步打碎 然后由重伤的加藤准备给其最后一击 就在刚刚 独步从多利安的催眠术中苏醒 给对方表演了一手空手接白刃 随后狠狠一脚踢飞了多利安 多利安摇摇晃晃终于站稳了脚步 他此时不得不承认独步的实力很强 独步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空手道 他用正拳突刺将多利安的胸骨打出了裂痕 随后又是一套组合拳 彻底把多利安的胸骨打碎 这种武道境界多利安永远都达不到 因为武之神非常吝啬 除了那几个贩马星人之外 他只会回报专一付出的人 听到独步即将打出最后一击 多利安害怕得浑身颤动 虽然他渴望败北 但到这一刻即将来临时 他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可独步的拳头却在多利安的面前停了下来 然后他转头喊出了一个人 只见被多利安打成重伤的加藤被推了拐 而他的主治医生这时也开车赶到 老头害怕加藤的伤势进一步恶化 但无论他怎么劝说 独步都没有动摇 他要让加藤对多利安发起最后一击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昏迷的加藤竟然神奇地走向多利安 看到这一幕 多利安被吓得浑身颤动 就在加藤即将打出最后一击时 多利安影帝级别的演技再次爆发 大声表示自己投降 众人以为这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可没想到医生给他检查身体时 却发现多利安的右手手腕 竟然还藏着一个小型炸弹 但他最后却没有用出这一终极武器 这也证明多利安并没有真正认输 他站在加藤的床边自言自语 虽然对方的实力不强 但那种格斗家的精神让他十分敬佩 最后他并没有伤害加藤 而是直接从窗户离开了医院 与此同时 独步乘车回到了家中 可当他来到门前却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等踢开家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 独步焦急地呼喊妻子的名字 但下一秒 他突然在地上发现了多利安的打火机 此时的独步愤怒到了极点 虽然多利安右手被炸掉 但独步也被炸得面目全非 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紧接着多利安再次找到了烈海王 他询问对方什么是强大 虽然多利安渴望失败 但他目前一直保持着不败 这也意味着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赢过 听到这话多利安开始疯狂大笑 他不相信自己的人生竟然如此的悲剧 自从期待失败以来 他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胜利 但实际上他却从来没赢过 多利安想打败烈真正赢一次 可烈却不会满足对方这纲萌生的渺小之梦 这一拳将多利安彻底击败 最终烈海王将其送往医院 由数十辆警车负责护送 警察希望有危险 使烈海王能出手保护他们 但烈却说没有必要 现在多利安的智商就像小孩子 用糖果就能轻松控制他 原来多利安的精神一直靠胜利支撑 当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赢过后 他的大脑就选择破坏精神 让多利安变成了一个低智商的人 另一边任牙和烧江在回家的途中 再次荷尔蒙报发吻在了一起 烧江本想主动送上门 但碍于女生的矜持他才没有说出口 等他回到房间后 任牙才慢悠悠往家走 正好和烧江打了个十分钟的时间差 妹子正纠结要不要去任牙的房间时 他的窗户突然被敲响 可等打开后外面却空无一人 突然烧江有种不祥的预感 回头一看 自己房间里竟然多出了一个人 希克尔捂住烧江的嘴威胁他 君のお母さんは無事だ それは約束しよう しかしもし君がここで大声を出したなら 君とお母さんを殺します 分かるの しばらく おとなしくしなさい おもててら 就在刚刚 希克尔来到了烧江的闺房 并且捂住了他的嘴 如果烧江敢呼救的话 那么希克尔将会杀了他和他的母亲 面对毛子的威胁 烧江依然选择相信任牙 他决定赌一下 就在求救生出口的瞬间 任牙就突然出现 狠狠一脚将希克尔剃倒在地 他让烧江先离开 但妹子早就已经被吓坏了 一边哭一边抱着任牙 希克尔没看出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地上狂喷垃圾化 此刻的任牙愤怒到了极致 对着希克尔率先发起了攻击 他绝不允许有人敢伤害自己的女人 只见任牙抓起毛子的衣领 随后用头狠狠撞了上去 希克尔本想反击 可任牙却直接将对方甩出窗外 准备在烧江的家门口解决战斗 绑走了烧江 现在毛子的笑容越灿烂 后面他被打得就越惨 与此同时 日本的警示厅内 六位高级官员正在商讨如何抓捕剩下的逃犯 目前他们已经将多利安与斯派克成功逮捕 但是剩下的三名死球依旧没有消息 就在这时其中一人提出了以牙还牙的想法 他们听说亚利桑那州监狱有个很难对付的罪犯 虽然对方是罪犯 但却可以自由出入监狱 监视他的唯一办法是靠24小时工作的侦查卫星 经过一番商讨 几人决定前去请对方出手帮忙 监狱长在机场迎接了他 然后静止开车前往这所传说中的监狱 通过了重重严格检查 几人顺利进入到了监狱内部 他路过走廊发现这里和其他监狱并没有什么不同 可当打开尽头的牢房时 面前却突然变成了豪华宫殿 还没等他敲响房门 里面的人就出声让他直接进来 没错 他们要请的人正是奥利巴 那个被称为关不住的男人 看到奥利巴如此豪华的房间 警官非常疑惑 奥利巴却说出了他能这么自由的原因 因为他可以抓住任何罪犯 亚利桑那州立监狱的大部分罪犯都是被他抓住的 邀请自己去当赏金猎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奥利巴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随后他便带警官出发准备处理一个刚接到的案子 几人乘专机抵达现场后才得知 里面的罪犯凭借一己之力就控制了整座大楼 企图逃跑的人全都被他无情杀害 而此人的目标正是奥利巴 只见他缓缓走进楼内 和对面这个凶残的罪犯碰了面 原来在24年前 杰夫还是一名警察 业余时间会秘密经营一些骗局 可突然有一天奥利巴找上了他 然后当场将其打成了残废 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 为的就是今天找奥利巴报仇 听到这话 奥利巴脸上没有一丝恐惧 而是逐渐兴奋起来 在杰夫的命令下 奥利巴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 趁此机会 杰夫对奥利巴发起了攻击 这几喷子下来 奥利巴依旧住立在原地 他用肌肉印扛下了射来的子弹 随后猛然用力 直接将卡在肌肉里的弹头挤了出来 见状杰夫果断扔掉了枪 拔出身后的长刀 就向奥利巴劈了下去 原来奥利巴的心脏上覆盖了一块金属板 这种攻击对他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奥利巴感到有些无聊 于是便准备结束这场战斗 他以碾压的姿态将对方一拳轰出了大楼 地表最强生物勇刺狼竟然被人欺负了 就在刚刚 奥利巴帮警察解决了突发案件 随后回到监狱开始大快躲移 一顿饭的时间 他身上的伤势就几乎痊愈 并且奥利巴拥有一整个图书馆的个人收藏 知识储备量比普通人不知渊博多少 作为最自由的男人 他不允许其他人获得比自己更多的自由 于是奥利巴决定出手逮捕圣余的死球 可到东京还没多久 奥利巴就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向警官打了个招呼便直接跳下了车 等车子停下来时 奥利巴早就不见了踪迹 与此同时 希克尔带烧将来到了一个酒店房间 而对面坐着的正是地表最强生物贩马永次郎 毛子想挑战这个世界最强者 他本想趁永次郎放松的时候发起偷袭 可这一切都被惊艳老道的永次郎看透了 希克尔的攻击没有奏效 还反被永次郎嘲讽他们国家的格斗技巧已经落伍 听到这话 希克尔怒气直飙升 随后突然抱起弓向永次郎 但在半空他的手臂就被人握住 此时得到消息的任牙和克斯也赶到了酒店 二人急忙向房间跑去 奥利巴和永次郎寒暄过后 抓住希克尔的手臂用力一甩 眼看自己就要飞出大楼 希克尔连忙用脚刹车 避免了自由落体的惨剧发生 他在永次郎口中听说过自由人的名号 奥利巴用非凡的力量和知识 在法律之上获得了支配地位 能同时挑战两位世界级别的强者 希克尔兴奋不已 就在奥利巴准备上前逮捕对方时 房间的大门却突然被踢飞 是任牙 看着房间里三个大男人与自己的女友 任牙感到十分屈辱 失去理智的任牙对着希克尔就是一顿输出 直接将对方从几十层的大楼踢了下去 而他并没有就此作罢 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位不认识的黑人 他狠狠一脚踢向奥利巴 然后再一拳砸在奥利巴的脸上 可当他一拳打到对方的下巴时 任牙却突然发现不对劲 这拳力一拳竟然打不动对方 奥利巴也表示自己对永次郎的儿子期待太高了 就在任牙惊讶之际 希克尔竟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反应过来的任牙迅速出招 可他的攻击却全被对方躲开了 就在任牙疑惑对方为什么没掉下去时 希克尔说出了自己的能力 当初他逃狱的时候 攀爬的可是光滑垂直的导弹发射机 而酒店这种凹凸的外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履平地 听到这话 任牙的战斗欲望被瞬间点燃 面对希克尔的攻击 他一个侧身便轻松躲开 但希克尔这家伙却不讲武德 直接把玻璃碎片扔向任牙 然后在其视线受阻的时候 他用脑袋砸向任牙 将钉子敲进了任牙的手掌中 就在任牙分神的瞬间 希克尔狠狠一脚踢在了他的脸上 而此时警方也终于赶到现场 希克尔见状只能从窗户跳下去逃跑 感到七尺大辱的任牙咽不下这口气 刚到黄昏时分 任牙就找到了擦拭身体的希克尔 他要跟对方展开第三轮较量 并且还要求希克尔赤不上阵 就连胖刺都不允许穿 因为任牙要打爆他的昆昆 只见任牙率先出招 狠狠一脚踢在希克尔的脸上 等他艰难爬起来 任牙就再次一脚踢了上去 愤怒的希克尔抄起水桶想反击 结果任牙却抢过水桶将其扣在他的头上 然后左右开弓将铁桶打得直接变形 把希克尔的头卡在了里面 看到这一幕 任牙对着他的昆昆便是会心一击 被暴击的希克尔无力地瘫倒在地 突然奥利巴从后面缓缓走出 他想带走希克尔给警察交差 可任牙却果断拒绝了对方 并且毫不犹豫就对奥利巴出手了 这时地上的希克尔突然爆起 用全力踢向了奥利巴的头部 可这一脚的冲击力却被对方的颈部完全吸收 二人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 希克尔不信邪 上前对奥利巴发起了暴风咒语般的攻击 结果对方只是衣服被打破了而已 身上就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原来奥利巴的皮肤下面有粗颜 能够以这种方式抵御攻击 希克尔的攻击回合结束 现在轮到奥利巴了 他蓄力的一拳直接将对方打飞出去 以力量著称的奥利巴 竟然在与人比拼握历史书的一塌糊涂 并且对方还是个瘦弱的小老头 在逮捕了希克尔过后 剩下的死球只剩下了两个 临走时奥利巴向任牙表达了感谢 然而任牙却对他的实力非常惊讶 想知道奥利巴吃什么来维持这样的身体 可奥利巴却上前抱住了任牙 回到警局后 奥利巴在电脑前查询死球的资料 他刚点燃一根小快乐 门外就走进来一位美女给他送咖啡 见奥利巴将咖啡一饮而尽 道尔直接卸下了伪装 趁奥利巴愣神之际 道尔率先发起了攻击 用手肘的利刃划伤了奥利巴的脸部 但面对如此嚣张的道尔 奥利巴却十分淡定 他先将倒在地上的椅子扶起 然后主动将房间的门反锁 此刻的他十分高兴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对他了 飙升的肾上腺素让奥利巴迫不及待和对方打一架 但就在奥利巴准备出手的时候 眼前却突然天旋地转 下一秒身体竟然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上 原来道尔手肘的利刃中含有肌肉松弛剂 他们这种死刑犯准备在行刑当天使用 来抑制其对死亡的恐惧 话音刚落 道尔对着地上的奥利巴就是狠狠一脚 滚烫的血液不停地从脸上向下流 奥利巴被这一脚给踢醒了过来 他站起身缓缓向道尔走去 地上的奥利巴就抓住了他的脚 用一只手将超过80公斤的道尔在空中甩来甩去 最后将其狠狠摔在地上 这剧烈的撞击使整栋楼都狠狠震了一下 承受如此重击 道尔整个人都倒在地上几乎无法动弹 可他还是挣扎着准备起身 剑撞奥利巴直接抓住伊领把他拎了起来 结果手指却被道尔藏在伊领中的刀片割伤 趁此机会 道尔挥拳猛击奥利巴的面部 随后将一把匕首狠狠插入了对方的腹部 紧接着他腾空跃起 不断用梯技朝奥利巴攻击 这一套操作下来 强如奥利巴也被打得十分狼狈 他忍痛将匕首拔出身体 就在这时 警官带着一个老头来到了奥利巴的房间 可当他们打开门却发现 地上已经布满了血迹 很显然刚刚在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 受伤的道尔从天花板逃离了警局 奥利巴久闻色川钢器的大名 想让对方用和气道和自己切磋一下 因为他听说不能用蛮力对抗色川流派的柔道 看奥利巴不信邪 色川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就在二人手掌接触的瞬间 奥利巴就败下了阵来 他200公斤的身体竟然被色川轻松按在了地上 另一边 逃走的道尔还沉浸在刚刚和奥利巴的对战无法自拔 他走出隧道趴在了急迟的地铁上 呼啸而来的狂风并没有对他造成一丝影响 到了晚上 三人出门的时候刚好路过一处柔道训练场 奥利巴顿时提起了兴趣 表示自己如果有练的话 应该随便就能拿到金牌 听到这话 警官有些不相信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 奥利巴便来到了训练馆内 想找里面奥运级别的选手学习柔道 但在练习之前 奥利巴需要先换上训练的道服 可这里最大尺码的道服对奥利巴来说也实在是太小了 他索性直接撕下了两边的袖子 打算今天先升到五段 但警官却当场拒绝了他 因为柔道黑带需要经过官方测试 比拼的并不只有力量 而是还有技巧与精神 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黑带 道馆的人并没有将奥利巴放在眼里 他们先是派出了一个光头与奥利巴对练 比赛刚一开始 光头便打算给奥利巴秀一波操作 但奥利巴却直接伸手抓住了对方的领口 然后用绝对的力量将光头整个人都压倒在地 为了找回道馆的场子 一个比奥利巴身材还要高大的壮汉走了出来 可他还没等出手 奥利巴就抓住了他的领口 这个男人是真的很 他将全身的关节都加装了利刃 硬生生将自己变成了行走的人间兵器 就在刚刚 被盗尔袭击的奥利巴来到了柔道训练场 把比自己还高的一个壮汉当场轮飞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奥利巴竟然双手改成了单手 将130公斤的壮汉甩飞撞到了天花板 虽然奥利巴打败了对手 但警官却说他这并不是柔道 因为压倒对手才是柔道的基本规则 刚才奥利巴放手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对对手的控制 听到这话 奥利巴提议和对方再比一次 这次壮汉率先出手抓住了奥利巴 可无论他怎么用力 奥利巴都站在原地没有移动分毫 这个感觉好像是在拉一颗参天巨树一般 而奥利巴则用单手再次抓住对方衣领 然后轻松将对方摔倒在地 接下来上场的也没有一个例外 全部都被奥利巴打败 一旁观战的色川看不下去了 想让警官直接将黑带授予对方 为了不让柔道的颜面扫地 他换好道夫走进了场地 面对这位神秘的和气道老者 奥利巴也兴奋了起来 他将手慢慢伸向对方 企图和对方说话让其放松警惕 然后突然抓住色川的衣服用力一甩 结果却被对方用泄力化解 色川后退两步便站稳了身形 见状奥利巴决定放弃黑带 因为就在刚才接触的一瞬间 他的手腕就被色川捣脱久了 与此同时 浩昂生这个顺斩空手道大师 正在道馆训练 其手指可以轻松切断对手的神经 这次前来神星会是为了指导学员的修行 作为报酬 他希望克斯能告诉自己那些死球的下落 浩昂生表示 现在的他都可以打败猎海王 对付那几个死球肯定简简单单 而他找上的敌人正是酒店中的道尔 他的关节上全部安装了利刃 一旁的史翠登上尉都不禁出口夸奖 但他有些疑惑 道尔这种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行动会有些不便吧 听到这话 道尔当即便给出了对方答案 原来他的手里有个开关 只要不通过手指动作打开 武器就不会启动 并且道尔的力量不仅仅只靠这些兵器 他轻轻向史翠登挥拳 强烈的拳风就直接将对方的帽子吹掉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浩昂生与克斯已经来到了酒店楼下 进到房间不由分说就将挡路的史翠登推倒 然后静止朝椅子上的道尔走去 简单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浩昂生就率先向道尔发起了攻击 一脚狠狠踢中对方的面部 下一秒道尔便被扑面而来的脚气熏得无法呼吸 躺在地上痛苦地不断挣扎 此时的浩昂生摆好了战斗姿态 二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随着道尔的手指弯曲 他关节上的武器被瞬间激活 可这一机子割掉了对方的头发 而自己的喉咙则是再次遭受重击 倒在地上不停地翻滚 浩昂生放出狠话 只要道尔敢站起来 那么他将会再次将其打倒 与此同时 任牙和烧姜来到了河边 任牙不理解发生了这么多事 为什么烧姜会不生气 就在气氛微妙之际 戴着口罩的花衫来到了二人身后 他询问任牙是想要烧姜还是只想要女人 如果只是需要女人 他可以帮忙安排一大堆 并且可以任气挑选 听到这话 任牙都没忍住咽了下口水 任牙冲过去就想给花衫一拳 但结果却是他被对方打进了水里 眼看战斗一触即发 身为任牙中最强的鬼爆 烧姜终于要出手了 他拉住了花衫的上衣 然后一脚狠狠踢在花衫的腿上 如果不是烧姜没有使出真正实力 那花衫的双腿早就被踢断了 看到烧姜释放出的恐怖气势 花衫当即就转身开溜 而另一边 试图起身的道尔被浩昂生再次郑中咽喉 看对方倒地不起 浩昂生认为战斗已经结束 上前刚准备嘲讽一下道尔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对方的射程 这一记寸拳直接将浩昂生的下巴打脱臼 等他将其恢复原位后 道尔也把关节的利刃全部打开 作为地表最强的男人 勇次郎对任牙还是十分关心的 就连儿子跟女人亲热的时候 他都要上前指点一二 就在刚刚 道尔把身体中的利刃全部出发 见状昂昂生突然有些紧张 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道尔 可对方却停在了他的面前 就在昂昂生猜测对方会用哪个部位攻击时 道尔抬起了手 这近距离的爆炸让浩昂生倒地不起 一旁使催灯见到如此惨壮 不禁出口吐槽了两句 他觉得这并不是男人之间的搏斗 道尔为了胜利简直不择手段 而对方却说自己并不是格斗家 也不想成为世界冠军或者那些虚名 他只想清楚明白自己是最强的就行 虽然他想尝到失败的滋味 那也是在竭尽所能都没法赢的情况下 很可惜今天的浩昂生没有做到 与此同时 任牙正躺在床上思考烧江之前说过的话 但就在这时 烧江却主动找了上来 少男少女互相吐露心声 表达着他们心中的爱意 临走时烧江告诉任牙自己还会过来的 果然没过多久 烧江就再次来到了他的房间 脱下所有的衣服后便钻进了任牙的被窝 扑鼻的香味让任牙心愿一马 在烧江的挑逗之下 任牙终于忍不住想开始办正事 但这一切却被他慈爱的老父亲看在眼里 察觉到了不对劲 烧江还没等喊出声就被任牙捂住了嘴 他愤怒地呵斥永次郎真是没品 连自己儿子亲热都要看着 听到这话永次郎只是笑了笑 因为他不认为刚刚任牙被对着女人发抖是亲热的行为 如果任牙不敢做出行动的话 那永次郎便打算亲自教他一下做人的道理 他让任牙不必理会那些试图从中做梗的人 如果想变强的话就去疯狂做 随时随地 饭前饭后 直到厌倦为止 做到你不能做为止 随后永次郎又告诉烧江 作为女人 你的荣耀就是让任牙不停地要 做到做不动 但下次却依然充满渴望 教给了二人变强的方法 永次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两人 而任牙的变强之旅也正式开始 他们约定下次再见的时候把正式给办了 而在另一边的酒店中 烈海王正在小酌 可突然他看到了临桌的一个男人点了一整头烤猪 只用十秒就将其全部吃掉 甚至连骨头都没有剩下 他就是任牙同父异母的哥哥杰克犯马 曾经的杰克骨兽如柴 为了变强 他不断打针吃药 最终拥有了这副终极躯体 但由于药物的副作用 杰克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 而他这么拼命的原因 就是为了得到永次郎的认可 参加地下格斗赛时 在决赛和任牙碰了面 最终被开启鬼背的任牙击败 可现在的杰克和内饰完全不同 身高至少增加了20公分 原来杰克为了变得更加强大 他找到了神医浩红叶帮自己做增高手术 整个过程极其痛苦 先要将他四肢的骨头打碎重组 然后再往八个方向同时拉伸 他的实力也因身高的增加而增强了 听说昊红叶的弟弟被欺负 杰克表示自己会为其复仇 但他还没等行动 烈海王就在超市的电梯里偶遇了道尔 二人本来约定好了再见面要打一场 但这并不是合适的地方 道尔提议换个场地 而烈海王并没有拒绝 直接跟着对方来到附近的酒吧喝酒 在两人的交谈当中 烈海王询问道尔是不是用了炸药对付号昂生 道尔并没有否认 他以为烈海王觉得这样不公平 道尔听到这话顿时就来了兴趣 他喝下一口酒后举起了杯子 准备给烈海王整个活 传说中的清宫水上飘竟然真的存在 这个男人不仅能从河面奔跑而过 并且他的背上还带着一个人 就在刚刚 道尔和烈海王的大战突然打响 他向对方喷火却反被飞刀插中左眼 还没等道尔反应过来 烈海王就拿起酒杯 用出了道尔刚刚耍的把戏 道尔整个人被火焰包围 烈海王见状缓缓拿起灭火器 贴心地帮道尔灭掉身上的火焰 随后他掀开外套 露出了里面数不清的飞刀 只见他抄起飞刀向道尔扔去 短短数十秒 烈海王身上的飞刀就全部清空 被插成刺猬的道尔夺落而逃 可还没等他跑出多远 后面的烈海王就甩出绳索将其拉倒 这让道尔身上的伤势再次加深 随着烈海王的步步紧逼 道尔已经退无可退 他将鼻血喷到了烈海王的眼睛里 愤怒的烈海王把绳索抛向空中 然后用力一拉 直接将道尔绑成了粽子 烈海王用飞刀插入地面固定好了绳索 下一秒竟然从背后抽出了大砍刀 他挥舞大刀向道尔快步走去 看到这一幕 道尔吓得响远离着尊杀神 但奈何他被束缚在原地无法移动 只能用肉体扛下了两刀 剑绳索被砍断 道尔当即就向远处跑去 他还不想承认自己被烈海王打败 于是便从兜里掏出烟雾弹 等到烟雾消散 烈海王还以为道尔是从下水到逃跑 但没想到对方却从后面发起了偷袭 用飞刀狠狠插入烈海王的后颈 可烈海王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对着道尔就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打得对方瘫倒在地 道尔想用语言麻痹烈海王 但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而是直接从衣服里掏出短棍 将绳索一拉 短棍瞬间就变成了长棍 在烈海王的攻击之下 插在道尔身上的飞刀全部都被挑飞 烈海王认为道尔已经没有丝毫胜算 但下一秒 道尔却再次站起身 用手指关节打开了胸前的喷火装置 可这种小把戏对于全神贯注的烈海王 根本没有作用 他用长棍躲开火焰后 就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就在其准备结束战斗之际 他的后背却突然被注入麻醉季 来人正是杰克犯马 他将烈海王放在了墙边 然后缓缓走向道尔 见对方伤势严重 杰克给了他休息时间 表示过两天会再来找道尔战斗 看对方离开 道尔也准备回去休息 但就在这时 两个小混混却盯上了昏倒的烈海王 打算搜刮一波财物 道尔见烈海王这种高手 被小混混所羞辱 当即就拖着重伤的身体走了过去 想让两人放下钱包离开 听到这话 两个小混混十分不屑 还威胁道尔把钱也交出来 就在他们打算抄家伙动手时 道尔出手了 两个米花青年被打得哭爹喊娘 灰溜溜地向远处跑开了 帮烈海王解决了麻烦 道尔再次准备离开 但没想到又有一只野狗盯上了烈海王 道尔见状索性不走了 站在原地等待对方醒来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当烈海王苏醒的时候 面前的道尔已经脸色惨白 头顶还有乌鸦在盘旋 虽然对方是自己的敌人 但烈海王并不在意那些 道尔身受重伤 还坚持保护他的这种精神 让其敬佩 在一番检查过后 他决定将对方送去治疗 烈海王没有丝毫犹豫 便背上了道尔 快速赶往神星会馆一楼的治疗室 为了节省时间 他直接用绳索缠住了大桥 然后纵身一跃就跳了上去 好巧不巧的是 一辆高速行驶的摩托来不及刹车 当场就撞向了他 而烈海王却丝毫不慌 用手对着车头轻轻离按 摩托车就稳稳停在了原地 他让车主后续去神星会找他商量赔偿事宜 然后便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 很快烈海王就到了抉择时刻 最近的桥离这里有一公里 而面前的小河仅仅只有十米 想到这儿 烈海王也活出去了 双脚快速踩踏水面 表演了一波轻功水上跳 顺利到达了河对岸 看到这一幕 周围钓鱼的路人CPU都快烧炸了 等烈海王赶到神星会总部 道尔才终于得到了治疗 他整整昏睡了两天一夜 烈海王精心地为他准备了食物 前两天的道尔由于失血过多 所以神星会的成员主动为他献血 听到这话道尔有些沉默 为了帮助他快速恢复 烈海王亲自下厨用药材做了一顿大餐 但道尔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烈海王只出个门的功夫 床上的道尔就已经消失不见 转眼就到了晚上 正在道馆教学的克斯 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墙边的道尔 他呵斥对方脱掉鞋子 道尔听话照做 然后缓缓走向众人 他感谢神星会的成员为自己献血 紧接着道尔便说出了此次前来的目的 他扬言要将所有人都埋葬于此 作为对手 有些对决是不可避免的 克斯让其他学员在旁边观看 随后他便晾开架势 准备和道尔大战一场 但没想到道尔却突然说要用空手道决斗 一旁的学员想去帮忙拿道服 可道尔却说自己的袋子里面有 等他打开袋子并将衣服穿上后 克斯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道尔穿上的明明是用来防火的衣服 他刚想上前阻止对方 结果道尔却抢先一步将面粉撒满道馆 众人当即就被粉尘遮挡了视线 整个道馆瞬间就被浓烟包围 道尔则是淡定地离开了现场 但还没走出多远 武神独步就拦住了他 这个男人是真牛逼 为了战斗获得胜利 他在洒满面粉的房间里点燃了打火机 神星会道馆发生大爆炸 米花式的消防车急忙出动 而作为纵火犯的道尔则是淡定离开 可刚走进一条小路 他就遇到了神星会的老馆主余地独步 虽然独步知道对面这家伙 炸掉了自己的道馆 但他却没有朝对方动手 而是想劝说道尔不要一条路走到黑 因为独步听说道尔被奥利巴和烈海王打得很惨 听到自己的伤疤被揭开 道尔瞬间暴怒 他认为独步是在侮辱自己 可这时独步却突然表示 自己可以帮忙解决道尔与奥利巴和烈海王的过节 并且是瞬间解决的那种 独步告诉道尔 奥利巴走在街上的时候被流星击中 而烈海王则是在地震发生时跌落深渊 话音刚落 独步就将帽子扔向道尔 虽然道尔的反应速度极快 但等他切开帽子时 独步的拳头就已经停在了他的面前 他警告了道尔一番便转身准备离开 道尔还以为独步是想逃跑 可实际上他只是想找个空旷的地方战斗而已 如果道尔觉得自己赢不了的话 可以现在就离开 被激怒的道尔默默跟在独步后面 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处公园 独步允许道尔使用隐藏武器 而自己则是赤手空拳 看对方看不起自己 道尔当即就表示自己不会用武器对付长者 可对面独步并不相信他 提议不用空手刀和武器 只用男人之间的力量进行比拼 但下一秒独步又变了广 他感觉这样的战斗对道尔很不恭敌 更何况自己说不使用空手刀对方也未必会信 即使这样独步依旧不相信道尔 他觉得对方肯定会用武器对付自己这个老人家 被小瞧的道尔为了证明自己 率先向独步发起了攻击 可下一秒独步却突然使用起了空手刀 对着道尔就开始疯狂输出 将其打得失去了意识 等道尔再次睁眼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在神星会的道馆中 眼前之人正是被烧伤的克斯 见道尔醒来 克斯开口询问他承不承认失败 可道尔却默不作声 等道尔再次苏醒 第一眼看到的人依旧是克斯 只要他不承认失败 克斯就会一直动手将道尔打倒 与此同时 在闺房内的烧江回忆起之前与任牙的约定 下次见面之时便是深入交流之日 第二天任牙开门时发现了烧江给他的纸条 上面只写着让任牙去找到他 却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 任牙由于赶时间 只能放弃坐车选择奔跑 而另一边烧江已经准备好了食材 前往两年前任牙带自己来过的老屋 他本以为任牙会找错许多地方后才会过来 但等他打开门却发现 任牙竟然先他一步抵达了这里 少年的变强之路在此正式开始 他的目标只是比自己父亲的实力强那么一点而已 不等烧江做晚饭和洗澡 任牙就抱住了妹子 开始互相深入交流起来 而克斯这边为醒来的盗尔贴心准备了早餐 二人吃饱喝足后 盗尔率先起身摆好战斗姿态 他并没有用脚下的刀叉 反而是赤手空拳与克斯进行战斗 可只是一个回合 盗尔就被克斯用扫堂腿打倒在地 随后克斯挥出的拳头停在了他的面前 如果盗尔还不承认失败 那克斯就会让他见识一下 自己可以打穿三层混凝土的拳头 就这样 盗尔再次陷入了昏迷 当他再次醒来 面前的人已经不是克斯了 这个神星会成员告诉盗尔 克斯让自己给盗尔带个话 在五个小时前 克斯看到盗尔身受重伤 并且身体已经不允许再被伤害了 所以他才主动认输 把这场鄙视的胜利让给了盗尔 得知事情的经过 盗尔的内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随后主动来到克斯的门前 向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这也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放 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 与此同时 德川来到了一家道馆 得到了主人的允许后 他跟随道馆成员进到了里面 路上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这都是因为国松大师在海外的名气很高 尤其是在官方的格斗方面 并且走廊内还挂着不同国家送来的感谢状 和这位大师见面后 德川发现国松的手非常奇怪 看起来和猛禽极为相似 就在这时 国松大师突然开口 给德川讲起了空之道的内涵 简单来说就是谋杀的艺术 他让手下拿来了一个保龄球 然后随便将手放在了上面 这操作给德川都看傻了 通过国松大师解释他才知道 原来手掌可以创造出犀利 对比这种光滑的物体 那些柔软粗糙的东西 不知道困难多少倍 国松大师的某个学生 便是这方面的天才 可以用手掌吸住瓦吸纸 如果被他用手掌封住了气道 那甚至都会威胁到生命 而这个被大师引以为傲的学生 正是五大死球之一的独守柳龙光 国松失去的左臂 就是被柳龙光亲手砍下来的 你能在诡报之下坚持多久 正常人最多几次就顶不住了 可这个少年却能和烧将大战三百回合 几天几夜都不用休息 任牙认为这是一场属于他们的战斗 二人全力以赴进行对抗 这场训练整整持续了好几天 任牙终究还是坚持不住败下阵来 但他的实力通过诡报的滋润 已经得到了质的飞跃 这时柳龙光正好找上门来寻求战斗 任牙本想约对方改天再战 可柳龙光却用烧将的生命来威胁任牙 听到这话任牙瞬间暴怒 打算把对方带到附近的空旷区域解决掉 柳龙光跟随任牙的脚步 来到一处适合战斗的封闭场地 他夸奖任牙找到了个好女孩 随后便摆出了战斗姿态 而一旁观战的烧将也不甘落后 打算给任牙加油打气 被注入爱情力量的任牙速度暴增 狠狠一拳就砸到了柳龙光的老脸上 把他的牙齿都打崩了好几颗 紧接着任牙又是一记高抬腿 将柳龙光整个人都踢到了天上 这时他才终于明白诡报的恐怖之处 决定使出自己的成名绝技鞭挡 原来柳龙光被称为毒手 是因为他将提取出的毒药进行精准分类 然后称出一定比例与沙子混合 制作出毒沙用来修炼 每日都要把手不停地插入其中 并且隔几分钟就要泡一次解药 但其中蕴含的痛苦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坚持修炼五天的时间 手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能做到让花朵瞬间枯萎 那毒手就算完成了 触碰到人的话 对方的肌肤便会腐烂见骨 然后痛苦地死去 而鞭打则是柳龙光的右翼绝技 背部的痛苦比前面多出好几倍 据说不到时下就能让人死亡 鞭打就是放松身体 想象自己肩膀以下没有骨头 变得和水一样柔软 那么发出的攻击就会与鞭子相同 如果说国松大师是普通的鞭子 那柳龙光的手就是水银鞭 可任牙见识到对方的招式 依旧一脸淡然 随后缓步朝柳龙光走去 甚至连躲都懒得躲 应接下了柳龙光的攻击 面对这种皮肤撕裂之痛 任牙并没有发出丝毫声音 因为他这时突然想起来 曾经勇刺狼教过他这一招 鞭打实际上是妇如的防身技巧 但任牙最终还是学会了 并且下一秒他就开始了表演 将整个身体想象成液体 柳龙光被抽的 站在原地开始痛苦哀嚎 他年迈的身体 当然比不过被爱情滋润过的任牙 随着二人不断交手 柳龙光的身上又增添了许多伤痕 没过几招他就彻底败下了阵 趁此机会 任牙上前锁住了他的左臂 虽然柳龙光可以想象 全身的骨头变成液体 但实际上他还是人类的身体结构 就在任牙想要废掉柳龙光时 被逮捕进拘留所治疗的希科尔 却突然出现 面对对方的攻击 任牙轻松躲了过去 原来这家伙徒手爬下了150米高的混凝土墙 特意来找任牙报仇 可在希科尔攻击的瞬间 任牙就已经看穿了他的全部动作 剑撞柳龙光决定和希科尔暂时联手 对付任牙这个被鬼豹加持的顶尖高手 鬼豹的力量究竟有多强 任牙经过稍僵的滋润 现在的实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独自一员挑战两大死球丝毫不惧 因为他心中多了一个需要自己保护的人 任牙见对方不敢先动手 于是便主动走到敌人面前 被挑衅的希科尔当即抓住任牙的手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任牙甩飞出去 然后狠狠砸到了柳龙光的身上 愤怒的任牙抓住了二人的衣领 提醒他们咬紧牙关 随后分别给了两人一巴掌 希科尔和柳龙光差点被当场打婚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任牙会突然变得这么强 即使每天不断训练也不代表他会变强 也许只要一次胜利或者失败 又或是一次重要的战斗 都可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而任牙变强的原因却仅仅是他与烧将进行了战斗 柳龙光虽然嘴上说着不相信任牙真的变强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慌得一批 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的毒手明明已经触碰到了任牙的身体 为什么对方却一点都没有中毒迹象 就在柳龙光束缚住任牙之际 希科尔上前对他发起了攻击 面对此等绝境 任牙用脚将柳龙光绊倒 用对方的身体接下了希科尔的攻击 随后任牙狠狠一脚踢在希科尔的脸上 就在这时 硬汉花山来到了烧将身边 他对任牙发生的变化感到十分震惊 只因为有个女人要保护 他的实力就能短时间内增强这么多 花山与任牙还没聊几句 希科尔和柳龙光就再次从地上站了起来 然后颤颤微微向任牙走去 而任牙却没有搭理二人 抱起烧将就离开了战场 因为他明白这两个死球已经失去了和自己对战的资格 此时现场只剩下花山三人 当希科尔和柳龙光摆好战斗姿态后 花山竟然说自己也不想和他们打架 随后便独留这两个小丑在原地傻傻发呆 没有了对手 希科尔和柳龙光都不约而同放下了手 虽然他们在战斗中没有承认败北 但是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莫大耻辱 与此同时 克四将承认败北的道尔送到了港口 他们通过战斗成为了好友 并且克四为道尔安排好了去中东的轮船 在临别之际 道尔请求克四交自己空手道 哪怕就交一点也可以 就当做是他们之间留下的纪念 听到这话 克四便亲手交起了道尔政权 练习的时间转瞬即逝 克四嘱咐道尔要每天练习一百次 此时的轮船发出了起航的灯光 道尔也拎着行李缓缓向船上走去 克四送给了好友一条黑带留作纪念 两人也就此告别 距轮船出发还有十五分钟 柳龙光却突然出现在了船上 被刃牙击败的柳龙光十分生气 他认为主动认输的道尔是五人中的耻辱 可道尔却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二人一言不合便直接开打 道尔握碎墨镜扔向柳龙光 随后便挥拳划上了对方的脸颊 可他仅存的一只眼睛也遭到了柳龙光的攻击 下一秒便彻底失去了视力 此时道尔根本找不到柳龙光的位置 只能启动全身的机关严阵以待 但柳龙光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用客四送的黑带紧紧勒住了道尔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 道尔握紧拳头狠狠一拳打在了柳龙光脸上 道尔顺着黑带慢慢爬上了轮船 可迎接他的却是柳龙光的武士刀 这一刀下去并没有杀死道尔 反而柳龙光的刀被崩开了好几处缺口 他这才发现道尔在手臂中加装了钢铁 但这一刀也让道尔激活武器的开关损坏了 柳龙光还想挥刀置对方于死地 可道尔此时却突然放开手 选择跳入海中逃生 而另一边 在街上闲逛的希科尔被杰克拦住了去路 这个暴虐的斗士想邀请希科尔找个地方比划一下 毛子还没和对方开打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二人来到一处无人的公厕 杰克率先出手 呼啸而过的拳风就让希科尔感到毛骨悚然 于是他便借力跳到空中 抓住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 然后狠狠一脚踢在杰克身上 仅凭两根手指支撑身体 杰克本以为对方坚持不了多久 但希科尔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能行 挂在空中的希科尔换个姿势对杰克发起了攻击 可他的脚却被杰克抓住 然后猛然用力向下转 但杰克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牛逼 消防喷头都快被拉下来了 希科尔的手却依旧纹丝不动 希科尔被杰克这一拳直接打吐了 知道自己不敌的希科尔跑到了一处电话亭 而杰克也紧随其后走了进来 一个人的咬力能变态到什么程度 即使是坚硬的钢钉都能含在口中咀嚼 甚至用舌头在嘴里打个结再吐出来 今天死球希科尔就碰到了这个男人 就在刚刚 杰克与希科尔将战场转移到了狭小的电话亭内 希科尔率先出手 狠狠一拳打在杰克的脸上 然后便又是一记上勾拳 可不管他如何攻击 杰克都没有丝毫反应 就在这时 杰克猛然出拳打穿了电话亭 这一下差点把希科尔的尿都吓出来几滴 他此刻只想逃离杰克这个怪物 可杰克再次挥出的一拳 直接将希科尔连带电话亭都打飞到天上 失去行动能力的希科尔只能任由杰克玩梦 在杰克的铁拳下 电话亭整整被打得翻滚两圈半 希科尔也直接陷入了昏迷 走出电话亭的杰克并没有就此罢手 而是叫来人把电话亭牢牢固定 然后将其搬到了货车上 他要带对方去一个适合战斗的地方 当希科尔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四周全都是寒冷的玻璃 回想起刚才电话亭内发生的一切 希科尔感到弱小且无助 等到了目的地 货车车厢打开的那一刹那 希科尔这才发现 自己现在正处于德川的地下格斗竞技场 周围的看台全都坐满了观众 杰克打算和希科尔继续刚才的战斗 可毛子感受到观众的热情有点猛逼 只能选择跟杰克跳下货车 此时德川老头缓缓走到二人面前 向希科尔介绍起了比赛规则 那就是在这所地下竞技场 进行赤手空拳的搏动 但是观众知道希科尔是死刑犯 所以他们都期望他不守规矩 在德川老头的一番激将法过后 希科尔碍于面子接下了这场比赛 可当他看到比自己高好几头的杰克 脸上却不由自主流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杰克让他不必遵守规矩 听到这话 希科尔仰天怒吼给自己壮胆 随后便脱下外套 率先向杰克发起了攻击 面对希科尔的拳头 杰克甚至懒得躲闪 愿由对方的攻击打在自己的身上 一套组合系下来 杰克依旧没有发起反击 看自己的攻击没有效果 下一秒希科尔竟然抱住杰克 然后用尽全力将对方推了出去 但他的力量相比于杰克实在太过弱小 杰克将希科尔整个人扛在了肩上 随后狠狠把他扔到了观众席前 此时的希科尔已经没了信心 看杰克慢慢靠近自己 他偷偷拔下围栏的钉子藏在手里 可下一秒杰克就狠狠出脚将其踢飞出去 气急败坏的希科尔把旁边一个老头的拐杖抢了过来 拿到武器的他再次回到了场内 摆好姿势就向杰克捅了上去 杰克歪头躲过了攻击 然后任由对方的武器刺在自己的腹肌上 尖锐的拐杖并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希科尔见杰克的武学高度远超自己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刚才拔下的钢钉 可这迅猛的一击却被杰克用牙齿接住了 更变态的是 这家伙竟然把钢钉当成口香糖 在嘴里不停地开始咀嚼 等钉子被吐到希科尔脚下时他惊讶地发现 钢钉竟然已经被打劫成了一个小球 这种怪物希科尔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就在他即将退缩的时候 杰克却突然提出换人 他会找个适合希科尔的对手来与其战斗 场外这时缓缓走近了一人 他是被称为环境格斗大师的盖亚 现场的观众对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家伙并不买账 纷纷大喊着让杰克回来继续战斗 见观众对自己如此轻视 盖亚直接一声怒吼 瞬间就将天花板的灯泡全部震碎 用强悍的实力把观众的质疑生压了下去 作为环境格斗大师 他对于武器的应用已经到了超神的境界 盖亚从脚下拔出匕首后 轻轻地向希科尔甩去 整把匕首都深深插入了水泥墙中 希科尔呆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盖亚却让他放松点 武术家是不会事先准备武器的 更何况是身为环境格斗大师的自己 在盖亚的眼中 身边所处的环境就是他唯一的武器 沙利中的石头竟然全部相近了希科尔的皮肤中 这种战斗风格观众们简直闻所未闻 在盖亚的能力加持下 即使一捧水都可以变成致命的武器 如果沙利中有硬武 那威力甚至都堪比子弹 地表最强生物泛马勇刺狼到底有多牛逼 和气到大师距离他还有八条接远时 他竟然就看到了自己必死的幻想 就在刚刚 环境格斗大师盖亚与死球希科尔正式开战 盖亚随便抓了一把地上的沙子 就向对方扔了过去 这细小的沙利威力竟然堪比伞弹枪 在盖亚狂风骤雨般的攻势下 希科尔只能摆好防守姿态 蹲在原地用肉身硬扛 紧过了两分半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而就在这时盖亚停止了攻击 盖亚不断将沙子扔向天空 此时他就像一个在沙坑里玩耍的孩子 随着烟雾笼罩竞技场 盖亚整个人都消失在了原地 希科尔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就在他四处张望之际 盖亚早就走到了希科尔面前 希科尔想率先发起进攻 可他抓住的只是空中的沙尘而已 盖亚现在如同隐形人一样 可以轻易拿捏希科尔 憋屈的毛子不禁咬牙切齿 要求盖亚出来堂堂正正与他对决 阎尘散去 盖亚悠闲地靠在场边嘲讽希科尔 他们现在是在战斗 所谓堂堂正正的对决简直是个笑话 这场生存之战 他们考虑的是应该怎样活下去 盖亚率先发起攻击 他要给希科尔展示一下什么是暴力的恐惧 希科尔脸上不断流下冷汗 可无论他注意力如何集中都无法躲开盖亚的攻击 再后来盖亚索性开始调戏对方 只是用手轻轻触碰希科尔 对方就被吓得不断向周围进行攻击 希科尔的脚腕和双眼接连受创 可盖亚却还不打算停手 盖亚询问希科尔有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攻击都是每隔十秒一次 说吧盖亚便开始倒计时 而希科尔只能在黑暗中胡思乱想 然后不断向四周的空气挥拳 但是他的攻击却根本打不到盖亚 听到倒计时再次响起 希科尔的心理防线彻底被攻破 害怕地抱头缩成了一团 任由盖亚对自己攻击 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 就这样 死囚希科尔被盖亚彻底打服 而与此同时 柳龙光正在某处公园内看着手中的挑战性 这是瑟川派人给他发来的 二人打算对之前长期的恩怨做个了断 可就在瑟川赶往战场时 他却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一座虚幻的大门 之前在锦标赛半决赛 瑟川跟杰克犯马比赛之前也曾出现过大门 那一战他不出意外地被杰克打败 而此刻同样的画面又再次出现 瑟川不禁想起了自己年轻时 他师父对其说过的话 以武术的角度来说 只有没经验的人才会说是为胜利而战 但瑟川却不会接近他无法击倒的对手 当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即使你心里想接近也没法接近对方 穿过面前的大门 映入瑟川眼帘的是波涛汹涌的海浪 他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危险在等着自己 此时公园内的柳龙光还没等到瑟川 面前却突然出现个不认识的人 男人名为本部已葬 自创了格斗柔术 并且熟知各种武器 柳龙光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他将烟头弹向本部 却被其用武士刀挡了下来 柳术是从剑术发展而来 所以柳龙光对本部使用武士刀并不意外 然而他只猜对了一部分 下一秒本部竟然搭不上前 将自己的武士刀扔向了柳龙光 没有提前防备的柳龙光大腿被狠狠刺穿 并且本部还是精通所有武器的专家 他挥舞着锁链将其甩向对方 柳龙光所剩不多的老牙又被砸掉几颗 见本部是个难缠的高手 柳龙光也从身后掏出了自己的镰刀 就在他不断挥舞手中的镰刀时 本部竟然转过身体 与柳龙光拉开了一段距离 本部根本没把柳龙光的这些小伎俩放在眼里 就在柳龙光准备攻击的时候 本部却突然将锁链扔在了他的脸上 然后一个剑步冲到柳龙光面前 抓住他的胳膊便将其狠狠砸到了旁边的栏杆上 本部表示柳龙光的确比自己更有技巧 但他太依赖于武器而不是武感 所以才会败到自己手上 听到这话 柳龙光再次起身摆好战斗姿态 可本部的眼睛却落到了柳龙光的右手 他认为对方太过依赖这些卑鄙的东西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了无药可救之人 说罢本部便火力全开 对着柳龙光就冲刺而去 仅仅一刀 柳龙光所依赖的毒手就被气砍了下来 而此时的色川正在穿过重重异象向公园赶去 他现在还以为这些场景是柳龙光带来的 本部拔出插在柳龙光腿上的武士刀 准备将这场战斗彻底结束 但就在这时 柳龙光却出口让本部看一看他的背后 勇赐狼单手抓住了本部的武士刀 然后轻轻用力便将其折断 今晚他的目标并不是本部 而是想品尝败北滋味的柳龙光 他走到对方面前 然后缓缓开口 面对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如果你不投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 永次郎询问柳龙光要不要投降 面对如此羞辱 即便二人的实力差距巨大 柳龙光也拉不下脸说出投降两个字 这番话让永次郎提起了兴趣 因为只要对方不认输 那这场比赛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此时色川终于赶到了公园 原来他路上出现的异象并没有错 如果和永次郎去战斗 那么最终肯定是以色川的死亡而结束 见柳龙光已经被打废 永次郎伸了一个懒腰就准备回家 嘴硬的柳龙光被永次郎打烂了半张脸 前往东京的五个死球至此全部品尝到了败北的滋味 从海上逃跑的道尔躲进了一处山洞 此时他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 没过多久奥利巴就找到了他 奥利巴对自己这么久都没能抓到他们几人感到很烦躁 听到这话 道尔并不打算束手就擒 而是起身摆出了战斗姿态 狠狠一拳打在对方的脸上 但是这攻击对奥利巴来说根本不通不痒 奥利巴贴心地伸出手检查道尔的眼睛 确认他已经因毒药失明后 五名死球大老远跑来东京 终于尝到了他们想要的败北滋味 怪哥被花山打回了九十多岁 多利安得知自己一辈子也没因过之后 被烈海王一拳打成了婴儿智商 与此同时 烧江和任牙还在小屋里深入交流 事后妹子都会为其端上一碗十拳大补汤 但由于这段时间任牙太过操劳 最后却把自己弄得元气大伤 烧江想带他去医院看看 可任牙表示自己只要能吃和睡就没啥问题 看他生病如此严重还在嘴硬 烧江心疼的原地哭泣起来 当他脱下任牙的上衣后 映入眼帘的却不再是那健硕的肌肉 任牙现在瘦弱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见此情景 烧江立刻就带着任牙前往医院 而此时奥利巴带道尔到医院检查眼睛 柳龙光的毒手是神经毒穴的碱性混合物 这种东西进入血管会很严重 道尔的眼睛基本上是无法恢复了 另一边 任牙进医院的消息被皓红叶医生通知了众人 经过神医的一系列检查 他将烧江叫到了走廊 听到身中剧毒的任牙已经无药可救 烧江仿佛心都碎了 他哭哭啼啼地跑出了医院 然后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开始不断哭泣 就在这时 一位黑人小伙走到了烧江面前 看着不远处的医院 小黑先是道歉自己打扰了对方 他询问烧江医院里是不是有对他很重要的人 听到这话 烧江再次低头啜气起来 见状小黑蹲下开始安慰妹子 随后拿出了自己所相信的神 他将其递给了烧江 并表示他会帮忙保护那个人 虽然网偶是小黑的守护神 但此时的烧江比他更需要 说完小黑便准备帅气离场 可经过烧江的提醒他才想起来自己是来问路的 这次小黑是受邀前来与大夫对决 他的真正身份是拳王阿里的儿子 小阿里的实力如今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老爸 就在对方攻击的瞬间 小阿里就先一步做出了反击 他一个迅捷的后撤步躲过攻击 然后狠狠一拳打在对方脸上 这一击让大夫陷入了暴怒状态 他上前想用暴摔击败小阿里 但结果下一秒 这一拳让大夫瞬间失去了意识 躺在地上再起不能 与此同时 得到消息的众人纷纷赶到了任牙所在的医院 在之前的战斗中 任牙被柳龙光的毒手持续打击 剧毒已经进入到任牙的身体各处 现在他们能做的就只有默默祈祷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 任牙便悄悄离开了医院 他又回到了与烧江成长过的秘密小屋 烧江愤怒地质问任牙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拳王阿里的豪宅大门开车进入 这位记者开了十分钟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管家的带领下 他见到了文明世界的拳王阿里 可这个二十世纪最强大的运动员 此时竟然浑身颤抖 嘴角还不停地向下流口水 对这位白手起家拿下无数荣誉与财富的拳王 记者想知道拳击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 听到这话 阿里的身体瞬间停止了颤抖 随后反问记者认不认识范马永次郎 与此同时 小阿里和许久未见的永次郎也碰了面 地表最强生物的碰瓷你见过吗 范马永次郎在大街上公然碰瓷拳王阿里 对方挥出的拳头根本没碰到永次郎 这家伙就主动躺在了地上 就在刚刚 日本前来的记者采访阿里 问到拳击对于他有什么意义时 阿里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了范马永次郎身上 原来在阿里年轻时 他曾经去日本参加比赛 对手是职业摔跤手诸兽玩志 一开始阿里以为这是场表演赛 可后来他才知道比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真实格斗 于是阿里开始认真起来 不仅白天照常进行训练 晚上也躲避媒体和团队成员一起夜跑 可阿里跑着跑着却突然感觉不对劲 因为他身边的同伴正在一个个消失 等他停下脚步时 周围早就已经空无一人 这时阿里在空气中嗅到了野兽的味道 他还以为自己的同伴被野兽袭击了 但下一秒阿里才发现 自己背后出现的那个男人远比野兽更可怕 因为对方正是年轻时的犯马永次郎 阿里感知到双方的实力差距 拳王升平第一次摆出了防守姿态 要知道他在比赛中从来都不使用防守技巧 只用脚步便能躲开对手的攻击 阿里尝试着向永次郎进攻 但无论他出拳的速度有多快 对面的这个男人都可以轻松闪避 阿里的拳头击中的永远都只有空气 见自己的攻击没有效果 阿里索性放下了双手 询问永次郎来找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听到这话永次郎只是微微一笑 他知道阿里所会的并不只是拳击 在擂台的不资分明是为了应对围攻 也就是说阿里所用的是真正的武术 阿里没想到街头的一个亚洲男子竟然能看穿自己 于是他准备施展权力与对方战斗 开始一场无限制的格斗 这次永次郎率先出手 但是迎接他的却是阿里迅捷的三连击 一瞬间永次郎的脸上 手臂以及大腿都被擦伤 这就是综合的格斗技巧 也可以叫做阿里式的混合格斗 但现在他的技艺还不成熟 由于逃避兵役的原因 阿里被剥夺了头衔 那三年的空白期让他没法完成自己的综合格斗技 在永次郎说话之际 阿里突然上前挥出一拳 而永次郎却直接躺在了地上 随后他抱起抓住了阿里的脚腕 将其拉的失去重心 就在阿里即将摔倒的时候 永次郎却快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 让阿里的双脚平稳落在了地上 永次郎没有因为阿里的实力太弱而羞辱他 即使双方的实力差距巨大 阿里也赢得了永次郎的尊敬 因为拳王阿里为了不平等的黑人对抗体制 为了受伤的越南人对抗国家 更是为弱者发声 阿里为他们带来的希望之光 所以永次郎对其十分敬佩 在对战中 人总是会有无助的时候 阿里被称为神不是因为他的格斗技有多好 而是因为他的灵魂极为伟大 即使和国家为敌都不曾退缩 永次郎也有一个梦想 他要拥有世上最强的力量 强大到肉体可以对抗国家军事武器的力量 听到永次郎的梦想 阿里请求对方一定要见见自己的儿子 永次郎跟阿里回到家后 见到了拿着守护神王偶的小阿里 在二人谈话期间 这个小胖子竟然敢向永次郎挥拳 顿时永次郎就玩心大气 抬起手就给了小阿里一个脑瓜崩 永次郎表示自己会在世界各地传播种子 以后小阿里会和他们成为好友 然后互相战斗一起成长 听到拳王阿里讲述的这些话 记者也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 任牙和烧江来到了一座山里 他来到了隐居在此的安藤家中 安藤赤手空拳就能击倒黑熊 他和任牙是老相识了 安藤看到任牙的第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让对方拉起衣服 当看清任牙身上不正常的颜色后 安藤当即就知道任牙中了天然毒药 随后他拿起药材开始为其调制解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任牙在这儿住了下来 白天就和烧江钓一钓鱼 晚上就搂着妹子享受美好时光 虽然安藤知道怎么解这种毒 但任牙来的时间还是太迟了 这天任牙与烧江来到了一处山洞 他准备在此承受最大 最惨痛的失败 原来这家伙是寻回赛的一个对手 叶插元的父母被勇次郎杀死了 任牙答应帮他报仇 所以二者的关系非常好 在告别了叶插元后 任牙和烧江返回了住处 正巧烈海王来此看望任牙 见到了老朋友 任牙刚想上前与对方拥抱 但没想到下一秒 烈海王竟然一拳打晕了任牙 原来烈海王不想任牙这个天才陨落 所以他要带对方去一个能治疗他的地方 随着直升机的到来 几人一起踏上了神秘的华夏大地 为了帮任牙寻找解读之法 烈海王将其强行打晕带上了直升机 接下来他要带任牙前往华夏 通过德川超能力的帮助 他们直接带着任牙前往了那神秘的东方大地 最终抵达白灵寺 当任牙睁开眼睛时 他发现四周环境十分陌生 非常像华夏的一间餐厅 就在这时 门外走近了一个人 帮任牙拿来了一些调理身体的药膳 与此同时 烈海王找上了自己的师父 提出让任牙参加比武大会的请求 但这老头却认为任牙的年纪太小 并且还深重剧毒 没有参加比赛的资格 于是为了证明任牙的实力 烈海王让自己的师父给任牙安排一场对决 听到这话 刘海王让弟子把小赵喊过来 随后烈海王来到任牙的房间 将他要和别人战斗的事情告诉了任牙 得知自己要与小赵对决 任牙并没有拒绝 他感激烈海王的信任 此刻的小赵正在徒手将石头打成球状 他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位海王的人 听弟子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小赵毫不犹豫就转身准备迎战任牙 可当看到任牙的一瞬间 他发现对方身体瘦弱的宛如骨架 这种状态要参加比赛简直可笑 随着烈海王宣布战斗开始 小赵率先对任牙发起进攻 但半路他却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任牙面对他的攻击竟然展开了双臂 面对如此羞辱 小赵狠狠一拳打在任牙的脸上 结果拳头却只是打到一道幻影 此刻的任牙整个人都趴在了小赵身上 随后将其抱到了空中 任由对方用手肘击打自己 两秒半后 任牙把小赵轻轻放到了地上 无论他怎么攻击 最终打中的都是任牙的虚影 并且他的身体又再次被抱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烈海王都快替小赵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可这家伙竟然还没有认输 而是再次向任牙发起攻击 任牙的攻击点到为止 这一刻的小赵才终于心服口服 向任牙承认是自己败了 就这样 任牙顺利赢得了参加比武大会的资格 这场大赛是在擂台上举行 稍将不忍心自己的男友 拖着这样的身体去战斗 但是列海王却告诉他 只有战斗才能激发任牙的身体去恢复 这场比武大会百年举行一次 任牙担心自己的状态不好 可列海王却给了他一个不得不参赛的理由 那就是地表最强生物范马永次郎 也会来参加这场比赛 就在几人交谈期间 身处日本的范马永次郎 也准备乘坐直升机飞往华下 得知自己的父亲也会参加大会 任牙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下来 当任牙问到永次郎的实力时 任牙是这么回答的 与此同时 小阿里也听说了华夏即将举行盛会 他来到白林寺门前 想从刘海王手中拿到参赛资格 因为参加者没有特定的国家要求 所以小阿里只需要向众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一击就轻松秒杀了对手 成功获得了参加大会的资格 准备将阿里流派的武术在擂台上发扬光大 而此时的任牙正拖着中毒的身体在房间训练 他每挥出一拳就会吐出大量鲜血 稍将知道自己无法阻止任牙 即使会死任牙也要坚持去战斗 和永次郎对战是他的人生目标 所以稍将能做的就只是帮任牙默默打气 转眼就到了比赛当天 百年一次的大类台赛即将拉开帷幕 这场比赛不仅有12位海王前来参赛 并且组委会还允许三位特别嘉宾参加 分别是米国的小阿里 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以及地表最强高中生犯马任牙 垂死的任牙能否在战斗中成功解除剧毒活下去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泛马永次郎 竟然被人质疑实力不行 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 当场就在擂台上表演了一波骚操作 在永次郎抵达华夏之前 小阿里曾经拜访过他 为了展示完善的阿里留拳法 小阿里想让永次郎亲身体验一下 曾经的阿里身为重量级选手 却有着轻量级和雨量级的速度 而小阿里刚才的拳速已经达到了银量级或草量级 就在说话之际 永次郎突然出脚踢向对方 还好小阿里反应迅速 用父亲的后仰闪避勉强躲了过去 见状永次郎使出了阿里诸兽状态 这是曾经诸兽与阿里战斗师摆出的体态 至今还无人能够完美将其破解 永次郎想看看小阿里会怎么应对 但没想到看到这一幕的小阿里竟然摘下了拳头 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很头痛这招 因为格斗技本来就是弱者 为了从强者手上保护自己而诞生的 如果作为对手的强者自顾自地躺下 那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了 小阿里的这一举动气的永次郎头发都立了起来 在狠狠一拳将房门打飞后 永次郎四下寻找小阿里的身影 但此时的小阿里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憋了一肚子火的永次郎只能拿整座酒店大楼撒起 没过多久 华夏白灵四百年一次的擂台大赛正式拉开了序幕 聚集于此的不只有世界各地的12位海王 就连百年前的大类台赛冠军也同样参加了比赛 郭海皇现如今已经146岁高龄 除他们之外 小阿里 范马永次郎和范马任牙三人也被授予了比赛资格 而第一场比赛就是由永次郎对战刘海王 虽然永次郎身为地表最强生物 但在华夏的名气却远不如刘海王 见观众的质疑声音非常大 举办方决定先测试下永次郎的实力 于是他们便派人搬来了40块瓦片 据说实力强大的人可以轻易打碎石片 好不容易有这种装逼机会 永次郎自然不会放过 只见他轻蔑一笑 随后缓缓抽出插在兜里的手 将其放在这座瓦塔上方 永次郎轻松把40块瓦片全部击碎 他觉得这只是一次无聊的表演吧 以不会说话不能反击的物体作为对手 根本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快感 可这话刘海王却并不认同 在他反驳永次郎的时候 他的双手也没闲着 脱下上衣露出了身上的爆炸肌肉 面对成名已久的强者 永次郎整个人变得异常兴奋 在他踏入刘海王的攻击范围后 对方瞬间向永次郎发起了进攻 但他没想到永次郎的速度更快 整只手掌都插入了刘海王的脸颊 刘海王想出手将永次郎的手拔出 可下一秒永次郎就猛然用力 直接把刘海王的脸撕了下来 并且嚣张地对台上的观众说 永次郎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正当他准备退场时 暴怒的烈海王走上了擂台 他整个人被气得浑身发抖 要求永次郎此时此刻和自己打一架 听到这话永次郎也是欣然接受 周身瞬间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剑撞烈海王连忙摆好了战斗姿态 可二人还没等开打 刘海王便站起身颤颤巍巍地向徒弟走去 将手掌用力搭上了烈海王的肩膀 他不想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战斗 刘海王的这一脚紧紧踢坏了永次郎的衣服 为了表达尊重 永次郎对着永次郎发出最后一击 将这个倔强的老头彻底打得失去意识 大类台赛的手战由永次郎取得了胜利 这个男人是真牛逼 他每天都将手浸泡在各种毒药之中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他的双手都已经布满了剧毒 号称剧毒之蛇的柳龙光在其面前只能算是弟弟 就在刚刚百年一次的大类台赛正式开打 在永次郎一脚踢晕斗神刘海王后 第一场比赛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而第二场比赛则是小阿里对战巨人出海王 就在小黑进行热身的时候 烧江找上了他 手中还拿着之前小黑送给他的玩偶 小黑见到烧江非常高兴 在聊天中他得知任牙是烧江的恋人 谈到任牙的身体状态时 烧江却突然无脸开始大哭 随后小黑竟直接抱住了烧江 与妹子一起祈祷任牙能够平安无事 但这绿色的玩偶真的像任牙即将戴上的帽子 没过多久第二场比赛就正式开始 小黑面对的是身高超过两米的巨人出海王 在罗声敲响的瞬间 出海王率先发起进攻 可他刚抬起脚就被小黑偷袭了 出海王强忍疼痛再次发起攻击 但是刚遭受致命打击的出海王明显还没有完全恢复 强撑着身体向小黑攻了过去 可奇怪的是 小黑面对出海王的攻击不断躲闪 好像是在等出海王的身体完全恢复过来 然而就在出海王的气势达到巅峰时 小黑终于出拳了 这一拳直接将对方打得失去了意识 此时各位海王才看出来 刚才小黑并不是在等出海王恢复 而是在等待着可以一击决出胜负的出拳机会 海外的拳法家取得了两连胜 第三场比赛则是由李海王对战地表最强高中生泛马任牙 列海王告诉任牙 李海王是全华夏最厉害的用毒高手 二人的对决可能让任牙的身体以毒攻毒的方式觉醒 听到这话烧江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爆发出真正的实力打向列海王 如果不是任牙及时阻止他 恐怕列海王没上擂台就提前殒命了 任牙向烧江承诺自己肯定会胜利 随后便禁止走上了擂台 而他面对的李海王拥有一双恐怖的毒手 虽然任牙率先进攻成功踢中了对方 但他触碰毒手的脚尺时已经肿成了一个球 看到这一幕任牙没有一丝慌乱 因为他自己也早就身中剧毒 在将脚上的毒吸出后 任牙便如同没事人一样继续对战 可就在这时李海王突然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任牙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于是下一秒他也把左手放了上去 二人全都打算速战速决 李海王对任牙发起攻击 但结果却被任牙用和气刀扔到了半空 紧接着便被狠狠打飞了出去 当他落地时众人才发现 任牙刚刚的攻击被李海王用手掌挡住了 随后他再次向任牙伸出了手 在电光火时间 李海王对任牙发出无数次攻击 并且这一套组合拳打完后 他的毒手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和颜色 因为此刻李海王手中的剧毒 已经全部打入了任牙体内 而反应过来的任牙也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行了 他强撑着身体想发起进攻 可还没等他挥出拳头 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天空开始下起血雨 任牙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这时真正的地表最强出现了 稍将来到任牙的面前 把自己的爱贯注给了任牙 这一幕让永次郎都直呼自己儿子找到了的好女孩 感受到女友留下的伤心眼泪 任牙竟然奇迹地复活了 在将眼泪吞下之后 任牙整个人仿佛重活新生 面对李海王速度极快的鞭腿 他轻轻一跃就完美躲了过去 原来在1540年的明朝时期 邪拳毒手传入日本 他们本以为毒手秘籍共有七卷 但没想到的是除此之外还另有五卷 前七卷是阴手 后五卷是阳手 只有学习完全部秘籍才能实现阴阳交融 虽然阳手也算是毒手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阳手反而可以解毒 身体恢复健康的任牙战力飙升 在李海王的攻击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任牙就全部将其挡了下来 面对李海王接下来的灵力攻势 任牙微微侧身轻松躲开 并且用自己的拳头直接对上了李海王的灌手 李海王整个人都被打上了天 就在他双脚落地之时 任牙的最后一拳也到了 见李海王陷入了昏迷 任牙赶忙招呼医生上台进行救治 赛后任牙找到了烧江 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二人日后才能在夜晚继续进行深入交流 这位146岁高龄的老人在走廊偶遇泳次郎 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太弱了 在郭海皇的眼中 范马泳次郎的身上充满了不足之处 老头认为他没有力量能压制住永上来的冲动 一个不能控制冲动的人是无法真正变得强大 于是他为了让永次郎理解这层含义 在接下来的第四场比赛当中 郭海皇决定拿萨姆旺海王开刀 二人之间的年龄相差121岁 萨姆旺的师父苏柳胜18年前去到泰国 与泰拳选手比赛赚取奖金 在偶然间他看见少年萨姆旺正在和眼镜时玩耍 这也是华夏拳法和泰拳历史性的一次碰撞 从此之后两人开始一对一的练拳 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师徒二人前往香港称霸各种擂台 最终萨姆旺得到了华夏授予的海王称号 在他的眼中 那些所谓的武术全是些虚假的东西 说到底他不过是运动能力的比拼 如果人们可以合理地使用肉体的力量 那便能击败对手获得胜利 萨姆旺趁郭海黄咳嗽之际 猛然踢出一记强有力的鞭腿 可结果他命中的只是对方的眼镜而已 这时郭海黄已经来到了萨姆旺背后 在赛后的采访环节 记者询问郭海黄那一指是否能打碎砖头 听到这话 老人却直接来到了记者面前 他认为武术要照顾到 女人和小孩这些没有力量的弱者 否则的话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能抓住完美的时机 那么连速度都不需要就能战胜对手 而另一边的萨姆旺海王强忍着暴弹剧痛 想到自己被别人以这种吃乳方式击败 他气得将身旁的柱子都直接踢碎 可就在这个时候 看热闹的范马永次郎开口了 面对地表最强生物的嘲讽 萨姆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朝永次郎狠狠踢出一脚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永次郎干净利落的秒杀 与此同时 解毒成功的任牙被列海王安排了一顿豪华的恢复餐 品尝到如此美味 任牙三下五除二便将食物全部消灭 而餐后典型是 列海王为任牙准备的食生水加四公斤果汤 这是能让其身体回到最佳状态的好东西 听到这话 任牙果断干了这一大桶糖水 很快他的身体就不断冒出蒸气 这是肉体在迅速恢复的迹象 整整持续了两分半 躺在地上的任牙才睁开双眼 此刻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并且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时外面擂台赛的第五场比赛也开始了 由金刚拳杨海王对战米国的多利安海王 在多利安上场之前 奥利巴还贴心地将一颗糖尉给了他 战斗刚一开始 杨海王便对多利安展开了灵力攻势 把他含在嘴里的糖果都打了出来 多利安想上前捡回地上的糖果 可结果迎来的却是杨海王单方面的殴打 突然多利安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就在我以为这家伙可能要被打恢复的时候 杨海王一套闪电五连边下来 二人便彻底分出了胜负 华夏终于扳回了一分 此时奥利巴来到了多利安身边 将地上的糖果放到嘴里弄干净后 再次把他放回了多利安的嘴里 吃到糖果的多利安恢复了力量 站起身跟随奥利巴走下了擂台 可半路杨海王却找上了多利安 他认为对方并没有使出实力 提出想要跟多利安再比一场 但是奥利巴知道多利安现在生病了 于是他便替多利安接下了这场决斗 杨海王看着奥利巴健硕的肌肉 他以为对方只是个有蛮力的黑人 可随着奥利巴抓住杨海王的胳膊 下一秒他竟然连拳头都无法打开 吃扁的杨海王向奥利巴踢出一脚 但没想到对方连身形都没有移动过 此时杨海王承认了奥利巴的实力 于是二人决定重回擂台再比一场 比赛刚一开始 杨海王就对奥利巴挑衅 他吹嘘自己的实力无比强大 身体更是如同钻石一般坚硬 从小他的身体就用木箭击打 然后再经过铁链的鞭打 最后让大型车碾过自己的腹部 甚至可以达到肉身接炮弹的程度 在台风来袭的夜晚 杨海王前往落差30公尺的瀑布下 接受最终试炼 直到黎明才出关 他信心满满地让奥利巴 用尽全力来攻击自己 面对金刚拳杨海王的挑衅 奥利巴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于是他缓缓伸出手掌 按住了对方的脑袋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范马勇次郎 竟然被儿子刃牙嘲讽了 为了让勇次郎接受自己的挑战 恢复巅峰状态的韧牙上来 就对老爸开始嘲讽 虽然他嘴上说 勇次郎的实力是被吹出来的 但自己的身体却非常诚实 双脚紧张地止不住颤抖 而下一秒 勇次郎便直接将韧牙按在墙上 他认为现在的韧牙 还没有挑战自己的资格 任牙整个人直接破墙飞了出去 这时他才意识到 勇次郎和自己的实力差距 被教训的任牙再次起身 向里面冲去 但当他返回走廊时 却发现勇次郎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得知父亲离开的任牙 竟然下意识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大类台赛的第六场比赛正式打响 双方分别是日本空拳道的 季海王和善用三合拳的陈海王 比赛刚一开始 季海王便突然出手打向对方 但是陈海王反应迅速 反手一拳就将季海王打飞了数十米 陈海王的三合拳是将气融入拳中 并且在对战力量过于强大的对手之时 他还会把气、拳、地都融合起来 利用周围的环境来迎战对手 话音刚落 陈海王便猛然出手 调用全身的力量使出一记漂亮的肘击 落入下风的季海王这时却突然开口 询问陈海王是否愿意前往日本 一起指导他的两万四千名弟子 最终在季海王的这番花言巧语下 陈海王动摇了那颗强者之心 就在他走神的瞬间 陈海王抓住机会猛然出手 将其制服后卸下了他的肩膀 从而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没过多久 第六场比赛就开始了 由白灵四的烈海王对战截拳道的孙海王 孙海王一上台就吹嘘自己的实力 只见他伸出双手猛的用力 手指上带着的十个金戒指便应声断裂 观众们对他恐怖的握力感到震惊 不仅如此 孙海王还表示自己成为海王七年有余 这是他第一次解开封印 可听到这话烈海王并没有惧怕 而是突然大喝一声 随后快步上前用右手一把抓住孙海王的左手 准备用握力和对方决一胜负 因为他认为孙海王的握力远 比不上曾经遇到的花山勋 最终孙海王在握力领域败给了烈海王 在将其打得失去意识后 烈海王便缓缓走下了擂台 第六场比赛结束 郭海王当即就把众人召集过来 表示自己对这次擂台赛非常失望 因为六场比赛下来取得胜利的华夏格斗家竟只有两人 这让身为守护者一方的海王颜面扫地 于是郭海皇让武术省的三个老头伸出自己的惯用手 郭海皇用手刀斩下了这三人的一只手作为惩罚 为了避免海皇之名流到国外 他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外援 分别是自己120岁时生下的儿子春成 还有自己的好友龙淑文 二人将加入华夏联合军对战其余外国人 郭海皇把毛海王打晕踢出了队伍 准备和勇次郎几人进行一场5v5的比赛 烈海王将这消息告知了勇次郎 听到临时修改的比赛规则 勇次郎不禁大笑出声 可当他们知道新加入两名成员的名字时却大吃一惊 奥利巴想趁机索要卸田头 但勇次郎却突然出口接下了这场比赛 就这样 为了守护海皇称号的华夏队与外国队即将开打 勇次郎将之前郭海皇对其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在上场之前 季海王告诉了奥利巴关于龙书文的事迹 此人从15岁就开始打擂台赛 这30年里无一败己 但奥利巴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变化 在其踏上擂台后 看到的却是盘西打坐的龙书文 神秘的龙书文对战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随着比赛开始的罗声敲响 奥利巴率先走到龙书文面前 崛起拳头便狠狠砸下 可这一击却被对方用手臂挡了下来 甚至另一只手还插在口袋里 奥利巴连子弹都打不穿的肉体竟然被龙书文用手轻松划上 感知到对方强悍的实力 他猛然上前想继续进攻 可下一秒龙书文就用脚尖踩到了奥利巴 然后狠狠一脚将其踢飞 这个男人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因为他纵横地下全场30年都未长一半 今天龙书文将对战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在短暂的交手过后 台下观战的勇次郎发现 龙书文用的是居合 他站姿看似毫无防备 但实际上随时都在找机会出手 奥利巴还未碰到龙书文 下一秒自己的耳膜便被直接打穿 比起双手备战的姿势 龙书文双手插口袋的姿势看起来非常装逼 虽然乍一看破绽百出 但实际上却与快速拔刀的居合动作一样 见奥利巴遭受如此攻击依旧谈笑风生 龙书文终于认可了对方 这时奥利巴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而奥利巴这一举动成功激怒了龙书文 只见龙缓缓抽出了插在兜里的双手 然后趁着奥利巴还在打嘴炮时 瞬间上前给了他一巴掌 龙的速度实在太快 奥利巴甚至没有机会抽出自己的双手 为了回敬奥利巴的嘲讽 龙将拳头轻轻打向了对方 这次奥利巴终于反应过来 插在兜里的双手也本能抽了出来 龙走上前让奥利巴先动手 无论是击打腹部或者踢要害都可以 听到这话奥利巴也没有客气 随即将双手高高举起 然而就在奥利巴攻击的瞬间 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就这样被击倒 剑刃牙对聚合拳法一窍不通 身为父亲的泳刺狼开始为其讲解 龙书文不是拔拳后才发动攻击 而是手维持圆状 靠扭转腰杆的动作拔出拳头 攻击在口袋中便已经完成 最差也能和对方的出手时间相同 龙书文想结束这场比赛 但下一秒奥利巴便一跃而起 重新站到了擂台上 此时他已经看透了龙书文的招式 并且找到了击败对手的方法 只见奥利巴将双手再次插进兜里 这一次奥利巴选择原地防御 利用自己强悍无比的肌肉扛下所有攻击 然后缓缓抽出双手 战况瞬间反转 再次站起来的龙表情变得极为严肃 双手再次插入了口袋中 奥利巴准备和龙书文用拔拳术一决胜负 可他话还没说完 龙书文就率先出手 每一击都打在奥利巴的要害 但无论他怎么攻击 奥利巴都没有做出任何防御 最后奥利巴找到机会 双手抓住了龙的脑袋 调用自己全身的力量 狠狠一头锤砸在了龙的脸上 虽然龙书文的眼泪都被打了出来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用出灌手刺向奥利巴的腹部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由于奥利巴紧动的肌肉实在太硬 龙书文的双手竟然瞬间折断 随着奥利巴的最后一击落下 龙书文也被打得失去了意识 直到比赛结束他的手还插在兜里 随时准备向奥利巴发起进攻 第一局华夏队迎来首败 此时郭海黄也终于正式起了国外这群高手 为了避免海黄称号流入外国 他决定剩下的四场比赛全部由自己亲自出马 可春成这时上前拦住了他 春成保证自己上场能干掉所有对手 见自己的儿子自信满满 郭海黄终于同意派春成来出战 而他的对手则是地表最强高中生犯马任牙 比赛刚一开始 春成就快步向任牙冲了过去 面对春成的攻击 任牙微微侧身便闪到了一旁 随后用拳头精准击中春成的下额 这导致他的大脑与头骨产生强烈碰撞 从而引发了脑震荡 在春成失去意识之际 任牙对他的下额再次挥出一技上勾拳 最后用左脚背使出回旋梯 这场战斗持续了仅仅两秒便彻底结束 另一边回到休息室的春成缓缓苏醒 郭海黄怀疑春成到底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此时的华夏队已经不能再失败了 如果烈海王败北 那么他们就会彻底输掉比赛 烈海王的对手是日本的空拳道季海王 比赛刚一开始 季海王就伸出自己的右手想要跟烈海王握手 剑撞烈海王也收起了战斗姿态 上前握住了对方的手 但卑鄙的季海王只是想借助握手的时机展开偷袭 结果他没想到烈海王的反应如此迅速 反手扣住了他的关节 随后将其甩飞出去 季海王深知自己不是烈海王的对手 于是他恬不知耻地再次要求握手 这卑鄙的招数连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烈海王还是握住了对方的手 烈海王利用腰部的力量站稳身形 然后用力将季海王甩飞了出去 此时现场的观众都有些期待 烈海王会如何对付这世间罕见的卑鄙之人呢 这个光头实在太卑鄙了 在百年一次的海皇争霸赛上 他竟然一直要求与烈海王握手 但实际上他是想趁机偷袭获得胜利 即便两次被对方识破 季海王依旧不知羞耻地向烈海王请求握手 面对对手一而再再而三的卑鄙行为 烈海王也是直接不忍了 在握住季海王手的瞬间 烈海王突然发起攻击 这暴雨离花般的猛烈攻势 差点把光头当场打去使 但就算受到如此重创 他依然没有放开烈海王的手 季海王用全身的力量将烈海王的右臂搞脱臼 面对光头如此卑鄙的行为 台上的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跳入场内要群殴这个卑鄙小人 可就在这时 虽然烈海王失去了右臂 但这也只是稍微拉近了二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因为烈海王可是华夏最天才的格斗家 季海王发誓要将对方挖回日本一起教导学生 话音刚落 烈海王就突然出手向对方发起了三段踢 随后更是用脚趾抓住了季海王的两根手指 将其整个人都甩到了空中 被吊打的季海王发现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 于是便率先出手向烈海王发起进攻 趁对方抬腿使用踢击的时候 季海王快速抓住了烈海王的脚踝 然后狠狠按向三英镜的交汇处 即使是烈海王这种硬汉也会痛得无法站立 季海王朝对方狠狠踢出一脚 此时的局势再次发生逆转 季海王经过短暂的思考 他再次向烈海王搭话 提出想要治好对方手臂的请求 面对季海王伸出的手 烈海王再次选择了相信 台下的观众以为这又是光头的卑鄙招数 但这次季海王却没有耍花招 他真的将烈海王脱臼的手臂治好了 季海王想与对方展开正面对决 烈海王迅猛的攻势把光头打得节节败退 根本没有一丝还手的机会 所以他只能选择防守 好不容易抓住一次反击的机会 结果却被烈海王轻松打了下来 见自己打不过对方 季海王竟然选择抱头跪地 这操作给烈海王都整不会了 等了许久季海王也没有遭受到攻击 他还以为烈海王放弃了比赛 暴怒的烈海王终于被光头找到一丝机会 他用自己的头狠狠撞向对方 这卑鄙的招数让烈海王彻底怒了 他再次出手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势 下一秒季海王却变成了抱头跪地的姿态 用背部承受到来的攻击 因为背部的防御能力为正面的七倍 他认为自己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找到机会 烈海王发泄过后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已经想出了破解对方防御的办法 由于烈海王对脊椎发起攻击 这才导致光头神经反射地站了起来 现在他想躲避烈海王的攻击已经来不及了 季海王被从正面狠狠击中 他终于失去意识倒了下去 但即便如此 这家伙的双手也依然紧握烈海王的手臂不放 他获得了烈海王的认可 为了给予对方尊重 烈海王将其扶下了擂台 可就在任牙准备接过季海王的时候 令他们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 没想到光头刚才只是在装晕 这行为也让烈海王对他没有了一丝好感 而对于这场比赛的失利 其余四人并没有责怪季海王 因为能打败烈海王的人找遍全世界都屈之可数 没过多久 第四场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在对范海王和小阿里做了简单的介绍后 比赛开始的罗生便被敲响 小黑率先向对方发起了进攻 这一拳直接划伤了范海王的脸颊 而看着对方在原地不断蹦跳 范海王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 因为在紧张的战斗中 小黑根本无法用出踢技 即使范海王的攻击没有打到对方 二人的攻击距离也有着明显的差距 只要他继续用腿进攻 那么小黑的拳击就无法打中自己 并且二人的角力与臂力之间 有着相当大的力量差距 所以范海王认为自己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但拳击里其实也存在踢技 只不过踢的对象并不是对手 这两拳直接将范海王打倒在地 就在小黑认为自己已经获胜的时候 范海王却从后面叫住了他 然后向其发出了对战邀请 见状小黑也准备回到擂台继续战斗 可当他看到对方的状态时却停下了脚步 下一秒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中外对抗的第四场比赛就此拉下了帷幕 百岁老人轻轻一拳挥出 竟然让地表最强生物害怕的连忙闪开 随着郭海王的步步逼近 永次郎被吓得不断后退 随着前四场比赛的结束 华夏队已经没有了任何胜利希望 但在这个时候 永次郎却依旧站上了肋台 邀请郭海王做最后的对决 只要这位146岁的老人能打赢自己 那么不管之前的比赛输得再多 最终也将会是华夏获得胜利 随着比赛的罗声敲响 老头率先出手将轮椅扔向永次郎 可对这种小把戏 永次郎抬手就把轮椅接了下来 随后轻轻将其放到了地上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永次郎 竟然在后面亲自推着郭海王 他对老人能一直最心于修行表示尊敬 因为二者都有共同之处 那就是可以为了力量舍弃世间一切 郭海王缓缓吞下了上衣 讲述起了百年前的自己 他年轻时想方设法锻炼力量 小巧的骨骼装满了高密度的肌肉 单论万力甚至可以达到亚洲第一 年轻时的郭海王认为权力不过是无稽之谈 可突然有一天他见到了真正的高手 一位年龄超过六旬的瘦弱老人 只用权力便痛欧了郭海王一顿 从那天开始 他扔掉了所有的锻炼器材 与自己的肌肉做了最后的诀别 然后专心锻炼学习权力 直到九十多岁他才真正将其掌握 永次郎听到这话非常开心 这场比赛他将用力量对战权力 当郭海王离开轮椅时 轮椅瞬间变得四分五裂 一边是习武超过140年的郭海王 一边是号称地表最强生物的泛马永次郎 纠集的暴力对战纠集的武术 到底哪一方才是最终的赢家 永次郎率先发起攻击 可老头只是轻轻一跃便到了半空 永次郎刚才打中的 竟然只是郭海王所佩戴的墨镜 因为对方使用了顶级武术技巧销利 永次郎不信邪 再次狠狠一脚踢向郭海王 虽然老头被打中了 但其中恐怖的力量 却没有对其造成实际性伤害 他为了抵消攻击 故意让自己的下巴脱久 正常人在战斗中总是会肌肉紧绷 然而放松的身体 其实更能承受敌人的攻击 就像对着漂浮的纸巾挥剃刀一样 可就算肖利再怎么牛逼 郭海王也不能抵消永次郎所有的攻击 这次他被踢中的鼻子 还是受到伤害流出了鲜血 见状郭海王不禁夸奖其永次郎 因为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受过伤了 听到这话的永次郎 却突然大笑出声 当人面临危险的时候 身体就会发映 这是动物自然的生理反应 而人类经过训练可以克服这种本能 面对郭海王的主动出击 永次郎只是轻轻拉住了他的一根头发 在拉断的那一刹那 郭海王的身体因为本能出现了一瞬间的僵直 而迎接他的则是永次郎凶猛的一拳 不得不说永次郎真是战斗方面的天才 这时郭海王缓缓起身 表示永次郎刚才差点就死了 可永次郎并不相信老头的这些鬼话 但随着郭海王的一拳挥出 永次郎瞬间全身汗毛倒数 没想到面对老头轻飘飘的一拳 他的身体竟然本能地感知到了危险 随着郭海王的不断靠近 永次郎竟不知不觉后退到墙角处 场上众人全部不懂 为什么这个日本人会害怕一个老头的攻击 但下一秒他们便明白了郭海王到底有多强 没想到看似无力的一拳破坏力竟如此惊人 而这也是郭海王的销利技巧 他利用销利将自己的身体放松到极致 然后将防守的销利转化为攻击的销利 把身体的力量集中爆发到一点 郭海王轻飘飘的一拳竟然能将超过200斤的永次郎打飞 紧接着他便再次出手 一巴掌把永次郎打得在空中旋转了360度 此时的郭海王有点膨胀 以长辈的语气开始教育永次郎 可下一秒对方竟然笑了出来 嘲讽老头年龄大了有些糊涂 该发现的事情到现在竟然还没发现 随着郭海王将轮椅扔向永次郎 众人才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永次郎现在用的正是郭海王的销利 这次面对老头的拳头 永次郎轻松便用销利化解了攻击 他竟然在这交手的几个回合中 就学会了郭海王修炼几十年的销利技巧 就当郭海王以为永次郎要用销利和自己一决胜负时 永次郎却突然开口说他不会再用销利了 刚才只是想斗一下展示出得意技的郭海王而已 永次郎追求的是极致的力量 郭海王这种风格根本不适合他 这一拳直接将擂台轰出了一个大坑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 永次郎认为战斗就是力量的解放 而放松根本不能把力量宣泄出来 什么才是地表最强生物 永次郎一拳打在地面 甚至引发了小范围的地震 永次郎向郭海王诠释了什么才是纠集的力量 他表示不会再用销利 因为不管是秘诀 奥义还是各种武术 在他眼中都是弱者使用的东西 面对永次郎凶猛的一拳 郭海王并没有躲闪 只是被动的使用销利去抵挡 台上的观众见状不禁为老人捏了把冷汗 此时的郭海王终于开始反击 他瞅准机会一脚踢出 直接将永次郎踹出去了数十米 永次郎再次上前发起进攻 可结果力量却被郭海王用销利抵消 随后老头还顺势踢了他一脚 而永次郎为了破解对方的技巧 他不断将郭海王打向墙壁 利用墙壁的反作用力来破解老头的销利 这一幕让烈海王有些不忍之事 要知道永次郎现在殴打的可是146岁的老人 经过郭海王的不断努力 永次郎终于被他一脚踢翻在地 就在老头觉得自己取得了一丝优势时 永次郎再次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只见他用肌肉撑破上衣 露出了自己如同魔鬼面孔的背部肌肉 当永次郎用出鬼背之时 那就是他打算结束这场战斗了 郭海王此时终于明白 为什么永次郎会将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全部视为弱者 就像百兽之王的狮子 不会把其他动物视为对手一样 犯马永次郎便是那唯一的王 二人的战斗再次打响 可结果下一秒郭海王就被打飞了出去 郭海王绝望地向永次郎发起无数次进攻 然而永次郎却没有摆出任何防御姿态 不管郭海王如何攻击 永次郎的身形都没有一动分毫 他用纯粹的肉体力量扛下了所有 但当永次郎把双手从兜里拿出来时 众人意识到这场比赛即将分出胜负 只见永次郎抬起双手 背上肌肉呈现出一张哭泣的鬼脸 永次郎想用全力一击结束战斗 但他的拳头却突然停在了半空 因为此刻站在场上的郭海王已经寿终正起 医生检查过后 把老人死亡的消息说了出来 永次郎被气得差点当场暴走 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战胜郭海王了 但让永次郎意想不到的是 当郭海王被医疗团队抬回后台 下一秒竟又神奇地活了过来 如果刚刚郭海王中了永次郎的那一拳 那他一定会当场死亡 而此时他却利用假死活了下来 这便是武术的胜利 因为从古至今 只要对手死亡便无法分出胜负 所以他用这一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到了晚上 郭海王再次找到永次郎 他承认了对方海王的身份 但永次郎心中明白 即使自己打败了郭海王 华夏也不会有人让他使用这个称号 临走时郭海王向永次郎邀约 百年后二人再战一场 因为他也想被人叫叫看地表最强生物 第二天任牙等人便乘坐直升机踏上了归途 一日清晨任牙照例早起 迎着朝阳进行跑步训练 他跑入一处公园的树海中 像一棵巨型古树打起了招呼 这棵古树从任牙小时候就在关注他 就在这时 小黑找上了任牙 想要与他一较高下 可任牙却果断拒绝了对方 因为他现在除了永次郎 不想和其他的人交手 为了得到诡报之力 小黑决定向任牙宣战 只有最终的胜者才能拥有烧姜 就在刚刚 小黑将烧姜约到了一间咖啡馆 他把自己要和任牙比赛的消息告诉了妹子 随后更是直接向烧姜表达了爱意 听到这话烧姜惊得满头大汗 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对方 可小黑并没有放弃去追求烧姜 而是开始给妹子洗脑 作为世界第一的女性 他要做的是与世界第一的男性邂逅 小黑想向烧姜证明自己就是那个人 在说话之际 这家伙竟然趁妹子不注意稳了上去 在占过烧姜的便宜后 小黑潇洒地离开了咖啡馆 到了晚上 小黑找上了任牙很尊敬的色川刚起 老头见状也不废话 直接脱下外衣准备战斗 别看他外表瘦小 气势却堪比凶残的猛兽 色川率先发起进攻 鞋子以及眼镜都被他当成武器 没经过社会毒打的小黑瞬间就吃了大亏 色川抓住了他的手腕 随后用和气道将其狠狠砸到了地上 在被对方教育了一顿后 小黑终于不敢在轻视面前这位神秘老者 他使出阿里留五步在原地不断跳跃 色川健壮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他觉得拳击的百年历史还是太短了 但很快色川便为自己的轻视付出了代价 在气还没反应过来时 小黑的拳头便贴到了他的脸上 如果小黑停下的拳头是对老头的同情 那么他再次挥出的拳头便是对武术家的尊重 大意的色川就这样败在小黑的手中 而小黑温柔的行为也打动了老者 与此同时 烧姜把有人表白自己的消息告诉了任牙 而任牙对此却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表示自己会尊重烧姜的选择 而小黑这边则是又找到了下一位武术家 那就是被称为武神的余地独步 二人没有过多交谈便直接动起了手 在躲过小黑的第一轮攻击后 独步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他将帽子和眼镜扔向小黑 但是吃过一次亏的小黑早已有了准备 对着冲过来的独步狠狠打了一拳 随后他乘胜追击 直接将独步打翻在地 独步这时终于明白自己在运动方面赢不了对方 于是他双手插兜 决定用丰富的战斗经验来与小黑对战 见对方站在原地不动 小黑快速挥出了一拳 独步并没有闪躲 可结果小黑的攻击却没有命中对方 这时独步开始反击 一拳就打得小黑痛不欲生 小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攻击打不中对方 然而独步却告诉他 刚才那个是剑刀 现在才是真刀真枪的比试 因为真剑比目剑短的原因 所以在小黑眼中的距离发生了变化 身体本能会自动缩短步伐 听了独步的这番话 小黑终于将这场战斗当成了生死对决 接下来必定要有一方倒下才能结束 随着独步气势的不断攀升 小黑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他再次向对方发起攻击 攻击竟然被小黑在千军一发之际躲开了 并且对方还趁此机会做出了反击 独步的大脑遭受攻击 此刻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从脚底向上爬 他整个人都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而正在跟烧江约会的任牙还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 殊不知一位努力的牛头人正在快速地向他靠近 这对小情侣互相说着甜言蜜语 在不知不觉间就开始拥吻起来 小黑这时恰好来到了二人身后 打断人家的好事他不仅不道歉 竟然还向任牙表示自己要与烧江结婚 听到这话烧江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正常人谁会在这个地方告白啊 任牙以为对方是想用烧江来激怒自己 从而达到跟他决斗的目的 但小黑却再次重申了一遍自己要追求烧江小姐 不得不说小黑真是太会了 尽管烧江解释自己是任牙的女朋友 但任牙却表示自己会尊重烧江的选择 如果认为他不行的话可以随时和别人在一起 此话一出直接正中小黑下怀 看自己终于可以与任牙公平争夺鬼报 小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当人开始膨胀自大 那他便已经离失败不远了 就在刚刚 小阿里击败了色川与独步两位决顶高手 自信心爆棚的他找到了正在就餐的杰克 想要与对方一较高下 杰克果断接下了小黑的挑战 二人来到一处阴暗的地下 虽然这个地方有些狭小 但对杰克而言已经足够了 此时小黑挥拳做起了热身活动 而杰克则是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了那大道离谱的肌肉 他听说小黑把拳击改造成了格斗技 所以杰克非常期待这场对决 杰克在吐出牙签的瞬间便发起了攻击 但这一拳却被小黑轻松闪避 并且对方还趁机打中了他的头部 杰克夸奖了小黑一句后 便再次上前和对方打起了近身战 承受了小黑几次攻击的杰克感觉不痛不痒 随后他一脚直接将小黑狠狠踢到了墙上 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让小黑感到绝望 如此强大的家伙竟然只是个亚军 那么身为冠军的刃牙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面对小黑的全力一击 杰克用肉体硬扛了下来 随后他一把抱住小黑 将其整个人都举了起来 狠狠摔在地上的小黑此时有些发猛 双眼的视线也开始逐渐恍惚 杰克毫不留情地一拳砸下 把地面都打出了一个大坑 他弯腰仔细观察小黑是否还能继续战斗 只要对方还能动弹 杰克便会继续发起攻击 没过多久小黑被打得没有了一丝反应 然而就在杰克穿衣服的时候 小黑这个家伙竟再次站了起来 他向杰克解释 自己受到打击之后 最终都会重新站起来继续战斗 听到这话 杰克再次冲向小黑 虽然他被对方的拳头打出了僵直 但凭借强悍的肉体 杰克很快就从大脑震荡中缓了过来 随后一拳将小黑打到了墙边 面对这家伙的伸舌头挑衅 杰克狠狠一拳直接砸在了小黑的脸上 将他的舌头都当场打断 解决完战斗的杰克转身准备离开 虽然他已经遍体鳞伤 但幸运的是他的舌头最终被接上 比起身体的疼痛 接下来杰克说的话才是最痛的 此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二人 色川想找小黑出去单聊 因为他对小黑的舔狗行为已经看不下去了 由于之前色川输给了对方 所以他这次把小黑约到公园 准备再和对方决斗一次 在色川的眼中 上次二人的战斗只不过是游戏而已 这次他可不会再小瞧对方了 随着色川摆出战斗姿态 小黑也在原地用出了阿里流舞步 小黑不仅被老头狠狠揍了一顿 他的手指也被折断了好几根 教育完小黑的色川转身离去 只剩下一脸惨壮的小黑躺在地上 小黑每次和烧江见面 他的伤势就会加重一分 但折磨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咖啡店外的独步阵势又找上了小黑 将其带到了一处空地 这些老六明明已经被击败 现在却还要继续挑战 并且专门挑小黑受重伤的时候 小黑本打算以状态不佳拒绝独步 在独步的激将法下 小黑还是拆下绷带准备握拳应战 见独步缓缓走向自己 小黑率先出拳进行攻击 可结果独步却用额头接下了这一招 小黑的手指也因此再度受伤 而独步这个光头突然开始不讲武德 几次攻击的目标都是小黑受伤的手 还每其名曰打架打弱点是常识 可怜的小黑只能撕开衣服将手包裹起来 就这样 小黑被独步再次胖揍了一顿 目送对方离开后 小黑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了下来 等再次约见烧姜的时候 小黑只能拄着拐杖来了 即使身受重伤 他依旧没有放弃追求烧姜 妹子听说小黑与独步决斗输得很惨 但他却死鸭子嘴硬说自己没有输 回到酒店后 小黑回想着刚才烧姜对他说的话 他不理解妹子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太像的男人 就在这时 房门的铃声被按响 服务员告诉小黑有人邀请他去宴会厅见面 到了地方他才发现 邀请自己的人正是父亲拳王阿里 这个男人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战斗 你知道在地表最强生物的眼中 刃牙的实力达到了什么水准吗 就在刚刚 拳王阿里专程来找儿子战斗 小阿里听到这话瞬间就懵了 父子俩好不容易能见一面 为什么刚见面就要打架呢 原来五年前阿里在和儿子鄙视中被打倒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被判击倒 小阿里觉得老爸当时都五十多岁了 被击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拳王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鄙视和年龄无关 父子之间的鄙视更是如此 当时输了是因为他太疏于训练 所以自那以后 他便从仓库找出两公斤重的工作学 越野走了整整三个月才开始跑起来 之后是打沙袋 掉球 跳绳 等开始与身经百战的搭档练习对打时 那已经是一年半后的事情了 为了恢复到能对战的地步 阿里花了现役十七九倍的时间去准备 可小阿里现在身受重伤 并不想与父亲对战 听到这话阿里表示非常遗憾 没想到他的儿子竟是此等莫夫 会怕自己这种百病缠身的花甲老头子 拳王告诉小阿里 武术不需要顾忌时间 地点和对手 而你竟然毫不支持地担心自己的状态 真是丢脸了 在阿里的激将法下 小阿里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他接受了父亲的对战邀请 随后小阿里扔掉拐杖亮枪地冲向父亲 但下一秒拳王就狠狠一拳将儿子打倒在地 此时小阿里才明白 父亲在这五年里的训练有多刻苦 实力比以前更是有增无减 虽然他还没有恢复到全胜时期 打不了15回合的比赛 但教育教育小阿里却是足够了 父子交手了数个回合 小阿里被拳王完全碾压 在其被打飞到墙边后 拳王再次发起了攻击 被击倒的小阿里很困惑 自己应该比父亲更快更强才对 为什么最后倒下的却是自己 阿里告诉儿子 他现在还太年轻 不仅速度慢 实力也弱得离谱 说罢他便喊来了保镖 让他们将小阿里抬到自己的房间 见儿子默不作声 拳王猜出他对武术有些厌倦了 毕竟短时间内吃了四连拜 丧失信心也是人之常情 最近小阿里被教训的事情拳王都知道 因为德川老头是他的铁杆粉丝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拳王希望小阿里放弃习武 从武术世界里解放 可小阿里这时却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认为不管是146岁高龄的郭海皇 还是已然年迈的独步和色川 他们都无意退出这场争夺最强的游戏 甚至就连百病缠身的老拳王 也想要不择手段地打赢儿子 如此充满魅力的游戏他怎么会放弃 就在这时 德川突然开门走了进来 他询问小阿里是否要和韧牙交手 还没等儿子回答 拳王就抢先开口 他说自己儿子是个懦夫 肯定没有胆量与韧牙战斗 到时候大概会随便找个理由拒绝比赛 激将法再次奏效 小阿里直接跪在德川面前以表诚意 他希望老人帮忙 让自己能与韧牙有一次比赛机会 很快韧牙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他答应会全力以赴和小阿里战斗 就连一点反对都没有 德川突然觉得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与此同时 小阿里正在带伤训练 不知练习了多久 拳王过来告诉儿子 任牙接受了小阿里的挑战 但前提是他必须在最佳状态下应战 听到这话小阿里瞬间就燃起来了 不仅身上的石膏全部碎裂 四肢的伤势也神奇的痊愈了 没过多久 勇次郎便来到酒店登门拜访拳王 恐怖的气势让门口的保镖差点当场吓尿 还好阿里及时出门就吓了二人 拳王感叹勇次郎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年轻 他询问对方任牙是个什么样的战士 勇次郎思考过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任牙现在虽然不完美 但身上毕竟留有自己的血脉 无论是身体机能 意志力还是经验 都远远凌驾于近代的奥林匹克选手 可以说是地表最强人类之一 小黑伤势痊愈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了烧疆 向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不仅极度任牙得到了最强的诡报之力 还得到了世界最强的称号 这两者都是他渴望获得的东西 为了获得这两样东西 他必须跨过任牙这个障碍 而另一边 德川正在询问诸兽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 诸兽虽然没有与小阿里和任牙交过手 但他却与拳王阿里打过比赛 对方使用的并不是拳击 而是拳方位的武术 作为拳王的后代 小阿里的实力一定会倾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他觉得小阿里绝对会获胜 独步和瑟川也认为小阿里能赢 经过四连败的挫折 那孩子肯定已经变得更强了 或许在比赛当天 小阿里的武术将进化到完美 这是任牙与神之子小阿里的终极一战 但结局却让所有人出乎意料 在得知任牙接受了自己的挑战后 小阿里乘上专车前往地下格斗场 开车的司机都不禁开口夸赞他的勇气 竟然敢跟任牙这个冠军进行无限制比赛 除了范马勇次郎之外 任牙大概是世界最强的男人 到了目的地 小阿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前往地下六层的竞技场 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 这是一场纠集的生死决斗 除了不能使用武器外 没有任何规则 没有犯规 没有裁判 甚至没有击倒 小阿里瞬间就被紧张感包围 全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为了缓解紧张情绪 他在休息室里疯狂挥拳 很快比赛的时间就到了 小阿里从走廊进入竞技场才发现 此时的看台上早已坐满了观众 所有人都在期待这场比赛 看着对面的入口 小阿里心里明白 那个比独步等人都要强的男人即将出现 此人正是地表最强生物范马勇次郎 他当着小阿里的面承认了任牙的实力 随后这家伙便充当起了裁判 亲自为二人加油打气 任牙静止走向小阿里 小阿里鼓起勇气挥出拳头 可结果却被任牙轻松躲了过去 然后狠狠一记重拳打到了他的脸上 前后加起来连两秒半都不到 小阿里就被任牙打倒在地 等他恢复意识任牙才缓缓开口 询问小阿里还要不要接着打 见任牙没有继续攻击 小阿里连忙退到了一个安全距离 并扬言刚才的击倒是任牙唯一的胜利机会 刚才的这一拳彻底打醒了小阿里 他现在已经做好了以死相拼的准备 随着脚下阿里留五步的启动 小阿里表示自己会在被杀之前杀掉任牙 可就在他侃侃而谈之际 任牙对其下体来了一招致命打击 可怜的小阿里在地上不断发出哀嚎 但任牙却丝毫没有手软 一脚下去直接将对方打得失去了意识 就在任牙锁住小阿里的脖子 准备彻底结束战斗时 拳王的出现引爆了全场 看台上的观众都不在意他打断了比赛 就连被打的任牙都深感荣幸 但如果阿里没有插手 那么任牙肯定会杀了小阿里 二人简单交堂过后 任牙转身看向了永次郎 他要向自己的父亲发起挑战 这场战斗既是他最后的防卫战 也是他故事的句号 当年父子之间的对决 任牙被永次郎狠狠安在地上摩擦 妈妈为了保护儿子命丧永次郎之手 现在二人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永次郎跳入竞技场大笑出声 他很高兴儿子成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不断追求强大的力量 德川还以为永次郎将任牙看作敌人了 但实际上永次郎只是将任牙当作食物而已 一旁的阿里明白 永次郎说出这些傲慢的话并不是虚张声势 但任牙却一点面子都没给永次郎 反倒是询问他是不是年纪大了 自己说的话都听不清了 听到这话永次郎并没有生气 而是转头看向烧僵 永次郎临走告诉德川 自己会通知他关于正式决斗的消息 任牙与小阿里的比赛以这样的结果拉下了帷幕 任牙和稍将来到休息室 妹子一直在称赞任牙的强大 但任牙却说小阿里也是位优秀的战士 说不定自己也会被一拳打倒 即将到来的父子大战 也只不过是随处可见的父子吵架而已 与此同时 战败之后的小阿里在走廊哭得泪流满面 老拳王眉头紧皱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儿子 在他离开没多久 稍将便走到了小阿里面前 想起他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 妹子于心不忍 随即便安慰起了对方 而另一边的神星会总部内 独步和色川正在谈论昨天的比赛 如果他们现在对上如今的任牙 那基本上没有丝毫胜算 与此同时 烈海王几人也在谈论着即将发生的父子大战 虽然勇次郎是地表最强生物 但任牙也早已惊飞昔比 他不仅在大类台赛上秒杀对手 并且在与小阿里的战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各路高手对任牙都给予了最高的肯定 身为哥哥的杰克听到勇次郎认同了任牙 差点气得当场发飙 没过多久 任牙家里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独步和任牙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 可有件事确令武神觉得很奇怪 同样是朝着最强前进的人 他们竟然一次都没交过手 任牙感觉只要自己点头 独步立刻就会给他来的大飞脚 面对这个问题 任牙解释自己学习武术提升实力的目的 与别人不一样 他只是单纯的想打败父亲而已 而勇次郎恰好是地表最强 所以任牙只能努力变强 如果勇次郎是地表最弱生物 那自己成为第二弱也没关系 当天晚上7点50分 众位格斗家都齐聚竞技场 他们想看看任牙打算做什么训练 来应对勇次郎 只见少年站在场内一动不动 他在等待想象化为尸体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任牙通过鬼脑想象出的对手终于出现了 与此同时 连在东非的国家公园中 正打算与猛兽搏斗的勇次郎 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五名最凶最恶的死刑犯又要开始搞事了 警长带着人赶到柳龙光的牢房时 看守早已全军覆没 而柳龙光也不知了去向 这位毒手大师曾经差点要了刃牙的命 后来被本部砍断了一只手 最后勇次郎一巴掌下去打碎了他的半边脸 警方将其逮捕后 柳龙光被特别关押了起来 断掌装上了铁钩 皮肤则是用雅克力取代 并且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所以众人都同意将其转移到普通牢房 在床单落地的时候 现场的柳龙光也不见了踪影 得知了事件经过 警长决定去确认下其他死球的情况 于是他来到了华夏白灵寺 自从大类台赛结束之后 多利安便被安置在了这里 毕竟他是曾经的海王之一 曾经的他用藏在体内的大量武器和道具战斗 最终被猎海王一拳击败 智商退化到了婴儿阶段 一心只想着糖果 警长进入到房间内 发现此时的多利安正在里面画画 而画的东西依然是他最爱的糖果 他不知道已经画了多少张 外界甚至还有人出高价购买 虽然多利安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问题是他的姿势很奇怪 这是为了强化下半身训练的一种 在华夏武术中被称为战装 只有碗中小山般的糖果吃完他才会停下来 所以他的大腿才会变得如此粗壮 体重也比之前重了20公斤 警长突然意识到 多利安这并不是在附件 而是在韬光养晦 随后他又来到了关押多尔的监狱 据狱警所说 多尔在失去势力后 他又把自己的耳膜给打破了 所以这家伙现在已经是又龙又侠 之前在与克斯的战斗中 多尔主动认输尝到了败北的滋味 但他进入监狱的时候 却对典狱长说了句奇怪的话 如今过了一年半 多尔在房间里的举动突然奇怪起来 由于牢房脏乱差 蛇虫鼠蚀到处都是 所以会有蝙蝠为了捕食进入牢房里 可又龙又下的多尔 竟然能在黑暗中抓到灵活的蝙蝠 并且又说了奇怪的话 警长明白 多尔舍去谨慎的听觉 就是为了获得敏感的处决 而另一边 海上监狱中的希科尔似乎并没什么异常 但如果非要说的话确实也有一点 某天预警巡视的时候 身上的一枚硬币不小心滚进了里面 可当希科尔将其送出来时 硬币竟然像纸屑一样被揉成球了 在预警的带领下 警长来到了希科尔的房间外 顺着窗口向里面望去 警长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因为此刻的希科尔正在抓着什么都没有的墙壁 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 并且他会持续这个姿势直到早上 至于最后的死球斯派克 他自从被花山打败后 身体便瞬间衰老到了97岁 现在斯派克在医院卧床不起 在医生扫描的热成像下 肌肉发力时颜色会伴着体温变化 斯派克从肩部发生的温度会一口气扩展到双手 然后从手掌移动到胸口 腹部和大腿 接着是小腿 最后延伸到脚尖 这一连串的肌肉运动大约1.5秒 斯派克在清醒的时候 一直都在重复这个动作 前几天医生向运动生理体能研究所 发出了这份资料 对方回复这个动作是在游泳 并且是消耗最多的叠泳 热成像上显示的色彩 表示斯派克用了超乎游泳的力量 在像麦芽糖一样的高粘度的流体里游泳 通过这种方式 让自己的肌肉从萎缩变得重新强壮起来 五名死球的动作像极了曾经发生的共识性 难道他们是打算卷土重来一雪前耻吗 如果是去东京复仇的话 那几人分别会找上谁呢 你知道如何打败一头比恐龙还大的非洲象吗 这也是米国军队想要知道的答案 作为保护区的管理员 萨曼带着军队猎杀这头非洲象 可最后他却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截止至今 他已经猎杀了977只动物以及41名人类 体重达到了恐怖的21.2吨 最令人发指的是他的食量 如果方任不管 那么只需两年半 他就能将整个公园保护区全部变成沙漠 面对一群记者的质问 萨曼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唯一的错误就是带取的士兵不够多 武器也不够强力 他们应该直接发射导弹把非洲象轰成渣渣 台下的记者有些好奇 如此可怕的生物是如何被消灭的 对此萨曼也是给出了解释 在非洲象肆虐后正打算离开时 一个黑衣男人出现了 他赤手空拳击杀了恐怖的非洲象 然后还架起火吃了一顿香肉烧烤 听到这如同科幻片的故事 底下的记者认为萨曼在胡说八道 对于这群人的质疑 萨曼不再多说什么 其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唯一相信这件事的只有他的儿子 小孩疑惑地询问父亲 那个男人真的那么强吗 在听到肯定的答案后 小孩竟然兴奋了起来 如此强大的男人到底谁能打败他呢 而另一边 这个倒霉孩子正在被几个小恶霸逼迫 让他去向世界最强的高中生发起挑战 看着面前的几个凶声恶煞般的高中生 小孩只能硬着头皮掏出了兜里的小刀 可这一行为却逗得对方捧腹大笑 孩子强忍心中的恐惧说出了此次目的 对方却说这里没有最强的 但他们可以带着世界最强的人去找他 约定好了决斗地点 孩子放学后准时赴约 剑刃牙缓缓靠近 几个小恶霸被吓得四散奔逃 小孩一边打战一边掏出了18米长的大刀 虽然对方被吹捧为最强高中生 但其实个头也并不高 互报了姓名后 二人的决斗正式开始 没想到任牙却直接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一块块爆炸的肌肉 然后说 听到这话小孩一脸懵逼 对付我个小学生你都要使出全力 本以为任牙会对他哈哈大笑 然后走个过场 谁知道这家伙这么认真 就在他怀疑人生时 任牙却突然问他会不会游泳 听到小孩的肯定答案 任牙终于可以放心出手了 下一秒他就闪现到了小孩的身后 小孩钻出水面 缓缓走回了岸上 没想到就在这时 任牙却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然后对孩子说 重拾回了男人的自信 小孩看远处欺负过自己的小恶霸 感觉他们看起来是如此渺小 这是一个上尉找到了任牙 把他父亲杀死非洲巷的事告诉了他 这举动也代表了对方认可了任牙 有资格向自己挑战 上尉询问任牙的下一步计划 可这家伙却表示这是家庭纷争 让上尉不要多管闲事 听到这话男人不禁开始吐槽 任牙和父亲的战斗都等同于两国之间的战争了 回去的路上任牙走着走着却突然像发了风一样 对着空气不断地挥拳 小孩直接看傻了 这是一种名为空气拳击的基本训练 想象对手在自己面前 然后虚拟闪躲的招数 最后向对手挥拳 但随着任牙的挥拳速度不断加快 对面居然出现了一团虚影 虚影凝视后 小孩这才看清 任牙想象出来的对手正是前重量级世界冠军铁人迈克 在某个时期里 迈克是世界公认的最强制人 电光火石之际 迈克一击重拳打中了任牙 然后用上勾拳将其打倒 此时的任牙竟然开始流鼻血 身上也出现了多处瘀青 但他并没有放弃战斗 而是缓步朝着迈克走去 在拳击的领域里 任牙的这个动作应该算是违规的 不过任牙却并没有当一回事 他没想到这小孩懂得空气拳击 甚至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对手 小孩以为迈克就是任牙的训练对象 可任牙却告诉他 刚才的战斗只是在热身而已 这个男人有多离谱 为了打败自己的老爹 他竟然创造出了一场和螳螂的对决 就在刚刚 任牙在房间热了一下身 然后便带着男孩静直去了地下室 这里有着比非洲象更强大的对手 任牙摆出战斗姿态 可下一秒他就不知被什么东西打飞出去 男孩走到桌前发现 上面竟然是一只螳螂 这家伙能比非洲象还强吗 任牙认为要论单挑 野兽根本比不上昆虫 老虎和狮子几乎拖不动 比自己重三四倍的猎物 而昆虫却可以将比自己 重七到八倍的猎物 一路毫不停歇地拖回巢穴 对路来说 跳石公尺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但跟跳蚤或扎萌比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它们和人类的体型一样大 那么就能轻松跳过十层的高楼 螳螂则是绝顶的专业格斗士 中国武术的螳螂拳 就是依照螳螂的形体而创造 它们的功夫堪称一流 并且没有任何弱点 是彻彻底底的武术大师 如果螳螂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 那它绝对会猎食那头 堪比恐龙大小的非洲象 任牙可以让它变大 就像之前的铁人麦克一样 凭借创造能力把螳螂变为一百公斤 话音刚落任牙就突然出招 但它却被什么打退了 还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好像很害怕眼前虚构出来的螳螂 任牙想再次进攻 可身体却猛然停在空中 它竟然被螳螂抓住了 仅仅交手两个回合 任牙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只能不断躲闪 寻找机会发起反击 男孩面对巨大的螳螂感到非常无助 可任牙却能坦然面对这种怪物 犯马勇刺狼打败的非洲象 占有体型优势 如果它们和昆虫一样打 那么力量就会等于一只毛毛虫 就在男孩思考之际 任牙一记高踢腿 重重砸到了螳螂的头部 因为螳螂的头部基本没有脑子 不会像人类一样脑震荡 于是任牙跳到螳螂身后 用双手锁住了它的脖子 可这家伙竟然能看到背后的任牙 然后凭借灵活的身体抓住了它 任牙与螳螂比拼力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挣脱出来 所幸它还是照往长一样战斗 用剪刀脚牢牢锁住螳螂的反向关节 但下一秒它就被螳螂强大的力量甩飞 正好撞倒了桌子 盒子里的螳螂也跑了出来 重伤的任牙发现自己用武术对付不了它 因为螳螂的眼睛没有盲点 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在它的视线范围内 任牙拼命在想和螳螂对抗的方法 突然他发现螳螂脖子下方的部位很柔软 于是便决定试试看螳螂拳 传说很久以前 在中国有个叫周亚门的僧人 有一天在森林偶然看见了螳螂和麻雀之间的战斗 另看意外的是 体型较小的螳螂竟然成了最终赢家 看到这一幕他大受启发 开始研究螳螂的战斗方式 创造出了一门名为螳螂拳的武术 此时任牙也摆出螳螂拳的架势 可是经过一番战斗后 任牙发现螳螂在昆虫界并没有天敌 所以只知道进攻 并不懂得如何防御 通过几次交手 任牙终于找到了对方的弱点 任牙竟然使出了鹤拳 凶猛的螳螂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不断后退企图逃跑 突然任牙收起架势 然后捡起了地上的螳螂 他通过这次战斗领悟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只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无论对手的体型多大都无所谓 在任牙说话之际 面前的螳螂竟然缓缓消失了 而真正的螳螂还在地上没有移动 任牙蹲下来用手指和螳螂过招 经过一番激烈搏斗 成功将其抓了回来 这个男人可真牛逼 不仅能在时速超过20公里的水流中潜水 而且还能不停地游泳一小时 优美的姿态仿佛就像虎精一样 享受着运动带给他的快感 这个浑身都是爆炸肌肉的男人 便是世界公认的最强男人 任牙的父亲食人模范马永次郎 尚未把任牙战胜100公斤螳螂的消息 告诉了永次郎 可永次郎听后却哈哈大笑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实际尝过滋味又胜过千张照片 无论幻想出来的对手有多强大 终究那都是假的 甚至比不上现实中的一条小狗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在游行途中突然消失 被任牙带到了附近的餐厅里 他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任牙想进去找奥利巴 那个被人们称为关不住的男人 见总统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任牙当即就把手机递给了对方 最终任牙被逮捕 经过拘留 审判的一系列流程 然后成功乘车进入了监狱 亚利桑那州立监狱又名黑色五角大厦 里面关押着国家罪罪大恶极的罪犯 由于任牙的体制出众 所以监狱长单独会见了他 听说任牙想见奥利巴 监狱长有些惊讶 因为一提到任牙的名字 奥利巴就马上让他带任牙过去 警卫一边走一边给任牙介绍 这个区域关的都是犯了特殊罪行的人 只有不断输入证券密码才能入内 每十公尺就有压颗力强 当警卫打开镜头的门时 里面的豪华装饰把任牙看待了 监狱里面竟然别有洞天 奥利巴在这里不但被奉为上兵 没有对方的允许 就连警卫都不敢进入 见到任牙 奥利巴热情地招待他 还拿出上好的白蓝地请任牙品尝 他猜到了任牙来此的目的 但却没有答应决斗请求 因为奥利巴是这里的老大 监狱里有4071名恶徒 其中4070人都想要他的命 任牙则是刚到监狱的菜鸟 不能第一次登场就挑战他 可任牙并不打算走流程 直接起身一拳砸到了奥利巴的脸上 但这家伙竟然毫发无损 继续开始吞云吐物 这一幕把任牙吓够呛 奥利巴告诉任牙 自己下周要和监狱里第二强的人决斗 而任牙则是被安排到了那个人的牢房 他正打量周围的环境时 突然有人出声叫出了任牙的名字 这个男人竟然是铁人麦克 任牙想和对方交谈 麦克却让他惊声 现在先上床睡觉 明天有机会再和他解释 任牙以为麦克就是监狱第二强的人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麦克在这里连钱十都进不去 他可不想英年早逝 任牙有些奇怪 前重量级冠军麦克 为什么在牢房里会感到害怕 这是一个老头拍了拍麦克的肩膀 让他不要继续说下去了 否则会惹恼二先生 到了第二天早上 监狱的铃声叫醒了他们 任牙看到眼前的壮汉大吃一惊 这家伙的身高竟然超过了240公分 他以为对方就是所谓的二先生 就在他思考要不要在这里出手时 壮汉却对着柜子喊了一声二先生 二先生非常赞赏任牙挟持总统的勇气 让他有什么事情不懂尽管问自己 恰好任牙还真有两件事不理解 一是二先生为什么要睡在工具柜里 这个男人有多牛逼 身处全米国最残酷的监狱 他无视正在驯化的预警 然后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从上衣兜里拿出香烟 点燃后悠闲土了的烟圈 这操作把刃牙都看傻了 这个男人就是传说中的二先生 别人的早餐都是统一发放 可他却有煎蛋卷吃 而监狱里的其他囚犯对此并没有意义 剑狱警的左轮枪换成了自动的 二先生竟然上前把玩起来 恰巧这时一只苍蝇落到了狱警额头 坐在二先生对面的这个男人 他曾经是日本的相扑选手 由于转战综合格斗界拿了冠军 在街头发泄过多的精力 导致路人重伤而死 所以才被关进监狱 这家伙以为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 于是就向二先生发起了挑战 徒手掰断勺子向他挑衅 可二先生却给胖子露了一手 见状胖子直接掀翻了桌子 把饭菜撒了二先生一脸 狱警想制止胖子的愚蠢行为 但二先生却摆了白手 然后拿过狱警手上的枪地给了胖子 让他瞄准要害开枪 可就在胖子扣动扳机的瞬间 二先生抬脚就把这家伙的坤坤抱了 还决定用对方最擅长的相扑决斗 他带胖子去了体育馆 三个狱警则是靠墙旁观 二先生率先抱住了胖子 然后等待对方发起攻击 可胖子无论如何用力都无法抬起二先生 而二先生这时缓缓抬手 一巴掌直接把胖子的耳膜打穿了 然后拔掉几根头发拧在一起 顺着耳朵伸了进去 把胖子的耳窝瞬间切成了数块 失去平衡感的胖子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倒在地上 他不甘心就这么失败 但无法站立的他只能在地上思考人生 随着二先生的离去 预警直接将这个蠢祸击毙 任牙此刻也听说了二先生的事迹 二指的是关不住的男人第二代 他觉得奥利巴的生活方式太过荒谬 是时候改变一下了 二人正说话之际 预警却突然抽出颈棍打任牙 但下一秒 颈棍就到了任牙的手中 就这样 任牙被关到了小黑屋 并且手指还戴上了特殊的手铐 直到晚饭时间 同牢房的老头走进来给他送饭 趁机任牙向对方询问起了二先生的过往 原来二先生是一个不知名小国的总统 人口连两万都不到 他的真名叫凯巴尔 原本是个海盗 带着手下劫停路过的邮轮 以抢劫金银财宝为生 可在凯巴尔17岁那年出现了转折点 他发现夫人喜欢用金钱和权力把岛民当奴隶 只因为这些人收入微薄 所以就得不到平等对待 他们的骄傲和文化还被资本主义肆意践踏 于是凯巴尔便下定决心推动独立 把自己的武术传授给手下 禁止他们使用武器 最终训练出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部队 率领民众宣布独立 米国总统想采取措施 但忽然他背后出现了一个人 给总统看了一个视频 里面的凯巴尔正在总统的家中 掌控了他亲密的性命 外面的警卫也已经全部被解决 最终总统只能放任凯巴尔独立 任牙有些奇怪 实力如此强大的凯巴尔 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 老头解释 是因为奥利巴尔拥有 和总统平起平坐的权利 所以凯巴尔才想空手阻止奥利巴 来一场痛快的战斗 监狱里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而任牙也是如此 能被军方卫星时刻监视的男人 究竟有多强 范马勇次郎 奥利巴 凯巴尔 为了掌握三人的动向 军方竟然动用大量的人造卫星监视他们 如果三人的移动时速超过四公里 三个赤手空拳的人 却让引用武器自保的人害怕 老头想想就可笑 就在这时 玉瑾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对二人聊天十分不满 用锦棍打断了老头的指甲 然后还打算进行更严厉的惩罚 旁边的任牙看到这一幕 当即就出手将玉瑾的帽子打掉 并且嘲笑他欺负老人头发也不会长出来 玉瑾听到这话怒气直直接拉满 挥舞锦棍就向任牙打去 可下一秒他就被一脚踢出了小黑屋 趁任牙还被手铐束缚 是玉瑾被揣得连连后腿 眼看这家伙就要掉下去摔成肉泥 还好任牙冲过去抓住了他 就在这时二先生恰好路过 劝说任牙放弃救玉瑾 他认为米国人不懂报恩 最终任牙还是心软把玉瑾救了上来 看着满地的狼藉 对方并没有再为难任牙 而是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 他会写在今天的记录里 三天后 关在小黑屋的任牙被放了出来 回归到了正常的牢狱生活 别人需要敲几时下才能欠进去的路基 任牙两下就能将其轻松搞定 到了休息时间 任牙找迈克聊起了天 因为对方下个月就要出狱 然后去争取全能重量级冠军的头衔 三个月后的比赛日期已经敲定了 大家都在等着他王者回归 与此同时 监狱长收到了一张200万的支票 这是国际拳击协会主席给监狱的捐款 对方不想让身为罪犯的迈克夺冠 在1960时代初期 重量级比赛的票房十分惨淡 当时的卫冕冠军桑尼是在监狱里学习的拳击 从年轻时就有不少逮捕前科 但最后却攀上了巅峰 成为了重量级世界冠军 可周围的观众却并不买账 反而是对他虚声一片 所以拳击协会主席不希望历史重年 用捐款的名义让监狱长帮忙 断了迈克的打拳之路 监狱中的两大巨头不会帮他们 于是监狱长便找到了嘴巴三胞胎 这三人被称为纯齿蛇 他们拥有非常变态的默契度 每个人轮流念一个音节组成一句话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说话 完美的团队合作能使战斗力翻上好几倍 拉持鱼来举例 最先是鱼肉掠过嘴唇拉入口中 然后舌头将其带往深处被救世拒绝 在这过程中舌头可以发现小鱼刺的存在 最终把他推往嘴唇送出 三兄弟的称号象征得他们的配合十分默契 监狱长认为他们有解决迈克的能力 看到迈克的一瞬间 三人就大致推算出了他的数值 虽然对方有着非凡的运动能力 但身体的肌肉框架限制住了他 迈克的战斗力是一般男性的3.2倍 可旁边观战的副监狱长却说这不可能 现实生活中十个人都打不赢他 而迈克也觉得这三人只会打嘴炮 听到这话三兄弟并不恼火 而是逐渐散开摆出了三角阵 然后才解释 普通人联手打不过这些格斗士 是因为他们不习惯一起战斗 更没有那种团队合作的战术 正说话之际 对方突然出拳打在了迈克的脸上 暴怒的迈克想反击 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转头就跑 准备先消耗一波迈克的体力 然后趁他不注意 另一人再次发起了偷袭 倒地的迈克还没等站起来 迈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就在下一秒 他竟然转头逃了 然后靠在墙角摆出了战斗姿态 迈克想迫使对方正面与他战斗 二先生凯巴尔的实力有多强 面对配合默契的三胞胎 只用一招就将其打得屁滚尿流 就在刚刚 前拳击冠军迈克被三胞胎堵在了墙角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 三胞胎同时出手打向了迈克 虽然迈克是拳击冠军 但面对三个方向的进攻 他也不可能同时躲过去 还没过几个回合 迈克就被打倒在地 其中一人闪到他身后 用双手死死锁住了迈克 然后另外两兄弟用脚后跟 对他的脸疯狂输出 体重不到30公斤的小学生用这一招 也能轻易放倒魁梧的壮汗 仅仅过了两分半 迈克便彻底昏死了过去 三胞胎抽出匕首 准备切断迈克握拳的击剪 可下一秒 从黑暗中缓缓滚出来了一个人 你没有看错 他就是滚出来的 此人正是二先生凯巴尔 他特意过来领教嘴巴三兄弟的实力 对方的合体机让凯巴尔很感兴趣 开战前他还让三人小心一点 旁边的副监狱长突然发现 身经百战的嘴巴三胞胎 竟然被凯巴尔震慑住了 但很快他们就摆好了三角阵 脸上紧绷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 随着一声响指 沙包大的拳头砸向了凯巴尔 可下一秒 一股神秘液体就从凯巴尔胯下喷出 面对着毫无章法的招数 三胞胎有些手忙脚乱 在用圣水画出一个圈后 凯巴尔竟然直接躺了进去 让三人随便对自己进行殴打 贱二先生一点都没有动手的意思 他们以为对方只是虚张声势 实际上一点实力都没有 可突然凯巴尔站了起来 然后缓缓走向了转动的风车 随着一阵狂风掠过 凯巴尔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用泥土在脸上画起了站稳 三胞胎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愣在原地 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凯巴尔在故弄玄虚 没有一项跟实力有关 老大让两兄弟不要害怕 随后摆出了终极三角阵法 组成一个四面体将凯巴尔围在了中间 下面的两个人率先发起进攻 可迎接他们的却是凯巴尔的拳头 只用一击就将其中一人打得失去了意识 看到这一幕 另外两人都被吓尿了 转头就向远处逃跑 三胞胎失去了一人 战斗力瞬间锐减大半 凯巴尔也没兴趣再战斗下去了 他刚要返回宿舍 清醒过来的迈克却叫住了他 如果二先生没有出手 那么迈克的拳击生涯肯定会结束 迈克向凯巴尔好好倒了血 二人正准备上床休息 可这时任牙却开口了 他希望凯巴尔能和自己决斗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 门外响起了一道猥琐的声音 他们见面并没有打起来 而是像老朋友一样聊起了天 虽然二人都有顶级的品格 智慧和领导能力 但与之相对的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战斗时追求胜利 从幼儿到成人 一直都保持着只要打架 就必须要赢的心理 奥利巴是为了他可爱的女朋友而战斗 听到对方开始喂狗粮 凯巴尔有点绷不住了 差点就要当场给他两个大逼斗 突然任牙横在了二人中间 他本以为这两个人会是自己的劲敌 但听到这番谈话 任牙感觉自己被耍了 世上的所有液体中 泛马血统是最强的 刚才那些话刺激到了 任牙体内的泛马血统 突然奥利巴露出了一副猥琐表情 从兜里掏出了从女友故乡买来的手帕 然后向凯巴尔疯狂炫耀 还邀请他也闻闻看 但没想到凯巴尔竟然在上面吐了一口黏痰 这一举动把奥利巴彻底惹怒了 他捧着手帕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千金大小姐大家都有吧 这个女人就是奥利巴传说中的情人玛利亚 这天奥利巴穿上礼服 精心打扮了一番 然后拿起一束玫瑰走向了深处的房间 这里面住的就是他传说中的女友 奥利巴每天都会按时与其约会 可对方不止朝他扔烟头 还不停输出垃圾话 用周围的物品用力砸奥利巴的头 听到这话 玛利亚泪如雨下 随后叫了奥利巴一声亲爱的 到了第二天 监狱里的四千名罪犯全部聚集在了广场上 然而周围却没有一个狱警看守 今天是凯巴尔挑战奥利巴的日子 他们被允许在这里观战 这场战斗连监狱长都不想错过 就算有人想趁现在越狱 他也不会离开这里一步 此时奥利巴扛着一张巨大的床走了出来 他每一步踏出 地面都在剧烈震动 而床上的人就是他传说中的情人 奥利巴小心翼翼地把床放在了地上 看清床上女人的样貌 周围的囚犯全都大吃一惊 奥利巴深爱的女人竟然是这副模样 他们不知道日后应该怎样向别人形容玛利亚 胖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她的模样 可奥利巴却对其十分痴迷 由于周围人的目光让玛利亚很不舒服 所以她将怒火发泄到了奥利巴身上 用烟头扔她 朝她脸上吐口水 面对这样的羞辱 奥利巴没有丝毫生气的表情 她缓缓摘下了礼服上的袖口 然后猛吸一口气 用爆炸的肌肉把礼服撑烂 紧接着腾空而起 稳稳落在了凯巴尔的面前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被撑烂的燕尾服竟然依旧在原地保持站立 凯巴尔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丝毫没有退却 她打开了手中的罐子 瞬间一阵狂风袭来 随后又出现了一波夹杂着暴雨的海浪 这些能带给她无限的勇气 激发她的斗志 眼看战斗一触激发 凯巴尔却解下了自己的头巾 提议双方抓住头巾的两边 谁先松手谁就算输 这是16世纪欧洲贵族发明的对决规则 对决者会捏住手帕的对角 然后开始呼叩 先松开手帕的就是输家 凯巴尔深得忍受大师级别的祖父真传 一开始就用五根手指进行倒立训练 最后只剩两个大拇指 所以凯巴尔才用自己擅长的领域定制比赛规则 随着二人捏住头巾的对角 比赛也正式开始 凯巴尔率先出拳打中奥利巴 眼看奥利巴即将摔倒 凯巴尔再次出拳击中对方的脸部 他并不需要击倒奥利巴 只要对方把手中头巾的事情遗忘 然后将手松开 那这场战斗就是自己的胜利 可突然头巾猛地被拉向奥利巴 凯巴尔见状赶忙用双手牢牢抓住 奥利巴起身开始嘲讽凯巴尔 然后换小手指捏住了头巾 这一行为让凯巴尔的自尊心严重受辱 于是为了重视自尊 他用手拽下了几根胡子 将其搓成了一股 胡须毛发到了绝顶高手的手里 居然也能成为伤人的利器 趁着奥利巴右眼受伤 凯巴尔上去就是一个爆摔 好在奥利巴反应迅速 腾空转身之后 又重新站稳了脚跟 但奥利巴尔也并非全然无视 他的手帕已经被紧紧握在手掌之中了 就在几秒之前 这家伙还疯狂装逼 要只用小拇指捏住手帕战胜凯巴尔 远处的玛利亚也发出一声赤笑 说了一句真讯 被心爱的女人嘲讽 奥利巴一时也慌了神 凯巴尔则乘胜追击打出一套小连招 那手帕也换成了奥利巴最初的小拇指握法 奥利巴防高血后 这几下未必能伤得了他 但爱人的蔑视和对手的嘲讽 却着实让他的内心遭受了一万点暴击 他暗自发誓 必须让这场决斗变得不再无聊 凯巴尔忙着输出的功夫 奥利巴突然说了句 你们手帕还要捏多久 凯巴尔先是一愣 而后低头看去 奥利巴居然早就放开了手 那手帕只是轻轻搭在他的手掌上 纵使这样 在对方疯狂的攻势之下 他也没让手帕掉落 在场中人无不害然 奥利巴不愧为这所监狱的南波万 凯巴尔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放开手的玩法他早就听说过 这是一个叫吉尔贝托的男人首创的 1947年 一个名叫吉尔贝托的男人 在巴黎的香榭利社大道盖了一家豪华酒店 他也因此而闻名 成了报社争相报道的饭店大亨 但此人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西西里的黑手党 在1961年底 他因为赚钱没给组织交回扣 而被大佬下令处决 深夜里 吉尔贝托被数师把汤姆逊包围 但处决前 组织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让他和一个标形大汉 握住一条手帕的两端互殴 谁先松手就当场突突水 吉尔贝托已年近七旬 这场决斗他根本就不可能获胜 为了少受点罪 吉尔贝托干脆松开手 将手帕的一脚放在了手掌上 决斗也在一瞬间就宣告结束 他被当场打成了筛子 但吉尔贝托的名号却沿用下来 成了这种规则的统称 凯巴尔也将手掌摊开 改成了相同的握法 装逼这事可不能让奥利巴独占 他必须要在面子和里子上 通通战胜奥利巴 才能由二先生变成 新一代的监狱王者 奥利巴尔也越打越兴奋 抓住对方的头就砸向了地面 凯巴尔的整张脸都被镶进了地底 正当众人以为比赛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手帕并未掉落 凯巴尔居然用手背拖住了手帕 随着凯巴尔再度起身 现场也再度沸腾 只有任牙一人格格不入 说了句无聊 不论贵族还是黑手党 这把戏说到底也不过就是 俩大男人玩手帕吧 然而就在此时 场地内居然刮起了风 二人都只是拖住手帕 这一阵大风足以终结比赛 奥利巴也燃了起来 他很想知道 玛利亚有没有重新对自己提起兴趣 奥利巴金的连手帕都扔了 他的女人居然在眼皮子底下 被扔牙给试驾了 受此大辱 奥利巴怒吼着质问玛利亚在干嘛 而玛利亚却告诉他 你还有脸问我 你一个大男人 整个丢手卷的游戏 没完没了的在那玩 你不会以为这很帅吧 怪不得这帅小伙无聊到睡着了 奥利巴的内心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整个人呆在了原地 凯巴尔也趁此机会 一记摧枯拉朽的扫梯打到了他的脸上 紧随其后 台巴尔又是一个掌机 当场震穿了他的骨膜 不等奥利巴回过神 台巴尔就揪下自己的头发 凝成了一股绳 而后精准迅速地插进了奥利巴的耳朵里 只要这么轻轻的一鸣 奥利巴的耳窝就会被当场干碎彻底失去平衡感 可还没等发力 他的手腕就传来一阵巨痛 经过短暂的思索 奥利巴尔已经想通了这次游戏的真谛 男人就该真刀真枪地干男人 赢了战争 输了躺下 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规则根本就毫无意义 又拳击出 台巴尔就像被半挂货车撞到一般 旋转着飞出去数十米 这一下的威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范畴 胜负一分 任牙也从玛利亚的床上跳了下来 年轻小伙子就是火力旺 玛利亚被他整个面色潮红 见自己的女人如此开心 奥利巴尔也对任牙表达了谢意 他可真不愧为全美国最强的男人 心胸居然如此的大度 正当众人为奥利巴的胜利而欢呼之时 不远处居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凯巴尔 他居然还没死 受到如此重创的他居然变得更加坚定了 只见他一边涌唱歌谣 一边用泥土在脸上涂上了迷彩 从现在开始 他也将不再放水 拿出全部的实力来迎战对手 穿过人群 凯巴尔缓步来到奥利巴面前 而后一脚将其踹飞数米远 这一击并没有多快 奥利巴分明就是故意被踢中的 在众人的那喊声中 奥利巴一个鲤鱼打挺就站回了原位 他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二先生凯巴尔的实力 所以从头至尾都没有亮出真本事 从这一刻起 他也要拿出全力来战斗了 强风拂过 凯巴尔再度出击 这一拳借上了风势 威力已经大到了逆天 可拳还未打中 奥利巴的大手就先一步按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击甚至让整个地球都受到了影响 连太空中的人造卫星都暂时失灵了 奥利巴才是真正的怪物 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 米国总统正在朝关底前进 奥利巴的这一击让卫星导航都失灵了 坐在车后坐的人也抱怨道 你的车技真是和治国水平一样差 此人就是人类的战力天花板 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只要他想 米国总统也得乖乖地给他当司机 而米国总统也有点是需要用到永次郎 总统最近新请了一位保镖 此人号称是凯巴尔先生的部下 战斗力比持枪的特种部队还要强 说得挺牛逼的 真打起来会怎样呢 于是总统便想到了永次郎 想借永次郎之手试试他的实力 一见面总统就说永次郎要攻击自己 让保镖快点护驾 没想到话才出口 永次郎就先怒了 作为地表最强人类 他可从来都不开玩笑 总统让他攻击自己 他将会全力以赴地出击 保镖当时就怂了 说总统是自寻死路 因为没人能拦得住犯马永次郎 说完这家伙就一脚把总统踹出了窗外 这是唯一能让总统活命的办法 他将尽全力拖慢永次郎的脚步让总统逃生 可摆好架势后 面前的永次郎却不见了 他回头一看 永次郎已经比总统先一步到达了楼下 而后接住了飞出窗外的总统 这速度简直堪比白金之星 见着保镖如此果敢 永次郎也称赞了对方 但这种小喽喽根本不配让永次郎出手 他只想跟这家伙的大佬凯巴尔较量较量 殊不知 现在的凯巴尔已经被奥利巴一巴掌打成了植物人 奥利巴完全解放肌肉能有多牛逼 不仅会当场撑破皮肤把所有人都压扁 还会摧毁整座监狱 随后冲上天际 凯巴尔挑战奥利巴 却被对方差点打成植物人 但他却再次缓缓站了起来 凯巴尔想到自己国家可怜的人民 他心中的斗志瞬间被点燃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二人的最终决战正式开始 奥利巴手臂的血管宛如小舌盘踞 这是他肉体达到极致的表现 而凯巴尔则是瞳孔上翻 周身出现了足以扭曲空间的气场 随后缓缓向奥利巴走去 突然他停下脚步 用手指向了后面的燕尾符 下一秒 站立的燕尾符竟然倒了下去 现在的凯巴尔就像 炎出法随的神仙一般 人类发展至今 孕育出的现代武术 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 那就是支撑 人们把支撑地当作表面 都没有深究身体如何携推地面 如果把地面当作最大的支撑点 那就可以用坚硬的地心来支撑自己 获胜的凯巴尔享受着观众的欢呼 就连李国总统都前来下跪请求他原谅 紧接着泛马勇次郎也赶到现场 说自己不配拥有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 凯巴尔才是世界的最强者 听到这话 凯巴尔终于意识到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做梦罢了 现实中的他早就被奥利巴尔一拳 镶进了地里 然后便失去了意识 解决完凯巴尔 奥利巴走向了任牙 他表示凯巴尔疏 是因为缺少了对肌肉的热爱 自己现在的模样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体型 而是他将肌肉往内缩的结果 假如打开限制住这些肌肉的大门 那他的大小会当场把皮肤撑破 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压扁 摧毁完监狱后 甚至会直冲天际 奥利巴一天的饭量 从未少于一万卡路里 就算是奥运选手能 也不容易做到这点 一万卡路里按照饭团来计算的话 那些热量就等同于五百个饭团 但奥利巴的体质房 却一直都在5%以内 因为他时刻都在 抑制肌肉的扩张 看任牙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奥利巴竟把他拎了起来 然后一巴掌 就将其打飞了数十米 这股恐怖的力量 让他想起了犯马勇次郎 任牙摆好架势准备战斗 可回头一看 奥利巴竟然向他鞠躬道歉 其实奥利巴锻炼肌肉 并不是为了战斗 而是为了抱起自己心爱的女人 在向玛利亚表白后 奥利巴唱着不知名的歌谣 离开了现场 等到第二天 查房的狱警发现凯巴尔已经越狱 只在柜子里留下了一封信 这是他给奥利巴和玛利亚的礼物 信封中是凯巴尔岛上的货币 也是邀请他来岛上的邀请函 与此同时 回到岛上的凯巴尔再次拿起了他的斧头 看到自己的老大回来 众人全都围了上去 原来一个月前听到手下提起奥利巴 说对方是全米国最强大的格斗士 所以凯巴尔才不远万里去找奥利巴决斗 而另一边 早上监狱点名的时候 任牙开始搞事情了 他想成为关不住的男人 三下午除二放倒狱警后 任牙缓缓朝监狱正门走去 赶来的狱警向他开枪 但无一例外 所有子弹全都被任牙轻松躲了过去 他一脚踢开面前的铁门 再次解决了三名狱警后 顺利从对方的口袋拿到了钥匙 然后一路畅通无阻来到了外面 可监狱长这时却拦住了任牙 面对全米国最强的格斗士 任牙能有多嚣张 为了成为关不住的男人 任牙决定越狱去外面透透气 可还没等走出大门 就被监狱长拦住了去路 六个合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住了任牙 但面对此等绝境 任牙没有丝毫慌张 下一秒 监狱长的眼睛突然炸开 这是刚才任牙用拳头打碎的 不仅如此 任牙还把枪手身上的第二个扭扣 全都拿了下来 如果他们开枪没有击中自己的小脑 那任牙就会采取行动将其全部干掉 在几人靠近任牙开始 他们就已经成为了人质 监狱长被逼无奈 只能听任牙的话 与他搭肩表示友好 随着监狱长的命令下达 监狱的大门也全部打开 任牙如愿以偿地走出了监狱 成为了关不住的男人 可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主动伸手请求戴手铐 他只是想看看 自己有没有离开的能力而已 就在这时 奥利巴骑着心爱的小魔拖出来了 得知任牙想逃狱 奥利巴十分生气 他不认为任牙能与自己比肩 于是便让监狱长解开任牙的手铐 随后脱下了上衣 可任牙根本不需要打开手铐 只见他双手用力一转 手铐就被骑轻松扯断 他看出了奥利巴现在还没有从和凯巴尔的战斗中缓过来 被轻视的任牙也陷入了暴怒 当场就化身喷子 对着奥利巴一顿输出 他让奥利巴吃饱了再过来找自己战斗 奥利巴被任牙激怒 他强行压制心中的怒火 好半天才恢复原样 为了维护他强者的尊严 奥利巴没有顺着任牙的节奏走 看对方不接招 任牙又对着奥利巴一通嘲讽 随后便招呼着监狱长返回监狱 等任牙走后 奥利巴把所有的怒火拳都撒到了心爱的小摩托上 然后他返回房间穿好西服 照例带着玫瑰花去找玛利亚 玛利亚想和奥利巴玩猜拳游戏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友 奥利巴细心地照顾到了对方情绪 几轮游戏下来 好胜心极强的奥利巴却一次也没有赢 很快玛利亚便放下手臂沉沉睡了过去 奥利巴健壮也脱下衣服 钻进了女友的怀抱里 而任牙由于逃狱 再次被关进了小黑屋 在这里不仅要戴上手指铐 食物和水也不会给一点 奥利巴前来探望任牙 想到昨天任牙对自己的嘲讽 奥利巴越想越气 于是便用他即将到来的大餐诱惑任牙 享受完世界级的美酒和顶级甜点 自己还能出去散个步 看任牙没有反应 奥利巴竟直接来到任牙面前 打开闸门给他冲了个热水澡 而面对如此羞辱 任牙并没有恼怒 而是面带笑意告诉奥利巴 在被刃牙精神攻击后 奥利巴吃饭都没了胃口 玉井享用一瓶最佳年份的罗曼尼康蒂让他消消火 这瓶酒的价格堪比一辆豪车 奥利巴潜尝一口 果然味道没有让他失望 但下一秒他却放下了酒杯 抢过玉井手中的酒瓶 然后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这十万一瓶的顶级红酒瞬间碎裂 睡了别人女朋友会有多惨 任牙自从睡了玛利亚就被奥利巴一直针对 破防的奥利巴帮任牙洗了个热水澡 最近监狱有一个传言 说凯巴尔和奥利巴能离开监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 而任牙则是纯靠实力走出去的 听到这话 奥利巴有些不悦 他询问监狱长自己是否要正面走出监狱 让别人见识一下 为了维护自己在监狱的地位 奥利巴接受了任牙的挑战 并决定给总统激邀请函 在监狱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赛事 并向全世界的人们转播 美国最强男人与史上最强的少年范马任牙对决 以这个噱头把转播权卖给有线电视 监狱还能趁机大赚一笔 随后奥利巴来到了女友的房间 向玛利亚倾诉着自己的心里话 曾经的玛利亚美若天仙 可生病后却吃了无数的药物 副作用让她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失去美貌的玛利亚没有任何动摇 依旧跟以前一样高傲 不受约束 连尊严都没受一丝影响 可玛利亚却说自己只是无耻罢 她让奥利巴来到自己身边 宣泄完心中压抑许久的情绪 奥利巴来到了任牙面前 把两周后举行比赛的消息告诉了她 但任牙却说奥利巴年纪大脑子不够用了 她只是想痛快地打一场 和时间 地点 观众都没有关系 奥利巴认为任牙被手指靠束缚 并没有资格和自己对战 可就在这时 任牙却突然出招 一脚将奥利巴踢得单膝跪地 随后又是一套连招 奥利巴被打得晕头转向 嘴角也渗出了鲜血 此时的她终于醒悟 面对冲过来的任牙 奥利巴一巴掌将气拍到了隔壁的房间 这场决战现在正式开始 破碎的西服竟然再次立在了身后 看奥利巴拿出了真正实力 任牙当即就将手臂拖旧 把背在后面的手拿到了前面 然后收紧腋下 阻断了通往动脉的血流 少了血液的手指会逐渐变息 任牙就是用这个方法拿掉了手指靠 虽然两人只有一墙之格 但他们已经进入彼此的空间了 任牙率先出拳攻向了奥利巴 可这一拳却被奥利巴防住 只见她猛吸一口气 抓住任牙的手臂 就将气从隔壁的房间拉了过来 随后奥利巴抓住了任牙的手脚 把她的身体从上到下不停地甩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奥利巴才放开了任牙 然后冲过去抱住她 一连撞穿了三座牢房 紧接着 奥利巴又把任牙扔到了铁门上 然后一拳就砸了过去 把任牙连同铁门一起打飞了出去 这就是米国最强格斗士的实力 奥利巴一跃而下跳到了任牙面前 站在原地等任牙起身 任牙在起身的瞬间 对着奥利巴就是一记扫堂腿 但结果小腿却被对方抓住 于是她便用另一条腿疯狂踢向奥利巴 可面前的这个男人好像感受不到疼痛一样 奥利巴命令狱警退后 随后右手用力一甩 任牙就狠狠被摔在地上 砸出了一个深达30公分的大坑 躺在地上的任牙一时开始模糊 她找到了五年前和父亲勇次郎对战时的感觉 那种无力感竟让任牙很怀念 任牙的鬼脑觉醒了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融化 变成了比水更丝滑的液体向四周扩散 下一秒 任牙竟突然从地上弹了起来 而被她压着的水泥地上 汉字看起来就像一张鬼脸 任牙同时觉醒了鬼背与鬼脑 这时的她让狱警不禁想起了剑圣公本五脏 感受到任牙实力的变化 奥利巴脸上也浮现出了凝重的神情 奥利巴只走了一步就倒在了地上 通过高速摄像机他们才知道 从任牙出拳到奥利巴倒地时间 仅仅只过了一秒 恢复意识的奥利巴这时想起了某本书上曾提到过 人的意识会延迟0.5秒 在移动时 讯号会提早0.5秒传到大猫 而身体流淌着泛马家血脉的韧牙 出拳却只需要0.2秒 但奥利巴却并不惧怕任牙的这一技能 在任牙鬼脑和鬼被同时觉醒后 她的速度已经突破了人类的反应极限 只用了0.2秒便击倒了奥利巴 面对如此强敌 奥利巴也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绝招 蜷缩着身体团成了一个球 任牙见状不甘示弱 当即就用跳后踢尝试攻击 但下一秒她却被弹了出去 原来奥利巴经过不断的训练 已经可以随意控制肌肉的大小 收缩身体的任何部位 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任牙的攻击就是被肌肉的反作用力弹开的 这时任牙忽然想起来 之前的搞红叶也使用过这种招式 但由于二人的肌肉质量天差地别 所以施展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面对奥利巴的绝对防御 任牙决定是一式之前用过的钢体术 人们在做出劈砍的动作时 身体的数十个关节会同时运作 它们将变成缓充电或者减震器 这也是攻击变弱的原因 但如果能让每个关节都变得非常坚硬 攻击力就会成倍的提升 任牙冲上前用钢体术给奥利巴来了一拳 结果对方却毫发无伤 在任牙愣神之际 奥利巴抓住了她的手 然后缓缓展开自己的身体 任牙被奥利巴吞进了体内 连在外面仅剩的一只手都没有放过 等任牙出来时 她已经虚弱地倒在地上 看起来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解除防御的奥利巴来到任牙面前 只要她亲口认输求饶 自己就可以饶她一命 但任牙却并没有这么做 表示二人必须死一个才算战斗结束 见任牙还在打嘴炮 奥利巴气地跳过去就给了她两脚 然后张开身体再次将任牙吞了进去 任牙这货不讲武德 竟然把手指插进了奥利巴的鼻孔 吃痛的奥利巴一拳将任牙打飞出去 鲜血不断从她的鼻腔中流出来 奥利巴这次彻底目了 可任牙却向她表示自己不会再用花招了 她要堂堂正正地用护欧击败奥利巴 听到这话 奥利巴不禁笑出了声 任牙这个比自己轻一百公斤的少年 根本不可能用力量正面击败自己 就在这时 上方的牢房突然传出了一道声音 是前重量级冠军麦克 他想要阻止任牙愚蠢的行为 因为任牙这种重量级选手正面对上奥利巴 毫无疑问就是自寻死路 但任牙却没有听从她的劝告 任牙朝奥利巴缓缓走去 此时已经没有人与规则可以阻止他们 这一场地球诞生以来最精彩的拳斗正式展开 二人的拳头同时击中对方的面门 强大的冲击让双方身体都弯曲 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场内的呼欧还在继续 而监狱外这时却飞来了成群的秃鹰 等待战斗结束后享用美味的食物 此时的任牙舍弃了一切技巧 脑中只有打败奥利巴这一个信念 他用自己的拳头把奥利巴打得节节败退 直至将其打得背靠墙壁 任牙用自己的拳头打破了墙壁 抬起头时 他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阻拦自己了 可当他恢复意识才发现 面前仍然耸立着一面他无法跨越的高墙 与此同时 玛利亚房间内的玫瑰掉落 他意识到奥利巴可能陷入了危险之中 于是他便循着声音找了过来 在得知奥利巴输给了任牙 玛利亚并没有责骂他 临走时 奥利巴让狱警联系监狱长 他有事要向所有囚犯宣布 把监狱所有人都召集到了外面后 奥利巴宣布自己败给了任牙 他现在已经不是监狱中最强的人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奥利巴决定让任牙在监狱中消失 监狱长本想推托一下 就这样 任牙骑着单车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为了让他不乱跑 奥利巴还特意派了一架直升机 护送他前往机场 而另一边 尚未把任牙打败奥利巴的消息 告诉了永次郎 他认为任牙已经是永次郎 目前在地球上最具威胁性的对手了 无论巨熊还是小型恐龙 任牙现在应该都能轻松解决 在不远的将来 大孝子任牙即将向永次郎发起挑战 可突然尚未再次开口 询问永次郎能否打败面前的霸王龙 与此同时 米国科罗拉多州的某处废弃物工厂内 开采队在地底701公尺深处 发现了19000万年前形成的一面透明眼笔 里面呈现的景象赫然是一名原始人 正在猎杀霸王龙 万众期待的范马人牙皮可偏终于来了 狩猎霸王龙的最强原始人 对上最强生物永次郎 二人第一次见面竟然打了个55开 在米国的某处矿场内 一只开采队意外发现了一个冰封的人类 更离谱的是 这家伙的动作好像正在猎杀霸王龙 面对如此重大发现 科学家们全都激动万分 但在没搞清楚状况之前 他们还不能公开发表这一发现 以免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 这是旁边的科学家提议复活原始人 毕竟他们曾经提取过2亿5000万年前的海水 并用培养敏浆里面的微生物全部复活 这个原始人也一定在等待理想环境的到来 他们将原始人命名为皮可 在其身上插满了各种仪器 实验室的温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但皮可在溶液中泡了91天后 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 科学家以为实验会以失败告终 他索性返回屋子开始摆烂 可突然他有种吃肉的冲动 于是这家伙利用植物之变 打开了存放霸王龙尸体的冷冻室 决定当第一个吃霸王龙肉的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烹饪肉排的味道顺着走廊 飘到了存放皮可的实验室中 闻到熟悉的味道 皮可缓缓睁开了眼睛 就在科学家享受这史无前例的美食时 长眠两亿年的皮可竟然从容器中做了起来 现代的景象对他来说十分陌生 和记忆里的环境天差地别 皮可唯一认得的只有气味 他顺着味道找到了科学家 见到皮可竟然被复活 他脑中闪过了无数想法 只凭借手中的美工刀百分百会被顺杀 恰好抽屉中放着一把手枪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皮可伸手抓起了肉排 连嚼都没嚼就咽了下去 随后他把目光放在了科学家身上 俯身闻了一下 然后毫不犹豫地就准备离开 科学家大受打击 自己竟然连当食物的资格都没有 他一个想不开就拉开了抽屉 拿出枪准备吓唬皮可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察觉到危险的皮可竟然瞬间转过了身体 露出了一副野兽的表情 快速朝科学家走去 科学家企图开枪劝退皮可 可没想到下一秒 愤怒的皮可用手丢出了子弹 将科学家的右肩当场打穿 然后抓住他的身体来回摇晃 好像是在提什么要求一样 为了保住小命 科学家只能逃进存放霸王龙的冷冻室 可皮可这时却追了上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冷冻室的门正好被打开 皮可闻到霸王龙的味道 竟然静止走了进去 然后发出了兴奋的怒吼声 趁此机会 科学家关上了冷冻室的铁门 与此同时 警方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准备对冷冻室进行突袭 到时候可能放弃将皮可活捉的打算 但老头却不认为这些人会成功 劝他们立刻申请出动军队 因为皮可的凶猛程度远超猛兽 甚至都可以比喻成金刚 正说话之际 皮可打破墙壁就冲了出来 以极快的速度跑向了警车 愤怒的皮可开始大杀四方 等到军队赶到现场 看到的只剩满地狼藉 他们决定用最新研发的兵器来对付皮可 但科学家却告诉军官 皮可是全人类的质保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比一国总统还要贵重的存在 碍于老头的身份 军官也只好答应将其捕获 这台战斗机甲驾驶员 在过去的两年半中 一直驾驶着他做日常生活的一切 双手几乎已经无所不能 可以轻易将树头狮子驯服 原始人和现代科技的第一战即将打响 面对机甲的进攻 皮可丝毫没有聚色 直接一拳砸了上去 防弹装甲被其一拳打破 驾驶员为了活命 已经顾不上捕获皮可的命令 启动钻头向皮可的脖子疯狂钻动 但皮可只是微微用力 机甲的手臂就被扯断 众人看皮可这么生猛 当即就向上级发起了球员 坦克 武职 特种部队 由四面八方向研究所靠拢 可指挥官却让他们停在了远处 然后他步行走向了皮可 路上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 因为他内心对皮可 生出了一种超乎尊敬的情感 皮可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毫无敌意的清澈眼神 指挥官伸出手与皮可进行交流 他想把对方送到日本 从侏罗纪时期复活的原始人 来到现代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传宗接代 而这个女记者就是她的目标 皮可的野心本能让他在直播镜头下 对着女记者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心满意足过后 他竟然倒头呼呼大睡 丝毫不在意周围鹤枪实弹的士兵 科学家猜测 在一年以上的侏罗纪与白厄纪的恐龙时代 地球受到了巨大陨石的冲击 气温瞬间降到了零下270摄氏度 所以一切生物才全部被冻住 皮可和霸王龙的战斗也同样如此 机场事件持续发酵 人们想要军方惩罚并交出皮可 于是便在基地门口游行示威 就在这时 地表最强生物犯马勇次郎缓缓走了过来 下一秒士兵竟然开始呼呼 甚至不断用拳头打自己的脸 而勇次郎则是静止走到了基地大门前 然后让士兵们停手 他早已看出了对方是在用苦肉计 如果几人选择逃跑或者攻击勇次郎 那他们绝对会被当场杀掉 随后勇次郎徒手劈开大门 正大光明地走了进去 与此同时 关押皮可的牢房内 许多格斗家早已潜入了进来 他们全都渴望与皮可来一场战斗 浩昂生 猎海王 独步 杰克 刚气先生 克四 还有从通风管道出来的济海王 众多顶尖高手齐聚于此 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皮可竟还在树洞中熟睡 他根本没把这些人看在眼里 随着杰克的一技重脚 皮可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但下一秒他却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萌萌放水 勇次郎这时也来到了现场 勇次郎觉得在场的人全都是些乌合之重 一旁的克思不满勇次郎的用词 刚要开口反驳 可勇次郎却转头将他教育一顿 不做计划就这样闯进来 明明欲赶到会败北 但还是嘴硬在父亲面前虚张声势 以为自己不被瞬间击杀 那就一定会有人出手帮助他 被戳破小心思的克思恼羞成梦 对着勇次郎就是一技飞脚 可等他回过神来 自己的鞋带却不知何时到了勇次郎的手中 勇次郎让里面的人闪开 自己要进去了 说吧他就把脸贴到了防弹玻璃上 对于皮可这个远古时期的顶尖战士 勇次郎早就惦记上了他 来到此处的几人都是想见识见识 能狩猎霸王龙的猛男究竟有多强 勇次郎伸出拳头与皮可碰了下 然后下一秒 皮可就有一种被远古猛兽盯上的感觉 首次交锋二人竟然打了个55开 还没等他们正式开打 军队的高层就连忙找到了勇次郎 上来就拍了一通彩红屁 然后跪地请求他离开 不要伤害皮可这个活着的世界遗产 勇次郎没有为难军官 作为交换条件 他让军方将其他八位格斗家一起送走 中国武术巅峰的猎海王对战原始人皮可 竟然被逼使出了传说中的乱拳 自从上次和勇次郎交手 皮可就再也睡不着了 他一遍遍地回忆着对方使出的武斗技 无聊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了无法解开的谜题 这让皮可感到十分开心 与此同时 猎海王正在用砖头进行日常训练 一掌下去就震碎了中间的砖头 但他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围观的刃牙看到猎海王对力量掌控如此细腻 当即就请求对方能教自己中国拳法 可猎海王却拒绝了他 因为现在的他只对原始人皮可感兴趣 这种渴望战斗的心情跟谈恋爱极其相似 猎海王想用自己传承四千年的技巧与皮可大战一场 而此时作为人类至宝的皮可正坐在一处场馆内 近一个月来除了水他没有禁食过任何东西 作为一名战士 除非是敢与他战斗的敌人 否则皮可是绝对不会捕食的 前段时间运来的猛牛 巨熊 甚至于残暴的狮子 全都在皮可的注视下落荒而逃 只有西伯利亚虎才敢向皮可发起攻击 可仅过了一个回合 皮可就成功将老虎猎杀 皮可猎杀西伯利亚虎的消息上了报纸 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们对其发出了强烈的声讨 但老头却不以为意 因为西伯利亚虎的数量还有五百头之多 而幸存下来的原始人只有皮可一人 得到这一消息 猎海王直接找到了德川 表示自己愿意做皮可的食物 换句话说 猎海王是想找皮可进行决斗 此时的皮可正毫无防备地躺在场地中央睡觉 这是他最自然的状态 只有处于食物链最顶端才会做出这种王者睡姿 但在猎海王踏入场地的瞬间 皮可竟然主动站了起来 然后第一次摆出了战斗姿态 猎海王想和对方比拼力量 可下一秒他就被皮可一巴掌打飞了数十米 意识到力量差距悬殊 猎海王决定用技巧取胜 他先是一记倒挂金都踢中了皮可的面门 紧接着用扫糖腿将其放倒 最后一记是大力尘的鞭腿正中皮可的双眼 皮可被打的眼泪不停向外流 如果是普通人承受这套连招早就已经死了 但对方可是原始人皮可 猎海王不等皮可反应过来 就又冲了上去 一套闪电六连击下来 皮可应该都脑震荡了上千次 但这家伙却和没事人一样 用双手把猎海王当场打得双膝下跪 然后张开大嘴咬上了他的肩膀 撕下一块肉就咀嚼了起来 猎海王摆脱了皮可的束缚后 他终于认清了现实 自己的拳头对皮可毫无作用 受到如此屈辱 猎海王当即就脱掉了鞋子 对他来说 鞋子就相当于拳击手套 猎海王终于要动真格的了 这种无力感让猎海王怀疑起了人生 难道传承了四千年的武术 对皮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吗 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便使出了失传已久的绝学 猎海王凭借身体本能向皮可胡乱挥拳 皮可正准备还手 但突然猎海王招式一遍 抬腿防住了对方的攻击 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 那是猎海王一直追求的最终形态 金色虚影告诉猎海王 这是专属于他的试炼 不要想着要背负四千年的重担 更不要担心该如何守护武术 只需把他交给自己的身体 跟随本能去行动 猎海王不讲武德打到了皮可的蛋蛋 然后两招将其打倒在地 难道实力强大的皮可这次要败了吗 传承四千年武术的猎海王竟然败了 甚至还沦为了原始人的食物 在猎海王打倒皮可后 众人都以为皮可败了 但看台上的科学家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在之前的研究中 他发现皮可的身体和现代人截然不同 颈椎的粗细和强度非常惊人 甚至大型野兽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在几人说话之际 皮可从地上一跃而起 身体前清白出了野兽的战斗姿态 猎海王打算用崩拳和皮可硬碰硬 可下一秒 皮可一碾压之士完败了猎海王 然后流着眼泪缓缓向起走去 接下来是他的晚餐时间 德川想制止皮可 但却被对方一巴掌扇晕了过去 随后皮可吃下了猎海王的右腿 最终被博士用药记迷晕了 等到猎海王再次醒来 他对自己欺骗了皮可感到很羞耻 明明之前都立下了输了就要被吃掉的誓言 但现在却依旧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就在这时任牙前来看望猎海王 他从德川那里听说了比赛的经过 猎海王对自己没有必死的觉悟而感到耻辱 他觉得做出的承诺就一定要去践行 这次失信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可任牙却安慰他 普通人失去身体一部分会感到痛苦 而猎海王痛苦的却是自己内心的不坚定 这正说明了他是个世间难找的优秀武术家 任牙曾经查过猎这个字 他有刚猎 中猎的意思 猎海王就是这样一个人 人们往往只注意他华丽的招式 却忽略掉了其拥有的高贵精神品质 与此同时 各个顶尖的格斗家也全都接到了 猎海王被皮可吃掉的消息 而此时的皮可早已过了麻醉时间 冲破铁门不知道跑往了哪里 他趁小混混正在放水时 抢走了对方的衣服 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这种新奇的体验让皮可非常困惑 在侏罗纪时期 他只需要战斗胜利就能获得食物 可如今他只能伪装自己才能生存下去 肚子饿了也不知道应该去哪找食物 猎海王的那几公斤肉根本不够吃 就在皮可过马路时 一辆货车不小心将他撞飞 车头都被撞出了一个人形 司机下车查看皮可的状况 皮可把货车荡成了攻击自己的敌人 随后竟然上前一击将货车打扁了 他抱住货车响来一招过肩衰 但因用力过猛 车头竟被他直接扯断了 撕开车厢外的铁皮 皮可闻到了里面飘出来的气味 原始人皮可主动挑战刃牙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连他一招都接不住 听说了皮可出逃的消息 克斯当即就召集了所有神星会的成员 打着为猎海王报仇的名号 开始全程寻找皮可的踪迹 而此时皮可闲逛到了红灯区 男人看对方人高马大 肯定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还没等他带皮可走进店内 神星会的成员就找了上来 把皮可围在了正中央 他们想把皮可带回神星会 但就在这时花山突然出现准备截胡 手下把匕首抵到了神星会高层的腰子上 想逼迫对方放弃皮可的争夺 男人趁其不备一脚将匕首踢飞 花山和皮可同时用力握住了匕首 在他们手中匕首就像玩具一般 轻轻一碰就断成了两截 皮可率先出拳将花山打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花山的手下怒不可遏 对着皮可就发起了攻击 皮可转头想离开 但神星会的人却不想放他走 男人一套组合拳下来 皮可根本就不痛不痒 反而一巴掌将他给拍晕了 谁知花山又再次站了起来 他挡在了皮可面前与其对峙 用身体硬扛下了对方的野蛮冲撞 皮可对此有些诧异 在他的眼中 花山的背后好似浮现出了恐龙虚影 这家伙的力量竟然和皮可打了个55开 不仅如此 花山竟然主动发起进攻 单纯用力量把皮可推出去了数十米 好不容易遇到了能让自己使出全力的对手 皮可瞬间就兴奋起来了 可花山却突然摸了摸他的脸 没有继续和他战斗下去 任牙拜托花山拖住皮可 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原始人 当他看到皮可的那一刻 不禁赞叹起了对方漂亮的肉体 其实任牙并没有计划好 见到皮可后应该做些什么 听完这些话 皮可竟然向任牙伸出了拳头 皮可竟然用如此短的时间就掌握了和气道 任牙体内的泛马血脉再也抑制不住 在一瞬间就突破了极限 下意识踢了皮可一脚 皮可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 于是便示意任牙跟他走 而与此同时 独步来到了道馆 他想阻止克斯的愚蠢行为 因为对于武道家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生存 除非是自己能战胜的对手 否则绝不能贸然出战 二人争执不下 只好动用武力来解决 可仅仅过了两分半 独步就被克斯打中咽喉晕了过去 等克斯赶到现场 皮可几人早就已经离开了 辛辛苦苦找了这么久 最后却给别人做了嫁衣 克斯心中的愤怒无法言表 可下一秒他竟然平静了下来 然后问了手下一个问题 克斯弯腰请求神星会的大家 希望众人能帮忙再次找到皮可 而此时的皮可则是带任牙来到了决斗场 他想向任牙发起挑战 但没想到任牙竟然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皮可这家伙不讲武德搞起了偷袭 然后在场中央跳起了庆祝胜利的舞蹈 为了不让任牙被皮可吃掉 德川赶忙让花山帮忙给他抬走 而另一边的克斯正在用大拇指绕着道场行走 他想用击败皮可来证明自己 就在这时 烈海王找到了克斯 不由分说就将其臭骂了一顿 他不相信克斯会成功替自己复仇 这种行为无异于是在送死 但克斯却表示他会用空手道与皮可一决高下 烈海王心里知道 克斯只是借着复仇的借口来向皮可发起挑战 看他心意已决 烈海王决定传授给克斯中国武术 因为空手道起源于中国的松山少林寺 后来远渡到琉球 随着不断的发展进步 最后才演变出了空手道 其发展至今不过区区五百年 烈海王想住克斯一臂之力 让中国武术和空手道结合起来 在历史上克下一笔革命的足迹 这个老头是中国武术第一人 年龄高达146岁 可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随便挥手就能打出超音速的拳头 任牙自从被皮可一脚秒杀 他就清醒了过来 自己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结果一败涂地是理所当然的 他想超越勇次郎就必须先打倒皮可 想到这儿 任牙开始用报纸训练拳头 与此同时 皮可所处的决斗场被灌满了催眠气体 好不容易才成功让其睡着 博士想见一处能关注皮可的房间 但德川却说没那个必要 因为皮可不会离开这里 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一片绿洲 只要留在这里既不会缺食物也不会缺玩伴 就连安排人手都是多此一举 在几人说话之际 皮可突然起身打了个哈欠 然后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 德川见状连忙向皮可喊话 让他在食物和玩伴来之前再休息一会儿 虽然皮可听不懂对方说的话 但通过肢体语言大致明白了德川的意思 而另一边的神星会总部内 烈海王正在和克四讨论武术 曾经二人交手时 克四的马和突拳让烈海王感到毛骨悚然 那一招是通过全身的加速 最终把力量汇聚到拳头上释放而出 对于远远流长的中国武术 烈海王能做到的也只是表演阶段 真正掌握这一招的恐怕这世上只有一个人 经过克四的不断研究 他发现鞭子挥舞出去 尖端的速度竟然能超越音速 在那一瞬间周围会出现不断扩大的冲击波 搞清楚了原理 克四准备利用全身关节加速来达到超音速的效果 克四并不认为这种程度的攻击就能打败皮克 他想利用灌手加头部的重量 让这一招达到完美 听到这些话 烈海王终于明白了克四被称作最终兵器的原因 曾经有一个日本人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 与多名武术家切磋却未尝一败 此人就是余地独步 他归国后从马戏团买回了一个孩子 担心其有超越自身才能 于是便花重金将其收入门下 这离谱的传闻让克四笑出了声 如果独步对他不严厉的话 那他的生活肯定会轻松许多 烈海王认为克四的超音速灌手已经大成 但突然出现的笑声却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这老头就是中华武术界的第一人 年龄高达146岁的郭海皇 他对那种招式被灌以完美很是不屑 随后他让烈海王拿着一颗鸡蛋 准备亲自演示一下什么叫做完美 郭海皇让克四使用好肩部以下的关节就行 虽然关节的数量不多 但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只要想象手臂是由无数关节组成 那就可以轻松达到超音速 克四在道馆尝试了许多次 最终全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他不相信想象会战胜现实 突然克四想到了世间万物 他们的身体样貌和构造全都是为了生存 是一种对生的执念 所以才会产生惊人的进化 想通了关键点 克四犹如醍醐灌顶 成功将身体想象成了由无数关节组成 在远处训练的刃牙都感知到了这强大的一拳 但他并没有前去查看 而是摆好战斗姿态 用鬼脑模拟出了霸王龙 准备将这位史前霸主作为自己的训练对象 超越音速的拳头伤害能有多高 这一拳把匹克当场打跪 但作为代价 克四的拳头也瞬间粉碎性骨折 就在刚刚 克四主动向匹克发起了挑战 德川则是将这场战斗定在了早上六点 在东京巨蛋的球场内举行 他的母亲也特意过来鼓励克四 并且邀请来了他的亲生母亲 十五年前独步去马戏团拜访 年仅五岁的克四天才倒让他震惊 后来因为一次意外 克四的父亲不幸死在了狮子手中 自那以后独步便接走了他 将其作为养子抚养长大 克四并没有恨他的亲生母亲 他知道对方是为了他能有更好的生活 在克四前往比赛场地的路上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克四踏进场地的瞬间 他发现神星会的五万五千人 竟然全都坐在了观众席 用空手道的方式为他加油打气 众人的声音犹如巨大的冲击波 为克四注入无穷的力量 烈海王与郭海皇也同样出现在了人群之中 与皮可刚照面 克四就用出了闪电五连边 全都打在了皮可的要害上 皮可刚想还手 面对克四的攻击 皮可竟然露出了一脸玩味的笑容 然后一脚将克四踹飞了数十米 虽然克四成功进行了防御 但身体还是受了重伤 见他竟然还能站起来 皮可脸上的笑意顿时就消失了 他把克四从游戏的对象升级成了食物 在遥远的侏罗纪时期 只有主动向其攻击的强敌 皮可才会把对方当成猎物 弱肉强食被他当成唯一的准则 面对克四 皮可终于摆出了战斗姿态 看台上的刃牙猛然发现 皮可现在的姿势竟然和勇刺狼一样 反观克四则是软啪啪地站在原地 随着二人的距离不断拉近 克四这一拳正中皮可的小腹 将其打得当场归底 在这一九千万年以来 皮可终于感受到了熟悉的痛感 即便是他也承受不住马赫及速度的攻击 但作为代价 克四的左拳已经粉碎性骨折 缓过来的皮可向克四发起反击 可迎接他的却是突破身体极限的克四 他以左脚和右手为代价 再次将皮可打倒在地 但下一秒 克四的身体也支撑不住了 博士给大家解释 他是因为打破了硬币才会变成这样 拿一架加速中的飞机举例 正常他会受到空气的阻力 如果时速超过1225公里就会突破硬币 连金属制成的飞机都无法承受这种巨大负担 克四粉碎的拳头就是打破空气壁的后果 但这用双手和左脚换来的优势 皮可却仅用两分半就恢复了巅峰状态 脸上也重新露出了效应 现代的武术家确实很强 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但皮可曾经的敌人都是史前的恐龙 随便拉出来一个就有15吨的重量 他们的攻击肯定不会比不到100公斤的克四弱 就在这时 皮可准备用打败猎海王的招数解决战斗 现场众人认为克四已经到了极限 但这家伙还有终极杀招没有用出来 克四将手臂无法弯曲的骨头想象成了鞭子 然后将其用力朝皮可抽了过去 这一击将皮可打飞了数十米 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原来鞭子能产生马赫级的速度 是因为他到达最高速度的瞬间 尖端会突然改变方向反弹回来 克四就是利用这一特性才使出超音速的绝招 但人的手臂并不是鞭子 克四的右臂血肉模糊 里面的白骨都露了出来 克四缓缓走向皮可 见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他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 现场的观众也全都为他欢呼庆祝 郭海皇都不禁开口夸赞 克四在短短数日之内就让拳法进步了50年 就在他鞠躬答谢众人时 躺在地上的皮可却突然翻了个身 随后竟然打起了呼噜 台上的博士告诉德川和任牙 皮可只是在休息而已 因为这场战斗如果发生在侏罗纪时期 重伤的克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皮可只需要睡一觉 静静等着对方停止呼吸就行 想到这样一个强敌即将死去 皮可不自觉流下了眼泪 克四知道这场战斗是自己败了 但被地球诞生以来的最强者认可 克四虽败犹容 他终于在这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 究竟是什么样的强敌 能让任牙如此疯狂 就在刚刚 克四挑战原始人皮可 用出超音速权都没能战胜对方 而作为最终赢家 皮可当场就咬下了克四的右臂 对此克四并没有任何怨言 因为在来之前他就做好了当食物的准备 皮可缓缓走向昏迷的克四 见状德川赶忙命令手下拿枪营救 但独步这时却挡在了德川面前 让他不要阻止皮可的行为 如果克四因别人的插手而违反约定 那这肯定会成为他一辈子的耻辱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皮可并没有吃掉克四 而是将手臂放在了他的面前 然后双手合十开始跪地祈祷 原本应该是战利品的东西 这一次却成为了有人赠予的礼物 在遥远的侏罗纪时期 皮可面对恐龙这种强敌 把他们当成食物并不会有任何顾虑 击败对手还能让他产生自豪感 但面前的克四是个没有爪牙和毒液的弱者 可是他的攻击却无比猛烈 皮可知道克四一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为了表达自己对他的认可 皮可第一次选择了空腹而归 虽然没有饱餐一顿 但他的身体依旧充满了莫名的满足感 而原本坐满全场的五万多观众 此时全都自发地跪坐在了地上 看到重伤的克四 任牙对其绽放的崇高武道精神感到敬佩 而作为父亲的独步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 另一边返回地下的皮可正在不断嘶吼 好像在对失去一个好对手感到惋惜 第二天克四从医院苏醒 烈海王对其取得的战果十分嫉妒 可克四却说这并非他一人的功劳 如果没有烈海王和郭海皇的帮助 他永远都无法到达那种武术境界 这场比赛是终日合作的结果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任牙捧着玫瑰前来看望克四 他把花瓣握在掌心用力捏碎 挤出的液体均匀抹在手心 然后把手放在了克四的脸颊上 与此同时 永次郎只是在街上闲逛 可周围人见到他全都不自觉停下了脚步 这就好比一只年幼的黑斑铃突然遇到猎豹 能做的只有站在原地等死 与永次郎擦肩而过的瞬间 他们这些普通人的细胞会在身体之前先做出反应 这时独步找到了永次郎 邀请他去酒吧喝一杯 因为永次郎上次臭骂了克四一顿 所以他才会开始改变 独步向永次郎表达了感谢 可永次郎却说独步对克四太过溺爱 否则他的成绩绝不会止步于此 随后永次郎向酒保要了一瓶好酒 酒保问他要怎么喝 70度的威士忌 永次郎仰头就一饮而尽 然后缓缓掏出火柴点了一根烟 用他恐怖的肺活量瞬间就抽完了 永次郎感觉皮可的复活绝非偶然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 任何三十万分之一概率以下的诗 都可以被当作零 皮可复活的概率仅仅只有三百八十万分之一 二人一致认为这背后肯定另有原因 而此时的任牙在地下室中刻苦训练 他想用鬼脑创造出皮可来与自己战斗 但最终全都以失败告终 即使他亲眼见过皮可的身姿 也无法将其凭借想象还原出来 遇到了这样的好对手 任牙简直嗨到不行 就在这时 猎海王找到了任牙 他和克四全都没能让皮可拿出真本事 接下来就交给任牙了 听到自己即将和皮可交手 任牙兴奋到浑身颤抖 列海王想让任牙明天去找德川 定一下和皮可战斗的日期 但任牙却等不了那么久 明天一早他就要和皮可大战一场 可让众人都没想到的是 此时已经有一个不速之客找到了皮可 这绝对是现代最牛逼的战斗方式 皮可和杰克牙齿碰撞的瞬间 二人仿佛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就在任牙想找皮可决斗时 杰克却先一步来到了地下 脱掉上衣就要和他大干一场 见到有新玩具上门 皮可也满心欢喜 杰克率先发起攻击 一记重拳将皮可打退了数拟 看到他口中的这对拳齿 杰克瞬间就来了兴趣 准备用自己的牙齿和对方碰一碰 他的咬力已经进化到了 能直接将椰子咬破的程度 而皮可能用牙齿将恐龙的铠甲咬穿 想必这场比拼牙口的战斗一定会很精彩 通过杰克的肢体语言 皮可也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但一阵比拼过后 皮可竟把杰克硬声声举了起来 皮可咬下了杰克的半张脸皮 经过咀嚼后直接吞入了腹中 而受重伤的杰克这时却笑了起来 趁着皮可靠近 杰克一记上勾拳狠狠砸在了皮可的下巴上 将其整个人都打飞了出去 但这种触感让杰克感觉很奇怪 曾经他打过无数个下巴 竟然没有一人和皮可相同 仿佛这家伙的下巴就有200公斤重 这一拳完全没能撼动皮可的头部 甚至大脑都没能微微晃动一下 皮可摆出了击倒猎海王的战斗姿态 然后猛然向杰克扑了过去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 杰克竟然选择正面硬钢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皮可竟然被杰克抛了出去 原来杰克的身体经过兴奋剂的加持 早就已经非同凡人了 杰克再次跳到场内 对着皮可就是一顿输出 他已经把所有道路全部封闭 现在人生只有不断变强这一个追求 为此杰克每天都在疯狂特训 不惜摄取各种药物 甚至去做骨延长手术 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是为了变强 杰克竟然把皮可的耳朵咬下来了一只 然后吐给了对方 皮可望着手上的耳朵 他感受到了来自杰克的羞辱 骨子里的兽性也彻底被激发了出来 杰克本想乘胜追击 但对方一步未动就躲过了他的攻击 杰克不知道皮可是如何做到的 可围观的几人却清楚看到了这离谱的操作 原来在他攻向皮可的瞬间 皮可快速向后躲避 然后将栅栏当作弹簧使用 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在白厄纪时期 皮可就是凭借这一招来狩猎强大的霸王龙 想通了这些 杰克认为自己要是能战胜皮可 那面对远古的恐龙也能轻松取胜 这几下差点把杰克的头骨打碎 见对手失去了战斗力 皮可又在场内跳起了庆祝胜利的舞蹈 然后他为即将失去杰克这个好对手 留下了遗憾的泪水 就在皮可准备享用食物时 他突然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还没等任牙出手阻止 皮可就连连后退 放弃了杰克这个食物 因为在他年幼时期 曾经捕获了一些毒蜂 虽然刚入口时的甜味充满了口腔 但下一秒 剧烈的冲击就从他的口中爆开 这种感受不是疼痛一词能够形容的 强烈的灼热感让皮可痛不欲生 甚至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在他看来 现在的杰克就像一只毒蜂 即使瀕临死亡也必定还留了一手 皮可宁愿饿肚子都不愿触碰杰克 但德川却不信邪 非要上前证明一下杰克已经没有威胁了 如果碰杰克的人是皮可的话 恐怕那两根中指现在已经穿透了他的双耳 甚至将脊髓都切断了 捷克挑战皮可 最终却被对方打到医院进行治疗 德川不理解杰克为什么昏绝后还能发起攻击 听到这个疑问 医生给他们讲了一个在战争中发生过的故事 某国士兵准备处死敌国士兵 可被俘虏的士兵队长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如果他被斩首后能抱着自己的头从部下面前跑过去 那对方就要释放这些士兵 在场中人不相信这离谱的事情会发生 但没想到士兵队长被处决好 竟然真的抱着头跑了起来 杰克一定是时刻都在思考 在自己被击倒后应该如何继续战斗 将这个想法刻入了自己的每个细胞 在几人说话之间 苏醒的杰克竟然再度找上了匹克 在被杰克的闪电舞连边打过 匹克竟然转身逃了 杰克这个杀布型的男人让他产生了恐惧 曾经那些敌人死后就没有了任何危险 而杰克这家伙却做到了反自然的警察 就像人们会惧怕不免 面对无法解释的东西也不敢去靠近 匹克逃出场馆来到了失望 但杰克依旧紧追不死 这种行为让匹克体内的骄傲之火被瞬间点燃 随后转身向杰克发现了攻击 犯马杰克一天战败了两回 再次被送到了早上的医院 德川和博士让他适可而止 但杰克却果断起身逃出了攻击 想继续去找匹克战斗 因为他认为除非是自己认输 否则自己就绝不可能是失败者 可任牙却在半路拦住了杰克 在他失去意识的时候 匹克小心翼翼地将其扛到了天台 然后拿出绳子 企图把他作为15把捧起来 由于二人的实力差距巨大 匹克始终都没有把杰克当作天人 与此同时 任牙与匹克正在竞技场内面对面中 德川询问勇次郎对这场战斗怎么看 能与任牙55开的三位高手都全部派人 并且匹克还没有拿出真正实力 勇次郎告诉德川 任牙身上有那三人都不具备的东西 那就是范马家的纯正血脉 而杰克身上的范马之血十分稀薄 拜北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任牙和匹克的战斗是命运牙的 这场比赛的最后成家被死 他就会出手将其吃掉 任牙想等待匹克肚子 然后把自己当作食物吃掉 但这个问题博士已经解决了 他让人把霸王龙肉推到了竞技场外 匹克拿到了食物 当即就开始大快躲一起来 看任牙站在自己面前 他还贴心地想和任牙一起分享 二人吃饱喝足 匹克竟然直接睡了过去 看上去竟然没有了任何战斗欲望 见到这一幕 任牙缓缓起身向匹克走过去 伸出右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脸蛋 这挑衅行为瞬间就让匹克放了 可任牙却感到十分开心 这是匹克第一次不是在为食物战斗 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骄傲 变牙做好了所有的战斗准 然后率先对匹克发起了冰击 他跳到匹克的背上扼住了对冰击 为摆脱任牙的术 匹克借助炸了几岩的血 带着任牙从几十米的高空缩 二人落地的瞬间 激起了把脸颜色 等到浓烟散去 他们却依旧保持着战力姿态 拥有贩马血脉的任牙有多天才 人家还在学习普通动物的象形犬食 任牙就已经能自创出古代恐龙的犬法了 任牙终于和匹克展开了正面对决 二人从高空摔下后 匹克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而任牙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的五脏六腑都被强烈地冲击绞成了一团 上升的横格膜把肺都压扁了 从喉咙涌出的鲜血被任牙咽了下去 他的双膝就像支撑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现在极度渴望躺在地上 对面的匹克看穿了任牙已经身受重伤 看似对方是一副好战的姿态 可实际上却痛得恨不得满地打滚 看匹克没有攻击的动作 任牙满脸的不理解 但下一秒 匹克竟然跪了下来 他后悔把自己的玩具玩坏了 想双手合十祈祷任牙能恢复原样 匹克后退了几步 然后向任牙猛然出拳 可拳头却停在了任牙脸前 他用拳头轻轻触碰任牙的头部 这一幕仿佛是大人和小孩子玩闹一般 受到如此屈辱 任牙的大脑开始不断分泌出脑肺 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 任牙缓缓走上了高台 再次从上面一跃而下 等到烟雾散去 任牙终于开口了 匹克感到十分困惑 明明任牙已经身受重伤 为什么还要让身体徒增更严重的伤害 还没等他想明白 任牙就上前挥出了自己的拳头 然后跳起来又是一脚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匹克竟突然摔在了地上 他起身想靠近任牙 但只走出两步半就再次倒了下去 烈海王解释 普通的攻击无法对匹克超人般的肉体造成伤害 更无法撼动他的大脑 意识到这一点的任牙转换了方式 只对匹克的皮肤进行打击 用摩擦使皮肤震动起来 从而影响到大脑 这三次攻击下来 皮肯的大脑产生了超高速震动 导致其丧失了正常的机能 在皮肯眼中自己应该还是站立的 但下一秒他却发现地面竟然竖了起来 这恐怖的技能让皮肯有些站立 甚至认为任牙是一名能自由操控地面的妖术师 不过他并没有转身逃跑 而是选择直面任牙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技能恢复过来 任牙再次改变了战斗方式 然后晃晃悠悠地朝皮肯走了过去 皮肯露出了一副痛苦的表情 在他的后背赫然出现了一个巴掌印 这是对全人类都有效的鞭打击 他需要将全身肌肉放松到极致 让身体的每一寸都脱离到极限 用完全松弛的状态来增加手脚的重量 这一招针对的器官是皮肤 无论是婴儿还是壮汗 被击打受到的疼痛感都是相同的 在地球生存过的几百万种生物中 从来都没出现过 用鞭子将皮肤作为目标的生物 如果非要举个例子 那就只有女人达尔光与其有相似之处 随着任牙的不断进攻 皮克竟然首次摆出了防御姿态 被刺伤自尊的皮克 下一秒直接匍匐在地上 准备使出秒杀猎海王的那一招 但任牙却不慌不忙地伸出手 摆出了虎形拳的架势 紧接着又用出了鹰爪拳 螳螂拳 圆拳 熊掌拳 可这些象形拳并不会对皮克造成威胁 皮克彻底懵了 他竟然在任牙的身上 感知到了自己曾经最强大的对手 但这才仅仅只是个开始 眼前的任牙仿佛成为了无敌的存在 在皮克眼中 任牙竟然将三种史前霸主融为了一体 皮克这个原始人可太惨了 短短几天的时间 竟然连续被爆了三次蛋蛋 皮克痛得当场倒地打起了滚 就在刚刚 任牙使出了恐龙拳 并且还将三种拳法融为了一体 对着皮克就发起了攻击 他的双手宛如霸王龙的牙齿 狠狠咬住了皮克的右手 用格斗技将其摔在了地上 随后任牙乘胜追击 正面向皮克发起了冲撞 而这一次皮克却没有愣在原地 他借助后方的栅栏开始蓄力 这个姿势和短跑比赛时运动员一样 都是借助某种东西来让实力更上一层 皮克与地面达成完全水平 然后如同炮弹一般冲向任牙 在远古时期 皮克借助树木和岩石的力量 用这一招能正面硬钢数十吨重的恐龙 比起之前和猎海王对战 皮克的这次冲撞威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任牙竟然放松身体打算正面迎击皮克 本以为胜负马上就会见分晓 可下一秒 皮克竟然被任牙借力打力抛飞了出去 重重砸到了上方的看台上 随后任牙竟然大庭广众之下放起了水 听到这话 皮克怒不可遏地跳了下来 身体缓过来的任牙决定不玩那些小把星 而是作为人类和皮克好好打一架 话音刚落 皮克就一拳将任牙砸倒在地 然后对着他的头部又是一脚 虽然任牙防住了这些攻击 但皮克紧接着的一技上勾拳 竟然直接让任牙原地起飞 这恐怖的怪力让他想起了奥利巴 如果他们二人比拼力量 那场面一定会很好看吧 而作为力量性的花山 那家伙肯定也会和皮克拼正面 还有地表最强人类勇次郎 两个人的战斗姿势都一模一样 他们之间的比拼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任牙没有多想 因为他现在只想击败眼前的皮克 让自己增强实力 能够早日与勇次郎正面对决 这18年来 他每天都在为了胜利而训练 渴望有一天能打败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勇次郎 为自己四年前死去的母亲报仇 他一直在追逐对方的背影 所以皮克发起的攻击 他才能轻松躲过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任牙的躲避距离也变得越来越短 不断让其接近极限 他的动作仿佛是在翩翩起舞 皮克再次朝任牙发起攻击 但下一秒 他竟然离奇地穿过任牙的身体 此时看台上的猎海王一脸震惊 他不禁怀疑自己的师父郭海皇 能不能做出这些动作 在皮克狂风骤雨般的攻势中 任牙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然后把手伸到了皮克的胯下 之前的两次激战中 皮克已经被抱过了两次坤 可这次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开始满地打滚 德川有些不解 就那两个小东西能对皮克造成如此大的疼痛吗 猎海王解释 淡淡其实是一种内脏器官 与心脏以及大脑一样脆弱 其他器官都被肌肉或者骨骼保护 不容易正面受到伤害 但昆昆就不一样了 他只有外面的一层皮肤保护 假如心脏也只有一层皮肤包裹 那战斗时就会成为致命的弱点 皮克强忍疼痛站了起来 他现在对任牙已经恨之入骨了 范马家族的血脉有多强 院牙利用格斗技打得皮克落荒而逃 明明这样就能将对方给耗死 但他却非要握紧双拳和皮克比拼力量 在一瞬间战斗就分出了胜负 皮克经过爆弹之痛后 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最终形态 他身上的长条伤疤是侏罗纪十七流下的 那是皮克在霸王龙口中逃生的证明 在将关节重新组合后 皮克的完全战斗体型才彻底显现出来 任牙意识到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面对皮克的进攻 任牙被横着打出了数十米 皮克想进行追击 但没想到任牙竟然一跃而起 用双脚挡住了皮克的拳头 皮克的全力一击竟然没将任牙打飞 虽然没有和皮克一样的体魄 但任牙却拥有格斗技 那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技巧 无论皮克如何攻击 任牙全都用格斗技术挡了下来 获得顿悟的任牙之事突然发现 皮克的身后竟然出现了无数的恐龙身影 甚至猎海王三人也在其中 他们全都是支撑皮克走到现在的朋友 面对皮克的最强一击 任牙开始思索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是将皮克投掷出去 还是切入皮克身边近身搏斗 任牙根据皮克的动作伺机而动 听从身体做出最自然的反应 由于皮克一直在专注攻击 不知不觉间忽略了身体的防御 所以任牙才能把他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在侏罗纪时期 皮克利用技巧不知猎杀了多少恐龙 而在任牙面前 他这个最强的男人却被打得节节后退 为了躲避任牙的攻击 皮克利用木板达成了超高速的移动 而任牙则是穷追不舍 一直贴在皮克面前 面对唾手可得的胜利 任牙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握紧双拳来到了皮克面前 想和对方用力量一决胜负 但结果可想而知 比赛终于落下了帷幕 皮克默默坐在原地 脸上没有丝毫获胜的喜悦 过了许久他才缓缓站起身 朝着地下竞技场的外面走去 到了晚上 任牙在大厦的顶楼找到了皮克 他知道对方是在欣赏远古时期的美景 与此同时 范马永次郎来到了白宫 按照惯例 每届米国总统就任时 都要向他宣誓地界友好关系 并承诺不干涉他的一切事情 办完了证事 总统把一块煤炭放到了茶几上 他想见识 见识永次郎那笔核武器还要强的实力 对于原始人皮克的去留 专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并向全球十亿人开启了投票 但最终以一千多票的微小差距 人们决定将皮克送回岩石层 但厚重的铁门根本关不住皮克 他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了博士和上尉 万众瞩目的任牙父子大战片终于来了 地表最强的称号最终会花落谁家呢 身为永次郎的女人 任牙的母亲也是一个狠角色 小时候为了保护弱小的任牙不被杀掉 他主动赴死成为了永次郎的对手 在与皮克大战后 神医号红叶帮任牙做了的全面检查 然后就让他回去等候检查结果 可等到晚上 号红叶看到任牙的脑部图片大吃一惊 连忙喊来了国内最顶尖的脑科专家早墨 询问他对此有什么看法 原来任牙的大脑与常人不同 他的褶皱形似一副恶魔面孔 早墨猜测鬼脑主人的个性肯定和恶魔一样 而此时的某处公园内 突然涌现出了一大群老鼠 其背后的原因只是由于任牙从那里经过 与此同时 烧江还在房内回想着小阿里被任牙击败后的表情 曾经看那张帅气并且无比自信的脸 在那一瞬间彻底崩坏 烧江对他只有同情 随后紧紧抱住了对方 直到他的衣服被泪水完全打湿 小阿里这才恢复了原状 向烧江表达感谢后 他好奇对方为什么要抱自己 而且还抱得那么温柔 充满热情 对此烧江也解释不清 虽然二人不是恋爱关系 但也可以有爱的行为 换句话说 烧江是想给小阿里母爱 听到这话小阿里也彻底明白 自己不仅在战斗中输给了任牙 在恋爱中同样也输得一塌糊涂 他甚至连成为失败者的资格都没有 小阿里只能默默离开 将自己的那份爱永远埋藏在心里 到了第二天 烧江当出门就遇到了任牙 二人结伴而行 还是烧江率先打破了僵局 他询问任牙为什么不问问 自己最近过得怎么样 任牙听话照做 而烧江却傲娇地回了一句幸福着呢 就这样 二人再次重归于好 可到学校没多久 任牙就又被不长眼的小混混盯上了 他们想让任牙乖乖把钱包交出来 否则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任牙的身体竟然散发出了光芒 据现场的小混混描述 当时他感觉拿在手中的刀在不停缩小 直至变成了如同钥匙炼般的无用存在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声音从小巷外传来 消灭了任牙想动手的欲望 间接救下了这两个小混混 放二人离开后 利古川带着任牙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他意识到史上最伟大的父子之战即将打响 可任牙却说这只是父子间的闹别扭而已 经历了这么多 他不明白自己对永次郎的感情真的是憎恨吗 杀了对方就是为母亲复仇了吗 原来任牙母亲曾经嫁入过世界级大富豪的家族 本来是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然而突然有一天 他遇上了地表最强的男人 在看到别人重伤甚至被终结生命 他竟然无比渴望再见到这种景象 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残念性被永次郎一眼就看穿了 于是永次郎便闯进了大富豪的家族 杀光所有人后将其带走当老婆 想让他为自己生个儿子 任牙的日常以及训练都是他一手操办 他想将任牙养育成最顶尖的格斗家 而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永次郎的爱 对任牙这个儿子毫不在乎 只是把他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罢了 永次郎想要任牙能强大到与自己一战 如果这个女人不能把任牙训练到让他满意 那二人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丝关系 为了得到永次郎的爱 他找上了任牙 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断殴打这个亲生儿子 任牙询问母亲 如果自己能击败永次郎的话 那你会爱我吗 这直击灵魂的话语让他的母亲不知如何回答 在任牙挑战永次郎失败后 他亲眼目睹了永次郎抱住母亲 然后猛然用力将其杀死 利谷川不知道那些泪水到底是为何而流 然而任牙却告诉他 那是母亲的愿望达成的满足泪水 但任牙自己的人生还没有圆满 在利谷川的责骂下 任牙淡定地喝了一口咖啡 随后告诉对方 自己在被永次郎打中头部后 脑中仿佛听到了天使的话语 因为永次郎那时候想对他下杀手 可母亲却在这时站了出来 一拳狠狠打在了永次郎的脸上 然后挺起胸膛说由自己来当他的对手 而挡在永次郎面前就意味着向他宣战 是母亲用生命救下了任牙 想到此处的任牙T4横流 因为母亲的那番话他才能不断变强 直到现在拥有了可以挑战永次郎的资格 作为地表最强的男人 永次郎的实力究竟能有多强 任牙只是用鬼脑模拟出永次郎 与其交手的瞬间 产生的巨大冲击让整个东京都震了好几下 民众还以为发生了地震 但实际上这只是任牙被打进墙里所引起的反应 闲来无事的永次郎这天找上了监狱里的奥利巴 在二人交谈中 奥利巴询问永次郎对任牙与皮克的对决有什么看法 听到这话 永次郎却表示 弱者将强者逼入绝境 并且迫使其使出了格斗技这样的武器 这结果当然是弱者取得了胜利 奥利巴摆好姿态向永次郎挥拳 但下一秒他就被带着拳套的永次郎一击打飞 狠狠砸到了输架里 拳击并不是奥利巴的强项 于是二人双手抓在了一起 决定通过比高低来决出胜负 头部位置所处海拔更高的那个人便是最终的胜利者 这一刻奥利巴的头部海拔为1105.8米 而永次郎则是1106.3米 永次郎不出意料地获得了这次力量对决的胜利 与此同时 德川老头找来了刚上任的首相 想用300公斤的钞票拜托他一件事情 那就是让国家默许任牙和永次郎的战斗 在防卫大臣的口中他们才知道 泛马永次郎曾经袭击过前几代首相的官邸 并且在事发之前他还发布了袭击预告 整整100名机动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 结果却被对方轻而易举地突破了 米国与永次郎还单独签署了一份友好条约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万力家 只靠手腕就能做到任何事 从远距离使用狙击枪也不能击杀他 全世界都渴望与永次郎联手 因为这个男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武器 假如有人天生就能拥有永次郎的万力 那么就一定会走上那条地表最强之路 与此同时 史崔登上位正在军队教导学员 他找了一个学过职业拳击的人上场 命令对方使用权力杀死自己 但他刚上前就被史崔登暴击 当场失去了战斗力 其余学员接连上场 结果全都被史崔登用各种招式击败 在教育了这些菜鸟后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一小勺火药放到匕首上 然后用圆球将气扣住 小铁锤砸下的瞬间 火药便轰得一声炸开 匕首当场就被炸成两截 他把火药装进自己的手套以及鞋子里 全副武装过后便准备去与勇次郎对战 因为想维持二人之间友好的关系 史崔登需要一年去杀他一次 不用理会公平与否 只需要想办法要了勇次郎的命就可以 刀具 枪械 炸药 甚至核武器都可以使用 就在史崔登热身之际 勇次郎却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史崔登被吓得后退竖拟 然后向勇次郎开始放狠话 还没等他说完 勇次郎就突然笑了起来 这种话在前两年他已经听力了 这一击打的史崔登措手不及 勇次郎认为他违背了诺言 还没开打便放弃了获胜的念头 可史崔登却没有承认 他笃定自己装满火药的拳头和靴子 只要能打中勇次郎 对方就一定会输掉决斗 但当头盔落地的瞬间 他身上的防护就全部被打破 看到这一幕史崔登真破防了 而另一边任牙来到地下室面对着墙壁 用鬼脑努力模拟出了勇次郎当对手 摆好战斗姿态的勇次郎率先出手 任牙举拳赢了上去 二人接触的瞬间 整个东京都发生了剧烈震动 误以为发生了三级地震 家里的狗都被吓尿了 这一次碰撞以任牙被砸进墙里拉下了帷幕 等到第二天 勇次郎来到了德川家中 询问对方有没有按时做健康诊断 听到勇次郎关心自己 德川有些不敢置信 范麻勇次郎这杀人不眨眼的识人魔镜 能说出这种话 老爷子勃然大怒 对勇次郎就大声斥责起来 但下一秒他却没有了声音 然后开始大口吐血 跌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幕正好被送查的仆人看到 勇次郎临走时让女人找医生救治德川 原来勇次郎不止专精于格斗 在不知不觉中他获得了一项特殊能力 能对进入视野中的任何人辨认出其弱点 上到微小癌细胞 吓到嘴里的取齿 勇次郎都能将其映入眼中 这种能力远超现代的科技和顶尖医生 所以他才能在经历过这么多战斗后依然未尝一败 而此时的忠心拳击馆内 失去一条腿的烈海王主动上门 想让对方指导他成为选手 剑教练有点担心自己的断腿 烈海王当即就露了一手 这个男人身为拳击冠军 在烈海王的手中竟然一招都抵挡不住 就在刚刚 拳击馆来了一群记者来采访男人 他职业生涯中的全胜战绩让众人赞不绝口 打发走了记者 男人开始了自己的日常训练 可偶然间他发现了旁边被烈海王打坏的沙袋 当即提出要和对方练一把 并且向教练保证自己不会伤害烈海王 但烈海王看到男人的一瞬间 他就想拒绝这场比试 因为对方的实力根本不能让自己用出全力 男人感觉自己被小瞧了 当即就戴上了拳套 他允许烈海王可以用踢技 可烈海王依旧在贴心地劝阻对方不要和自己打 男人有些不耐烦 让周围的学员帮烈海王戴上了拳套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在烈海王摆好战斗姿态后 一旁观战的教练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烈海王的架势一看就已经到达了登堂入室的级别 男人率先出手发起攻击 可还没等他碰到对方 他就被烈海王一击打晕失去了意识 甚至这一拳男人都没看清对方从哪边打来的 教练让烈海王好好练习正经拳击的训练 可烈海王表示胜者为王 如果自己被拳击手击倒 那他到时候就会做那些训练 即使是倒立跳舞都可以 这番话让拳击冠军深表认同 可与之相对的 烈海王现在已经和全世界的所有拳击手结下两则了 到了晚上 克斯在神星会总部独自训练 他虽然失去了右笔 但却自创出了独臂史 实力甚至更近了一步 就在他击打塑料带练习时 刃牙突然找了上来 这家伙是徒手爬上的酒楼 二人刚见面刃牙就不禁夸奖起克斯 刀刘也不会落败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要不是置身于这独臂的处境中 他也不会有全新的领悟 任牙与勇次郎的亲子大战备受瞩目 堪称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对决 虽然任牙对勇次郎已经没有恨意了 但他还是决定要打这一架 因为父子之间并不需要其他的理由 来到休息室内 任牙在克斯口中得知 烈海王打算以中国武术挑战西洋拳法 从最底层一路打上去 直到被对方击败为止 等到第二天 教练让烈海王戴上拳套 与一个重量级人物比试 这个男人三年前还是军人时 就经常从基地里跑出来练拳 在退伍后回国打了第一场比赛 拿到了九战九胜 八次击倒的战绩 教练认为无论是体重还是技术 烈海王都比不上对方 在给他戴上头盔后 比赛正式开始 看着对方魁梧的身材 烈海王明白这家伙是个人才 并且臂展也出乎意料的长 男人率先出拳将烈海王击飞 通过这次短暂的交手 在其出拳的瞬间 烈海王用头骨前步赢了上去 直接将对方的手撞骨折了 随后他举拳瞄准男人用来格挡的弓鼓 与此同时 在一家西餐厅内 史翠登将任牙想见面的消息告诉了永次郎 听到见面的理由 永次郎清清暴起 气得把手中的餐具都全部捏变形了 原来之前任牙找到史翠登 想让对方带话给永次郎 他想父子俩坐下来一起吃顿饭 可任牙和永次郎全都不是普通人 坐在一起吃饭更是天方夜谭 史翠登想到那场景都感觉浑身不自在 而任牙也知道这种事基本不可能发生 如果听到自己说的话 永次郎应该会当场爆粗口 但任牙还是坚持让史翠登带话 希望永次郎能给自己煮一回饭 任牙为了变强 竟然拜了一只蟑螂当老师 因为他能在瞬间以最高速度冲刺出去 省去了加速的时间 如果蟑螂与人类身高一样 那他的时速就能达到恐怖的270公里 人类要是按这个速度奔跑 下一秒就会当场惨死 因为二者的身体构造不同 曾经任牙目睹了蟑螂的死亡 其身体内流出了一种乳白色的液体 也就是说支撑这种恐怖速度的 并不是坚硬的肌肉纤维 而是液体 顿悟的任牙将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滩液体 然后猛然向前发力 与此同时 米国总统乘坐飞机抵达了东京 和日本首相见过面后 二人就开始聊起了 勇次郎与任牙的父子大战 他们认为任牙的力量 也已经接近国家级的水平了 众人正讨论之际 总统打断了他们的发言 然后掏出勇次郎捏碎的煤炭开始装逼 表示自己向食人魔提出了请求 对方当场便照做了 但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勇次郎就找了上来 外面的守卫已经全部被勇次郎解决 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的意识 面对这个地表最强男人 聚集在此的手脑们全都慌了 勇次郎重复了一遍米国总统刚才吹牛逼的话 然后拿起煤炭瓶 让对方把右手伸出来 总统听话赵左 只见勇次郎将瓶子握碎 随后将粉末放到了对方的手中 让他当着神的面重复一遍当初双方立下的誓约 勇次郎不想让他们插手 父子间闹别扭的小事 如果有人敢干预 那就是代表向自己家族挑衅 看事情有点不受控制 美国总统当即说出了新声 他认为任牙和勇次郎之间的冲突如同国家的战争 作为国家的高官 他们必须负起保护人民的责任 听到这话 勇次郎不屑地笑出了声 最后警告他们一次后便转身离开了 与此同时 推广界的大人物凯撒也来到了东京 他此次前来是专门找猎海王的 拳馆的众人见到凯撒全都大吃一惊 馆长刚想和对方搭话 凯撒却让他闭嘴 打量了一番猎海王 他不禁对其被阔机发出了赞叹 随后上前打算找猎海王聊几句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猎海王竟然呵斥凯撒闭嘴 如果再打扰自己训练的话就请他出去 被训斥的凯撒丝毫没有恼怒 向猎海王道歉后 他想见识一下对方的实力 听到这话 猎海王默默拿起了一个老旧拳套 但猎海王对自己并不满意 因为他选的这支是破损最严重的手套 非常容易将其破坏 可这一手把全场人都震住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真皮制成的手套是绝不会变形的 更何况是被破坏 而猎海王此时还在苛责自己没有选新拳套的勇气 甚至决定从今天起退出拳坛 凯撒不想对方离开 因为在他的眼中这是一场战争 150年的拳击与4000年的武术对决 而且赛场上还可能会遇到让其想要逃跑的怪物 听到这句话 猎海王的眼神瞬间就变了 果断答应了何凯撒前去比赛 代表4000年的中国功夫出战 在这一刻 猎海王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了起来 带着拳击管的教练坐上了前往米国的飞机 而另一边 任牙在家做好了早餐 吃饱喝足后 他突然自言自语起来 原来这家伙用鬼脑模拟出了永次郎 假装这桌子饭菜都是对方做的 然后以为曾汤太贤为由激怒了永次郎 而现实中桌子并没有被打翻 吃过老父亲做的饭菜 任牙准备去上学 但开门却发现烧姜在门外 脸色阴沉地询问他屋里是不是藏人了 为了自证清白 任牙邀请烧姜进屋随便看 但烧姜想了想还是选择相信任牙 没过多久 猎海王便跟着凯撒抵达了维加斯的豪华酒店 可来到这儿猎海王便一言不发 对这种奢华的城市 他认为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工的产物 观赏植物是假的 自有女神像 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 是僧人面相 还有金字塔全都是假的 凯撒却表示这些假货的质量全都是一流的 比那些粗猎品的真货不知好上多少倍 猎海王对此极为赞同 就像在中国武术界里也有数不清的假货 以传统之名而被继承下来的粗猎武术一样 即使等会儿要上擂台 猎海王也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而他的对手是一名237厘米高的300精壮汉 凯撒跳上擂台拿过麦克风 向观众介绍起了猎海王这位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想喝到饭马勇刺狼炮的咖啡应该怎么办 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强迫他炮 就在刚刚 史翠登将韧牙的话带给了勇次郎 听到这小子如此猖狂 勇次郎当即就离开餐厅前往韧牙的家 而此时的任牙正在泡咖啡 可突然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传来 让其头发都瞬间立了起来 他知道勇次郎即将拜访 贴心的帮老父亲也泡了一杯咖啡 等他准备完毕却发现 勇次郎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桌子前 并且他在这期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只是默默拿起咖啡一饮而尽 随后询问任牙 你小子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父子关系吗 任牙看勇次郎面色阴沉 还以为他下一秒就会掀桌子 但没想到对方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问任牙还不害怕自己 任牙也是实话实说 他无时无刻都在害怕勇次郎 恐惧 战力 仰慕 憧憬 尊敬 还有憎恶 勇次郎好奇任牙 为什么不把这种憎恶发泄出来 就像二人打架并不会确定好日期 然后按照双方都同意的规则进行 而是父子俩一起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件小事引发争吵 最终压抑在心中的憎恶才会发泄出来 勇次郎听到这番话感觉很有道理 随后突然话风一转 质问任牙给自己喝的这杯是什么破咖啡 任牙瞬间就慌了 在任牙诚恳的道歉下 勇次郎也没办法继续找茬 索性单刀直入 表示自己对家庭的和睦不感兴趣 可任牙这时却语出惊人 想让勇次郎给自己也泡杯咖啡 听到这话勇次郎真是绷不住了 想和自己亲自泡的咖啡没问题 但方法就只有一个 任牙看着被撕成四半的桌子心都要碎了 想让勇次郎赔偿的话最终也没能说出口 临走时勇次郎告诉任牙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那让自己给他做饭吃也不是不行 说罢勇次郎便摔门而去 此时的任牙不禁有些后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开门叫住了勇次郎 对方还以为任牙要让他回去泡咖啡 勇次郎压抑着心中怒火离开了这里 但他并不知道任牙实际上是想让他回来重新关一次门 在这之后不久 柴千春便在大街上拦住了任牙 单刀直入地想和对方打一架 他脱下外衣向任牙表达了歉意 然后便率先发起了攻击 面对着突发情况 任牙下意识地一拳就将其打倒 到现在他也没想明白对方为什么要和自己打架 原来之前花山找到了柴千春 命令他去找任牙打架 并且没有告诉他其中的理由 而千春也是个狠人 带着这项艰巨的任务找上了任牙 他对任牙刚才的手下留情十分愤怒 柴千春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对任牙发起进攻 但迎接他的是对方的一套组合拳 将柴千春打晕后 任牙带着满心的疑惑离开了 可等他回到家却发现 苏醒的柴千春此时正堵在门口 继续要求任牙与自己打一架 见任牙没有动手的欲望 柴千春依旧主动出击 把柴千春打倒在地后 任牙便转身回到了房间 但没过多久 柴千春就恢复了意识 起身自顾自地做起了热身运动 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 感知到对方的难缠 任牙准备出去彻底解决战斗 可就在他开门的瞬间 柴千春的拳头就狠狠砸到了他脸上 原来热身完毕的柴千春一直在门外等候 听到任牙穿鞋的声音 他这才瞅准时机出拳 将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任牙打飞 然后缓缓走到任牙面前 用双臂把对方束缚住 紧接着发力将任牙甩出了屋子 完全事业于选手的柴千春竟然开始爆打任牙 他拥有着与之技术完全不匹配的战斗力 换句话说 柴千春不屈的斗志就是他的战斗力 此刻任牙终于明白了这次战斗的意义 你知道世界上有能剪断石头的剪刀吗 那就是地表最强生物犯马勇次郎的剪刀 就在刚刚 柴千春让任牙明白了他要与其战斗的理由 但此时的柴千春明白 对自己而言 任牙就是一个大怪兽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怪兽 柴千春以为对方会轻松躲开攻击 但没想到任牙竟然没有闪躲 反倒是用下巴印接下了他的拳头 随后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但是这场战斗不会这么简单的分出胜负 因为柴千春还没有认输 在任牙出门购物的路上 柴千春再次拦在了他面前 此刻的任牙准备让对方见识一下自己的柴千春 也就是说他要像柴千春那样战斗 因为这样才会让这场战斗结束 见对方模仿自己 柴千春瞬间爆目 当即就向任牙发起了攻击 而任牙却不闪不躲 静止地用自己的头迎了上去 将柴千春的右手当场撞骨折 接下来的一脚任牙也没有闪躲 再次用头接了下来 柴千春的腿骨也因此直接断裂 面对这种怪物 拥有钢铁般精神的柴千春都有些动摇了 见柴千春右手和左腿已经不能再用 任牙提议将这场战斗结束 没必要把剩下的左手也弄坏 但柴千春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然后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让任牙用眼睛接住自己的手指试试 这一举动将两人都逼到了绝路 谁先退缩谁就是舒佳 柴千春开始回忆自己之前的战斗 他曾主动以弱对强 彻底击溃对方的自信 这便是将弱点武器化的柴千春流 可现在任牙却用这一招对付起了柴千春 在之前的战斗中 柴千春从没用过自己的强项攻击敌人的弱点 而这次他也只是想让任牙指南而退 但此时的任牙已经做好了准备 并表示戳眼是一项高等技术 面对移动中的敌人 目标的大小只有两三厘米 击中的难度相当于同时捉住两只在空中飞舞的苍蝇 这对柴千春来说根本做不到 所以任牙决定主动出击 用眼睛去戳伸直的手指 他要用自己的眼球将柴千春的手指折断 面对如此七尺大乳 柴千春也只能硬着头皮站在原地 柴千春愣在了原地 从始至终他就没想过要弄伤任牙的眼睛 他本打算在接触前的那一瞬间握拳的 但由于任牙的速度太快 柴千春还没有反应过来十手指就被折断 而任牙此时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一招他将其命名为蟑螂冲刺 任牙回到家后用冰袋敷了眼睛 虽然里面还有些红肿 但也已经离痊愈不远了 他郑重地对自己的蟑螂老师行礼表达感谢 等到第二天 勇次郎在酒店告诉了史崔登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他和任牙的战斗很快就会到来 但这谈不上是对决 充其量也就是父子间闹别扭而已 我就是要你做饭要做饭 没有饭的生活 只有料理 史崔登没想到这种话会从勇次郎的嘴里说出来 看来勇次郎真的变温柔了 可他话还没说出口 随后勇次郎把毒部叫了出来 表示自己坠入了爱河 问到对方是谁时 勇次郎竟然说是自己的儿子任牙 他已经迫不及待和对方战斗 现在不知不觉中勇次郎就会想起儿子的事 无论在做什么 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角落装着任牙 并且最近还经常会做梦 梦到任牙打败了他 但这种事情现实永远都不会发生 所以才会被称作梦 当采购食材的任牙回到家 他突然有了一种预感 那就是今晚父亲将会到来与自己吃饭 将勇次郎撕坏的桌子修好后 任牙下厨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当一切都准备完毕 勇次郎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玄关 二人相继落座 这顿最强父子间的晚餐马上就要开始 而此时任牙家周围已经站满了全副武装的防暴部队 勇次郎对此却丝毫不在意 向食物鞠躬表达感谢后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见对方遵守这样的传统 任牙有些不敢置信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一点都不了解勇次郎 就在任牙发呆之际 勇次郎突然开口训斥起了他 这种温馨的场景让任牙有些不适应 他不懂得这些礼仪 勇次郎却掌握得十分熟练 二人吃饱喝足后 勇次郎再次向食物鞠躬表达感谢 然后便安静地坐在一旁 收拾完碗筷的任牙鼓起勇气 让勇次郎今天帮忙洗碗 任牙紧张地回头查看情况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吓得汗毛倒数 他还以为勇次郎会用慈爱的拳头体罚自己 但没想到勇次郎却说来猜拳 输的人负责洗碗 任牙还以为自己能看到勇次郎洗碗的样子 但没想到勇次郎这家伙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将手指抵住任牙的拳头 随后开始用力 勇次郎你可真谢啊 对自己的儿子都耍赖皮 而任牙家门外的警察正在严密监控里面的动静 但下一秒勇次郎却突然出现 然后顺移到他们面前 看着这群在自己家周围转悠的家伙 勇次郎直接一拳打穿了防暴盾 心情不错的勇次郎没有对他们下杀手 而此时的任牙正在回想父亲刚刚对他的邀约 父子大战正式打响 勇次郎使用的鞭打疼痛感会有多强 任牙此刻深有体会 在勇次郎向任牙发起吃饭邀约后 任牙便纠结起了明天到底该穿什么衣服 最终他选择了一身休闲装 抵达酒店后由服务人员带他来到了私人房间 这里是勇次郎经常用的房间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穿着西装外套的勇次郎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后面 他训斥任牙不懂礼节 可任牙却说从小就没人教过自己这些礼节 父亲传递的信息就只有要变强这一点 自知里亏的勇次郎只能让任牙先坐下 向服务员点过了餐 这对最强父子的晚宴就正式开始了 当二人吃饱喝足后 任牙还是向勇次郎问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问题 那就是对方当初为什么要亲手杀掉自己的母亲 勇次郎让任牙注意点分寸 但任牙却说这是作为儿子的权利 听到这话勇次郎强忍怒火 将手按在了桌子上 轻轻一用力就将其震碎 但是任牙依旧不依不饶地逼问 最后竟然一把抓住了勇次郎的衣领 暴怒的勇次郎释放出的气势 让整座酒店剧烈震动 可站在地震中心的两人却窥然不动 勇次郎深吸一口气 将任牙旋转着送回了座位 这场最强的父子大战就此打响 他用任牙对自己不敬的理由转移了话题 随后头发瞬间竖起 被打飞的任牙抓住窗户才没有掉下去 面对步步逼近的勇次郎 此刻的任牙却纠结了起来 想要逃跑又想要直面父亲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提醒他 自己和勇次郎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可下一秒勇次郎却抓住了任牙的手 想要狠狠教训下这只抓了父亲脖子的手 这一巴掌的声音响彻夜空 然而打中的却是勇次郎自己的另一只手 任牙在关键时刻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勇次郎对儿子的叛逆行为十分生气 决定在这儿好好管教一下这小子 他走出房间来到外面 向用餐的客人们表达了歉意 表示自己正在教训任牙这个不孝子 可他话还没等说完 任牙就起身向勇次郎发起攻击 结果下一秒他的头就被对方握住 然后带着任牙来到落地窗前 与他一起从百米高空自由落体 这操作把任牙都看傻了 他并不认为勇次郎会选择自杀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正常人高空坠落砸到车上的生存几率基本为零 而这对最强父子砸到车上则是毫发无伤 永次郎将任牙丢在地上 任牙也是年轻睡眠好 躺在地上倒头就睡 此时永次郎也不装了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接下来就到了战斗环节 永次郎让任牙快点起来战斗 可任牙这家伙却开始撒娇 让永次郎拉自己起来 心软的永次郎听话照做 可任牙趁着父亲拉住他的时候 突然对其发起了偷袭 一巴掌狠狠扇在永次郎脸上 用左手握手本就蕴含着绝裂的意味 不仅如此任牙还明目张胆地发动气息 大庭广众下打永次郎的脸 此刻任牙的心中突然闪过不好的预感 军队拦在永次郎面前想要将其拘捕 可对方恐怖的气场让对面的士兵双腿发软 随后全都放下武器落荒而逃 大门的玻璃也在请客间被永次郎震碎 他打任牙时避开了要害 而任牙攻击竟然也特意避开了要害 作为手下留情的代价 永次郎准备再给任牙上一刻 他竟然用手捏住了儿子的脸 然后硬生生将其提在空中 任牙无论如何用力都挣脱不了永次郎的大手 只能任由对方将自己扔出去 任牙解开鞋带从地上一跃而起 将脚上的鞋子踢向永次郎 而永次郎一个歪头便轻松躲开 任牙接下来的攻击被永次郎化解 随后老父亲就再次给了他一个教训 落下的拳头停在了任牙眼前 直接用气场让其失去了意识 尽管永次郎没有以伤害对方为目标 但他毕竟是地表最强生物 这是任牙四年以来第一次承受父亲的打击 被这一脚踢中的刹那 任牙的脑中感受到自己无力的像个婴儿 自己与父亲永次郎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看到这幅景象 外面的部队开始紧急出动维护现场 而永次郎则是再次来到任牙面前 下面这招鞭打本来是女人和小孩子用的 但是此时拿来惩罚任牙最适合不过了 虽然杀伤力低 但造成的痛苦却是巨大的 任牙被这一巴掌当场打懵 随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可他的老父亲并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他 而是再次一巴掌打在了任牙腿上 直接将其痛得原地起飞 任牙那经过千锤百炼的肉体也扛不住这种疼痛 但永次郎忘记了一件事 那就是任牙也会鞭打 任牙以为自己也能听到父亲的惨叫声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彻底傻眼 永次郎体表的血管全部爆起 将鞭打的疼痛分散到了全身各处 紧咬牙齿握紧双拳 愣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只为保持自己面无表情的状态 任牙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永次郎就再次开始了自己的教育 他告诉任牙攻击要像替父母报仇那样 瞄准敌人的要害 父子大战前的热身环节已经结束 二人全部摆出战斗姿态 接下来的战斗是可以瞄准要害的攻击 永次郎让任牙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 与此同时 两架直升机抵达了酒店上空 下来的军队负责疏散附近的民众 他们都是德川用超能力派来的 老爷子让任牙全力以赴 最好将永次郎和这栋建筑一同破坏掉 原来他当当的左直拳出手的瞬间就被永次郎截住 然后将其弹飞到了墙上 永次郎看出了任牙依旧没有用权力 而自己面对这种侮辱也手下留情了 但这是他最后一次放水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犯马永次郎 竟然被任牙撞飞了 这就是他拜世蟑螂学习的最新绝技蟑螂冲刺 就在刚刚 永次郎这个大男人竟然向任牙开始撒娇 让儿子和自己认真打一架 任牙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恨不得现在上去给永次郎帮帮来两拳 但他知道这并不现实 于是便站在原地开始蓄力 将自己的身体想象成蟑螂 把大脑全部放空 用出了超越脱力的脱力 把仅存于潜意识中的肌肉纤维也全部融化 完成了彻底液化 随后通过进一步想象开始了企划 超脱力至此全部完成 此刻的任牙达成了只有蟑螂才能做到的最大出所 后面的玻璃并没有使永次郎停止后退 任牙一直将父亲顶到墙边 对他爆发出的力量 永次郎感到十分满意 可就在这时 任牙却继续发起攻击 直接将永次郎踹进了卫生间 被打飞的永次郎没有丝毫恼怒 反而有些好奇任牙是在哪学会的将肌肉纤维液化 然后再进一步放松将其变成气体 最终在一瞬间绷紧肌肉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 这种境界已经远超了他的预期 过去的无数运动员与武术家都尝试过这种脱力 可从未有人真正达到液体状态 永次郎夸奖任牙有个好师傅 随后便打破墙壁将其扔了出去 但当他想跟上去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露出了惊讶表情 酒店外此时竟然聚集起了无数观众 被永次郎打出酒店的任牙刚刚起身 背后就传来了一股恐怖的冲击力 这些吃瓜群众正在为他加油助威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新闻报道 原来电视上紧急插播了一条消息 据说希尔顿酒店内发生了父子吵架 机动队与自卫队因此将其封锁 为了吃到第一手瓜 闲来无视的人们全都火速赶往现场 并且当场用手机开启了直播 任牙对此倒是没什么感觉 他只是觉得今天家丑要外扬了 但永次郎这边就不一样了 这位地表最强的男人此刻竟然有点紧张 因为现场的这种气氛让他感觉十分陌生 他从楼上一跃而下落在了任牙对面 想终止这场战斗 可任牙却果断拒绝了父亲 他感觉永次郎是害怕在众人面前出手丢脸 听到这话永次郎瞬间暴怒 趁对方愣神之际 任牙率先出手 对着父亲就是一套迅猛果决的三连技 随后跳回了原地 由于他的速度太快 围观的群众只能听见音爆声 此时的永次郎想起了自己曾经教过任牙 任何斗争都无法仅靠一方单独终止 所以这场父子大战在众人的围观下再次开始 事到如今任牙已经别无选择 他只能将自己的身体再次融化 把意识完全化成水 用蟑螂飞扑冲向永次郎 可刚刚还能将永次郎撞飞的技能现在却失效了 完全不能撼动对方分毫 因为同样的招式永次郎不会吃第二次亏 任牙被老爹一巴掌拍飞了十多年 周围的吃瓜群众为二人让开了场地 只见永次郎向任牙缓缓走了过去 捂着脸的任牙突然爆起 眼含热泪地朝永次郎发起攻击 但迎接他的却是老父亲沉重的爱 此时永次郎的梦想终于成真 他所爱的儿子已经被完全养成 虽然任牙鼻血止不住向下流 但他依旧选择起身继续战斗 众所周知 在任牙这部动漫中只要头没掉就都是小伤 只要拥有强大的斗志 那么这些格斗家就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 把身体出血的地方完全止住 可无论任牙怎么攻击 永次郎都会恰到好处地抵挡下来 二人就这样陷入了僵持 在永次郎眼中 他现在就是在和儿子快乐地玩耍 目前任牙展现出的实力 毋庸置疑是继承了泛马一族的血脉 突然任牙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那个让他领悟一九千万年前力量的好朋友已经来了 任牙当即举起双手 准备让他瞧瞧自己现在的实力 随后对着地面狠狠踩下 用出了从皮可那里领悟的三角龙拳 任牙的三角龙拳对上地表最强生物泛马永次郎 最后到底谁会是最终灵家呢 就在刚刚 任牙用出了之前与皮可对战领悟出来的三角龙拳 用能量凝聚成的庞然大物把永次郎都看待了 脸上平淡的神情早已消失不见 任牙的这一招激发了永次郎心中久违的战役 随着任牙的身体逐渐消失 站在其面前的已经是一头真正的三角龙 永次郎时常会幻想与古代的恐龙交手 现如今他的儿子终于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永次郎缓缓举起自己的双手 以完全的战斗姿态迎接任牙的冲撞 只见一头高速奔跑的三角龙狠狠撞向永次郎 将其身体不停地向后推 二人角力时不小心撞到了后面的汽车 可他们的脚步却没有丝毫停止 以至于把汽车都掀翻了过去 虽然任牙是在模仿恐龙 但他的力量却得到了几何倍的加强 不仅能推动一百多公斤的永次郎 就连地上的瀝青都被踩碎了 见识到这最原始的力量 永次郎感到十分的欣喜 此时在两人的上空 皮克正以他8.0的势力观看这场大战 而永次郎这时告诉任牙 所谓的向行拳就是完成对目标的模仿 但那说到底不过是模仿大了 他准备传授给儿子向行拳的理想形态 随后永次郎一番操作过后 将双手缓缓抬到空中 永次郎双手向下狠狠用力 把衣服完全震碎后 他身体后面的鬼背完全显露了出来 顿时爆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 变身过程中甚至还有冲击波向四周扩散 而此时的任牙也终于发现了永次郎在模仿什么 此时的永次郎模仿的正是自己 他想不出来有什么生物能比自己更强 犯马永次郎的形态就是终极形态 变身后的永次郎开始主动攻击 向着虚空中打出了一拳 紧接着看不见的压力就从空中飞过来 然后精准地击中了任牙 永次郎只是在亲自表演自己的攻击 世上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向行拳了 但是任牙却指出向行拳的形态重点并不在外表 如果永次郎不清楚的话自己可以交给他 就这样 二人的大战再次打响 永次郎差一点点就碰到了地面 像这样倒地他都不知道多久没有过了 在场的其他人见状也全都大吃一惊 不清楚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再次起身的永次郎表示 虽然之前他已经承认了任牙是世间最精良的玩具 但没想到这小子还藏了一招 原来刚才任牙用0.2秒时间击中了永次郎 可大脑从处理到做出动作需要0.5秒 作为击倒自己的奖励 永次郎决定摸一摸任牙的头 听到这话 任牙却无意识流下了眼泪 这种父子间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过去的18年里任牙从来没有体验过 如今永次郎却在打架期间提了出来 即使这是陷阱任牙也不在乎 他只想体验一下被父亲摸头的父爱 可就在即将被摸头的瞬间 任牙突然闪身躲到了一边 他还是做不到在父子对决的时候 把弱点暴露给对方 可下一秒永次郎还是把父爱强行给了任牙 在电光火时间任牙就被永次郎狠狠抱住 不管怎么挣扎都完全动弹不得 永次郎将手缓缓放到了任牙的头上 这一颗少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眼中的泪水 玩够了的永次郎一把将任牙甩飞出去 不知道转了多少个两圈半 任牙这才平稳落地 但接下来迎接他的则是永次郎的全力一脚 可怜的任牙整个人都被踢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摔在了地上 还没等任牙站起来 永次郎就用脚将他的头抬起来 对着他的下巴又是狠狠一脚 即使任牙在空中也没有逃离永次郎的魔爪 他上前对着任牙又是狠狠一技之拳 短短一瞬间承受了永次郎三次攻击 任牙痛苦地瘫倒在地 他通过疼痛切实感受到了老父亲给他的教育 这场战斗永次郎玩得很开心 现在是时候彻底结束任牙了 可突然一股气息出现在了永次郎身后 原始人皮克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战役 想跑过来插手这场父子大战 永次郎很早之前就想跟皮克交手了 但二人还没等开打 地上的任牙就突然爆气打向皮克 锦衣拳就将皮克的虎牙都打掉了一颗 面对任牙的攻击 皮克瞬间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可此时的任牙却远比皮克更加愤怒 周身都在散发着恐怖气息 虽然生活在白恶纪的皮克听不懂任牙在说些什么 但他也明白对方是在斥责自己 在远古时期的自然界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别人正在打架时禁止插手 皮克那能将原始之铠咬裂的牙都被任牙打掉 他自信心有些受挫 只能走到一旁默默蹲在原地 继续观看这场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 永次郎与任牙的战斗再次开始 这次永次郎率先出手 用刚才任牙打倒他的招式将其击倒 原来永次郎已经预料到自己儿子的迎击方向 解释完毕 他对着任牙狠狠踢去 可这一脚却被对方神奇地躲开了 见状永次郎再次出手 结果任牙却又一次躲了过去 永次郎这一脚踢中的只有附近的空气 当烟尘散去 任牙淡定地站在永次郎面前 并且双手全部插入了兜里 看到这一幕 永次郎缓缓向任牙走去 边走边将双手也插进了兜里 这表示他接受了任牙的挑战 接下来他们要比拼的是预知能力 用着拼速度的拔拳赛一决胜负 就像历史上剑豪之间的对决一样 又或是过去枪手之间的决斗一样 在0.5秒内拔出拳头 出拳速度快的人就是最后赢家 泛马一族究竟有多牛逼 从永次郎父亲那一辈就是无敌的存在 一千吨的弹药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甚至让米国指挥官都申请使用原子弹 画面先回到任牙与永次郎的父子大战 二人约定举行一场拔拳赛 谁的出拳速度快谁就是赢家 以两人为中心的空气都被扭曲 任牙目不转睛地盯着永次郎 可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 永次郎却突然放松 向任牙提出由自己来倒数 在5秒钟之后两人开始出拳 还没等任牙答应下来 永次郎就自顾自地数了起来 随着他的手指一个个弯下 任牙抓住机会迅速出手 通过身体下沉来拔出自己的拳头 而永次郎不愧是罪屑的家伙 他根本没用插在兜里的拳头攻击 反倒是挥出了倒计时的拳头 一拳狠狠砸在了任牙的脸上 与此同时任牙也发起了反击 模仿猛虎撕咬中恶部的秘籍 狠狠对永次郎来了一记西装 随后抱住永次郎的手臂 将其狠狠压在地上 这一招名为虎王 是一种古老的作战技术 占据上风的任牙并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压制犯马永次郎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下一秒无法动弹的永次郎 却将右手举起 然后握紧拳头狠狠砸向地面 把手臂埋在了利青下面 任牙被这一拳狠狠打飞 周围观战的奥利巴和独步都不禁感叹 除了犯马永次郎 应该没人能做出这操作 被打倒的任牙亮枪着站起身 他竟然被永次郎的这一招吓尿了裤子 可这并不影响他向父亲发起攻击 任牙上前一脚踢向永次郎 虽然攻击没有命中 但身上的热水还是淋到了永次郎 在空中的任牙没有落地 反倒是旋转身体再次踢向永次郎 但下一秒永次郎却再次给任牙上了一刻 只用腰便完成了回旋踢 同时还摆出了文明世界的叶问敦 任牙也不甘示弱 在落地时也摆出了跟永次郎一样的姿势 永次郎对任牙的战斗表现很是满意 于是他决定要唤醒任牙体内沉睡的贩马之血 把鬼背之力彻底觉醒后 永次郎拿出了真正实力 还贴心地提醒任牙不要被自己打死了 这一拳让任牙下意识伸出双臂防御 可结果还是被整个人都打上了天 狠狠撞到了远处的汽车上 任牙双脚刚刚落地 永次郎的攻击就再次袭来 直接将任牙打得失去意识 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内 一支探险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面浮雕 上面正是开着鬼背的贩马一族 并且正在被各种各样的兵器围攻 这意味着对方的战斗力已经远超了人类范畴 而此时鬼背拳开的永次郎还在不断攻击任牙 恐怖的力量将整辆汽车都全部摧毁 永次郎的每一拳都用出了全力 不把任牙的贩马之血打觉醒 他就绝不会停手 这时任牙终于后知后觉 他现在与之战斗的可是足以让国家恐惧的怪物 即使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绝对无法战胜对方 在永次郎的不断攻击下 任牙的鬼脑终于启动 被衣服遮挡住的鬼背也显露了出来 他能使出的招式已经全都用过了 永次郎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任牙 询问对方是否还要继续战斗 就在任牙准备弃拳的时候 面前的永次郎却突然瞪大了双眼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不远处竟然出现了一个虚影 他就是永次郎的父亲 任牙的爷爷范马永一郎 永一郎告诉任牙 他相信对方是可以战胜永次郎的 一旁的德川看到这一幕无比震惊 随后他缓缓说出了永一郎的辉煌事迹 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冲绳战役 米国对一座孤岛使用了超过1000吨的弹药 而目标仅仅只有犯马永一郎一个人 海上是箭炮的轰击 上空是飞机的炸弹 整座岛都被攻击改变了之后 那个男人却依旧毫发无伤 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破损 于是米国的指挥官向麦克阿瑟元帅 永次郎左顾右盼 最终确认他老爸已经消失不见 此时他想起了永一郎曾经最得意的招式 于是便准备使出来让人牙见识一下 犯马永一郎的成名绝技礼服到底有多牛逼 看起来只是单纯地将人当成双截棍来甩 但其中蕴含的伤害却是极其恐怖的 就在刚刚 永次郎看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老父亲 他们这对父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但永一郎却有让永次郎都十分钦佩的一招 并以父亲感到骄傲自豪 说罢永次郎便一脚将任牙踢到半空 独步还以为永次郎要将任牙当成双截棍耍 但事实上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随着永次郎甩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任牙体内的血液不断上涌汇集在头部 脸上的蹊跷成了血液的排出口 映入眼中的景象全部染成了一片红色 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巨大能量 围观的群众不得不迅速逃离 方圆百米之内瞬间就成为了无人区 永次郎将任牙荡成双截棍不停地甩动 最后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件较为任牙的半透明礼服 不知过了多久 永次郎终于停止了自己挥动的双手 而此时的任牙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气 可永次郎却不打算就此停手 他对任牙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在自己的攻击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永次郎将任牙作为武器将整辆货车打翻 然后继续将儿子的身体甩动起来 向着前方的货车狠狠砸了过去 想要唤醒犯马一族的血脉之力 这是任牙必须要经历的考验 在这一次次的生死边缘徘徊 任牙体内的犯马血脉正在逐渐觉醒 虽然永次郎把他当作武器攻击 但任牙总能将危险完美应对 身体的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二人的双手紧紧握住 感觉下一秒他们都可以一起去散步了 然而任牙这时却说有件礼物要送给老爸 永次郎看到手中的东西大吃一惊 在他使出全力的时候 任牙还能从容不迫做了个娃娃 此刻这场父子大战才终于要到达高潮 觉醒犯马血脉的任牙首战即将打响 永次郎率先发起进攻 但迎接他的却是任牙的一脚 随后狠狠一拳将永次郎打飞出去 二者的情况突然来了的惊天大反转 从永次郎不断暴打任牙 变成了任牙不断暴打永次郎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间永次郎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顶点 脚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道路 所以他才踏出脚步寻找自己的道 在永次郎的眼中 天下无敌也是一种悲剧 当强大到超越极限时 那人生中的光变会被夺走 财富 名声 地位对他来说唾手可得 此时终于出现了可以暴打自己坤坤的男人 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儿子 面对任牙的挑衅 永次郎的战役不断攀升 可他的攻击却再次被任牙躲了过去 犯马永次郎这个无敌的男人终于被打倒了 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恼羞成梦 任牙让永次郎感到十分满意 甚至觉得做父亲是一件幸福的事 此时的任牙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犯马之子的身份 随后向永次郎再次发起攻击 一拳就轻松将永次郎打飞了竖女 他的头发也跟父亲一样全部竖起来 觉醒犯马血脉的任牙终于能打发永次郎的无聊时间了 就在二人废话连天之际 一旁观战的烧将突然站了出来 在他眼中 这场所谓的地表最强父子大战简直无聊透点 才刚打上一拳就啰里啰嗦一通 踢上两脚后就又开始你浓我浓的 在稍僵的逼迫之下 父子二人的大战再次开启 永次郎全力挥拳打向任牙 而任牙一个翻身就闪了过去 随后他更是用一根手指便轻易化解了永次郎的攻击 在空中旋转的永次郎再次向任牙踢出一脚 这恐怖的威力让任牙脚下的地面都瞬间裂开 二人越打越兴奋 任牙甚至用出了猎海王的招式 用脚趾抓住永次郎的头发向地面狠狠砸下 可永次郎猛然一个侧身 使任牙整个人都悬在了半空中 趁此机会 永次郎狠狠狠一脚踢向任牙 但这一招还是被任牙躲了过去 甚至用双臂夹住了永次郎攻击的腿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狠狠甩飞了出去 任牙由于惯性跌跌撞撞地冲向远方 足足出去了数十米才终于站稳 这是永次郎来到烧将面前 对这位让任牙变强的女人 永次郎竟然低头向其表达了感谢 随后父子之间的大战再度开启 虽然二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但是却没有波及到烧将分毫 他们意识到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场激烈的肉搏战持续了数个小时 双方的耐力都极其惊人 场外的观众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二人 期待着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 任牙从地上一跃而起 用双脚锁住了永次郎的脖子 可永次郎却没有出手反击 而是任由任牙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此时两人就像是一对普通父子 永次郎带着任牙缓缓向前走去 任牙头一回触摸到父亲的头 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任牙从永次郎的身上跳下 用双手紧紧锁住对方的腹部 然后猛地发力将永次郎砸到了地上 可永次郎却依旧面无表情 他刚站起身 任牙就再次发起进攻 狠狠一拳轰在永次郎的头上 但无论任牙怎样攻击 永次郎都站在原地默默承受 这一招将任牙的双耳贯穿 不禁让他想起了自己母亲被永次郎干掉的画面 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拉下了帷幕 永次郎在此刻决定将自己的地表最强称号让给任牙 就在不久前 任牙还被永次郎贯穿了双耳 随后永次郎的双手再次袭来 将任牙的脸都打遍了心 虽然任牙听不到永次郎在说些什么 但他却能看到 父亲将自己的手握成了拳头 意思是让他听从身体自然出拳 将防御彻底忘却 精神拳集中在如何出拳上面 这一刻父子二人脚下的地面猛然碎裂 地表最强的护殴正式开始 不用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只进行最原始力量的比拼 任牙和永次郎都全力向对方的面门挥拳 这已经不能被称为武术或者格斗技了 就在二人打斗期间 突然有个人从群众里走了出来 然后双膝跪地痛哭流涕 向永次郎献上了最崇高的敬意 而这对地表最强父子的护殴仍在继续 双方都没有后退半步 围观的吃瓜群众不自觉间越来越靠近二人 想近距离亲眼见证这场战斗的结果 场内父子二人都在尽可能探索 有效角度的极限挥拳 双脚也在努力寻找有效的着地点 这一场父子大战通过直播传向了全国各地 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杰克羡慕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耐久力 此刻永次郎竟然不再反击 他手掌摊平张开双臂 静静地站在原地迎接韧牙的攻击 而这时的韧牙已经失去了思考 他只是凭借身体本能在不断挥拳 突然永次郎一把抱住了韧牙 迫使其停下了攻击 永次郎用杀掉韧牙母亲的方式击败了韧牙 受到如此重创 韧牙终于倒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他脸上的骨头几乎全部骨折裂开 耳内的骨膜也被贯穿 身上的肋骨断了六根 可以说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 哪怕是大脑和内脏都有好几处损伤 这场地表最强父子大战以韧牙被击败拉下为幕 就在永次郎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原来刚刚任牙再次发起了攻击 用想象出的虚影对永次郎的侧脸来了一记飞涕 任牙的身体虽然已经无法动弹 但是他凭借意志于想象力幻化出了一道虚影 面对任牙的攻击 永次郎没有丝毫闪躲 只是在默默地感受任牙向自己传递的信息 下一秒永次郎竟然开始原地做饭 将手中的豆腐切成数块 随后在砧板上将葱切碎 放进锅里不停地搅拌 两秒半后 一碗热乎乎的豆腐味增汤就做好了 虽然任牙听不见永次郎在说什么 但他却明白父亲的意思 于是父子二人开始了这顿史无前例的空气夜宵 他们无需对话就能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 任牙看着面前的味增汤 拿起筷子品尝了一口 他夸赞永次郎的厨艺还不错 但就是做得稍微有些闲 永次郎拉不下面子承认错误 于是任牙便把汤递给父亲 让他自己尝一尝 听到这话任牙当场就掀翻了桌子 见状永次郎急忙去接住空中的碗筷 可下一秒这些东西却突然消失 这时任牙表示永次郎的面子保住了 永次郎也察觉到了儿子的用意 潇洒承认了为增汤做的事有些嫌 自己刚才确实说谎了 任牙观察到了永次郎心中的动摇 所以他才通过先桌子保住了父亲的面子 曾经永次郎站在弱小民众面前 下定决心要替他们与那些强者对抗 无所谓正义和邪恶 干掉了那些威胁平民的士兵 后来永次郎闯进了米国总统的府邸 逼着对方与自己签订了友好条约 刚才那些跪地祈祷的人 便是之前永次郎救过的弱者 而现在任牙竟然让他这个地表最强生物 站到了厨房里 这已经足以证明任牙的实力 永次郎在此刻决定 将自己的地表最强称号让给任牙 新的一代地表最强出现 见证这一幕的吃瓜群众全都热血沸腾 可任牙却听不到众人的欢呼声 他默默从地上站起来后 表示永次郎曾经说过 从高处向下看对手的人才是胜利者 刚才自己躺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而永次郎则是低头看了他一眼 在那时候自己就已经被杀死了 顿时现场再次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这位新的地表最强刚上来 就发表了自己的败北宣言 地表最强的称号又再次回到了永次郎的头上 此时德川站出来宣布胜负一分 看完了这场父子大战 老爷子的绝症竟然神奇地痊愈了 在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过后 任牙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可从数十米高的台阶上自由落体 他竟然都无聊到开始打哈欠 这样没有战斗的日子 他一天都不想过下去了 就在任牙琢磨要和谁去打一架时 在另一个国度 一位身高超过两米 体重140公斤的王者及格斗家出现了 这个男人叫阿特拉斯 一直拿金腰带拿到了手软 甚至对金腰带产生了厌烦情绪 虽然这让人听着有点装逼的意思 但人家是有实力在装 这家伙在中重量级比赛达到了王者的程度 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以轻松KO对方 久而久之 阿特拉斯已不想再拿金腰带了 因为他想要获得地表最强的称号 所以他直接去了日本 想挑战任牙这个格斗王者 阿特拉斯先是找到了德川 表达了自己想要挑战任牙的意图 双方经过一番交流 德川联系到了任牙 帮阿特拉斯约了一场无规则的格斗比赛 没过多久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阿特拉斯看到任牙的第一眼满是不屑 就这个1米67 70公斤的小娃娃也配最强称号 但下一秒阿特拉斯就流出了冷汗 因为此时他面前的任牙赫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一瞬间这个280斤的猛男突然感到了恐惧 阿特拉斯率先出手 先用高踢腿尾攻 随后才打出了充满力量的隐蔽直拳 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一拳K任牙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些差距 就在阿特拉斯以为自己可以打倒对方时 任牙却轻松躲开了他的攻击 然后双手抓住阿特拉斯的头 再接着这个280斤的猛男就失去意识倒地不起了 从躲避到还击 再到对方倒地 练牙打败阿特拉斯只用了3秒 与此同时 在日本东京634米高的晴空塔下 还有一个深达366米的地下建筑群 这个秘密连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都不知道 可见德川老头的恐怖实力 就在二人到达这个壮观的基地时 总理大臣被吓得大惊失色 不禁开口询问德川老爷子 您这是要在这干什么 听到这话德川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说出了他的目的 那就是创造出一个人类 德川将总理大臣带进了地下实验室 映入眼帘的试剧穿着盔甲的武士木乃衣 大臣好奇地问德川这是什么 德川回答道 这句诗还就是400多年前的剑声 公本五脏 听到这话总理大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身体甚至都有些瑟瑟发动 德川表示他们的研究小组 已经在约翰博士的带领下 成功在公本五脏的体内提取到了DNA 总理大臣赶忙开口反对这项计划 因为在国际上是禁止制造克隆人的 德川听到这话突然笑出了声 在活生生的武脏大人面前 这些话你是怎么说出口的呢 1986年的夏天 年轻的约翰便已经有了切开霸王龙击鼓 然后去观察内部的想法 只不过所有的研究室和博物馆都拒绝让他做这个实验 直到2005年约翰发表了一篇关于克隆的论文 在论文发表的四天后 有个日本人拜访约翰 一开始约翰准备拒绝对方的要求 可对方为了招揽他 竟然开出了天价工资 就这样约翰被金钱所击倒 跟随男人来到东京的一处府邸 德川老爷子正在里面等着他 二人见面直接步入正体 德川直接告诉约翰自己想要制造人类 他已经拿到了剑圣公本五脏的遗体 公本五脏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武士 同时也是以二刀流文明的剑客 在那个时代 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是最强的象征 约翰被德川说的计划所吸引 于是便来到了晴空塔的地下 这里的实验设施 规模和水准 外界无论哪里都比不上 当约翰看到公本五脏的遗体后 他瞬间就喜极而泣 钱不钱都无所谓了 请立刻马上让我复活公本五脏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让那位大人重新站在这个世界上了 即使背叛神明也在所不惜 而另一边的任牙依旧在房间不断训练 浩金力气厚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突然一阵强力的心跳声传入他的耳中 刃牙当场就被惊呆了 因为那股心跳声实在太过强大 并且与自己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如果让你拥有将死者复生的能力 那么你会去复活谁呢 自从格斗家们观战了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后 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生出了落差感 独臂的克思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单手作战也越来越熟练 与色川的切磋中差点就取下了对方的手机 实力进步至快 就连这位和气道宗师都赞不绝口 武神独步一把年纪了也不服输 现在每天都坚持在瀑布下修炼 本部以藏则是返回到了深山修炼 浩昂昂生每天都要把沙袋打破 红叶更是连医生都不当了 天天在健身房里撸铁 杰克也一直在增加药量 至于猎海王的情况色川就不太知道了 因为在父子大战的时候 这家伙跑去美国参加拳击比赛了 在监狱养尊处优的奥利巴 都主动承担起了最重的劳动 什么改变都没有的 大概也只有硬汉花山了 其实武道家们同一时间开始特训 是因为他们拥有对危机来临的预知能力 预感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即将出现 训练完的刃牙甚至直接听见了 那个存在的心跳声 在取出宫本五脏击鼓部分后 约翰也进入到了克隆最关键的阶段 他小心翼翼地操控仪器 先将卵子中的细胞核取出 然后把提供者的细胞核移植进去 在约翰的操作下 宫本五脏的受精卵终于完成了 经过十个月的培养 宫本五脏的身体已经迅速成长到了32岁 是时候让他分娩了 随着约翰的一生令下 宫本被从仪器中放了出来 在这同一时间 所有的武道家们都开始了打哈欠 怎么回事 之前最大重量的仰卧推举和权力冲刺都打起了哈欠 到底是为什么会感到无聊呢 冲击瀑布域的毒部也无聊到开始打哈欠 而杰克这次打算继续做增高手术 将自己的身体再次拉长30厘米 到时候一定可以俯视所有人 包括自己的弟弟任牙 这次手术会对人体造成剧烈的疼痛 可杰克在此过程中还是没忍住打起了哈欠 与此同时 柴千春也在吐槽花山 因为自从自己坐到老大的旁边 他就一直在打哈欠 如果我让你感到很无聊 那你出去不就好了 为了让小弟从自闭中走出来 花山解释在前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个人用手枪对准了他 然后一直吹自己有多厉害 花山让他瞄准点不要射偏 随后静止走向了对方 边打哈欠边抓住了那人的手 稍微用点力就把枪捏碎了 在这边的晴空塔下 日本史上最强的武士公本五脏复活了 经过检查 他的体征一切正常 仅仅是躺在那里 完美的身躯就散发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气势 德川老泪纵横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这位传说中的最强武士了 可从分娩到现在过81个小时了 公本都迟迟没有要苏醒的迹象 脉搏 体温 血压都十分正常 但是脑电波却一点都没有反应 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德川突然拍而起 容易化成纸插点睛 恰好他的姐姐就是一位灵媒师 拥有通灵的能力 古怪程度让普通人难以想象 这个戴墨镜的老太婆便是德川老头的姐姐 他此时正在广场进行通灵 有人说想让他叫来约翰肯尼迪 老婆婆听话瞬间照做 下一秒他就仿佛变了个人 与对方热情交谈了起来 过了两分半后 他这才恢复了正常 下一个小伙子满脸傲气 认为老婆婆只是擅长模仿名人而已 如果真的有能耐 就叫来自己前年去世的父亲 听到这话 老婆婆当即就开始施法 可还没念两句咒语 他就突然停了下来 询问面前的年轻人 你确定你的父亲真的死了吗 那里根本就没有他的气息 年轻人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表示自己不会拿父亲开玩笑 见状老婆婆只好再次施法 随后叫出了年轻人的名字 用父亲的语气把他训斥了一顿 但年轻人却露出了得意神色 说自己的父亲其实根本没有死 老婆婆只是个装模作样的骗子罢了 可当他晚上回到家里 将白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父亲却突然陷入了沉默 因为在老婆婆训斥儿子时 在公司上班的他突然倒了下去 在接下来的三分钟之内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自己在广场教训儿子 说教的内容 以及周围的景色状况 完全和当时一致 这位神奇的老婆婆 便是德川的姐姐韩子 他连活人的灵魂都能召唤出来 地表最强生物对战日本黑道之王 最后谁会获得胜利呢 由于花山最近太过无聊 所以他便找到了德川 希望老爷子能帮忙联系永次郎 让对方和自己再打一场 五年前在东京市内的游戏中心 年轻的花山与永次郎 爆发了一场激战 最后花山惨败 普通人肯定会留下一生的阴影 可花山却选择再次约战永次郎 这份勇气让德川深感敬佩 他觉得花山勋这个名字 应该可以打动永次郎 让这个家伙前来东京赴约 很快就到了约战的日子 花山出门准备与永次郎见面 他一路上引得不少人回头观望 高大壮硕的身材 和脸上数不清的伤疤 只是看一眼便让人感到畏惧 此时永次郎也缓缓出现在街头 父子大战后 永次郎的心情大好 双手看似随意地插在兜里 可四周的空气 却被其强大的气场不断扭曲 终于永次郎和花山碰面了 劳烦您专程前来 在下实在是不胜惶恐 听到这话 永次郎用发辣定型过的头发 突然当场立了起来 不仅如此 他更是露出了异常发达的拳齿 在二人的不远处 德川正在拿着望远镜观战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欣赏这场刺激的战斗了 为了不引起骚乱 花山和永次郎决定换个地方 因为自从那场父子大战被全球直播 永次郎也成了大明星 现在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 前几天竟然还有个小孩找他来要签名 这时花山突然来了一句你果然厉害 二人见面后他终于不再打哈枪了 自从见过永次郎与任牙的父子之战 花山就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很无聊 话音刚落 永次郎就将自己的墨镜弹飞 随后质问花山 你无聊就无聊 找上我饭马永次郎算是什么意思 可还没等他发飙 一个小孩就突然出现在二人面前 想让永次郎给他签个名 但下一秒小孩就被永次郎的恐怖眼神吓尿了 只见永次郎用手指戳穿木板 随后将木板切碎成了四块 他让小孩快点退下 自己在谈事情 虽然被永次郎训斥 但小孩依旧弯腰向其致血 看到这一幕 花山不禁感叹永次郎真是温柔 还没等花山继续往下说 永次郎就打断了他 表示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了 就这样 永次郎和花山的战斗正式开始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 永次郎让花山先出手 花山也不客气 当即便降低重心 将全部力量与生意都凝聚在了铁拳之上 随后全力向永次郎打去 所有人都知道花山是个天才 但他却从不去锻炼 因为花山觉得身为强者还要去锻炼 那简直是种比偷袭还要卑劣的行为 绝不为了变强而努力 这便是花山一直贯彻的原则 一旁的路人以为花山的这一拳 能把对方的脑袋打飞 可结果永次郎却不躲不闪 甚至咧嘴笑了出来 与此同时 在东京晴空塔的地下 韩子受邀来到了秘密基地 他让科研人员将药液 按照自己说的调整到完美 剩下的就交给自己 他会用五分钟的时间叫醒功等五脏 只见韩子走到五脏面前 仔细端向一番后 他突然说五脏的脸非常无趣 假如他频繁地成长下去 长到32岁应该会是这种面容 可实际上五脏的面孔 是非常有气魄的 自己在通灵时见过他很多次了 话不多说 韩子脱下鞋子盘膝而坐 随着他不断念出的咒语 一股恐怖的气势 从韩子的体内迸发 是公本五脏附身了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 韩子直接走到公本五脏面前 一口亲在了五脏的嘴上 这一幕把在场的 所有科学家都吓坏了 他们刚想上前阻止 德川却将几人拦住了 并且警告这些科学家 不要轻举妄动 在结束之前 谁都不许阻止他 时间一点点过去 五脏的脑电波突然开始了变化 原本那完好无损的身体上 竟然开始出现了伤口 手和脚都逐渐有了反应 召唤完成的瞬间 五脏紧闭的双目猛然睁开 随后一把抓住了韩子 在打量一番周围的环境后 他将韩子扔向了那些科学家 紧接着闪身来到众人面前 表示自己不会取他们的性命 但与之相对的 你们要如是回答我的问题 现在是什么年代 东京位于什么地方 你们是什么人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复活自己 德川壮的胆子来到五脏面前 让他不必在意这么多 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战斗就可以了 德川还贴心地为他 准备了量身定做的衣服 那么这个传说中的 剑圣第一战的对手会是谁呢 你知道强者之间的感应有多强吗 在公本五脏复活的那一瞬间 任牙的哈欠便突然停了下来 但那种莫名的心跳声 却越来越快了 任牙心里清楚 是这心跳声的主人出动了 二人相遇的日子已然临近 与此同时 苏醒的五脏坐上了德川的豪车 老爷子打算带对方 在东京到处转转 可速度才到25脉 五脏就直呼受不了 请求司机开慢一点 当他看到外面的繁华都市时 五脏的震惊程度无法言表 他决定下车不行好好看看 高档的建筑 坚硬的地面 这些都是他那个年代所没有的 就连街上的行人 都变得完全不同了 五脏看到这些新奇的玩意 忍不住感叹 心中的疑问也已经多到 不知该从何问起 所以他暂时就不想了 他只希望德川能给自己一个容身之所 德川很快便答应了下来 然后乘车带着五脏来到了地下格斗场 虽然此地经过多次翻修 但也算是从古代保留下来的决斗场 听到这话 五脏抓起了地上的沙子 看到里面残缺的指甲和牙齿 他终于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而这正是德川给五脏的容身之处 二人正说话之际 从竞技场外走进了一人 他是日本当今的最强剑法家左部精一郎 老头进场时还保持着微笑 可还没走几步 他脸色就发生了变化 冷汗顺着脸颊不住往下流 此时德川开始介绍 左部是剑道九段 换句话说就是展人的等级 虽然比不上剑圣公本五脏 但光是自己知道的人 就有二十个以上死于他的剑下 可还没等德川再说下去 左部就打断了他的话 随后询问面前这位究竟是什么人 由于二人之前有约在先 所以德川并不打算告诉左部 听到这话 左部当即就要违反约定拒绝这场比试 因为他还没有愚蠢到发起自杀式的挑战 从刚见到五脏开始 他已经至少死了六次 再加上刚刚的对视 左部已经被五脏斩中了七次 并且每次都是一刀致命 五脏表示这不算什么 毕竟当时左部完全没有抵抗 虽然是意识上的对质 但左部也是竭尽所能了 可在与这位剑圣的眼中 他却像个小丑一样 德川感到有些奇怪 五脏的手中明明没有持剑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发动斩击的呢 五脏听到这话瞬间笑出了声 谁说没有剑就无法杀人呢 说吧五脏便借来了左部的配剑 这种手握武器的感觉 让他感到无比怀念 德川想见识一下五脏的招式 而剑圣也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只不过这种剑可能承受不住自己的实力 话音刚落 五脏就突然大喝一声 将手中的双方猛然劈下 下一秒刀竟然瞬间折断落地 左部用剑超过六十年 他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凭空挥刀把刀折断 可等五脏爆出自己的大鸣石 左部的老脸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捡起自己的刀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这时五脏突然告诉德川 自己想要见这个国家最强的人 无论对方是用什么武器的都可以 与此同时 花山和永次郎的战斗也拉下了帷幕 花山见自己的第一拳无效 立马就再次发起攻击 但没想到这次永次郎依旧没有躲闪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花山的这一拳竟然没有打中永次郎 就在他疑惑之际 永次郎给出了解释 虽然你的大脑很迟钝 但肉体却已经理解现在的处境了 你的细胞在恐惧 花山不信心 瞬间爆起再次冲向了永次郎 这次永次郎终于出手了 当花山的拒拳逼近永次郎面部30厘米时 永次郎将插在兜里的手抽出 拔拳术的速度有多快自然不必多说 这一掌直接把花山打飞了数十米 说到这儿 德川掏出了一台电脑 给任牙看起了当时便利店的监控 据便利店的监控显示 花山从几十米外射进了便利店 直接将店面砸成了废墟 他晕倒时还带着满足的笑容 听完了两位强者战斗的经过 任牙突然就变了脸色 询问德川藏在隔壁房间的那个家伙是什么人 可老爷子依旧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这么大的房子 隔壁房间有人也很正常吧 听到这话任牙笑了笑 自己可是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的儿子 只要有潜伏在隔壁的对手 无论对方是男是女 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 是强者还是弱者 有多少敌 即使隔着一道墙壁我也能清晰感知到 德川不禁有些好奇 询问任牙从隔壁感觉到了什么 任牙表示自己没办法回答 因为那个人好像正在眼力使剧 但他还是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话音刚落 五脏便突然出现在任牙身后 感知到危机 任牙从沙发上瞬间爆起 对着五脏就是一记回旋踢 然而下一秒 他的右腿就仿佛被斩断了一半 失去知觉无法用出任何力量 这是古今两位最强的第一次碰面 刹内间两人同时看到了某些东西 一方看到的是巨大的蘑菇云 而另一方看到的则是一道 延伸至地平线的美味料理 五脏夸奖任牙真是个了不起的少年 难道你是忍者吗 这时任牙才从震惊中缓过来 他认出面前的男人正是死去几百年的剑圣 公本五脏 一代剑圣公本五脏复活降临 出门每走一步都像是核弹爆炸 门外的任牙看到对方不经瞳孔地震 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强悍的男人 他第一次体会到星际的感觉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五脏眼中 自己就是一道美味的料理 公本五脏带来的压迫感 远超任牙见过的任何一位高手 于是任牙准备先下手为强 起身一记回旋踢想要试试水 然而五脏只是轻轻一吹 强大的锋刃差点就击中任牙 此时任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如临大敌摆开架时 五脏也感到非常意外 一个小鬼居然能躲开他的攻击 作为地表最强高中生 如果任牙现在选择退缩 以后必将惹来各种耻笑 大不了就来练一练吧 五脏招呼任牙出来比试 免得把德川的房子打瘫了 这是一场古今最强之间的对决 前一秒五脏还是两手空空 下一刻他突然双手结印 凭空拔出一把钢刀 弹光灵灵无比锋利 任牙轻身感受到了他的恐怖 只见五脏轻轻一挥 任牙的灵魂仿佛都被砍成了两半 武学的尽头就是玄学 功夫练到极致不用在乎武器 因为人急是剑 是急是剑 五脏以为这招足够吓退对方 可任牙却突然双拳紧绷摆出了战斗姿态 这一幕让德川老头一脸紧张 神仙打架百姓遭殃 自己的院子根本顶不住二人的战斗啊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儿子 任牙必须打出自己的气势 他率先用鞭腿踢向五脏的脸颊 速度之快连腿毛都没反应过来 换作正常人现在早就一命呜呼了 可惜眼前的对手是剑圣功等五脏 此人征战一生经验丰富 并且体能还处于32岁的巅峰状态 五脏反手轻松抓住了任牙的脚腕 被人拿捏的感觉并不好受 任牙尝试用另一条腿反击 然而五脏却没有给他机会 死死抓住任牙的脚腕 随后猛然转身将其砸向地面 德川老头暗叹大事文童 生怕任牙当场暴毙 不多时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坑 任牙倒在里面失去了意识 幸亏五脏手下留情没有动用权力 不然德川的院子里恐怕就会多出一个坟包了 等任牙苏醒时已经过去半个小时 之前他坠落的一瞬间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太奶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强的男人 任牙冲到门外想要问个究竟 原本桀骜不驯的表情此时也已经变得温顺起来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代剑圣居然会给德川老头披竹子 看来他还是低估了功等五脏的水平 这只是传统五道的训练方式罢了 徒手披轻竹 只见五脏抓住两根竹子 掌心用力一握 原本坚韧的竹子请刻间断成整整齐齐的竹条 然后稍加用力一甩 一堆竹条就劈好了 看到这里任牙心中一阵后怕 如果五脏之前没有放水 那他的脚腕早就被捏爆了 一代剑圣恐怖如斯 任牙迫不及待要找五脏再次鄙视 结果却遭到对方的拒绝 原因是任牙早就死了 在他昏迷的那段时间 五脏可以杀他上百次 简单的一句话展现古人的胜负观 要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曾经古人对决也只有一次机会 重伤就意味着死亡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小丑 眼看任牙情绪低迷 五脏主动递出竹子缓解尴尬 不料任牙当场甩出一技高扫腿 竹子应声断成两劫 上下街口整整齐齐 这一招拿去对战任何格斗家都没有问题 但五脏却毫不在意地表示 这只是一种迅速的招式 比起传统的五道还差得太远 这一句话差点让任牙破防了 五脏小事牛刀后 他打算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此话一出得穿瞬间就不淡定了 放一枚一栋核弹上街 老百姓多看一眼就会直接爆炸 老爷子连忙白手反对 另一边的任牙则表示 出门前必须要过他这一关 任牙早已是手下败将 五脏放话让他尽管出招 可这一次他大意了 因为任牙这招刺拳整整练了9981年 发动时无声无息 破空速度只追光速 号称现代格斗中最快的技术 这一拳威力之大竟然打倒了五脏 他左腿一软单膝跪地 脑子里一片空空荡荡 面对拿出真正实力的任牙 五脏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 一个铁血男人的复活 引发整个武道界都为之阵战 此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就在刚刚 公本五脏被任牙打得单膝跪地失去战力 在他倒下的十秒内 任牙至少可以单杀五脏三次 打败剑胜代表着无尽的荣耀 但任牙却不知道 五脏是故意扛下了这一拳 就在任牙出手的那一瞬间 一股气流打在了五脏脸上 出于对刺拳伤害的好奇 五脏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硬生生吃了一拳 没成想威力不可小觑 直接把人干趴了 但无论怎么说 五脏都预判了任牙的预判 此话一出让任牙大受震撼 本以为自己是堂堂正正打倒了剑胜 谁知道对方是自愿挨打 不过这一拳还是得到了五脏的认可 只见下一秒他恭恭敬敬敬地白手作一 正式地向任牙通报姓名 在下公本五脏请刺脚 正如五脏所说 他的进攻早已被对方看穿 铁拳还没挥出就被五脏牢牢控住 任牙一脸呆滞难以相信 紧接着一记手刃就砍爆了他的肩膀 撕心裂肺的剧痛传遍全身 任牙仰天长笑后陷入狂暴状态 奋力一击打在五脏脚底板上 然而五脏却不躲闪 顺势借力升空 直接跳到屋顶上 任牙筋疲力竞转眼昏迷 而五脏则翻过围墙跳到大街上 四百年的岁月交替 这里已经不再是五脏认识的岛国了 大屏幕上出现了极其美丽的女人 她甚至会像真人一样动来动去 上百人挤到一条长龙的身体里 她的跑动速度居然比战马还快 在这个新世界 五脏显得格格不入 此时两位警官主动上前 要求五脏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 可是五脏稀里糊涂地回答 完全像个瘾君子一样 警官不得不怀疑她的精神状态 随后选择强行带走五脏 可是他们显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剑圣的领域不可随意靠近 否则就要吃一剂手刀掌掌记性 与此同时 任牙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一脸懵逼 刚才的一场大战绝对不是做梦 因为战斗痕迹依旧保留在自己体内 可是一代剑圣又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呢 这个问题也只有德川老爷子知道了 回想之前的战斗任牙还是不寒而立 她站在五脏面前就如同一只哈士奇遇到了战狼 预判进攻似乎是战国武士的基本操作 自己虽然是地表最强高中生 但她对这些战绩还是一无所知 无数强者登临这个世界 这只能预示着一件事 人类史上的最强者即将决出胜负 任牙回到练功房继续苦练记忆 把所学的各种架势融为一体 开创属于范马任牙的独门武学 终于在鬼脑的加持下 任牙模拟出了功本武藏的虚意 从此她将获得一位剑圣陪练 而在另一边 武藏已经在东京街头打出威名 警卫队文训赶来抓捕闹事者 结果无意不是倒在地上丧失战力 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 武藏绝对不会陷入半点下风 这项光荣的事迹进入岛国新闻 普通人看着图一乐 而武学家们全都坐不住了 看到武藏干脆利落的古典战绩 杰克范马打完药后 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色川则直接表示 自己修炼的和气道 恐怕仍未触及真正的武道 武藏把东京街头搅得天翻地覆 警卫队不得已派出探子监视 谁知武藏反手 跳进了德川老爷子的住处 这下事情就甩给了警长 面对这位不好惹的大佬 警长只能低声下气地求他放人 然而德川老爷子却非常强硬 叫警长去给他们最高层领导带话 让气放着别管 不许出手 保持观望 这句话直接让警长没脾气了 就在警长走后不久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来了 武神独步向老爷子强烈要求 必须安排武藏跟他切磋一次 否则自己就赖着不走了 德川老爷子本不想答应 但谁知此时武藏却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随后他的一句话让独步陷入了尴尬 此人可在饭前享用 武藏又把对手当作美味佳肴了 但这位武神显然有点真功夫 武藏三次发动意念攻击 结果在出手前就被对方压制了 这让武藏对独步生出了交手的兴趣 武神对战剑胜 最后的赢家会是谁呢 独步苦练30年铁头功 到最后却用来向剑胜低头 啪啪打脸就发生在一瞬间 两分钟前独步还试图向武藏秀肌肉 尽情施展空手道的看家本领 独手劈板砖 飞踢踹木块 一仰只搓九瓶 怎么炫酷怎么来 本以为能得到剑胜的认可 谁知对方拎着九瓶碎片浅尝一口 紧接着发表神评论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 这套杂耍也表演得挺好 能把空手道的技术说成跳舞 恐怕全天下只有公本武藏敢这样说 独步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不服气的他要让武藏长长见识 两人对峙火药味十足 恐怖的气势让空间都扭曲了起来 听到武藏同意实战对决 下一秒独步便搞起了偷袭 猛然发动头锤攻向对方 德川老爷子深知武神的厉害 然而结局却不是他想的那样 只见武藏单手扶住独步的后脑勺 强行按着他锯了一躬 德川老爷子一脸震惊 他想过公本武藏很厉害 但没想到武藏有碾压独步的水平 武藏表示自己刚才只是在开玩笑 刚才独步表演的徒手展物 自然是武刀的一种形式 可这番话并没有让独步就此作罢 自己的头锤被摸头杀实在是太没面子了 于是独步对武藏放狠话 扬言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既然要打那就痛快地干一场 武藏不闹事也不怕事 摊开双手施展二刀流 雄存的战役化作尸体 两把武士刀凝聚成形 这才是剑胜的真实战力 武士刀可进可退 轻轻一挥就抵在了独步的右眼上 独步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剑胞 出于防卫的本能 独步下意识抬手挑开钢刀 然而就在这0.5秒的空膀 武藏抓住了独步的破绽 剑锋一转砍向对方的肩膀 武神独步败了 因为对手早已超越了自己的层次 武藏刀下留人但手上却没闲着 他重拳出击轰在独步的面门上 一带空手道之神摔了个狗啃尼 道挂金钩猛吐一口淤血 随后李玉达挺站起身来 见独步摆出的架势 似乎他还想要再战一场 场外的德川老爷子没看明白 公本武藏更是觉得不理解 明明你已经输得一败涂地 干嘛还要出来硬装呢 那一刀斩杀难道没有感觉吗 答案是当然有感觉 但是独步的脸皮比城墙还厚 只要没用真刀将他击杀 只要自己还能站起来再打 那他就会继续战斗 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公本武藏感到大为震惊 原来当代武术家全都如此不要脸 武藏转头向德川老爷子讨要武士刀 今天他要给独步好好上一课 德川老爷子举双手赞成 献出祖传宝刀国虎助阵 其锋利程度不输妖刀村正 此时剑胜与宝刀合二为一 各种buff全部叠满 聪明人会选择臂气锋芒 而独步却选择投铁硬伤 德川老爷子给出最后的警告 此人乃是真正的公本武藏 不要试图挑衅剑胜的威严 可惜独步还是不听劝 投铁的他留下一个智慧的眼神 正因为对方是剑胜本人 所以他更要挑战一回 德川老爷子建议独步也拿把武器 这样不至于输得太惨 然而独步还是非常自信 坦言身上的一切不畏 全都是他攻击的武器 德川老爷子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 而武藏更是直接笑出了声 一个杂耍演员居然敢号称武神 空手接白刃还想把手掌当作刀剑 这个笑话简直太幽默了 功等武藏对空手倒嗤之以鼻 认为他只是小孩玩的游戏 轻飘飘的一句话使独步瞬间破防 终身信仰居然被人如此践踏 那他只能用拳脚维护尊严了 独步腾空而起跳到武藏面前 随后立马做好飞踢的准备 然而武藏的骑手是已经快得没影了 宝刀在刹内间出鞘 尽管鞭腿早已近在咫尺 武藏还是拿着钢刀义无反顾的斩杀 刀刃命中独步的眉心 重压之下独步阴生倒地 死神的镰刀已经架在脖子上 他四肢僵硬不敢动弹 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活着 武藏轻轻收起钢刀 因为他并没有砍下去 这仅仅是刀刃下压的威力 否则独步的身体将会一刀两断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降维打击 在剑胜的钢刀面前 空手刀仿佛是一个笑话 武藏轻轻擦了一把面颊 意外发现自己竟然受伤了 看来空手刀并不是完全无用 自己还是要多多反省勤家学习 尽管在独步不要命的努力下 剑胜认可了空手刀这门技艺 但是他仍然高兴不起来 因为刚才破空的一刀 已经斩断了他所有的自信与傲气 一个人挑战整个拳坛 烈海王他做到了 消失了一年多的烈海王远渡重洋 在这短时间内打遍了拳坛无敌手 金腰带更是拿到手软 但这些荣誉并不能让他开心 因为烈海王对此没有丝毫兴兴趣 所以他听说公本武藏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飞回了日本 他要用华夏武术家的身份 对战那个能让自己 使出全部招数的对手 他先是来到神星会总部 从克四口中听说 独步惨败在武藏的手上时 烈海王大吃一惊 独步可是号称空手刀之神啊 但事实就摆在他面前 并且那还是一场 让人无话可说的公平决斗 就算克四以后与武藏比试 他也绝对不会带着复仇之心 烈海王表示武藏之前是用了武器 听到这话 克四只是笑了笑 无论是空手刀还是华夏拳法 难道不都是为了应对 任何局面的综合型武术吗 空手对武器 一人对多人 这样的战斗才是他们所向往的 烈海王在网络上 看过武藏动手的视频 面对五名警察 他轻松便解决了对方 虽然不想承认 但烈海王还是觉得 以现在的空手格斗技 明显不适用于武藏 这个层次的高手 所以当对手变成功本武藏时 他们没有必要再拘泥于此 就在二人说话的功夫 另一边的武藏 正在用打火机生火 将烧焦的稻草 搅拌均匀后放入马油中 随后涂抹到自己的伤口上 用不了多久伤势就会愈合 就在这时 德川推开门走了进来 带武藏来到了自己的地下格斗场 并且告诉他 三天后的晚上有一场战斗 而对手就是来自华夏的武术家烈海王 本战双方都可以使用武器 听到这话武藏有些疑惑 与自己交手 竟然还有人希望解除武器的限制 烈海王解释 他想要和武藏进行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决斗 身为剑胜 功本武藏只有持剑 才能完全发挥实力 空手战斗赢过对方并不算胜利 武藏听到这话瞬间暴怒 难道你的意思是空手就能稳赢我吗 看着步步紧逼的武藏 烈海王率先出手 一记鞭腿朝对方狠狠踢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甲值竟然被武藏握住 剑撞烈海王立刻就打算用左脚进攻 但武藏的反应速度更快 摆出挥剑的姿势将烈海王砸向地面 可下一秒 烈海王的甲值却断成了两截 趁武藏愣神之际 烈海王的左脚狠狠踢在了他的脸上 最终武藏倒地失去了意识 见对方如此不惊打 烈海王也愣住了 这时德川突然开口 询问烈海王为什么对毫无防备的人搞偷袭 烈海王和老爷子解释 是武藏先释放气势清洗的自己 临走时他让德川帮忙传达一句话 在比赛那天 自己会换上一条折不断的甲值来战斗 对三天后的交手 烈海王十分期待 听到这话 装死的公本微微一笑 他认为烈海王勇气可佳 到了晚上 德川将这场战斗的经过告诉了本部 可本部却对老爷子不限制武藏使用武器有些不满 持剑的武藏和空手的武藏完全不是一个人 但德川对此也很是无奈 因为这规则是烈海王提出来的 哪怕是丢掉一条腿 甚至是丢掉性命 烈海王也必定会与他承认的强者战斗 这便是属于烈海王的大意 但这次他的对手可是一代剑圣公本五藏啊 德川听本部说的这番话 还认为他也要与对方交手 本部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确实有这个想法 不过相比于战斗的欲望 他主要还是想保护别人 德川不理解本部要保护谁 可经过对方的解释他才知道 面对剑圣公本五藏不能只用剑去对抗 因为那个时代的武士十八班兵器都样样精通 但在现代的高手之中 只有自己会使用这些武器 连勇次郎都无法和自己相比 所以除了本部以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在武藏的剑下保护大家了 而另一边 烈海王正在神星会修炼 只见他抽出妖间的数十把飞刀 对着木桩就发起了狂风骤一般的攻击 随后他掏出自己背后的大刀 一击就将眼前的木桩轻松斩断 烈海王刚收招 身后便传来了一句夸奖声 对方正是被誉为华夏武术天花板的郭海皇 虽然烈海王的兵器技巧丝毫没有生疏 气势与之前相比更是有长进 但凭这些还并不足以对付剑胜弓本武藏 全熊烈海王与剑胜弓本武藏的大战即将开打 为了准备三天后的大战 烈海王在神星会开始了赛前特训 然而这次特训练习的不是攻击 而是如何更好的防御 作为陪练的木桩越打越心惊 因为他每一次攻击的都是人体的弱点 看似朝朝致命 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这感觉就像是打到了飘落的羽毛上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烈海王直接上前将莫唐KO 这时郭海皇才出口给大家解释 烈海王刚才使用的是消利 正常来说锻炼肉体和筋骨皮肤 是为了承受打击后将其反弹 但这些并不能称之为技术 而消利则是一种高级的技术 把身体完全舒展放松后保持无意识状态 然后将体内的坚硬感彻底消除掉 这样做便能让肉体变得如同羽毛一般柔软 到了这种境界 无论是导弹 子弹或者是风 都不能对肉体造成伤害 说吧郭海皇便吹起了一片羽毛 随后猛然从背后抽出大刀 对着羽毛一刀麾下 然而如此强劲的攻击 却没有将其一分为二 羽毛只是吸附在刀上没有任何破损 二刀流并不是公本五藏独有的技能 老头说话间把两码大刀伍的上下翻飞 和日本剑技不同 华夏的剑术讲究一个动静结合 弓要锐利 手要优美 古人是从鹤不失蛇的战法中受到的启发 郭海皇让烈海王站起来 尝试让自己飘动 最终化为羽毛 如果能化销自己的斩机 那公本五藏便也奈何不了你了 与此同时 五藏也开始了他的训练 只见他静静地站在树下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等到了一片树叶飘落 下一秒五藏猛然拔刀 轻柔的树叶竟被一刀斩成了两段 这还没完 五藏手腕倾斗 瞬间改变了招式 一记横批直接将树叶披成了四块 出刀收刀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这操作让远处观看的 德川金的冷汗直流 而另一边 烈海王的训练也接近了尾声 此刻他的身上已经满是伤口 郭海皇都不禁开口 称赞烈海王的天赋 老人全力向对方挥刀 可在接触到烈海王身体的瞬间 烈海王突然飘动跳到半空 随后双脚平稳落地 摆出战斗姿态 仅仅尝试四次 烈海王便成功化为羽毛了 面对大刀不躲不闪 而是让全身飘起 用气去感受 用眼睛捕捉 将整个身体都化为旋风 郭海皇抱住烈海王 感叹对方竟然以如此健壮的身体 完全炼成了销利 可就在这时 本部却给众人浇了一盆冷水 他认为以这种杂耍般的技巧 来对抗五脏简直是痴人说梦 身为一代剑圣 公本五脏无论是枪 还是羽毛都能轻松斩断 正如本部所言 此时一只鸟从天空飞过 看着飘落的羽毛 五脏拔刀收到一气合成 鸟的羽毛也阴声而断 德川询问五脏 是怎么用如此长的刀 斩断树叶和羽毛的呢 并且速度都快到肉眼看不清 五脏表示需要用腰拔刀 然后用腰进行笔直的斩击 只有这样才能被撑之为刀 为了不让烈海王送死 本部挡在了他的面前 如果真的要去和五脏战斗 那就先过了自己这关 听到这话烈海王猛然出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手臂竟然被本部用脖子夹住 见对方伸出左手 想废掉自己的手臂 烈海王急忙使用效力摆脱了本部的控制 还好这次交手他并没有受伤 本部表示自己没有手下留情 因为被废掉一条手臂 总比丢掉心灵要好 烈海王没有多说废话 再次上前对本部发起攻击 刚开始的两拳本部还能够轻松抵挡 但就在他准备再次废掉烈海王的手臂时 烈海王顺势一个倒挂金钩 直接就把本部给踢飞了出去 见状本部也不再藏手 当即便双手结印准备掏出压箱底的绝活 可突然一股巨力从背后袭来 原来是郭海皇出手了 他不想让二人再打下去 因为烈海王绝不可能无伤打败本部 现在他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存体力 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即将到来的大战 而此刻的德川正独自站在竞技场内 他发现原本空无一物的地面 却突然出现了大片血迹 终于到了比赛当天 竞技场内作无虚席 他们好奇这场战斗究竟是比赛还是厮杀 是技术的对决还是无尽的杀戮呢 后台的烈海王正准备做些热身运动 就在这时任牙却开门走了进来 在他看来 烈海王敢让公本五脏使用武器 这种精神确实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在这方面自己自愧不如 可烈海王心里明白 手中无剑的公本五脏实力与自己不相上下 甚至在自己之上 当华夏武术遇到日本剑术 到底哪一方才是最后的赢家呢 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极其凶残的战斗 因为地下拳管没有规则限制 只要不使用热武器 施展任何战斗方式都是允许的 只见公本五脏手持钢刀潇洒入场 观众席上无数迷惑为之喧嚣 终于看到剑胜本能了 而在另一边 烈海王纵身跳入擂台 两位舞者摇摇对峙 气势上不分伯仲 中间的沙堆摆放着各种武器 裁判是一选手自行挑选 然而两人却非常默契 毫不理会地上的这些破铜烂铁 两大高手缓缓拉开距离 气势的交锋已经充满杀意 全场的空气仿佛都被冻结 所有观众都屏住呼吸不敢说话 随着比赛开始的鼓声敲响 烈海王终于亮出了他的秘密武器 铁布山里藏着7749枚飞刀 信手拈来地拿出一枚 全力一挥甩向公本五脏 速度之快闪过一道荧光 就在众人以为即将见血时 飞刀穿过五脏的身体扎在了木板上 五脏没有被飞刀洞穿 是因为他移动的速度太快 最后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 烈海王早已想到这个结局 如果一带剑胜如此轻易就被击败 那么这场战斗将会变得索然无味 烈海王从兜里又掏出两把飞刀 从左右两边扔向五脏 这一次五脏不再移动 先是抬脚躲过一刀 紧接着单手又抓住一柄飞刀 见自己的攻击没有效果 下一秒烈海王彻底抱走 将所有的飞刀全部甩出 五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他一边躲闪一边接刀 面对瞄准眉心的飞刀 五脏甚至拔出宝刀正面迎击 不偏不倚地将其斩成两半 观众席上的吃瓜群众倒吸一口冷气 这个男人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 烈海王飞刀的威力 恐怕早已超越了忍者的手里剑 如此密集的攻势下 五脏居然做到了毫发无伤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眼前的功等五脏一定是本人 烈海王飞刀用尽 结果却没有输出半点伤害 观众以为他已经用完了招数 谁知下一秒他竟然脱下了铁布衫 没人知道烈海王在玩什么把戏 五脏也是呆呆地看着 甩步看似凶猛 但更像一场表演 其实所有人都被烈海王骗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 海王之意不在步 铁布衫狠狠打在沙堆上 飞扬的碎石和沙尘直击五脏的面门 这招实在是太过突然 五脏仿佛被陷弹枪打了一发 趁着他愣神之际 烈海王乘胜追击 用衣服甩出几发炮弹继续轰向五脏 里面还裹挟着一些指甲和牙齿 于是五脏又站着挨了两炮 原本威风凛凛的面孔 现在已经变得坑坑洼洼 甚至连左眼都遭到了重创 然而五脏并没有因此恼怒 反而调侃烈海王是个小孩子 堂堂正正的战斗不敢打 只会玩些远程攻击的小把戏 难道是你不喜欢近身战斗吗 听到这话 烈海王终于绷不住了 将衣服扔向对方 企图干扰五脏的视线 可对方只是随手一刀就将其斩断 而这一切都在烈海王的计算之中 五脏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的眉心就受到重击 整个人都倒飞出去了数十米 九节边的速度太过惊人 五脏勉强用宝刀撑住身体 自从决斗开始以来 他已经接二连三地陷入被动 不得不说烈海王的战术布局非常精密 一环套一环的攻势强行压制对手 换做普通武者恐怕早就败了 只见烈海王双手挥动九节边向五脏走来 高速旋转使他变得无比锋利 但是五脏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九节边只有尖端的速度最快 而他的起始端就是破绽 五脏自信地放下钢刀 任由烈海王向自己甩出鞭子 就在对方出手的一瞬间 五脏施展瞬间一动躲开伤害 紧接着用手腕死死卡住九节边 最后强行一拉夺走了烈海王的武器 失去武器的烈海王如临大敌 可五脏却并不打算还给他 反倒是开始点凭九节边的优缺点 虽然他可以远程挥击 但重量实在是太轻了 并且使用的也是劣质钢材 见五脏迟迟不动手 烈海王心里有些疑惑 明明对方可以趁自己分神的瞬间发动进攻 可他为什么要故意放弃这次机会 从始至终自己看似掌握着主动权 但其实根本抓不到对方半点破绽 烈海王还没来得及多想 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目瞪口袋 只见公本五脏举起九节边 随后施展出二刀流 鞭子猛然朝地下挥去 经过这强烈的冲击 九节边从连接处断成了竖节 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看傻了 五脏让烈海王试试自己的武器 说话间他将宝刀扔给了烈海王 然而下一秒 五脏的拳头竟和刀同时到了他的面前 还好烈海王反应迅速 初拳率先击中了五脏 随后连刀带翘给了对方一记重锤 在场的观众们大声欢呼 希望烈海王快点斩了五脏 可烈海王这时却突然放下了宝刀 没有对五脏继续出手 剑撞五脏缓缓起身 表示刚刚是烈海王唯一的一次制胜机会 这场生死对决实际上你已经败了 用脸硬扛剑胜公本五脏的斩机 相信嘴硬的朋友应该都能做到 就在刚刚 被碾压的五脏竟扬言烈海王已经败了 此话一出所有人先是一愣 随即观众们开始哭笑起来 甚至说出公本五脏曾经说过的话来调侃他 五脏一脸猛逼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这句话 原来公本五脏在与日本剑胜左左目小次郎的对战中 使用了不少阴险狡诈的手段才获胜 所以现在说出类似的话才引来了哄堂大笑 五脏趁烈海王憋笑期间 一把将宝刀扔出插到了沙堆中 随后他来到了烈海王面前 打算和对方来一场近身格斗 烈海王马上反应过来一拳打出 虽然五脏早有准备 用头夹住了烈海王的手臂 但他却忘记对方还有个辫子 这下抽得五脏眼泪直流 烈海王趁机狠狠一脚踢在了他的下巴上 五脏被打得双腿跪地 就在他准备乘胜追击时 五脏突然一把抓住了烈海王的甲肢 靠着无双的怪力生生将其抬了起来 要知道烈海王的体重可是超过了100公斤 剑圣公本五脏的握力竟然如此恐怖 烈海王急忙用另一只脚攻击 但五脏只是轻轻一甩 烈海王就失去了平衡 随后他摆出了挥剑的动作 一声爆破后 烈海王被狠狠砸到了地上 本以为对方会晕倒失去意识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烈海王进一个鲤鱼打挺再次站了起来 他凭借身体的本能摆出了战斗姿态 实际上此时的烈海王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 在场的所有人脑中都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烈海王已经败了 但下一秒烈海王竟然缓缓将拳头伸出准备攻击 看到这一幕 五脏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再次将烈海王掀翻在地 这一击让烈海王恢复了意识 随后一脚踢出逼退了公本五脏 在与对方拉开距离后 将他的甲制稳稳抓住 然后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就将烈海王甩飞了出去 尽管烈海王用后空翻平稳落地 但他的肘部已经遭到了重创 如果再来一次 自己的手臂肯定会瞬间废掉 只见五脏不紧不慢地从沙堆中抽出一把青龙刀 这东西在剑胜的眼中只不过是玩具靶 五脏猛的用力挥下 宝刀便咔咔一声碎成了数块 这些武器用的钢材实在是太差了 也就能勉强当作菜刀使用 说罢五脏便缓缓走向烈海王 但没想到对方居然摆出了任牙的招牌战斗姿态 将重心置于脚尖 双脚一前一后自然站立 只把侧身暴露给对手 这样的话能极好掩饰自己的弱点 而这个动作并不是任牙有意创造出来的 他察觉到的时候便已经成为习惯的战斗架势了 烈海王临阵魔枪摆出这个姿态究竟有何目的呢 原来这只是烈海王的缓兵之计 他的右脚行动不变 左肘也已经受了伤 现在最适合自己的就是这种姿态 五脏可不管那些 只见他爆发出滔天气势 宛如魔神将士一般 随着一声爆喝 五脏冲到烈海王面前猛的一刀猛下 可烈海王竟然不躲不闪 硬是用自己的脸接下了这一击 难道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吗 眼见烈海王的脸就要被劈成两半 五脏却突然停下了动作 看到这一幕 烈海王瞬间暴怒 质问对方为何不斩下去 你是想侮辱我烈海王吗 五脏听后微微一笑 感叹烈海王是个真正的武士 话音刚六 他便手持大刀猛然挥下 可就在这时一变突生 烈海王使出加强板销利 在空中翻了一圈 随后狠狠一脚正中五脏的面门 精彩的反转让观众席瞬间沸腾 宛本五脏重伤倒地失去了战斗力 刚才那一招是烈海王 从刃牙的战斗姿态中获得的灵感 让轻飘飘的羽毛同时 具有了最强的毛羽顿 虽然五脏重伤倒地无法站起 但为了尊重对方 烈海王还是决定完成最后一击 可就在他跳到半空中时 宛本五脏猛然起身 用术一袋勒住了烈海王的脖子 原来这家伙刚才用拟胎一直在装死 五脏一瞬间就将烈海王捆成了粽子 这种神术会让对手无法动弹 场外的本部健壮不禁感叹 二人的武术境界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但战斗就是如此残酷 在分出胜负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偷袭 郭海皇叹了一口气 虽然烈海王没有被击倒或斩杀 但在能战斗的状态下被制服 完全失去行动自由 对于习武之人来说 没有比这更屈辱的结果了 烈海王希望五脏斩了自己 可五脏却告诉他 现在的你已经连被斩的自由都没有了 听到这话 烈海王不禁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刚才的交手过程中 五脏不知道被对方的拳脚打中了多少次 甚至连鼻子的软骨都碎了 其实这些都是他为了束缚 烈海王不下的圈套 说话间五脏终于抽出了腰间的宝刀 猛地向下一批 地上的钢刀竟瞬间断成了两半 五脏决定满足烈海王求死的心愿 一旁的刃牙看出剑胜是认真的 只见五脏双手持刀向烈海王斩下 瞬间绷带和烈海王的辫子全都被斩断 一代天才烈海王死了 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的脑海中想的还是对这场战斗的感悟 就在刚刚 五脏一刀将束缚烈海王的绷带和辫子斩断 虽然烈海王不清楚对方为什么不直接杀死自己 但他身体的本能却先一步做出了反应 面对五脏挥下的宝刀 烈海王再次使出了消力 当五脏的刀接触到肉体的瞬间 烈海王的身体便开始了高速旋转 随着他的甲肢被五脏一刀斩断 郭海皇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没想到公本五脏竟然达到了如此境界 消力被破解了 老人的话音刚落 烈海王的身体便突然开始飙写 虽说消力被破解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这道斩鸡对烈海王来说只是皮外伤而已 他用全力摆出战斗姿态 准备让公本五脏再斩一刀 只见烈海王双手撑地弯下身体 脚步准备发力 他的下一个动作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 这是赌上性命毫无保留的一拳 五脏剑撞也拔出了宝刀 对着烈海王的拳头斩了下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烈海王竟然用拳头挡住了这一刀 这一幕让所有的观众震惊不已 就在烈海王以为自己是最终赢家时 五脏却突然将刀收了回来 弯腰撞向烈海王的下盘 正如烈海王所言 他其实已经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 在这个无剑的时代 拳头便是剑 公本五脏这一刀彻底终结了烈海王的生命 他单腿佇立在原地 下一秒鲜血便喷涌而出 原来这就是被斩中的感觉啊 在年轻时 烈海王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 被刀剑斩中是否真的意味着结束 他明白被斩中就会死的道理 可这区区一块宝铁片 即使斩中充其量也只是陷进身体而已 至于再也无法做出反击吗 自古以来练习拳法的人 就对利刃抱有恐惧心理 这一点让他非常反感 烈海王认为只要脑袋没被砍掉 就一定可以发起反击 终于烈海王再也支撑不住身体倒了下去 这一战关键的转折点 就在自己被抛起来的那一瞬间 他紧握住刀的手在内饰放松了 所以宝刀才会重回五脏的手中 还没来得及施展消利 锋利的刀刃就突然滑进了身体 将内脏与脊柱全部斩破 那种感觉烈海王感受的无比清晰 等他吐出最后一口鲜血后 便再也没有了反击之力 连起身战力都已变成了奢望 随即烈海王笑了笑 这次战斗自己收获很大 必定能活用于下一次战斗 一代全熊烈海王就这样 倒在了血泊之中没了动静 德川艰难出口宣布战斗结束 但观众席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他们感到十分羞愧 烈海王被斩杀 他们这些观众却可以置身事外 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 正常来说圣者应该获得赞誉 被疯狂涌上的观众紧紧包围 但此刻武藏所到之处 人们就像见到瘟神一般避之不及 武藏没有迷茫和惆怅 虽然他没有支持者 但他依旧眼神坚定 这就是天下无双的公本武藏 比赛结束后 众人围在烈海王身边 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德川不禁开口询问 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郭海黄表示你并没有做错 比武和使用武器都是 烈主动提出的要求 倘若我说出你做错了这种话 烈一定会跳起来反驳自己的 德川带着自责的心理找到了公本武藏 他想问问对方如何评价烈海王 但得到的答案却令人震惊 武藏表示这一战可以说 不在官员合战之下 那是公本武藏一生中 最濒临死亡的一战 他被敌军重重包围 只能不断斩杀前方的敌人 肩膀和后背全都被弓箭射中 大腿也被长枪刺穿 若不是实力出众并且运起惊人 那在17岁时他就已经死了 德川听后大为震惊 武藏竟把与烈海王的战斗 形容成为一场战争 上下左右前后攻势无孔不入 容不得丝毫大意 并且完全预料不到 下一刻将会遭受到怎样的攻击 烈海王的强大让武藏钦佩神网 在其将切入拳头的利刃握住时 他感觉到了对方那非同寻常的握力 烈海王的精神 让公本武藏折服甚至是畏惧 听到这话 德川向公本武藏表达了感谢 因为这番话不仅救赎了烈海王 也同样救赎了自己 随即德川又问了武藏一个问题 那就是烈海王与天才剑士 左左目小次郎相比如何呢 武藏沉思了片刻 这才想起来 左左目好像是与自己在传导战斗过的人 德川一脸懵逼 没想到武藏憋了半天就来了这么句话 还说和自己交手的人实在太多了 左左目的流派都不太记得了 老爷子听后连忙询问 左左目小次郎不是你宿命中的劲敌吗 可没想到武藏却否定了这一说法 左左目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武士 而烈海王的战斗力则堪比一场战役 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想到德川给自己介绍的对手 全都不是普通之辈 即使生在战国时代应该也能小有名气 他已经有些期待下一战的到来了 即使每天战斗也无妨 当和七道宗师找剑胜约架 最后的赢家会是谁呢 虽然这个小老头身高一米五长相平平 但他却有着击败奥利巴的战绩 在武藏斩杀烈海王之后 任牙的内心变得越发恐慌 武藏的真实战力居然如此恐怖 看来是时候提升一下自己了 于是他来到本部的道馆 主动提出学习对方的古武术 此时本部还沉浸于悲伤之中 只因烈海王太过作死想要挑战武藏 本部再三劝说无果 最后让烈海王战死丢掉小命 他只能用沉痛的教训警告任牙 攻本武藏的战力足以斩杀任何现代武学家 自己必须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阻止身边的武学家去送死 此话一出任牙差点笑掉大牙 就凭本部的实力还想保护大家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面对任牙的嘲笑 本部还是一脸淡定 直接拿出战斗力来说话 如果战力满分为100分 任牙的徒手战斗力能得120分 自己的水平略逊一筹 满打满算最多80分 但如果让他配合上各种武器和忍数 本部的战力将会超过300分 听到本部自卖自夸 任牙不禁当场笑出了声 那就用上所有技术看看实力吧 自己一定会让他跪地求饶 只见任牙转动脚腕准备迎战 突然眼前一片浓烈的烟雾 把他震飞无米远 等到任牙回过神来 一把匕首已经抵在了后脑勺上 电光火石之间任牙已经败了 不得不说本部算得太准了 从扰乱视线到背后刺杀一气呵成 任牙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虽然这次是任牙大意了 但输了就是输了 本部在兵法上的造诣远超任牙 哪怕是瑟川和永次郎也远远比不上 因此最后跟公本五藏的战斗 必须交由他来承担 但谁也没想到 此时公本五藏陷入了另一场麻烦 警示厅已当众杀人的罪名逮捕了五藏 即使得川亲自出面都保不住人 情急之下老爷子准备摇人找局长 谁知五藏竟轻轻松松掰断了手铐 然后潇洒地走到警卫面前 士兵揣着真枪实弹却无比紧张 指引眼前的公本五藏是货真价实的剑声 面对警示厅已多欺少的威胁 五藏的怒气不断暴涨 对着眼前的警卫大喝一声 直接连人带车震飞三米远 发泄完怒气后 五藏配合对方来到警局做检查 此时剑客三轮已经等候多时 为了跟五藏比试一场 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然而五藏终究不是凡人 见到他的第一面就让三轮直冒冷汗 剑声的压迫感太过强大 三轮如临大敌严阵阵以待 运用竹刀对决是为了减轻重量 最后比拼的是极致的速度 但是五藏初见早已到达反扑归真的境界 对准三轮的脑门全力下批 坚韧的竹刀轰然炸裂 仅仅一个回合 三轮就被秒杀了 五藏完成挑战转身就要打到回府 然而门口却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和气到宗师色川也想凑个热闹 小老头看似平平无奇 实际上因为多年习武 肉身已经练出了无懈可击的气势 现代武学中居然还有这种架势 就连五藏也是一脸震惊 色川满脸对笑向五藏伸手行李 殊不知这一次握手蕴含着万千号物 五藏全身如同泥牛入海 无论他如何发力都无法挣脱色川的掌心 如此恐怖的握力堪称当时第一人 紧接着就轮到色川开始发力 双方的平衡顷刻间被打破 五藏双腿依然陷入被动 全身仿佛遭到了巨石的碾压 当场被色川暗倒在地 然而这还不够 就在五藏倒地的一瞬间 色川一记重拳挥出直击五藏面门 和气道竟然打倒了剑声 在场众人不禁为之汗颜 虽然五藏很快就恢复过来 可刚治好的鼻子又塌了 色川则一脸嚣张地表示 这一拳是给死去的烈海王报仇 有什么不满可以尽管反击 现代的和气道如此强大 这一点让五藏始料未及 因为一百年前日本推进劲刀令 空手对抗的技术得以迅速发展 到现在已经形成了极其完善的和气道 而色川就是和气道的极大成者 这一拳五藏输得并不冤枉 但这并不意味色川比五藏更强 相反就在今天早上 色川眼前出现了奇怪的异响 一片熔岩火还挡住了他的道路 仿佛在极力阻止他寻找宫本五藏 可色川还是来了 因为他也渴望着与强者一战 战斗打响的瞬间 色川转眼被一道剑气斩断头颅 转头再看一眼 此时五藏的剑气早已飞速生腾 真正的剑声来了 他的气势如火山般喷涌而出 宫本五藏终于爆发了 大丈夫一怒血流千里 和气道宗师也得乖乖坐下 在生吃色川一拳后 五藏摇身一变成为了喷发的火山 很快色川就会体验到真正的绝望 因为五藏已经施展出了他的大招 那就是传说中的二天一流 此时无刀胜有刀 因为剑气比宝刀更加锋利 然而色川还是不怕死地冲了上去 一代和气道宗师绝不能轻易认输 就在色川向前突进的一瞬间 五藏已经顺移到对方身前 一刀空气斩飞下 仿佛他的灵魂都被对半分割 色川呆滞地站在原地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任何伤势 但是意念上的感受却无比真实 斩杀是何等的痛苦 色川大叫着倒飞出去 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 幸亏边上有徒弟的提醒 色川这才缓过神来强行晚尊 一个鲤鱼打挺坐回起来 不得不承认五藏已经到达神人的境界 即使是色川这样的和气道大师 同样看不到五藏拔剑的瞬间 甚至连他的步伐都看不清 在五藏的剑道面前 和气道根本一文不值 色川书的心服口服 最后用一个握手里结束这场比试 五藏心想之正和我一 之前受到的屈辱 现在我要加倍奉还了 握手的片刻再次发动空气场 这一次是四分五裂的灵魂切割 小老头你就说爽不爽吧 与此同时 永次郎的大平层里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 只见本部大摇大摆地走到永次郎身边 不过这次他不是来找麻烦的 相反他还有特殊的使命要完成 两人喝着小酒畅谈五道界的大事 最后说来说去还是逃不过功等五藏 对于这位战国时代的建设 永次郎同样很感兴趣 谁知本部却斩钉截铁地叫他放弃 原因很简单 因为永次郎也搞不定五藏 此话一出永次郎使脸震惊 猛拍一下桌子就站了起来 本部你瞧不起谁呢 如果连地表最强生物都对付不了功等五藏 那么还有谁能解决他呢 答案就是本部他自己 本部当场撂下一句狠话 他一定会保护所有的现代武学家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永次郎被这句话气得瞬间炸毛 我堂堂地表最强生物 难道还需要你的保护吗 永次郎暴怒之下想要痛扁本部出口恶气 然而下一秒 一阵浓烈的烟雾却直接把他震飞 在永次郎大发雷霆之时 本部反手丢下一枚烟雾弹悄撤退 永次郎冲出门外想要抓回本部 可惜对方早就逃得没影了 本部轻飘飘的一句话 给永次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从出生至今 他从未接受过别人的保护 哪怕连降生和哺乳 都是母亲在永次郎的命令下完成的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 永次郎无法容忍保护这个词 用在自己身上 他怒气冲天又一次炸毛了 紧接着双脚狠狠一动 整栋居民楼都为之震颤 此时本部还躲在楼道里 刷刷刷冒冷汗 难以相信自己居然敢挑战永次郎的威严 而且是在他极度愤怒的时候 但这也是事出有因 对不起了各位武学大师 功等武藏实在太过恐怖 还是让别人来对付他吧 但让本部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插足反倒加速了 武藏和永次郎的对决 这天武藏和德川老爷子 在榻榻米上喝着小酒 武藏突然仰天长探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此人的来历非同寻常 武藏以为德川还请来了别的高手 殊不知德川根本不知此事 可是门外分明有位客人 而且气势已经强大到扭曲空间 德川老爷子满脸震惊 此人除了永次郎不会再是别人 武藏立刻跟着兴奋了起来 今天这场面一定会非常有趣 三人席地而坐喝起小酒 微醺之后眼前的对手都不一样了 武藏眼中的永次郎 变成了漫山遍野的黄金 而永次郎则全神贯注地盯着武藏 把他当作最大的威胁 在两人气势交锋的前夕 永次郎推测武藏看到了一座金山 随即还遗憾地表示 公本武藏的战斗欲纯度太低 不料这立马引来武藏的反驳 难道纯度有用吗 自己征战多年进行过上百场比试 凭借所向披靡的战绩文明于整个岛国 公本武藏的威名天下无人不知 收到的黄金和美女数不胜数 但这还不够 武藏想要的比这更多 单纯的战斗并不是武藏的目的 他想要的是出人头地以及所有人的赞誉 武藏受到精神振奋之处 转身不自觉地挥出一道空气斩 高手过招不过点到为止 而这一斩便拉开了大战的虚目 这是岛国境内千古第一对决 史上最强利剑与最强肉身的正面交锋 终极大战一触即发 究竟谁才是地表最强武者 武藏陷入过去的回忆不可自拔 望我之时反手轰出一记空气斩 这一刀结结实实斩在了勇次郎身上 如果是一般的武者早已被贯穿身体 然而勇次郎却毫发无伤 甚至还淡定地喝了一口小酒 武藏对此非常满意 不错不错 阁下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勇次郎的肉身已经到了钢筋铁骨的程度 这一刀好像不是砍在了肉体上 而是砍到了坚硬的铠甲 这些年来攻等武藏斩首无数 但他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面对武藏的称赞 勇次郎的脸色依旧波澜不惊 甚至还觉得武藏太过啰嗦 想要试探身手却不展开实际行动 反而还用空气盏进行偷袭 真是太过无聊了 难道一代剑胜只会耍嘴皮子功夫吗 话音刚落勇次郎就给了对方一个下马威 啪大一声用手指头切开了啤酒瓶 飞出的瓶口不偏不已砸在武藏的脑门上 德川老爷子看到这一幕大惊失色 千万别在屋子里开打呀 另一边武藏的额头已经流血腹伤 这是勇次郎对刚才那一展的回礼 他已经成功激起了武藏的战斗欲 紧接着勇次郎叫德川拿出宝刀裹虎 因为公本武藏已经忍不住想要开战了 只有强者才懂强者 这一战必无可避 二人来到后院摇箱对峙 勇次郎所带来的压力远超任何一位对手 对此武藏也不惜拿出双刀应战 将宝刀拔出后 武藏气势汹汹严阵阵以待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勇次郎居然直接上前徒手握住宝刀 凭借强悍的肉身死死控住刀刃 武藏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勇次郎打中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使他倒飞出去数十米 但别忘了勇次郎还紧紧握着宝刀的另一侧 只见他脚尖轻轻点地从地上接力 然后乘胜追击朝着武藏飞去 降落时两人之间就差半个身位 此时武藏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 而勇次郎更是毫不留情地送出一发肘击 索性武藏及时缓过神来 两人重新进入对峙状态 刚才的那一掌太过凶猛 武藏的意识仿佛都被打出体外 甚至连遭受攻击的记忆都消失了 这是时代造就的最强战绩 只有当代的拳豪才能把铁拳练到如同利剑般的程度 虽然勇次郎的肉身很强大 但这还不能跟武藏的剑道相比 武藏大喝一声 接下来就轮到我出招了 强者你可千万别松手啊 勇次郎紧紧握着刀刃绝不退后半步 即使武藏全力下劈 依旧无法让宝刀推进半分 不愧是地表最强生物 可如果我反向用力 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只见武藏腰马合一开始发力 以手腕为支点终于撬动了勇次郎 紧接着放低身体重心开始借力 全力一挥把勇次郎甩飞出去 为了避免摔倒 勇次郎不得不松开手 然而武藏却借着这个空档器 用左手拔出了另一把短刀 双刀在守天下我有 武藏彻底进入战斗模式 而勇次郎也不再保留实力 下一秒便开启鬼背 全身上下用肌肉紧紧包裹 俨然像是一台人形机甲 但武藏根本不给他耍帅的机会 马上就挥动双刀向勇次郎砍去 两道流光从勇次郎身前闪过 光是一丝锋利的剑气就足以切开肉身 这就是传说中的二天一流 即使是钢筋铁骨的勇次郎 这次也要选择暂避锋芒 勇次郎已经很久没有躲过对手的进攻了 武藏竟然能把他逼到这个份上 可见对方实力有多恐怖 一个照面后两人各自后退保持警惕 双方的斗气强烈喷发气势如虹 斗气达到这种密度真是难得一见 仿佛是两头雄狮的怒吼 又像是龙虎相争的大战 但这还不足以拿来比喻这场战斗 因为他们分别是两个时代的武道最强者 地表最强之剑与地表最强肉身的对决 以我之毛弓比之盾 武藏率先加速冲向勇次郎 使用脱力迅速完成近身 最大限度利用刀刃的长度 这一刀足以劈开世间万物 然而勇次郎却挺起胸膛正面硬扛 浑身肌肉紧绷死死卡住刀刃 武藏满脸震惊 阁下居然生失我这一刀 勇次郎很快就展开反击还以颜色 先是握住对方的手腕防止他逃脱 紧随其后就是一记鞭腿攻其下体 手不离间的武藏第一次抛弃了他的双刀 这一脚似乎让两颗蛋蛋彻底破碎 勇次郎以伤换伤完成了绝地反击 最后只剩下武藏痛苦不堪地倒在地上 闻明天下的一代剑胜难道就这样败了吗 公元战神本部强行插手地表最强的战斗 以至于这场世纪大战没有分出胜负便草草收场 就在刚刚 武藏与勇次郎已经试探完毕 决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虽然武藏的双刀流很强 但面对勇次郎的段子绝孙脚还是其差一招 换作普通武者此刻早已选择认输 但武藏却被激发出了更强的战斗欲 既然二刀流无法将你斩杀 那就尝尝剑术的终极奥义吧 这是武藏在老年之境领悟的剑刀 从日复一日的书法练习中获取灵感 以无刀胜有刀 这就是剑胜之名的由来 只见武藏对着勇次郎大喝一声 强者请报上你的性命 剑刀奥义不杀无名之辈 行不更名做不改信 无乃犯马勇次郎 人称地表最强生物 真正的决战从此刻开始 武藏界的两座高峰将硬碰硬地斗一回 武藏转手将宝刀送还得川老爷子 接下来的战斗不再需要任何外物 因为我已到达人间合一的境界 宝刀看似被武藏舍弃 其实一直牢牢握在手上 下一秒二天一流瞬间发动 武藏纵身一跃朝勇次郎砍去 先拿第一刀试试手 果不其然勇次郎根本没有闪避 右侧的头发被七七斩断 效果很不错 那就再吃我一刀 这一次武藏终于动用全力 被目标锁定的勇次郎完全没有躲闪的迹象 就在他即将中箭时 身前突然窜出一道身影 本部替勇次郎承受了所有伤害 但勇次郎却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这家伙偏要在这个时候搅局 本部你是找死吗 勇次郎狠狠一脚踢在本部的后脑勺上 是大力臣的一击让他的肉身同时抬起 紧接着一击耳光凝眠而来 本部当场倒飞出去 愤怒已经让勇次郎丧失理智 大声咆哮后甚至起了杀心 幸亏武藏出面拦下了勇次郎 否则本部就要提前下线了 古今最强者的对决因此中断 本部豁出了老命总算成功搅局 此战不分胜负 只有作死的本部受到重创昏迷不醒 不知过了多久 本部终于被一场噩梦惊醒 连做梦都是武藏挥出那一刀的样子 可见本部弱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二天一流的威力太过恐怖 如果不是他特制的战衣承受了大量伤害 恐怕本部早已当场殒命 强行插手强者之间的决斗 本部依旧是那么傲慢 丝毫没有悔改之一 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阻止勇次郎挑战武藏 因为剑胜只能死在他本部手上 听到这话德川不由地愣住了 公本武藏的实力那么恐怖 你能拿出什么来斩杀武藏呢 对此本部同样懒得解释 那就用比武进行测试吧 只要自己获得胜利 老爷子就得安排他跟武藏决斗 除此之外本部还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场比试必须是无规则限制的决斗 刀枪炸药等任何武器都可以使用 这个条件看似并不重要 事后德川老爷子才突然想到 本部可是人称公园战神的实战专家 或许这位公园战神真的可以做到 与此同时 勇次郎和武藏还在街上游荡 两人强大的斗气不自觉地向外扩散 引得不明真相的路人纷纷回头观望 毕竟从他们身上传来的压迫感太真实了 就在本部谈好条件准备回家备战的路上 公园战神遇到了老熟人 此人一身黑衣黑裤站姿挺拔 他就是超级军人凯亚 本部碰见了徒弟非常高兴 连忙带着凯亚回道馆酗酒 这里的武器五花八门非常齐全 待久了会让武者莫名兴奋 本部抑制不住身体的战役 加上他跟徒弟已经好久不见 于是他便跃跃欲试想和凯亚比试身手 师徒大战一触即发 凯亚抢占先机提前出手 瞄准本部的眼睛吐出一口老痰 如果不是本部有所预判 这口浓硫酸将会使他无比狼狈 师徒俩的战斗方式简直如出一辙 主打的就是一个出人意料奇招平平 然而更狠的还在后面 凯亚将手心的钢钉压出指缝 一手刺拳狠狠扎向本部的身体 但师父就是师父 本部不仅能迅速侧身躲开攻击 还用碎花布缠住拳头抵消攻击力 随后他顺势向下施力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仅一个回合就将凯亚完全制服 为了让徒弟老老实实的趴好 本部甚至解开皮带搞了个五花大榜 什么叫宝刀为老老而迷奸 今天他算是给徒弟又好好上了一课 版本最强科技狂魔来了 杰克范马指球与公本五脏展开一战 于是连夜安排了一个增高手术 体重长到400斤身高超过2米4 活脱脱一个人员泰山 对此得川老爷子也是一脸目瞪口袋 想跟五脏对决没有问题 重点是人家本部不肯同意啊 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和他鄙视一场 只有战胜本部才能挑战公本五脏 可是本部又是哪位舞蹈宗师 杰克想了半天都记不起来 这位人兄似乎在舞蹈界并不出名 杰克的反应正如德川所料 没有人会在意那个又老又小的男人 因为所有人都不了解他的真面目 或许在竞技场上本部没有大方一彩的战绩 但别忘了他可是公元战神 武器库的全面程度几乎碾压其他任何舞者 如果杰克用普通的街头混混跟他相比 那可就太过傲慢了 这注定是一次极其凶残的厮杀 德川老爷子只能默默为杰克祈祷了 当天夜里二人相约东京中心公园 本部穿着那件熟悉的皮加克闪亮登场 然而谁都不知道 这件衣服里隐藏着近百种暗器工具 本部抽烟只是为了排解寂寞 眼看杰克已经跃跃欲试 这一刻本部的战役随之节节攀升 淡定地撇下手上的烟头 随后趁其不备将他甩出 这波隐蔽的袭击直接打了杰克一个措手不及 左眼毫无防备地遭到烟头攻击 就在杰克陷入短暂失明的瞬间 本部一脚踹向高大的杰克 那曾经凶恶的面孔如今扭曲得像个小丑 本部出手招招直击要害 一点花哨的架子都没有 此时杰克才终于明白 原来公园战神的威名是这么打出来的 然而本部从不会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下一瞬间就从皮加克里抽出短刀 压低众星纵身一跃 无情的一刀直接砍向杰克的小腿 任你长得再高有什么用 被刀砍了还不是要受伤流血 杰克的一声惨叫响彻云霄 剧烈的疼痛使他当即跪倒在地 这么看即使杰克跪着也比本部高一点 于是本部当场就怒了 这一刀教你学会尊老爱幼 如果不是本部临时收刀 此时倒在地上的杰克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可是倔强的杰克宁死也不服输 腾空而起后重新站立 刚才大意了不算数 现在我要认真开打了 只见强悍的肉身瞬间冲爆外套 瞧着凶狠的气场 本部还以为是鬼背在线江湖 没想到这就是个脱衣武秀 当然杰克那彪悍体格也不是盖的 一个左正灯把本部踹飞数十米远 在地上连着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但这时杰克感觉有些不对劲 自己的脚底板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向下看去 一把匕首竟然扎穿了自己的脚掌 为了继续战斗 杰克只能强行将气拔出 而对面的本部忍着剧痛起身回应 别怪我下手狠 我可是把你当作真正的对手看待 杰克的体魄已经练到了人形怪物的程度 本部只有全力以赴 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这时场外的观众却是一脸迷惑 两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到底是在斗殴还是在拍电影 公园这一战让杰克学到了实战的精髓 于是他打算先出手抢占先击 但他忘了自己偷袭的目标可是本部 面对这种袭击 最优解就是把小刀抵在头上防御 这一脚深可见骨防不胜防 杰克痛得嗷嗷大叫 张开血盆大口就咬在了本部的肩膀 此招乃是杰克的成名绝技啃咬 巨大的咬合力据说连椰子都能咬碎 然而本部此时却纹丝不动 因为他早就预判了杰克的预判 提前将特制外套穿在身上 然后顶着咬合力强行抽身 杰克的一嘴铁齿铜牙音声破碎 战斗持续推进 但杰克已经陷入巨大劣势 不仅左脚受了重伤无法使用 就连引以为傲的钢牙也都全部掉光 杰克勃然大怒 表示要让本部付出代价 随后他上前进行反击 就算雄狮丧失了獠牙 但他仍然还是万兽之王 作为科技改造过的人情怪物 杰克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 重压之下使得本部难以反抗 杰克的铁拳狂轰烂炸倾泻愤怒 在正面肉搏的领域 恐怕没有几人是杰克的对手 几秒钟的时间就让本部整张脸都挂了踩 不得已他只能动用压箱底的绝招 一颗炸药丢到杰克脚边 剧烈的爆炸轰然响起 然而杰克杀包大的拳头还在拼命挥出 这局势让本部看不懂了 再打下去自己的老命就要丢在这了 便宜巨鳄已是河道内无敌的存在 直到这天他碰到了一个更古老的生物 那就是远古第一野王皮克 恰好巨鳄刚刚吃饱喝足 这一次他能否将打野反杀呢 此时杰克的天马流星拳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 本部丢出的炸弹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杰克越打越凶 一时间甚至把本部打得伏在半空 再打下去本部的老骨头都要散架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展开疏似反击 蓄力一脚踢向杰克的下巴 震得对方脑瓜子嗡嗡作响 本部总算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连忙跟杰克拉开战斗距离 这时杰克才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原来本部朝他丢了一枚炸弹 都怪他太过专注于战斗了 导致连身上的剧痛都没感觉到 杰克不愧是天生的斗士 精神力居然能完全集中于战斗本身 但别忘了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本部趁其不被反手甩出几枚手里剑 杰克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伸手硬抗才没有伤到要害 此时杰克还浑然不知 自己又中了本部的算计 因为下一秒铁链已经绑住了他的脚腕 随着本部那么顺手一抽 眼前的巨人瞬间轰然倒地 别怪我本部下手 因为我这条老命也要撑不住了 能把公园战神逼到发挥全部实力 这也是相当罕见的情况 随着手上铁链的急速挥舞 那块飞天蹭托再次被本部扔出 最后不偏不以郑重杰克的面门 杰克遭受暴击导致战力锐减 陷入虚弱期的他甚至连战都站不起来了 本部抓住机会立刻控住他的手腕 随后使出一招漂亮的锅肩摔 这一跤让杰克摔得不轻 本部三下五除二将其制服在地 顺势掏出怀里的大麻绳 最终杰克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这是一场以小博大的决斗 公元战神的名号果然不是盖的 为了彻底让杰克屈服 本部掏出一把匕首扎在杰克面前 只有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才是获胜者 杰克你已经败了 接下来让我替你去挑战五脏吧 就在第二天东京市区出现了一件怪事 原本随处可见的鲤鱼突然集体消失 一只巨型生物悄然入侵城市河道 该生物庞大的体型甚至挤爆了一艘轮船 究竟是多么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件事 为了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者亲自来到事故发生地点 怎料这一天发生的离奇事件 直接让他震碎三观 巨型鳄鱼突然在身后出现 背后还趴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原始人 这又是哪位不怕死的好汉 就在记者震惊之余 皮可狠狠一个抱摔把巨鳄拖进河道里 水下似乎还传来了鳄鱼痛苦的嚎叫 片刻之后皮可毫发无损地上岸了 手上竟还抓着巨鳄的尾巴 放眼整个岛国这也是相当炸裂的程度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警官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生怕自己变成了皮可的食物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皮可带走猎物 几十吨的巨鳄说拉走就拉走 就算下水道的洞口不够大 皮可还是能强行将巨鳄拽进去 巨鳄的上半身卡在洞口嗷嗷乱叫 然而谁都帮不了他 紧接着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被拉进管道 看着鳄鱼皮褶皱的样子 恐怕皮可把包皮的环节都一并完成了 这则爆炸性新闻立马传遍了整个东京 武藏对着屏幕里的皮可挥刀斩下 谁知下一秒对手却消失了 武藏真是着魔了 见到强者不由分说就挥刀 德川老爷子对此痛心疾首 他刚买的高清电视机就这么报废了 而武藏却毫不在乎 一心只想跟这个原始人战斗 他头脑一热甚至还对德川挥出了一道空气盏 这让德川如临深渊直冒冷汗 皮可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对手 武藏必须要去挥挥他 随后一柄手刀架在德川的脖子上 搞得老爷子都不得不从 新闻一经发表便迅速引起大家的关注 相关学者立马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承认那个原始人就是皮可 而巨鳄是在下水道里变异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抓住皮可 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在警示厅的配合下 一支专业小队迅速集结完毕 武吨化学溶液全部倒进下水道里 迷烟扩散到周围一公里 在军方的大力搜寻下 原始人皮可终于重见天日 而整个武道界也将因此发生巨变 原始人猎杀巨鳄的新闻引爆整个东京城 警示厅动用大量化学溶剂 这才把皮可迷晕送进了地下实验室 长时间没洗澡的皮可臭气熏天 差点把研究员都熏死在实验室 而博士则满脸震惊地看着附近的设备 这里的器械简直太先进了 号称世界第一都没问题 但这只不过是德川的众多产业之一 此时老爷子带着公本五脏缓缓走来 博士两眼冒光好像看到了金主爸爸 连忙跑过来跟老爷子打招呼 他先是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 随后突然抬起了手掌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五脏当场扇了皮可一个大嘴巴 一句话不说直接开打 五脏这一巴掌差点把德川给吓死 上百斤的距离轰在脸上 皮可仍然躺在床上纹丝不动 真是一具强悍的肉身啊 那面对这一招阁下又将如何应对 转眼间一道空气斩灰向皮可的脖子 原本陷入沉睡的皮可立马睁开了眼睛 而边上的五脏更是满脸不可思议 只因皮可的脖子太过坚硬 这一刀本来想让他人头落地 但五脏却死活斩不下去 五脏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又有一位绝世强者出现了 上一个硬抗空气斩的人还是永次郎 这一回来了个更狠的角色 一个连脖子都砍不断的原始人 皮可起身后警惕地盯着眼前的公等五脏 他魁梧的身材堪比增高后的杰克犯马 此时皮可还在确认对方的身份 谁知五脏居然直接承认刚才就是自己出手 听到这话皮可瞬间爆起 张开大嘴扑向五脏的脑袋 锋利的獠牙杀伤力远超杰克的铁齿铜牙 而五脏只是淡定地送出一记手刀 表面上是把手掌塞到皮可嘴里让他咬 实际上无形之刃已经挥出上百次 这就是剑胜的无刀之劲 半秒后皮可身上藏来一阵巨痛 浑身上下仿佛都被宝刀斩中 皮可痛得嗷嗷乱叫 然而身上却没出现半点伤痕 这头怪物的强大远超五脏的想象 恐怕他的战力不在自己之下 这一刀明明可以把头盔铠甲一起斩断 但却死活打不穿皮克的肌肉和骨骼 五脏的凶狠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让皮可回想起远古时期的记忆 自己曾在众多的强敌中杀得来具自如 只有一种速度很快极其灵活的恐龙让他非常头疼 那就是孔爪龙 他总能越极挑战其他的大吨位恐龙 锋利的爪牙甚至能割伤皮可 此时皮可有着强烈的感应 眼前的这个男人极其恐怖 危险程度就像远古的孔爪龙一样 两人针肩对上麦芒 他们之间势必要有一战 研究员提议在实验场内进行战斗 这个场地已经做过专业改造 能够承受绝大部分攻击伤害 然而博士确实反对意见 五脏是人类科技克龙出的一个奇迹 皮可是存活了上一年的宝贵遗产 二人如果展开死战 任何一方的陨落都会对人类造成巨大损失 请不要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吓胡闹 众人面面相去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得川老爷子出来发话了 两大强者都梦想着一战 普通人能够一旁观战就很幸运了 博士如果不想看可以马上滚出去 千万别想破坏这场战斗 不料话应刚落博士反手掏出一把手枪 热武器出场后搞得大家都不敢随便乱动 原来博士早就料到事情会有波折 于是随身携带手枪以防不测 顺便他还炫耀了一句 自己进入岛国享受博宝级待遇 就算携带手枪入关也不能检查 眼看局面得到控制 博士要求众人立即解散离开现场 只是他还没帅过三秒 顷刻间自己的手腕突然翻折 脖子也好像断了一样 原来是五脏发动了空气斩 这招用在普通人身上就像是砍瓜切菜 博士的肉身仿佛节节寸断 五脏饶有趣味地捡起手枪 短筒类武器该怎么用呢 砰砰几枪随手对着墙壁打去 每个弹孔都是深不见底 这伤害让五脏都感到非常吃惊 他的用法比手里剑简单 准确率还很高 虽然手枪很可怕 但这却不能被称之为道 岛国第一武士刀无名惊重在现时间 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手能把五脏逼到这个地步 回到实验室里的博士还缩在角落瑟瑟发动 只因公本五脏挥出的空气斩太过恐怖 虽然身体表面毫发无伤 但是灵魂却像被千刀万剐一样 无限接近死亡才会懂得生命的真谛 实际上博士已经死过一次了 只是公本五脏把命又还给了他 而另一边两大强者已经缓缓登上实验场 五脏的气场全面爆发如同一座喷涌的火山 皮克也不遑多让迅速进入战斗模式 随着一声咆哮吼出 皮克率先冲向五脏发动攻击 就算五脏是远古孔爪龙附体 今天皮克也要将他一口吞下 这招侧踢或许能踹爆一名武者的妖子 然而他此次面临的对手可是公本五脏 只见对方一个扭夸便躲开了攻势 紧接着双手合一发动空气斩 这一刀结结实实地砍在了皮克的小腿上 五脏已经动用全部力量 暴怒之下挥出一记生龙拳 然而五脏的速度比他更快 五刀之刃在请客间挥出体外 这一刀比起空气斩更剩一筹 皮克的身体似乎被拦腰斩断 但仔细一看 对方仅仅伤到了肌肉而已 简直是惊为天人的防御力 这样的肉体还能称作是人类吗 不愧是远古时期复苏的怪物啊 此时五脏眼里的皮克迅速变了个样子 那是万众瞩目的赞誉和包赏 只要击败皮克 五脏就能获得所有人的赞赏 名誉和钱财将会喷涌而来 想到这里五脏的战力瞬间节节飙升 而另一边的皮克也没闲着 直接浮倒在地板出战斗姿态 凶狠的目光死死盯住五脏 凭借这一招皮克甚至敢跟霸王龙叫板 就算是几十吨重的三角龙 皮克也能用肉身将它扑倒 压力瞬间给到五脏这边 皮克即将发动全力一击 五脏究竟会躲开攻击还是正面迎接 然而现实情况是五脏根本来不及选择 因为下一秒皮克就如同一枚炮弹般窜出 用时0.1秒的头锤已经到达五脏腹部 全力硬抗成为了最后的生机 五脏的双手死死抵住皮克的力爪 食指向扣总算卸掉一部分冲击力 但就算是这样 五脏仍然被按在墙上摩擦 皮克的力量已经超越人类的极限 一次爆冲居然把五脏压到动弹不得 两人表面上形成对抗之势 实际上掌心之间都要搓冒烟了 为了重新借力皮克逐渐挺起胸膛 凭借身高优势再次向五脏压去 皮克咬牙切齿已经用尽全力 然而眼前的五脏还是屹立不倒 两人久久对峙僵持不下 此时五脏的战力再一次爆发 双脚从墙壁借力完成纵身一跃 这几头锤攻击不偏不倚的杂重皮克的脑门 号称钢筋铁骨的皮克终于受伤了 一瞬间整个人都被五脏掀翻 再强的怪物也会倒下 五脏以骑程式坐在皮克身上 这无疑是压倒性的优势 众人回头再看墙壁上的打斗痕迹 30公分后的硬驴板居然因为人力凹下了 原来五脏并没有完全卸掉皮克的冲击力 只是因为肉身够强扛住了这一击 换做普通人恐怕早已暴毙了 五脏真不愧是古代最强的武士 就在众人以为五脏要抓住优势暴打皮克时 五脏居然率先提出暂停战斗 因为这场比试已经没有意义了 无形之剑曾经发动过无数次 然而皮克强悍的肉身却能做到绝对防御 仅仅用肌肉就抵御了所有伤害 面前如此恐怖的肉身 恐怕只有真刀才能使其受伤 此话一出立即引起皮克的强烈反应 妖马合一直接把五脏阵割到天花板上 别看皮克现在还有反击之力 那是因为他的身体没被真刀砍过 如果今天五脏用真刀作战 或许皮克的骨头内脏不会受伤 但他一定被砍得伤痕累累 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听到五脏这么说博士立马就急眼了 冲上来就抓着五脏大吼大叫 如果皮克受伤内将会是全人类的损失 博士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皮克 而五脏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随意地抖了抖肩膀就让博士摔在地上 因为他想起了更重要的事情 五脏转头找到德川老爷子 请求他把自己的爱刀找回来 战国名刀逝世后重现江湖了 德川老爷子不敢怠慢 八百里加急从熊本取来宝刀 手上这件武器就是传说中的无名金重 一戴剑圣的贴身佩刀 而他才刚靠近主人的身体 剑鞘上的绳子居然自动解开了 宝刀出现如此异象只有五脏才懂 他已经迫不及待重回剑圣的腰间 与他一起再次征战沙场 拥兵之王居然想夜袭攻等五脏 要知道这位剑圣可是让永次郎都非常忌惮的存在 难不成凯亚是活腻歪了吗 就在刚刚 实验室里的大战最终已暂停结束 虽然皮克和五脏没有分出胜负 但是另一边的独步却非常清楚 其实五脏已经赢了 这是一场纯度的比拼 五脏代表着追逐功名利禄的贪心 而皮克代表着纯洁质朴的赤子之心 所谓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五脏的剑刀并不混杂 相反他的武学之心非常纯粹 因此五脏比皮克更加强大 独步能够这样解释任牙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果然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是谁强谁有理啊 另一边的五脏已经拿回自己的宝刀 人间合一才是真正的剑圣 此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身手了 为此德川老爷子也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几个稻草人摆在试炼场上 甚至还贴心地给他们穿好衣服 上到迟钝警卫下到商业精英全部安排到位 然而他们也不是普通的稻草人 而是经过特制的木靶子 内部主干由兼任的青竹组成 外面再套一层草席增加阻力 据说耐久性约等于人的颈椎 对此五脏满脸不屑 砍这种靶子根本不用蓄力出招 只要贴着草席轻轻画一刀 稻草人就会直接分成两段 切口整整齐齐没有任何难度 这一刀的丝滑程度犹如砍瓜切菜 而剩下的几个稻草人就倒霉了 有的顺着脑门劈成两半 有的直接被拦腰斩断 还有的被红树网刀大卸八块 德川啪啪啪鼓掌以为自己看了一出好戏 殊不知下一秒利刃就挥向了自己的脖子 差一点德川府就要设宴吃喜了 幸好五藏只是开了个玩笑 深夜五藏来到东京大街 商业区高楼林立一眼看不到点 真是一个雄壮的对手 但他也不是毫无弱点 五藏一眼看出了大楼的问题所在 重心全部压在四条线上 只要砍断顶部的四根支柱 大楼就会不断地向下探索 从顶部向中部轻闸 堆积的重量不断加大 最后让整座大楼彻底担大 五藏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位黑衣人 成功完成近身的凯亚表示非常遗憾 一代剑圣居然只有这点水平 就连刺客靠近都没有任何察觉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五藏有意为之 五藏早已感受到了刺客的气息 只是凯亚不构成太大威胁 所以五藏也就放任他继续跟随 这是何等傲慢的轻视 不死心的凯亚反手掏出一把手枪 死到临头还要嘴硬 公本老贼吃我一枪 不料就在他拔枪的瞬间 一道空气盏直接砍向凯亚的手腕 整根基建似乎直接断裂 胆敢挑衅剑圣的尊严 凯亚已经是个死人了 下一秒五藏气场全开 危险指数不断飙升 仅仅一个眼神就让凯亚感到头皮发麻 虽然他曾经在部队服役见过无数大佬 但没有任何一个军人和战士能够像五藏一样 仅靠蓬勃的战役就能碾压对手 目光如利剑一般直视前方 即使双手脱离也看不出任何破绽 现在凯亚已经完全相信 今天他碰到了硬查 眼前的这位大佬一定是剑圣本人 看着五藏朝自己步步逼近 凯亚不得已掏出匕首护身 这把匕首比小柄略大又比短刀略小 再看凯亚的持刀姿势 既不像斩机又不像头指 五藏这才明白 那是匕首改装的短筒飞刀 眼看自己的计谋已被识破 凯亚不再犹豫直接按下了发射按钮 然而令他震惊的是 五藏的反应速度简直超乎想象 一眨眼的功夫便完成了空手接白刃 锋利的飞刀变成了徒手拿捏的小玩具 见此情形凯亚像是活剑鬼一样浑身冒冷汗 这样的能力已经突破了人类极限 公本五藏恐怕是个人形怪物 面对如此恐怖的对手凯亚已经失去了信心 五藏一步步向前逼近 突然间空气盏再次发动 凯亚的身体立马变得僵硬起来 一刀再一刀 整个身体被横竖切成四块 最后像是一滩烂肉一样被丢在地上 这种直击灵魂的痛绝太过真实 虽然自己的肉体没有损伤 但是凯亚的心灵却受到了巨大冲击 这才是真正的舞蹈高手 不依靠任何武器和阴谋轨迹 只用绝对实力去横推一切 这一招空气斩就够凯亚学一辈子 它是凯亚能够承受的极限 但却不是公本五藏的极限 上一个用脸硬扛斩杀的猎海王已经死了 而这一次皮克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果然只有投铁的舞者才能当强者 最终皮克真的能战胜五藏吗 自从上一次跟五藏比试过后 皮克已经被打得食欲不振 连续四天都没有进食 就算德川老爷子花大价钱搞来了恐龙肉 皮克还是提不起半点兴趣 要知道那可是顶级的霸王龙肉 一般人根本没资格享用 然而皮克却像是自闭了一样 整天就坐在试炼场里发呆 对此任牙也是非常担心 下一秒直接翻身跳进试炼场里 面对面陪着皮克坐了一晚上 虽然两人语言不通 但是任牙却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战斗欲 皮克非常想要再战一场 他甚至还把五藏看成了美食 等待胜利之后将他一口吃掉 听到这话德川大惊失色 放眼于整个岛国五道界 恐怕没一个人敢说这样的大话 德川老爷子也不看好皮克的实力 之前他在全胜时期就奈何不了功等五藏 更何况他现在还处于没有进食的衰弱期 可另一边的任牙却保持乐观态度 因为五道界还有另一种说法 饥饿状态才能激发人的兽性 或许皮克的战力还会因此飙升 这将是一场任羽牙的终极对决 七天的停战时间很快过去 地下竞技场即将迎来又一场巅峰对决 作为一次内部决斗 德川老爷子没有向观众公开售票 否则这个场馆将会被人流吞没 只见观众席上三三两两坐着隔派五道家 全东京最出名的大派宗师几乎全部到场 为了亲眼见证这次决斗 每个人都是数着日历过日子 而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从这场大战中得到新的启示 只见五脏拔出无名惊重缓缓入场 凝视的剑气已经锋利到滑坡夜空 另一边的皮可则更加夸张 一看到五脏出现 他的口水就止不住地向下流 皮可准备就绪后一脚蹬的弹射起步 只见他巨大的身躯马上就要扑倒五脏 而在这一瞬间五脏出刀了 聚合斩步偏不已地斩中皮可的面部 五脏双手持刀全力迎击 这一刀至少砍进去了一根大拇指的深度 众人全都目不转睛看向二人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然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五脏砍到皮可脸上的刀居然顿住了 皮可用他的肉身强行挡下了五脏的攻击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的身体了 仅凭肌肉和骨头的力量硬扛一刀 恐怕铜墙铁壁都没这么结实 当初猎海王敢用肉身跟五脏叫板 那还是运用了销利的技巧 可见皮可的肉身有多么恐怖 就在五脏愣神之际 皮可的一技中拳杉杉来时 沙包大的拳头轰在五脏脸上 直接打得他倒飞出去数十米 在场的五道家看到这一幕无不为之汗颜 恐怕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能接下这招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五脏的宝刀还挂在皮可脸上 这一刀的力量太大已经嵌入肌肉 皮可只能忍痛把钢刀夹出来 随着一声金铁落地的清脆响声 贯穿皮可全身的伤痕瞬间暴露出来 这是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紧接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 皮可缓缓捡起了宝刀无名精重 宝刀配战神如同猛虎天意 皮可的肉身已经无比强大 如果再用这股怪力挥刀 或许世间的一切都会被他斩断 可此时皮可还不知道这柄宝刀的强大 手指轻轻地在刀口划了一下 瞬间指度上就增添了一道伤口 无名给皮可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于是他也学着像五脏一样向下砍去 在距离的加持下 这一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 最后剑柄朝下形成了一个直角 在地上留下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剑痕 此时在看皮可持刀的样子 他似乎不是原始人而是一尊杀神 就在这时五脏终于爬了起来 皮可的肉体已经完全超越他的想象 之前的一刀足以将铠甲一分为二 原本他以为皮可肯定必死无疑 谁知对方居然扛住了这致命一击 在倒地的那段时间里 五脏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万万没想到皮可竟然会拿走自己的宝刀 不得已五脏只能徒手去战斗 现在的局面他已经陷入一边倒的劣势 皮可手握宝刀气势逼人 反观五脏却刚刚遭受重击 难道一代剑圣真的要败了吗 一代剑圣竟然成为了别人的美食 交战过后五脏的左肩离奇地掉了块肉 再看另一边皮可圆鼓鼓的嘴巴 想必剑圣的肉是相当有嚼劲啊 皮可夺刀之后直接朝着五脏身上砍去 殊不知对方早已准备就绪 一记手刃打在皮可的眼睛上 抛开剧烈的疼痛不说 短暂的失明也让他晕得找不着呗 就在这时五脏借机拿回了自己的宝刀 一流的极致刀法使得皮可无法闪避 顷刻间身上又多了六道伤口 观众席上的五道家无不大受震撼 这是早已在现代武学中绝技的剑术 他没有任何表演的花架子 而是一种血腥又残忍的技法 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削弱对手直至斩杀对手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剑术 虽然其他五道家对此大为惊叹 但是挥出此刀的五脏还是不太满意 原本以为这几刀能直接砍下敌人的关节 结果皮可只是流血重伤而已 这还远远不够 五脏想要的是华丽的斩杀 上下左右将皮可切成两半 为了避免皮可流血昏迷中断战斗 五脏直接摊开双手引诱皮可进攻 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或许整个岛国只有五脏能玩这么划 不出所料皮可没有顶住诱火 下一秒如同恶虎扑士般冲向了五脏 只见五脏反手一刀斩在皮可的肩胛骨上 刀尖一路向下直达对方后背 皮可的铜墙铁壁竟然被人砍穿了 绝对防御的肉体神话就此打破 五脏这一刀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力量 只不过他恰好抓准了一刹那的机会 因为五道界有一种武学理论 肌肉在发力的前一刻最为柔软 抓住那一瞬间发动袭击就能置人于死地 原始人皮可并不懂这个原理 此刻他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很快身体的各个器官就起反应了 背后的伤口血溅三尺流血不止 这场大战显然已经奋出胜负 见此情形五道家们各个心情忐忑 红叶忍不住出来叫停 要是再打下去或许皮可真要战死 然而德川老爷子也是一脸无奈 因为胜负是否愤出只能由他们决定 自己只有宣布战斗结果的权利 然而没人注意到的是 此时五脏的左肩已经空了一块 不用怀疑那一定是皮可咬中了目标 他用嘴活生生地撕下了一块人体肌肉 看到皮可鼓着腮帮子吃得正香 五脏顺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示意皮可过来咬这里 这种挑衅的姿势非常具有侮辱性 虽然皮可听不懂五脏在说什么 但却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在侮辱自己 愤怒已经让皮可失去理智 下一秒野性形态彻底觉醒 全身伤口暂时愈合 负面状态全部清楚 皮可曾经能在霸王龙嘴里全身而退 而今天为了对付功等五脏 他居然动用了最后的看家本领 皮可本就壮硕的体型再一次膨胀扩大 全身肌肉紧绷力量提升到极致 此时的皮可已经完全蜕变成一只怪物 自从五脏斩杀巨猿之后 他已经好久没再见过怪物 不妨今天就再杀一只 与此同时皮可已经大踏步向五脏袭来 宝刀在手的五脏根本无所畏惧 这几刀依旧斩在关节上 五脏的三连砍成功命中目标 但由于皮可处于觉醒状态 防御力大幅度增强 挥出的斩机紧紧切开了肌肉 真是妖怪般的防御力啊 谁知五脏却因此变得更加兴奋 既然怎么斩都斩不死 那皮可岂不是个完美的活靶子 五脏实在太喜欢斩杀的感觉了 就像刚才明明可以蓄力一刀重创皮可 但他却非要多斩几刀享受快感 像皮可这么耐砍的对手太过少见 因为在过去的对战中 再强大的舞者也只能承受一刀重击 耐打的皮可顿时让五脏兴致大增 他究竟能扛住多少刀呢 此话一出也是相当炸裂的程度 即便皮可根本听不懂五脏说的话 但他的心里还是萌生了退缩的念头 因为五脏的恐怖程度已经超越了所有恐龙 只有大黄蜂才能与之相比 一针见血的迅猛攻击 穿越身体的极致速度 每一招都让皮可避之不及 果然生吃大黄蜂就是自讨苦吃 皮可瞬间没了食欲 下一秒便解除了觉醒状态 勾着身体试图逃离竞技场 五脏也没想到皮可要灰溜溜地逃跑 于是一个闪身拦住对方去路 五脏杀气腾腾即将斩杀皮可 见此情形皮可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浑身肌肉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 就连牙齿都在跟着打战 难道皮可今天也要死在剑胜的刀下吗 公元战神圆梦地下竞技场 这一战将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死大战 为了守护各派现代武道家 本部将会倾其所有击杀公本五脏 胜利的天平最终会倾斜到哪一方呢 就在刚刚 皮可已经被五脏打得心态爆炸 最强原始人居然被当作炼刀的火把子 可见公本五脏真的杀疯了 皮可第一次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了恐惧心理 看到对手已经完全丧失战役 五脏也顿时没了兴趣 斩杀一个吓破胆的对手毫无意义 皮可因祸得福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此时后场拒莫名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皮可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 紧接着手脚并用火速冲下擂台 看着皮可大吼大叫仓皇逃窜的样子 五脏知道自己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此时皮可已经连爬带滚地回到休息区 高大的身体直接浮倒在了本部身下 原来是公元战神来了 他就是皮可最后的仪仗 皮可竭尽所能只能让五脏流血负伤 接下来就靠本部全力输出了 一个是让皮可仓皇而逃的五脏 另一个是让皮可主动求救的本部 究竟哪一方会更胜一筹呢 对此本部也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于是他猛贯一口东京二锅头 对着天空喷射出了漫天水雾 在酒精的环绕下本部潇洒走进试炼场 五脏看到本部上场先是一惊 随后又咧嘴一笑 上次来打断战斗的家伙就是他 感谢德川老爷子的贴心安排 今天我会好好教训这家伙的 然而这件事跟德川没有半毛钱关系 五脏刚刚和皮可大战一场 老爷子只能劝说五脏改月再战 这时观众席上却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 四面八方的高手都在向本部喝彩 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德川只能把决定权还给五脏 两大高手正面对峙气场上不遑多让 谁知本部竟然耍无赖地表示 决定权不在五脏手上 就算五脏不想打 他也会从后背偷袭逼着他打 话音刚落本部就开始动手了 一包石灰粉直接砸到五脏脸上 瞬间他两眼一摸黑什么都看不清了 本部紧随气候一个滔荡爆起五脏 整个身体压在对方身上完成被摔 这一击是大力沉足有上百斤重 就在五脏摔得七荤八素时 本部已经顺势摸到了对方的左脚 知道什么叫阿基里斯剑吗 这将是五脏从未体验过的剧痛 只见本部夹住五脏的脚踝又使出一记反身摔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五脏倒在地上过了好久才缓过神来 本部一出手就是实战家的作风 他使用的技法早已失传多年 因为那都是古代战场上运用的技巧 本部的能力得到了五脏的认可 两人席地而坐暂停战斗 白酒加烟法力无边 这就是本部战胜五脏的底牌 随后他对着五脏递出一桶香烟 看似有好的动作其实暗藏玄机 五脏猛吸一口就洞吸了里面的套路 除了本部嘴里的香烟之外 其他的烟五脏一概不抽 因为里面都掺了河豚毒 就连酒瓶子上也放毒了 五脏正面拆穿了本部的计谋 对于本部来说这是个完美的回应 如果五脏就这样轻易地死去 那他准备多年的成果也就无法展示 五脏接过本部的香烟猛吸一口 既然如此那就再战一场吧 五脏抽刀向前即将挥出致命一击 怎料本部的酒瓶子速度更快 下一秒直接拍到五脏脸上碎成了玻璃渣 锋利的碎片瞬间将气划伤 但这还不算完 本部反手又把烟筒扎在了五脏脸上 宝刀尚未出窍 但身体已经伤痕累累 本部一个照面就打得五脏满脸狼狈 趁此机会他更是乘胜追击 追下一颗炸药砸在五脏脚下 凯亚坐在观众席上看得热血沸腾 师傅这波连环出手简直是教科舒适反击 另一边的刃牙也在默默给本部加油 先生你可一定要活下来啊 就在这时本部甩出分铜锁勾走了五脏的宝刀 如此顺利就将此刀夺走 看来五脏的确伤得不轻 竟然舍弃了示弱生命般的爱刀 直到半分钟过后 五脏才终于磕磕绊绊地从烟雾中走出 他的脸颊已经出现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这笔血债又该如何偿还 只见本部蓄力一挥将无能斤重丢还给五脏 宝刀在空中急速旋转俨然变成了一柄回旋刀 然而对面的五脏却不慌不忙 伸手一握就轻松血液地接住了宝刀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本部丢东西往往没安好心 紧随其后飞出的剑翘就是最好的证明 五脏试图让剑翘直接归位 可殊不知自己又落入了本部的圈套 只听风的一声剑翘里的炸药瞬间引爆 冲击波阵的五脏虎口声疼 都怪公元战神套路太多 就连公本五脏都被他按在地上摩擦 你知道被人斩断四肢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本部对此无所畏惧 只要能将五脏击败 他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在刚刚 本部还处于绝对的优势之中 剑翘炸弹引爆之后 本部手持分铺所迅速朝着五脏袭来 飞天秤驼一甩手抽到五脏脸上 好巧不巧还是五脏的伤口之处 这一击直接打得五脏倒飞出去 脸颊甚至肿成了拳头大小 五脏一口老血喷出伤势不清 旁边的德川老爷子满脸担忧 可下一秒五脏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只见他把手指捅进了左脸的伤口 顺时针搅和了一圈 逆时针再搅和一圈 紧接着还瞬息了一口美味的手指 嗜血是武士的天性 然而观众席上的韧牙看得很清楚 五脏的左半边脸已经露出个大洞 再往里面就是后槽牙了 只怪本部甩出的飞天秤驼力道太足 一度把五脏的后槽牙都打松了 曾经五脏也和其他武士交过手 对方的分铜锁就完全进不了身 不得不说本部的表现已经非常出彩了 但他要的远远不止这些 本部反手把铁链拴在宝刀之上 一旦缴械成功就能削弱五脏的战力 然而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无论本部怎么生拉硬转 铁链捆住的宝刀还是纹丝不动 五脏随意的站姿好像没有用力一样 因为他只需单手就能稳稳抓住无名精重 三根手指虚握根本没有用力 仅靠两根手指就能抗衡本部全身的力量 五脏的握力简直太恐怖了 只见他手持钢刀轻轻一动 无名精重的锋芒直接震碎锁链 本部偷击不成还拾了一把米 自己的武器反倒是被砍报废了 脸上血淋淋的伤痕彻底引燃五脏的怒火 接下来他要让本部血债血肠 出于对武者的尊重 五脏提供了以下四种选择死法 道八字从头斩杀 大夹杀侧面斜切 大闸刀胸口双臂一起斩 前后竖切体面地抬走 本部摸了摸下巴仔细考虑了一番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 那他要选自然老死 本部手里的武器换成了一杆短枪 虽然他的枪法学艺不精 但这不影响本部战胜五脏的决心 只见他一个剑步猛地刺向五脏胸口 不出所料短枪连一个回合都没有撑过去 五脏挥出的钢刀直接将其砍成两段 可谁知这是本部的隐忧战术 在五脏停顿的一刹那 本部立马变换动作甩出一记鞭腿 五脏脸上的伤口再次遭受攻击 这迅猛的近身突袭让五脏防不胜防 然而最要命的还在后面 只见本部掏出只虎带到手上 二合一拳瞄准五脏的面门就打了上去 他当即就被打得口吐鲜血呆愣在原地 脑袋里只剩一团浆糊 此时本部拎着匕首准备斩杀对手 殊不知五脏只是洋装的昏迷 下一秒他瞬间抱起披向本部的身体 刀光剑影的一刹那 匕首已经被斩成了两劫 与此同时本部的身体也开始向外流血 这一手绝地反击真是出人意料 让在场的所有五道夹全都猝不及防 五脏挥出的任何一刀都足以将五折斩杀 本部现在还能撑住不倒 说明他的衣服里一定有铠甲护身 五脏的猜测完全正确 本部不仅提前做好了防御 而且他穿的还是军用防弹背心 为了应对五脏的大范围斩击 他甚至还在小腿和小臂上套上铠甲 然而这一切都是多余的 因为没有人能承受来自剑圣的怒火 只见五脏一道斩击挥出 本部的手腕随即阴声折断 眼看大势已去 本部只能用暗器薄一丝生机 怎料铁锥才刚刚举过头顶 五脏的钢刀就已经砍向五脏的双腿 本部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 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 这时五脏已经可以顺势完成斩杀 奈何场外任牙大叫着让他住手 就在这犹豫的一瞬间 本部顶着残破的身体强行发动头锤攻击 五脏瞪大着眼睛倒飞出去 本部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讲五德搞偷袭 就像之前五脏骑在皮克身上一样 现在本部也完全压制了五脏 他用脑袋一下又一下地疯狂输出 几十下连续不断地头锤敲的五脏头晕目眩 砸到最后就连本部都没了力气 索性就展开最后的绝杀 用脚紧牢牢勒勒住五脏的脑袋 手腕用不上镜就拿牙齿咬住 原本就喘不上气的五脏现在更加难受 众人看到这一幕满脸不可置信 到了最后一刻本部竟然完成了绝地反杀 不过事情还没完 不死心的五脏反手一刀扎向本部的肩胛骨 这一刀原本是致命一击 幸亏本部有锁子甲扛住了致命伤 然而背上传来的剧痛却消除不了 本部死死地咬着牙绝不松口 即使丢掉性命也要赢下这场胜利 五脏有些不理解 本部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坚持 答案当然是为了守护 守护自己 守护朋友 守护五脏先生 随着五脏手中的刀滑落 他终于彻底晕厥失去了意识 这场战斗至此奋出了胜负 公元战神本部战胜了剑胜公本五脏 一个人究竟强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居然能让一个国家单独向他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拉普就是不信这个邪 非要打破白宫40年来的规矩 直到最后他却被那个男人活生生吓尿了 这是日本地下竞技场内刚刚结束一场空前绝后的决斗 公元战神上演舍生忘死的绝地反杀 一代剑胜西败东京巨蛋竞技场 观众席上轰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被保护的众多武学家向本部点头致意 而另一些被超越的舞者则是百感交集 没想你本部真的做到了 没一会儿武藏就恢复了意识 满身傲骨的他第一次向对手承认自己败了 然而本部却认为自己受之有愧 因为武藏出手时曾经多次手下留情 那几刀明明可以砍向关节和要害 结果武藏全都砍到了防具上 如果武藏有意要杀人 或许本部早已被碎尸万段了 不得不说武藏在武学上的造诣太高深了 能把一切比赛视作对自己的锻炼 即使是在地下竞技场的生死搏杀 武藏也只是把他当作一次日常锻炼 在武藏看来没有人能对他造成生命威胁 于是本部提议再来一场搏命之战 本部对于战斗的纯度也太高了 这一点不禁让武藏肃然起敬 于是接过刀柄顺势一抽 以最快的速度取出利刃减轻本部的痛苦 无论如何这一战都是你本部赢了 这是我公本武藏自己承认的 大战过后本部倒在医院里昏睡了三天三夜 各路专家一起会诊总算接上了他的断职 任牙一听到本部苏醒的消息立马来到病房 他必须当面向这个男人道歉 仅凭一人守护了整个岛国武道界 这是何等伟大的存在 任牙90度鞠躬为自己的短浅见识之前 然而本部却并不把这放在心上 相反还赞扬任牙是这个时代的宝藏 勇次郎的强大罪终将由任牙继承 此时红叶医生突然推门而入 他将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宣布 与此同时 在大洋彼岸另一侧的米国 董王特拉普正与前任总统举行交界仪式 这个国际机密必须由他亲自转告特拉普 米国政府要向一个人发表不侵犯宣言 立任总统就职后都要向勇次郎单独宣誓 并且还必须手持圣经 这话就连董王听了都觉得十分离谱 此人既不是富豪也不是军界大佬 为何不能直接逮捕他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勇次郎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富豪 因为他的战斗力足以比拟任何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 仅靠一人就能覆灭整支军队 如果试图去逮捕他 那么尸体将会堆积成山 这个宣誓传统从第四十任总统时代正式确立 而后的几十年里根本无人能够动摇 新上任的董王迫不及待地想做出点成绩 两周后如约来到纽约酒店 今天他将要彻底废除这个规矩 然而推开房门的一瞬间 董王的斗志瞬间烟消云散 眼前这个身穿豹纹内裤的壮汉简直不是人 即使他就一动不动地站着 恐怖的压迫感也远超坦克导弹等大杀气 此时董王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男人就是战争的尸体形态 突然勇次郎一个闪身来到董王面前 限时三分钟命令对方把誓词说完 怎料勇次郎一脸凶神恶煞当场把七十岁的董王吓尿了 当下顿时便失了一大片 随后他忙不迭地从胸口掏出一本圣经 一字一句把提前备好的宣言朗诵完毕 简直没有人比董王更懂宣誓了 此时病房里的本部正在看着晚间新闻 武藏先生居然上电视了 而且这还是演播厅里的现场直播 无奈剑胜的威慑力太过强烈 仅靠坐在那里的气场就压得对方手足无措说不出话 主持人给自己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 最后就憋了一句屁话出来 请问你是武藏先生吗 听君一细话胜似一细话 武藏瞬间就没了耐心 一道空气展落在主持人手腕上 不知这一击是否能验鸣正身呢 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在脖子上砍一刀 效果绝对比VR体验更加真实 主持人摸了摸脖子继续发表神评论 看来武藏先生很喜欢以砍人为乐呀 不得不说这个主持人真是又傻又无聊 没营养的采访把武藏恶心得不行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 只见一把透明的钢刀缓缓从腰间浮现 大屏幕下的观众不禁大受震撼 这到底是自己眼花还是超自然现象 对于普通人来说 死于无刀之境是一种幸运 武藏一击居和展快速挥出 座位上的主持人音声倒地不省人事 随后武藏叫上德川直接转身离开了现场 擅闯永次郎的卧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西纳里以身犯险替女性同胞试了一次 最后他却是满脸嘲红走出了房间 不久前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 西纳里因选票略少西拜特拉普 不甘心的他决心再搏一搏 眼下唯一的机会就是获得永次郎的支持 史特莱达姆并不建议他前去造访 可无奈这是西纳里发出的军事命令 永次郎的实力已经不能用常识来衡量 在绝对的战力碾压下 哪怕是他也无法保证西纳里的安全 然而西纳里却表现得异常淡定 说起来他和永次郎也有点关系 想来对方会卖自己一个面子的 直升机降落酒店停机坪后 西纳里迈步走向永次郎的房间 然而他推开房门却看到了无比类人的一幕 永次郎大枪挺力正在奖励自己 对于西纳里的出现永次郎丝毫不感到意外 趁对方还没开口就直接拒绝了宣誓 于是西纳里只能谈交情拉关系 他和永次郎的妻子是多年的朋友 恳请永次郎给自己一次机会 然而地表最强生物的眼神真是太凶狠了 说着说着西纳里的身体都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永次郎仍然是一口回绝 既然西纳里是妻子的朋友 那他自然会出面保护 西纳里老脸通红 因为太过激动甚至还流出了鼻血 如果能和永次郎夫距离地探讨生命的奥义 恐怕西纳里连片刻都承受不住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永次郎的魅力让西纳里重返18岁 而他也得到了自己想到的保护 另一边昏迷的主持人已经苏醒过来 由于空气斩杀人事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主持人成为了重要证人之一 他从手腕到脑袋事无巨细地讲解着自己的经历 这种感觉清晰又真实 钢刀从头部砍到驱杆贯穿整个身体 然后自己就像死了一样失去意识 五脏终究没对普通人下手 这一刀斩在了意念上而不是肉身上 以至于连主持人都以为自己死了 警示厅专员多次回放现场视频 发现五脏手里根本没有任何道具 难道现场观众全都一起眼花了吗 如果这样那就很难定罪了 因为五脏连碰都没碰到主持人 关键时刻还得靠师傅决断 现在只需要考虑一件事情 那就是抓不抓公本五脏 如果要抓那就疏散行人立即行动 无论五脏是否迟到杀人 他的强大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仅凭这一点他就是头号罪犯 深夜警示厅待人围堵德川的府邸 老爷子一人镇守大门挡住警员 无奈警长内海不能硬上 只能点头哈腰懇请德川交出五脏 不料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从德川身后出现 看到剑圣本尊后内海也被吓了一条 这杀气真不是盖的 剑撞他立马跑回门外耐心等待 对此德川给出的承诺是 只要五脏还待在这大门之内 出了任何事他都能帮忙摆平 可是外面的世界德川就管不着了 到时候连他都会无能为力 听到这话五脏倒是出人意外的笑了 真是个善良的小老头啊 临走前五脏给了德川一个大大的拥抱 随后便义无反顾地走出门去 路边几十个警察站成一排严阵以待 五脏的战役随之熊熊燃起 迟到而出说明不想配合 看来今天绝无和谈的可能 随后队长大手一挥发出号令 前排警员手持防暴插开始缓缓靠近 后排队友给子弹上躺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区区几根刚差怎么奈何的了 功等五脏 他的出刀速度已经超越了肉眼观察的极限 随手一记聚合掌挥出 对方手上的防暴插当场破碎掉落 显然近身攻击已经无法对其构成威胁 队长暗示属下射击五脏脚步攻其不备 然而正是这句话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下一秒警员就被银针扎中失去攻击能力 随后五脏一个暴起冲到队长面前 食指弯曲猛地轰出一拳 队长的左眼正中把心毕无可避 鲜血狂飙的同时眼珠子都碎了 这时警员抓住机会上前擒拿五脏 怎料他转身一个回旋踢就把众人踢倒在地 队长还没缓过神来 身后的属下就已经全部倒地 只怪剑胜的战斗力过于爆表 就连东京的警察都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最后只能派人跟踪他 50万伏的高压电到底有多雷远 就连铁人体质的公本五脏都被他垫成了透明体 用他垫死普通人只需要一刹那 而公本五脏又能强撑多久呢 经过昨天夜里的一场大战 第二天德川府的大门被警员围得水泄不通 行政科紧接着迎来大换血 因为前一组老员工全都进医院了 五脏砍杀数十人后潇洒离场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重大新闻接连爆出 公本五脏成为东京头号通缉犯 对此任牙表示非常可惜 只怪五脏先生太过孤独了 他从四百年前的战国时代突然来到现代社会 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与朋友 不理解别人的行为和现代规则 最后只能一路黑化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可战斗只是他排解孤独的方式 此时的五脏已经在东京城里游荡了一整天 大晚上想找个桥洞歇歇脚 谁知刑警队长再次找上门来 再次相见时对方已是独眼龙 手下败将居然还敢朝五脏叫嚣 只因队长这一次做了两手准备 桥面上一百名特警严阵以待 自己手里还有一把左轮护身 虽然枪法有些逊色 但是这么近的距离绝不可能打空枪 眼看对方战役十足五脏先是一愣 随后就叫他报上名来 剑圣不杀无名之辈 既然是决斗那就要用性命做赌注 倒数三声念完之后 传说中的五道出现了 眼前活生生的人居然凭空消失 吓得队长手指一抖直接凑下了单击 与此同时五脏顺手挥出一道空名斩 这一刀已经锁定对手必无可避 细小的伤口迅速扩大从头顶裂开到裤裆 就连手里的左轮也被整整齐齐切成两半 特警听到声响连忙过来支援 然而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五脏将半只左轮甩到警长手上 这将是刑警队长最后的遗物 人已经被我杀了 你们又能拿我五脏如何 警长文言瞬间大发雷霆 反手就招呼下属把压缩橡胶弹搬了出来 这类子弹的冲击力堪比投掷失求 一旦命中非死即伤 砰砰砰三发炮弹对着五脏射出 坚硬的压缩弹才刚刚靠近五脏周围 下一秒竟然直接在斩机下裂成两块 仅仅一刀就能劈开三颗压缩弹 恐怕远程武器已经对五脏失效了 幸好警长这次多做了一手准备 专门从火警队那里借来消防车 即使剑胜在墙也斩不开水柱 今天五脏算是遇到麻烦了 随着警长一声令下 车顶的高压水枪立即开始大量喷射 巨大的冲击力能够把人当场吞没 见此情形五脏选择暂避锋芒攻其不备 轨道一开疯狂走位 一路闪转鹏挪跳到消防车上 谁说水珠不能被刀斩开的 今天他攻本五脏就做到了 双手合一之十无名惊重达到力量的巅峰 这一刀斩杀自己劈开了高压水枪 顺带着还将整辆消防车一分为二 只一人就能抵得上一支军队 这就是剑胜的恐怖之处 特警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死死握着防爆盾牌生怕横死街头 此时警长掏出了压箱底的态色枪 这就是制服工本五脏的秘密武器 比起原装款 他的电线延长到了十米长 电压提升十倍到了五十万伏特 杀伤力超级加倍 就在触电一刹那五脏的灵魂仿佛直通天堂 甚至全身的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 刚开始五脏还能抽出地折腾两下 到后来直接就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眼看五脏已经不行了 属下赶紧出手制止警长 烧焦的五脏引起众人的好奇纷纷上前围观 怎料就在两句话的间隙 五脏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站起 杀不死的五脏又回来了 原本一脸神气的警长立刻陷入呆滞之中 全身下的直哆嗦就连裤裆都打湿一片 五脏不多废话 起手就是一刀 伴随着一圈美妙的弧线 警长的人头直接落地 这一手杀鸡警猴着实把人吓得不轻 看着凶狠的警长当场横死眼前 谁都无法确定五脏是否会再次出手 这种情况 群龙无手的特警队已然成为一盘散沙 要不是五脏及时提醒 他们甚至都忘了给警长收尸 五脏抬头仰望天空满脸愁容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随后他对着眼前众人大喝一声 不想死的把路给我让开 一百个鹤枪实弹的特警 竟然拿五脏一点办法都没有 五脏仅凭一己之力便战胜了一个国家 日本首相亲自坐镇指挥 国家最强特种部队一起出动 这么大的阵仗能否击杀剑圣公本五脏呢 就在刚刚 手下将被五脏砍成六块的防爆盾 送到了首相府邸 日本首相见到这一幕非常震惊 防爆盾牌居然被当成豆腐一样砍 公本五脏到底还是不是人 突然间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德川老爷子曾经说要制造一个人类 莫非公本五脏就是被制造出的那个 这样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了 随后首相立马下达重要指示 不仅拍出了携带真枪实弹的军队 甚至还把作战规模提高到最高级别 格杀令一惊发出不死不休 反恐装甲车和直升机展开地毯式搜索 终于在一块草坪上找到了公本五脏 装甲车浩浩荡荡对着五脏撞去 谁知五脏激流涌进当场冲了上岸 这波操作打了军队一个措手不及 连忙急刹车停下百置警戒 士兵下车后立即散开寻找目标 不料五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众人一脸懵逼时 大队长已经成为了第一个中招的男人 五脏闪身来到他的背后 一刀斜切从他的左肩划过 甚至都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大队长当场便一命呜呼 边上的士兵惊恐地抬起步枪 然而他的子弹都还没有上膛 五脏的刀就已经到了 枪械和手臂一起掉在地上 转眼间又是一位队友身负重伤 其余的士兵立马掉转枪口将五脏包围 殊不知人数上的优势起不到任何作用 相反只会让五脏屠杀得更快 短短几秒钟的功夫就死伤了一大片 就在众人震惊之余 五脏又一次不见了踪领 几百名士兵的心态都要被打崩了 该不会今天要全军覆没吧 正如他们所想 五脏非常擅长引杀之术 每次都是突然现身一刀毙命 斩杀之后就瞬间消失 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溃不成军 面对杀疯了的五脏 这时终于有一人站出来接过指挥权 警督田找将所有士兵分成两批 前后夹击堵在装甲车的过道里 士兵瞄准脚步位置准备射击 虽然这个作战方式非常实用 其分成两半 剑撞士兵立即射击五脏脚步 试图将其击伤 然而子弹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五脏腾空一跃躲过攻击 顺带着还把士兵踢晕了过去 下一秒长短双刀同时出桥 二天一流在线时间 没有人会不知道 曾经赫赫有名的功等五脏 谁曾想他还真的复活了 如今带头的长官已经被杀得七七八八 剩下的士兵也都溃不成军 可这时五脏却突然开口说战斗到此结束 这反倒让士兵们长舒了一口气 乌泱泱一群人立即跑向远处的装甲车 这也是他们今日最为迅速的一次行动 军队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回政府内部 日本的高层立马炸开了锅 公本五脏一人就能打败国家军队 这件事情绝不能让国民知道 否则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必须要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五脏 突然内海想到了一个适合的人选 此人的力量与防御都极其强大 只可惜他是黑道出身 然而事态紧急 首相也只能破例同意了下来 当天下午内海立马赶到花山族找人 花山勋成为了所有政府官员的希望 然而把为国效力的使命交给黑道组织 就连花山听了都觉得离谱 因为警方和花山族已经有了多年的恩怨纠葛 即使内海再三请求 花山仍然拒不同意 内海无奈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可是他才刚走到门口就突然情绪激动地跪下 原来他的好友前不久也被五脏斩杀 然而内海自己却伤不到五脏一丝一毫 为了给朋友报仇内海不惜放下尊严 甚至转过头来给花山下跪 看到内海这么讲究 花山都被他有情有义的样子打动了 最后终于同意了内海的请求 为了了解对手的实力 第二天他派出了手下造访德川府 然而得到消息却让他大受震撼 公本五脏是个克隆人 剑圣不是他的自称 相反这就是他本人 公本五脏的剑术完全保持着当年的水平 前不久猎海王都被他斩杀了 如此辉煌的战绩让花山都惊呆了 一度听得魂不守舍 双拳紧握甚至钻出了鲜血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找到公本五脏 与这位传说中的剑圣好好大战一场 一代剑圣居然像小鸡仔一样被人轻松麻捏 公本五脏一辈子都没受过这种侮辱 哪怕是原始人皮可都做不到的事情 今天花山勋却做到了 作为花山家族第十六代家主 年仅十四岁的花山勋造就了史无前例的传奇 他曾孤身一人闯入另一伙黑社会组织 仅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组织彻底击溃 从此花山祖一家独大称霸东京 虽然花山勋最后一伤患伤在身上留下了不少刀疤 但这些伤口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全身伤痕累累仍然屹立不倒 背上的侠客行经过沐浴鲜血重新加冕 十四岁的花山勋从此一举成名 然而这一次他的对手可是公本五脏 一位来自战国时代的爵士剑豪 手下小心翼翼地询问花山勋是否了解对手 果不其然花山勋对此知之甚少 他甚至还不愿意做更多的了解 这可给手下整不会了 要知道公本五脏是古往今来最为强大的存在 如果老大一无所知的前去迎战 最后的局势可能非常不利 对此花山勋则持反对态度 打不过就去锻炼 调查对手获取情报是懦夫的行为 他已经得知公本五脏斩杀了猎海王 有这些信息就足够了 与公元战神截然相反的是 花山勋终其一生追求光明磊落的战斗 赢要赢得堂堂正正 输也要输得不卑不亢 这就是他能得到无数小弟追随的原因 随便踢上一件大衣后 花山勋一步步向街头走去 远处遥遥相望出现一个人影 不多是两大强者就在路口碰面 双雄对峙气场强大 花山勋脱掉大衣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两人眼看着就要大打出手 然而边上的警察却不管不顾 因为花山勋就是他们找来的救星 五脏站在另一边深陷无尽黑暗 周围黑漆漆的一片 高不见顶深不见底 仿佛朝他多走一步就会被黑暗囚禁 这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威胁 即使是这样花山勋还是选择迎难而上 张开两腿高举双拳 这种作战姿势就连五脏也是闻所未闻 相比于武术和拳击的缩身护体 此时的花山勋中门大开全是破绽 看他满身伤疤明明很有战斗经验的样子 没成想居然用这样的动作展开攻击 对此五脏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 偏偏他还堂而皇之地蓄力攻击 生怕对手不知道他要打出一拳似的 可是下一秒五脏就知道自己错了 这个年轻人全身被纯白笼罩 那可是纯粹至极的舞蹈 一拳如同圣光普照般炫目 为了好好享受这一拳 五脏甚至还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只听见砰的一声 剑圣被铁拳打飞出去数十米 半空中极限翻滚三周半 最后倒在地上摔了个倒栽葱 在场的警察简直惊掉了下巴 军队都搞不定的头号通缉犯 花山勋竟然一拳干爆了 五脏瘫倒在地几乎昏死过去 承载信念的拳头丝毫不亚于刀剑的威力 这一拳的后劲真是太大了 剑圣半死不活的样子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随后花山勋单手抓起了五脏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他甚至还主动询问五脏是否在战 可是剑圣怎会轻易认输 眼看对手嘴硬的不行 花山勋原本放松的手掌再次钻成了铁拳 这是大力臣的一拳想要直接把五脏打服 谁料五脏故意留了一手诱敌深入 危急时刻掏出短刀底在胸前 花山勋这一拳结结实实轰在了钢刀上 半个拳头活生生嵌入进去 然而花山勋仍然面不改色 因为此时五脏也并不好受 蛮力从钢刀分流到内脏各处 五脏同样承受了巨大伤害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尽管花山勋已经身负重伤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轰出了第三拳 五脏又一次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 而那柄短刀还挂在花山勋手上 这个男人的强大超出了五脏的想象 只见五脏一个鲤鱼打挺重新坐回起来 老规矩请报上自己的性命 功本五脏不杀无名之辈 虽然花山勋出身黑道 但可以看出他做人也是相当讲究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 甚至还主动俯下身子请求五脏配合 不料这时五脏却耍起了无赖 刚才那是拖延之举恢复体力 多亏这一下子让我缓过来了 花山勋气不过又是一记重拳轰出 五脏按住钢刀强行抵抗 全部力量反作用于花山勋身上 在五脏的预想中 锋利的钢刀将一路推进到花山勋的肘关节 谁知在如此恐怖的距离下 钢刀还是卡在了老地方纹丝不动 剑圣见此情景不禁留下了冷汗 这到底是何等坚硬的铁拳啊 天生的强者还需要锻炼吗 花山勋给出的答案是完全不用 强者应该以锻炼为耻 只需要依靠先天实力一路横推对手 凭借这样的信念 花山勋对着五脏连轰三拳 铁拳的坚硬程度一度让剑圣都目瞪口呆 趁着对方来不及掉转身体 五脏下蹲抽刀快速挥出一击 只见花山勋后背出现了一道伤口 亮亮呛呛走了几步总算站定姿势 此时背上的侠客行俨然变成了鲜血图腾 这一刀没有任何的手下留情 即使斩在公牛身上也足以将它一分为二 结果当斩杀对象换成了花山勋 一刀过后肉身依旧非常完整 甚至连骨头都没砍断一根 真是一具比猛牛还要强悍的肉身啊 花山勋面不改色硬扛五脏的攻击 随后伸出左手硬生生把拳头上的短刀拔了出来 出于江湖道义他必须将武器归还原主 下一秒花山勋便用力把刀制出 短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了五脏面前 然而仅靠这种小打戏还不能对五脏造成威胁 只见他下意识地伸手一抓便精准握住了刀柄 手腕轻轻翻转后短刀即刻在腰间归位 看来偷袭也是门技术活 花山勋轻叹一声有点遗憾 紧接着他又攥紧拳头吹了一口气 那就硬碰硬将五脏彻底降服吧 花山勋庞大的体型突然转动起来 腰部猛的发力增加出拳速度 如此凶猛的铁拳眼看已经够到了五脏的下巴 谁知叙事待发的一击最后却打了个空 在那0.01秒接触的瞬间 五脏一个闪身来到了花山勋背后 无名一出水雨争风 顷刻见四连斩相继挥出 花山勋背上的侠客形顿时四分五裂 剧烈的疼痛感立即遍布全身 这刀砍得也太疼了 哪怕自己当年身中几十刀都没说过疼 但他不知道的是 换作普通舞者根本没有喊疼的机会 因为他们被五脏斩中后直接就断气身亡了 没有强大的实力也就没有喊疼的资格 相较而言花山勋已经是个了不起的传说 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此次的目标是将剑胜抓活 于是花山勋故意压制战役朝着五脏走去 在此期间还莫名其妙地伸出右手 这波操作搞得五脏也是一脸懵逼 最终他还是配合地把手伸了过去 莫非这是现代人的习俗吗 之前他和皮克战斗时也这样干过 见此情形德川立刻就看出了花山勋的真实意图 这将是一场绝对力量的比拼 花山勋居高临下控住五脏的手腕 在他眼里五脏已经变成了掌中之物 下一秒直接施加全力向下按压 五脏小腿依然心中暗感不妙 然而更疯狂地还在后面 花山勋伸出左手直接按在了五脏脸上 后时的手掌将对方的脸全部抓住 曾经在摔跤界令人闻风丧胆的铁爪再度亮相 只要握力足夺甚至能把头盖毁灭爆 花山勋成胜追击彻底将五脏压倒在地 五脏打死都想不到 竟然有人拥有能将自己制服的体力 就在花山勋即将获得胜利之时 一场大爆炸突然遮挡了所有人的视线 场内烟雾缭绕身手不见五指 等到迷烟缓缓散开 五脏已经拔出无名尊重完成了斩杀 花山勋输在了中门大开的破绽上 赶向剑胜露出自己的腹部 结果无异于自寻死路 危急时刻攻本五脏完成绝地反杀 这场战斗堪称是反败为胜的教科舒适操作 花山勋伏在地上怀疑人生 如果他没有提前在腰间缠绕白布 恐怕这一刀足以让他的内脏流出 如今胜负已然见分晓 然而花山勋还是不肯就此罢休 手下只能上前给老大继续缠上白布 经过短暂的伤口处理 花山勋又一次走上战场 德川老爷子简直惊掉了下巴 为了一句承诺花山勋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在场众人只有任牙依旧看好花山勋 为了给他加油助威 任牙直接吹了一瓶东京二锅头 酒精喷在花山勋身上算是起到消毒作用 战斗进行到如此地步已经变了性质 出于对武者的尊重 公本五脏也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 而花山勋则以电光火石般的速度发动袭击 可是二天一流的剑术终究技高一筹 十字斩最终落在了花山勋脸上 死亡的气息是如此接近 一旦公本五脏认真起来还有谁能抗衡 短短一个回合的交锋 花山勋的肉身接连被斩十次 只见他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这一次他已经拼尽全力 对不起了内海先生 答应你的事情我没有做到 不愧是地表最讲道义的硬汉 这时候还在为别人着想 警长内海愧不敢当 比起自己之前无故爽约 花山勋承诺的事情已经完全履行了 为表达敬佩之情 他不顾花山勋的阻拦当众向其磕头感谢 而另一边的五脏也顺势看向花山勋 原来这个男人的强大是因为体内的坚硬骨骼 那么最后一刀就斩他的头吧 范马刃牙正面硬钢攻本五脏 几天不见他的战力再度飙升 这一次出战刃牙不是为了击败五脏 而是想将他彻底抹杀 就在刚刚 真男人花山勋已经败下阵来 背上的侠客行满是血淋淋的伤痕 然而五脏却并不打算放过对手 为了检验花山勋的骨骼硬度 他将最后一刀对准了花山勋的头骨 就在这危急时刻刃牙挺身而出 轻飘飘的一句威胁看似没有分量 但却暗藏刃牙内心的怒火 只要五脏敢拔刀动手 那么刃牙就会不死不休地纠缠下去 直到最后攒了攻本五脏 以这个时代的标准来说 五脏已经赢得了胜利 胜负祭出为何非要斩人 听到这里五脏总算愿意退让一步 花山勋筋疲力竭地坐在地上 今夜过后他的侠客行会更加威武霸气 眼看花山勋气息掩掩快要不行了 警长内海大吼一声集合所有警卫 煞时间乌泱泱一群人快速走进战斗现场 速度之快让路边瞧热闹的观众都看傻眼了 原来人群里面安插了不少便衣警察 刚才他们就藏在自己身边 随后警长内海发布最高命令 立即安排花山勋前往医院救治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救活 黑社会大佬成为了警队英雄 一群警卫护送救护车火速赶往医院 回头再看花山勋刚才所在的位置 地上只留下了一大滩鲜血 花山勋愣是硬撑着等到了救护车赶来 任牙看到这一幕不禁咬牙切齿 因为那个让花山勋流血受伤的人就在眼前 突然任牙的嘴角弯出一道诡异的弧度 今天他不仅要把五脏彻底打败 还要让五脏从这个世界消失 仙医怒马少年狼 犯马任牙比你狂 这一次战斗是为了保护全人类 因为公本五脏就不应该出现在当代 在这个时代他不能用斩杀出人头顶 但他还是杀死了许多人 任牙的复仇之心越发坚定 紧随其后五脏的战役也跟着节节攀升 剑胜一旦进入战斗状态便难以自控 无名经重随即出窍反手挥出一字斩 反观任牙则是不做任何防备 仅靠身体素质硬扛这一刀 一瞬间搞得得穿瞳孔地震以为要出大蛇 没成想任牙掀开外衣他才看清 刚才这刀只是在腹部划了到血痕而已 原本这一刀应该把任牙一分为二 但现在的公本五脏已经做不到了 剑胜雄风不复当年 这不是因为五脏变弱了 而是因为任牙变得更强了 一想到自己连个小鬼都无法斩杀 五脏的狂热情绪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五脏选择拔出长刀重新来过 这道袁月展是对力量的精准把握 刚刚好能把外衣劈开 却没伤到一寸肌肤 双方剑把弩张眼看就要开始战斗 见此情形德川老爷子赶忙出来叫停 今天的战斗到此为止 下次将为两人安排公开决斗 警长内海无话可说只能护送他们回去 今天的这次抓捕行动仍然毫无剑术 奈何德川和五脏哪一个都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一群警卫跟在五脏身后像是保镖一样 剑胜心中不禁暗想 自己被人群簇拥的样子似乎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德川回到府邸后 红叶医生向老爷子汇报情况 花山勋所受重伤历史罕见 光是缝合伤口就超过了一千针 输血量更是有一个澡盆子那么多 强者的人生道路真是太过崎岖了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热衷于战斗 任牙已经当众向五脏发起挑战 可是持刀的五脏到底有多强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德川心里非常清楚 任牙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他敢说这种话一定有他的底气所在 任牙已经发现了武学的真正奥义 见好五脏不做刻意特训仍然能保持强大战力 关键就在于他把锻炼彻底融入自己的生命 自从任牙效仿五脏停止特训后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得更加健壮 而且身体颈备并没有随之解除 如果有人向他发动突袭 他完全可以做到瞬间躲闪 甚至是原地消失 德川内心盈盈感到些许不安 于是他深夜找到五脏谈话 试图给五脏敲响警钟 强如花山勋已经能把五脏按在地上爆锤 但事实上花山勋还远远不及犯马任牙 这一战五脏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因为任牙从不接受自己的失败 无论面对任何对手 他都会用尽一切办法将其击败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战胜过勇次郎的舞者 听到这里五脏已经战役爆棚 此时他突然想起记忆中出现的画面 原来任牙就是那片美味料理无限延伸的平原 这真是令人欣喜的发现 弓本五脏当即便请求德川筹办比赛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和任牙战斗了 普通人只要学会这一招就能击败99%的舞者 哪怕是弓本五脏对此都没有破解之法 泛马家族祖传神功段子绝孙角 勇次郎曾用这招踢爆了五脏的蛋蛋 尽管这次决斗五脏已经加强了防范 但他还是没逃过任牙如法炮制的一击 大战开始之前五脏要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几十米深的下水道他直接就窜了下去 这波操作属实把跟踪小队都整无语了 五脏已经脱离警示厅的监视 小队队长只能安排队友在井盖附近等待 此时的五脏已经深入地下排水系统 又臭又长的小路上根本看不到镜头 眨眼间的功夫眼前便出现了一条眼镜蛇 毒蛇吐着性子似乎把五脏当成了美食 然而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五脏伸手随便一抓就掐住了毒蛇 紧接着大拇指轻轻翻挑一下 舌头立马跟着搬家 抽筋扒皮一套流程迅速结束 一根原味辣条制作完成 嘎嘣脆肌肉味 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十倍 味道比腹蛇更美味 五脏吃着小零食继续往深处走去 河道里的鳄鱼和毒蛇是有出没 然而更震撼的还是前面这对森森白骨 这都是皮可一个人吃出来的食物残渣 连内脏都吃得干干净净 怪不得皮可这么强大 为了禁地主之一 皮可给五脏准备了一份大力 他特意挖出鳄鱼脑浆递给五脏享用 指尖上一坨穷浆玉液让人拒绝不了 五脏大力瞬息一口后开始细细品味 美味的脑浆刺身让他乐开了花 果然强者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 随后两人盘膝对坐 他们是这个时代中最孤独的穿越者 尽管皮可不会说话 但五脏却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见到皮可之后 五脏明白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孤独的苦闷全部一扫而空 接下来他将为终极一战做最后的准备 而另一边的任牙还在接受赛前指导 只见色川突然一技直拳打向任牙的脸颊 没成想手臂还没伸直就被任牙牢牢握住 紧接着任牙转身腾空360度完成泄力 这一连串动作堪称防守反击的完美方案 色川对此十分满意 然而笑脸的背后却是深深的套路 突如其来的一仰指刺向任牙的眼睛 就在色川以为自己即将得手时 任牙的身体竟然凭空消失了 色川不禁道吸一口冷气 任牙已经强到这种境界了吗 看来自己不配再教导他了 决战之日很快到来 任牙快速热身调节到全胜状态 随后潇洒走进竞技场 这场公开赛已经无限接近于地表最强之战 泛马任牙和公本五脏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此时竞技场内的五脏还在打坐冥想之中 谁料任牙的气息一出现 五脏的身体便腾空而起重新站立 只怪等待的时间太久让他变得有些不耐烦 他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战斗了 然而眼前出现的一幕却让他心态爆炸 只因任牙身后那片无限延伸的美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桌吃完的残羹剩饭 五脏大吼一声以为是任牙有意破坏 难道我堂堂一代剑胜不配享用美食吗 面对五脏莫名其妙的怒火任牙也是一脸猛逼 他不知道五脏在发什么疯 大丈夫一命血流千里 五脏杀气腾腾已被彻底激怒 今天他要把任牙一滴不胜的细干 这场决斗的类型依然是无限制搏杀 除了火器以外其他武器皆可使用 为了帮助五脏发挥出全部实力 德川老爷子甚至要求裁判更改竞技原则 决斗的首要目的是分出高下 公平精神只能排在刺猬 搏杀规则鼓励选手不计手段获取胜利 殊不知这也让任牙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这时他再次看向公本五脏 只见对方身后浮现出了一座奶油宫殿 看来任牙也能享用美味了 随着战鼓猛的一声敲响 这场最终决斗正式开始 五脏杀意生疼几乎扭曲了空间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开启了无刀之锦 长短双刀顿时浮现在观众眼前 此人的强大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原来手中无刀的五脏才是最恐怖的 但任牙并不认为五脏不可战胜 他脚掌登地率先发起了攻击 这一记高扫腿直奔五脏的眼睛 殊不知五脏全神贯注早就有所防备 除了眼角略微出血 其他地方并无大碍 反观另一边猛逼的任牙后知后觉 原来就在他出脚的那一刻 五脏的空气斩已经对着任牙的小腿砍去 突如其来的剧痛使任牙的防御出现了破绽 此时反打的机会给到五脏这边 一个极其暴力的左正灯狠狠地踹向任牙的面门 经过翻滚泄力任牙这才站稳脚跟 短暂地交手下来任牙略微处于下风 可这场生死搏杀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绝对是我看过最蛋疼的一场战斗 前一秒任牙还在痛击公本五脏的蛋蛋 可下一秒自己却被对方以比之道环视比身 下体传来的痛楚让任牙不禁站在原地大叫出声 就在刚刚任牙与公本五脏的终极之战正式开始 上来任牙就被五脏踹飞了出去 而对方却说自己只是试试颓法 可公本五脏以前曾说颓法是愚蠢的技巧 现在真的是啪啪打脸 前段时间永次郎给的暴弹之痛他还记忆犹新 任牙能击败永次郎实在是了不起 话说到这五脏意识到自己说太多废话了 下一秒他的战役便瞬间飙升 这场跨越了世代的对决 简直就像当时那场战斗的延续 重伤的本部这时也来到了观战席 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搅局了 只见公本五脏膝部脱离 将身体下落的加速度集中至脚跟 然后瞬间抱起冲向任牙 可五脏抬头却发现面前的任牙不见了 原来任牙使用了蟑螂冲刺 对着剑胜瞬间就轰出了三拳 遭受重创的五脏瞬间倒地 全场一片哗然 观众全都没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 任牙同时打出了三拳 但由于速度太快 所以众人才只听到了一拳的声音 这三段刺拳分别击中了五脏的面部 中停和下停 他使用蟑螂冲刺消除了与对方之间的距离 随后充分发挥脱力 第一击刺拳打中了五脏的眉间 甚至任牙还将这三种现代格斗技术同时用了出来 在战国时代从没有这种技术 对五脏而言这实在是太过于新奇 刚才在倒地时任牙足以杀他好几次 可任牙并没有冒那种险 他想在运动战中正面干掉五脏 虽然爆弹非常痛 但五脏还是感到庆幸 因为如果这一击从下方打中淡淡 那他就真的完蛋了 还没等五脏话说完 任牙就再次发起了攻击 可这次的飞踢却被对方轻松躲了过去 张王冲刺拳已经对剑胜无效了 五脏躲开攻击后一脚踩在了任牙的小腿上 任牙亮枪了好几步才重新站稳 刚才只交手了两个回合 五脏就看出了任牙招式的奥秘 他从起始状态就是最高速 只有让身体极度松弛才能达到那样的速度 可这迅猛的攻击还是被五脏闪避并反击了 五脏是在任牙出拳前的一刹那 从任牙的脑中察觉到了气息 在战尽先机的情况下仍然未能躲开第一次攻击 本部这时也开口告诉凯亚 他具备自己所不具备的素质 也就是这种对攻击的察觉能力 接下来二人就要比拼预判了 虽然听起来很夸张 但实际动作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任牙缓缓走向公本五脏 随后抬脚又是三脚踢出 而公本五脏却面无表情地用手尽数挡下 这电光火时间的战斗让观众再次沸腾 任牙此时终于确信五脏能看清自己的招式 即使普通人能看清所有的动作也不代表能够应对 只能说传说中的剑胜实力恐怖如斯 就在这时五脏突然说自己已经找到感觉了 随着他抬起的双手落下 手上的无形之剑已经开始产生重量了 连刀散发出的光芒都清晰可见 斩 凸 刺 打 阻 所有的招式五脏都变换自如 现在他已经进入了随心所欲的状态 任牙没有多想 转瞬他便闪现到了五脏面前 可拳头还没等轰出 任牙的身体就被五脏斩中 近战无敌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任牙清晰地感受到了被斩中的感觉 虽然从物理角度来说并没有被斩中 可这种感觉却无比真实 身体想抵抗都抵抗不了 就算试图否认 肉体也会自行承认 在五脏说了一句我也很喜欢近身战后 他双手抓住了任牙的手臂 随后一记膝撞便精准命中把心 淡淡上面传来的疼痛 让任牙忍不住大叫出声 原来剑胜也学会了这招 趁着任牙还没缓过神 五脏抬手又是一刀 这次任牙感觉自己被斩成了两段 最后五脏用出全身的力气 将任牙撞飞了数十米远 看到这一幕本部才终于想起来 曾经战场上的公本五脏并不局限于武器 突拳 手刀 掐脖子 指刺 摔头技样样精通 空手作战的五脏同样是无敌的存在 这个男人能在无数场战争中到达顶点 所以才得到了天下无双的称号 在说话期间 任牙也调整好状态重新站了起来 人的大脑会在产生意识的0.5秒之前发出信号 任牙捕捉到了五脏的想法 他赶忙冲上前打算压制对方的行动 可没想到这都是五脏故意为之 他抓住任牙的双手将其扔飞出去 在落地的一瞬间 任牙再次捕捉到了五脏脑中的信号 他不幸邪再次飞身发起攻击 而结果没有丝毫意外 五脏一记手刀正中任牙的面部 直接将其狠狠砸到了地面 刚才五脏发出的信号全部都是诱饵 为的就是让任牙上钩 难道这场战斗还是会以公本五脏胜利而收尾吗 你敢相信吗 向来空手战斗的任牙竟然迟到了 而且还模仿起了五脏的动作 这是要走剑胜的路让对方无路可走吗 就在刚刚 公本五脏用大脑释放的信号射下陷阱 引诱任牙向自己攻击 最终成功用手刀将其中创 果然任牙还是太年轻了 台上的观众见此情景不禁惊呼出声 他们认为两者的实力相差太远了 台亚都觉得任牙对上剑胜毫无胜算 可本部却并不这么认为 站在公本五脏面前的可是近代格斗术的极大成者 任牙绝不会如此轻易就认输 就连走路姿势都必须是五道 他本来打算永远恪守这种理念 可任牙却突然颠覆了他的修行观 那家伙既不刻意努力也不刻意忍耐 在整整一天之中都是以五道玩耍 一旦体验过那种感觉就再也无法抗拒了 努力修行的人注定不可能战胜享受修行的人 就在说话之际 站起身的任牙拔出了地上的刀 并且持刀姿势与公本五脏一模一样 这已经不只是挑衅了 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任牙扬言要在剑圣擅长的领域屠杀他 此话一出满座街巾 五脏都怀疑任牙脑子出问题了 究竟是谁屠杀谁啊 任牙表示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与五脏永别 听到这话五脏不屑一顾 今天活下来的人绝对会是自己 他会靠不断斩杀登上这个国家的顶点 可任牙知道五脏是在说谎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无法靠着斩杀来攀升了 其实对方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为了已决后患 任牙绝对不能让五脏再继续活在这个时代了 怕是躲不过去吧 可结果却让众人大跌眼镜 公本五脏竟然空手就接了下来 而且手上连一点皮都没有划破 任牙早就猜到了五脏会轻松接住 他的目的是让对方两只手都被占用 这样他才能顺利攻击到五脏 在五脏被任牙踢倒后 短刀也再次回到了他的手中 任牙之前曾经做过比较 在现代的格斗比赛中可以反复多次较量 但五式时代的对决则是薄命 二者的残酷程度有着天壤之别 可是那又如何呢 近代格斗技也完全能够用来杀人 说吧任牙用短刀挤到了五脏的胸前 剑圣感受到威胁瞬间惊醒 接下来是时候做个了断 看向地上离手的宝刀 五脏忽然有一种得而复失的感觉 还没等他多想 任牙就出口邀请五脏继续战斗 今天自己必须要杀了他 五脏听任牙说要杀自己 并且还是用不擅长的刀 他当即便劝任牙放弃 见五脏看不起自己 于是任牙便准备秀一波操作 只见他手臂忍杀人 原地挥舞起了宝刀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虽然任牙是个外行 但他对刀剑的本质还是有一定的理解 更何况刀剑是极其锋利的武器 就算外行人使用也能杀人 五脏缓缓从地上起身 他告诉任牙武士持剑犹如鬼石大棒 说到底任何武器都是独立存在的 可自己想要的却是永不分离的刀剑 五脏能忍受孤独 但却无法忍受与刀分别的寂寞 把身体化为刀 这样二者就永远不会分离了 剑刀的最高境界就是通往无剑之道 但他最近已经越来越不懂那种境界了 五脏说的话深奥至极 给任牙讲的脑子都转不过来了 于是他连忙出口打断了对方 任牙想请剑胜区那边再继续钻研 就是他以前灵魂游荡的地方 换句话说就是我要动手了 话音刚落任牙便挥出了手中的宝刀 可这一刀再次被五脏百分百空手接白刃 这样的结果完全在任牙的意料之中 溺视到不对劲的五脏赶忙回头 只见一个窒息地稳落在了自己的嘴上 德川的姐姐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闯了进来 任牙对这一幕并没有感到意外 但其他人的脸上却满是震惊 随着韩子收嘴 五脏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瘫倒在地 谁能想到杀死公本五脏的竟然是一个老太婆 或许这就叫解铃环须戏铃人吧 此时韩子开始吟唱咒语 随后将嘴里五脏的灵魂吐出 一代剑圣的灵魂终于回到了真正属于他的地方 任牙三人坐在地上与五脏做了最后的道别 让公本五脏降临于是确实是韩子有些欠考虑 发生的这些事他心里大致也清楚 但最终还是决定将五脏换了出来 把凶猛的怪兽放到大街上会产生什么后果 这种好奇心谁又能抑制得住呢 无论是自己还是这个没用的弟弟 以所作所为来说都罪该万死 可任牙却不这么认为 大家虽然对五脏恐惧 但同时也心怀期待 因此才去主动挑战 甚至到最后也没能体验到他的全部实力 反倒是五脏体内的残暴性被激发 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同罪 五脏的肉身被抬了下去 这并不是送脏 而是最强健好绝世仙人的启程 五道家们全都站在走廊昂首挺胸 专门为剑圣工本五脏送行 脉搏 呼吸 血压 体温均为正常值 除了没有脑电波之外一切都正常 科研人员准备将其放在液态蛋中保存 同时每天都会把新研发的药物送到胃中 可以说肉身和活着没有丝毫区别 对德川来说 五脏仿佛还在自己的身边 他相信远行途中的剑圣 终有一天会再次返程而归 自己要为其保护好这个名为肉体的家 相比于火化后脏 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祭典 你敢相信吗 这世界上竟有人能徒手将石墨捏成钻石 而这个人便是日本的香扑十足也见宿命 剑圣工本五脏的灵魂刚被送走 德川便让任牙跟自己来一趟 路上老爷子边走边与他聊天 据说永次郎能把石炭握在手中 用他恐怖的握力将其压成钻石 任牙却表示这终究只是无稽之谈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那个男人是地表最强生物 做出什么事情都能让人幸福 说话间二人来到一处房间 桌子上放着的正是一颗钻石 他是也见苏弥制造出来的 听到这话任牙猛然回想起来 苏弥是日本历史上的香扑十足 也是徒手格斗公开竞技的最早获胜者 难道德川又打起了克隆人的主意吗 当然不是 桌上的钻石原本是快随处可见的普通石墨 当初苏弥用无双的怪力将其紧握 最后把他表面的一部分变成了钻石 自从初代诞生已经过去了2000年 中间他总共有272代后人 每代人都会握这块石墨 但石墨始终都没有再发生过变化 直到有一名年轻人出现 此人身高超过两米 在祭祀的当天走向祭坛 巨大的手掌将石墨完全握于掌中 以超强的握力全力攥紧 最终将石墨完全变成了钻石 第二代也见宿迷就此诞生 曾经有退役的香扑力士登上了擂台 可最后都是以惨败收场 这些人与现役的香扑力士有很大差距 因为香扑的比赛时间短得离谱 大概只有10秒左右 所以他们的肌肉量 柔韧性以及心肺功能 全都是为了这短短10秒而存在的 假如香扑力士和综合格斗季冠军对峙 对方绝对撑不过这短短的10秒钟 在很久以前 大和之国有位以力量 闻名于世的当麻绝素 他力量大的可以直接将野牛的脚拔出来 白弯金属更是家常变反 而且除了力量之外 他还十分擅长踢进 速度之快能将空中飞翔的苍蝇踢碎 仅靠风压便能让蜡烛熄灭 踢碎岩石更是小菜一碟 绝素这天耐不住心中的寂寞 他找到领主提出了一个请求 那就是寻找一个怎么都打不死的对手 如果自己被杀死 对方就可以得到他的所有领地 没过多久领主便找到了人选 这人便是初代野见素米 两人一见面就知道对方是自己想要的男人 就这样 日本历史上第一场无规则格斗比赛正式开始 只有其中一方无法继续战斗才算奋出胜负 战斗一触即发 两个壮汉手脚并用同时向对方攻拳 据文献记载 两者互相踩踏后又进行了猛烈的踢击 殴打 握击 头锤 可以踢速自称的绝素却被素米踢断了内部 随着素米的拳头落下 绝素被打倒在地 他刚挣扎着想要再次爬起时 素米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了恐怖的气势 抬起自己的左腿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同时这也是香铺中四股的起源 这一脚灌注了素米全身的力量 当场就将绝素的腰骨踩了个粉碎 比赛最终以绝素的死拉下了帷幕 素米也因此声名远扬 二代素米的诞生从那时起变已注定 时间回到现在 广场上人头攒动 这是一场向世界攀岩冠军挑战的比赛 挑战者都快爬到终点了 可世界冠军还站在原地没有动态 在对方还差三米登顶时 他终于有所动作了 当皮鞋离地的瞬间 只听见嗖的一声 世界冠军以极快的速度窜了上去 仿佛像在地上奔驰一样 男人三两步就抵达了终点 这操作把旁边的挑战者都看傻了 就在登山冠军享受观众的欢呼时 人群里的任牙举起了手 他临上场时嘱咐得穿 按约定如果自己赢了 那他就要把话说清楚 可老爷子却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 他直接飞了上去 看情况不妙 攀岩冠军也连忙开始行动 虽然他用了自己的全部实力 可最终还是没能赢过任牙 在双方友好握手时 冠军却提出重新比试一场 可就在这时 人群中的一个巨汉举起了手 他想要挑战这位攀岩冠军 任牙二人在他面前好像小孩子一般 通过询问众人才知道 此人身高超过两米 体重也从来没有具体测量过 在工作人员想让他带上护具时 巨汉却摆摆手说自己不需要 随后他便走到墙壁前沉下了身体 这明明就是相扑动作 在抓住眼点的一瞬间 巨汉直接原地起飞 眨眼就到了三分之一处 第二次用力他直接来到了终点下方 最后甚至一下子撞上平板 等到巨汉跳下来众人才知道 这家伙原来是想两步就到达终点 看到这一幕 任牙当即便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面前这个男人正是将石墨捏成钻石的怪物 第二代也见素米 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将地表最自由的男人气得当场暴音 嚷嚷着要逃狱去会一会对方 就在刚刚 素米完成了对世界攀岩冠军的挑战平稳落地 见到对方用的招式 任牙当即便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第二代相扑之神也见素米 因为这家伙刚刚使用的是相扑技巧 把手挂上去后瞬间向支点借链 随后将身体投向空中 看对方这么了解 素米以为任牙也是相扑选手 可任牙却说自己并不是 但如果存在于神话当中的那场战斗 也能算是相扑比赛的话 那说不定自己也算是相扑选手吧 素米似乎明白了任牙的意思 突然任牙向素米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想看一下素米有什么理由被称为神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随着素米双手核实 这一声巨响差点震穿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只见素米双拳紧握摆出相扑动作 下一秒脚下猛然发裂 轰轰一声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旁边看热闹的观众全都傻眼了 眼前明明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这家伙要和影子玩相扑 此时素米的目光转向任牙 刚开始任牙还没有明白对方的意思 可突然他发现在素米的身前出现了一个虚异 是大银杏 他正在与素米比拼力量 这次交手以素米的胜利而告终 来现场取材的两名学生身体激动得不住颤抖 素米模拟出来的对手竟然是一名横杠 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原来素米也能模拟对手进行战斗 并且他还嚣张地表示 横杠的四股还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与素米告别之后 任牙来到了神星会总部 此时的独步正在和家藤切磋 在战鼓敲响的一刹那 家藤瞬间出招 用手指刺向独步紧剩的眼睛 可将还是老的辣 独步迅速用光头脑袋一顶 当场家藤的手指就折断了 可家藤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跳到空中试图用T技打败独步 但刚转过身家藤却猛然发现面前空无一人 独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身后 抓住伊领就将气掀翻在地 最后还不忘捕上一脚 随后独步开始给弟子们讲课 空手道之所以会是空手道 靠的就是这双拳头去打架 只要够强你就能为所欲为 下课后独步才坐下来和任牙聊天 任牙想询问他对相扑有什么看法 可独步却说相扑界的事情不必去了解 格斗技包括拳法 拳击 柔道 泰拳 甚至一些体育运动和街头打架都可以算在内 但相扑却是自成一个世界 不像空手道与他人切磋来证明自身的强大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很强 他们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一起进行训练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存在拳头和踢技 那些小动作更是不允许做 相扑给人一种温顺草食动物的印象 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恐怖的食草巨兽 平均体重超过160公斤 10秒到20秒就能用尽自身所有体力 就像是不断袭来的狂风巨浪 说到这儿独步打算现场演示一下 无论加藤是用刺眼还是踢当都可以 二人面对面站定 不知何时独步已经摆出了相扑动作 在战斗开始的瞬间 加藤便一脚踢向独步的双腿中间 可下一秒他却莫名其妙倒飞了出去 原来是独步用了一招排山倒海 这一击直接把加藤当场打晕了过去 独步还没有打过影 于是转头邀请任牙来过两招 但比起和独步战斗 任牙现在还是更担心加藤的伤势 没过多久加藤总算醒了过来 刚才独步用的招式名为双手刺突 虽然相扑的技术看起来缺乏锐利性 给人一种拔光牙齿的印象 但独步却有不同的见解 相扑的决胜技力表加起来共96手 历史更是有着2000年以上 衍生出的技能难道真的缺乏锐利性吗 不到20秒内结局就会见分枪 时间不容浪费一丝一吼 经过历史消磨淘汰后 只有有效的技术才会被保留啊 听到这番话任牙来的兴趣 既然加藤已经没有事了 那他们就来切磋一下吧 任牙上来就用出了最强的脱力 将自身达到了液体的级别 冲出的瞬间甚至响起了音爆 可结果独步连动都没动 直接用肉身扛住了任牙的撞击 随后他用出了香扑中很强的一种关节剂 手掌重重打向了任牙的身体 当即任牙就被击飞出去 甚至连站都无法站起来 而这还不是职业香扑手发出的攻击 与此同时 德川府邸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 老爷子还以为发生地震了 可等他来到院子才发现 宿迷正摆出一副香扑四股的架势 随着他的脚掌落地 周围的地面瞬间开始剧烈震动 而这还只是从四股中分支出来的健身体操而已 难看不入眼血作丑 另外他也有表示力量与强健的意思 因此这个动作就被称为丑族 意为净化大地 镇护大地 通过脚踏大地驱除土地中七居的邪气 将灵魂深深沉入土地深处 宿迷受德川照顾许久 所以才想以此作为回报 宿迷已经迫不及待与人鄙视了 他想让老爷子帮忙找个能比利器的对手 听到这话德川当即便给米伯的一所监狱打去了电话 此时的奥利巴正在用餐 这段时间里他依旧每天吃十万卡路里的食物 接到德川的消息奥利巴当即就怒了 他将手中的雪茄弹到空中 随后双手用力一拍 粗大的雪茄瞬间就碎成了粉末 他认为宿迷根本不配与神话中的人物相伴 与自己比力量更是痴人说梦 只见奥利巴肌肉爆起冲破了上衣 他告诉警员自己明天要逃狱 前往东京与那个所谓的香扑之神比拼下力气 顶级武者只需一拳就能打爆对手 而奥利巴却一拳把自己的拳头打爆了 究竟何等恐怖防御力造就了这样的历史性器官 事情还要从德川老爷子的后花园说起 自从公等五藏魂由天外变成植物人后 德川只能把注意力放到其他强者身上 此时沉寂了上百年的宿迷家族终于再现荣光 作为香扑始祖的后裔 二代宿迷意外觉醒了老祖宗的绝世神力 徒手就将石炭完全捏成了钻石 如此恐怖的实力甚至还超越了自己的老祖宗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老爷子的注意 于是二代宿迷成为了德川家的座上宾 即使是这样宿迷依旧没有停止对香扑之术的练习 每天连续用双脚践踏大地 甚至在小范围内造成了地震的假象 如此一向吓得德川家的领域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大 起初管家还不相信 直到他亲眼目睹了宿迷的训练 500斤的体重还能保持绝对的静止拉伸 宿迷两脚岔开180度直冲天际 恐怖的柔韧性直接让管家倒吸一口冷气 等到拉伸结束后宿迷虎区一阵子都往下跺脚 只见整片土地都跟着颤动起来 与此同时大地中的邪气也被逼了出来 为了测试宿迷的极限力量 德川直接搬出了专业杠铃 现在举重界的世界纪录是263公斤 不知宿迷能否打破这个纪录 显然老爷子还是小瞧宿迷了 让香扑之神举杠铃简直太过轻松 只见宿迷把小拇指轻轻搭在了杠铃杆上 顺势一提直接把杠铃扶了起来 举重不是历史擅长的领域 所以宿迷要表演拿手的香扑之术 500多斤的杠铃被当成了假想碟 下一秒宿迷抱着一团杠铃片挥舞起来 这就是香扑界的竞技掐脖拧摔 如果是活人承受了这一击 那对方现在已经暴毙了 随后德川开启密室大门 请出了今天的重量级嘉宾 如果把这个超特大沙包当作香扑对手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设计都是多余的 只见宿迷一把搂住沙包前后 手被轻筋抱起瞬间揪出了一对凹陷 随后掌心越抓越深 沙包上竟然被抓出了兜裆布 这是何等惊人的一幕 宿迷摇马合一硬生生把沙包拦腰截断 到达极限后只听见砰的一声 沙包竟然直接被干爆了 就在这时 奥利巴也正好穿好兜裆布从门外走了进来 作为地表最自由的男人 奥利巴的力量毋庸置疑 全身上下已经被高密度肌肉全面武装 后背更是形成了恐怖的逆二等边三角形 战斗的欲望使他迫切地想要一战 然而当奥利巴站在宿迷面前时 原本壮瘦的身体竟然显得非常小巧 在绝对的重量优势下 似乎肌肉都显得微不足道 不知道波海皇看见宿迷会有什么感觉 但奥利巴为了给广大舞者证明也是拼了 只见他一脚蹬地猛地扑向宿迷腹部 然而片刻过后奥利巴却傻眼了 这就跟撞在铜墙铁壁上一样 推不动 完全推不动 下一秒奥利巴马上转变策略 抓住宿迷的兜当部 他已经用出了自己全部力量 可眼前的宿迷依旧纹丝不动 蛮力不是香扑之力 为了展示真正的力量 宿迷轻松将奥利巴举了起来 此时胜负已见分晓 然而奥利巴并不想轻易认输 在香扑的领域或许他已经败了 但在世俗的决斗中他一定不会输 在奥利巴的强烈要求下 宿迷答应了战斗的请求 但他没想到的是 奥利巴居然冷不防地轰出一记铁拳 这一拳打得宿迷鲜血狂喷无比狼狈 请记住奥利巴现在的笑容 因为不久后他就会感受到真正的绝望 随着宿迷俯下身子摆好架势后 这场真正意义上的决斗正式开始 奥利巴攥紧拳头模仿金刚力士的姿态 面对上百斤冲击力的铁拳 宿迷选择正面硬钢 冒着一伤患伤的风险 宿迷不仅顶住了冲击 还把奥利巴的铁拳撞得完全变形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关键是宿迷抓住了奥利巴的肋骨 腰部肌肉防御已经被完全穿透 剧烈的疼痛一度让奥利巴都使不上镜了 此刻宿迷抓住的不是肋骨 而是奥利巴的这条老命 无奈之下奥利巴只能拼死使用索头杀 但宿迷的反应比他更快 抓住肋骨的双手猛地往上一拉 肩部以下的肋骨全部阴生折裂 这就是能把石炭徒手捏成钻石的恐怖窝骨 随后宿迷一个爆摔将奥利巴狠狠砸在木板上 如果今天是在地面作战 或许奥利巴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什么叫半只脚稳稳踏入天堂 没有人比现在的奥利巴更懂了 因为他连放声大哭的力气都没了 五谷鸡柳的称号也就此得来 东京街头半猪吃老虎 相扑借的大佬竟被宿迷随意玩弄 最后还恼羞成怒把脸丢光了 今天宿迷真是赚麻了 赢了人气不说甚至还抱得美人归 就在刚刚 宿迷以压倒性优势狠狠吊打了奥利巴 出于关照国际友人的想法 宿迷刻意给对方留了半条命 一场大战过后奥利巴筋骨村断奄奄一息 而宿迷却感觉打通了任督二脉 当天晚上独自一人来到街上闲逛 没成想意外遇到了相扑九段的大关 一见到此人宿迷瞬间站一声口 月月欲是邀请对方鄙视一场 但此时的宿迷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傻大狗 说白了根本不配跟大关交手 边上300斤的保镖一步上前为大关开路 谁料宿迷动都没动 反倒是对方差点倒在地上 无论保镖怎么劝说宿迷始终死死盯住大关 只要对方没有开口拒绝那他就还有机会 随着人流汇集 围观者变得越来越多 虽然宿迷的邀请很唐突 但是大关还是如他所愿正面接战 战袍一拖露出壮硕的上半身 从肌肉和脂肪的比例来看少说也有400斤 这简直就是实打实的坦克 警员面对两座肉山完全说不出半句狠话 好声好气劝说大关换个地方再打 而另一边四个警员已经把宿迷团团围主 众人齐心合力一起使劲却无法让宿迷退后半步 大关看出了宿迷强烈的战斗欲 今天他就是奔着自己来的 于是一把推开警员想要亲自出马 400斤的壮汉俯下身子做好预备动作 大关想要速战速决趁早击败对手 直接他脚掌点地猛地踏出一步 仿佛一台人形坦克直接撞向了宿迷的身体 为了感受战斗的快感宿迷甚至没有躲闪 脚掌踩住水泥地硬生生扛住了对手的冲击 剧烈的摩擦一度把脚底板都踩冒烟了 大关扑在宿迷怀里一脸震惊 普通的相扑选手应该早被撞飞了 怎么这个家伙还是屹立不投 手轮交锋过后换到宿迷出招 反手一抓伸向对方被捕 铁杀掌力大无穷直接穿透肌肉的阻隔 大关的肩胛骨被牢牢抓在手心上 宿迷随手一个翻被摔便把大关举过头顶 后脑勺朝下狠狠砸向地面 在即将落地的一瞬间 大关的脑海里出现了走马灯 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 一只厚实的手掌稳稳拖住了他的脑袋 短短几秒内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大关彻底懵了 脑袋中只剩一团浆糊 接着身体自动翻转180度重新回到站立姿态 宿迷紧紧抓住大关的嘎吱窝 一番操作下来让对手恢复如初 在场的观众直接惊掉了下巴 这场凶猛的相扑比赛转眼就变成了表演 而且大关还是被对方全方位碾压 面对这样的羞辱 活着简直比死了还难受 大关朝宿迷打出一拳宣泄自己的愤怒 可宿迷并没有因此恼目 真正的历史不会轻易被击倒 大关是输给了狂妄的自己 宿迷的宽容大度让路人赞不绝口 甚至还当场收获了一位小迷妹 请注意宿迷嘴角上扬的弧度 想必今晚要有一场心中血雨吧 另一边大关回到相扑协会 则吃了一脸臭皮 不出所料会长一听到消息 瞬间暴跳如雷 大关跑到街上打架就算了 更离谱的是他还被无名小族光速捏爆 接下来的公关工作 让会长感到头皮发麻 但他只能骂对方一顿来出气 并且警告他以后要谨慎点 暂时在房间里避避风头 此人究竟是何来历 会长满腔怒火只想让他付出代价 一夜大战之后宿迷进入闲诊模式 第二天带上佛珠就要上山休息 得穿架不住宿迷的盛情邀请一起前去关门 训练还是老样子 侧身单脚举过头顶 体内灵气慢慢汇聚到五体之中 等他传遍身体的各个角落就会骤然爆发 宿迷的肉身依旧纹丝不动 但是那团灵气却以肉眼可见的迅速增长 直到最后酝酿到了巅峰 宿迷的踏脚终于狠狠地落了下来 大地上的邪气随之被驱逐散开 这样的场面简直闻所未闻 如不是有修行僧在一旁解释 恐怕德川还会以为宿迷在装神弄鬼 周围这片山树已有超过一千年的树林 他们能够存活至今全靠大地进化 宿迷就是这片领域的守护神 在训练的同时造福一片土地 重达五百斤的深蹲仅平肌肉维持 难以想象宿迷的下半身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这股精力是现代训练中看不到的东西 德川能够看破这一层已经属实不易 事实上宿迷的训练比这更复杂 镜中有动才是他的玄妙之处 比如现在宿迷就在鄙视之中 他的对手是一位想象出的相扑选手 能够全方位落下五百斤 也就是在各个方向做到骤然发力 强烈的旋转冲击着宿迷的肉身 在无数次煎熬的对抗中 宿迷的肉身逐渐超越人类极限 在两倍体重差异内顶尖技术还能反打一套 一旦对手的体重达到自己的三倍以上 那么一切技术都会随之失效 为了跟宿迷比试一场任牙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 然而70公斤的体重却是绝对的硬伤 在这个五百斤重的小巨人面前 任牙显得无比渺小 一场大赛即将在地下竞技场开幕 究竟是王者任牙能够未免冠军 还是也见宿迷成功加冕新王 东京街头的比试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宿迷的力量 大观的惨败把相扑协会的招牌砸得稀巴烂 于是会长彻底恨上了宿迷 好在第二天原横钢金龙山带来的消息 他到场后先是一根雪茄猛抽半小时 办公室里吞云吐物会长直呼受不了 终于在会长的追问下金龙山说出了情报 那个街头霸王将在八角形图表上出现 也就是东京巨蛋地下竞技场 一个无规则决斗的法外之地 轻飘飘的一句话不禁让会长的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 看来对方是要致敬古代相扑啊 那可是相当残忍的战斗方式 与此同时 宿迷在德川的指引下已经来到竞技场内 这场内部决斗没有对外开放 目的就是为了让两人放开了打 如果用相扑界的等级对标任牙的战领 那么任牙就属于金字塔顶端的大横钢 只一眼宿迷就看出任牙身经百战的实力 但他却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任牙的体型太瘦小了 最多只能充当他的马前组 宿迷的目标可是冲垮整个五道戒 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犯马任牙 在宿迷眼中任牙就像一发子弹 虽然只有手指头大小 但却能爆发出极其强大的能量 能把一头树蹲中的野牛瞬间击毙 宿迷的评价也是莫名其妙 又骂又夸搞的任牙脑袋一团浆糊 干脆脱掉上衣大干一场门 最后的赢家才能站着说话 两人摆开架势先用眼神交锋 只要有一方露出一丁点示弱的意思 那么对手就会抓住空档将其秒杀 最后气势上的交火不分伯众 雕汉的两人同时出手正面迎击 炼牙凭借轻巧的身姿 在速度上更胜一筹 这脚高扫腿接接实实地打在宿迷脸上 砰的一声巨响甚至造成了肌肉变形 能做地下竞技场的最强王者 炼牙要是没两把刷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满身伤痕是真男人的勋章 炼牙的肉体强度已经到达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硬扛任牙这一脚后宿迷反倒更加清醒 四肢最大限度地贴近地面 满身肌肉瞬间爆发冲突 可下一秒他却莫名其妙坐在了地上 原来在素迷到达任牙面前的那一瞬间 任牙猛地踢出一脚 所以他的身体才不受控制地坐了下去 素迷抬头再次看向任牙 此时他的眼神中只有崇高的敬礼 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 泛马任牙请允许我重新向您请教 只见素迷再次俯下身姿 500斤肉扇的重心压到了最低 一发低空炮弹就这样向任牙爆冲 可任牙并没有避其锋芒主动躲闪 而是选择了正面迎击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踢出了一记鞭腿 这一脚是大力尘却没对素迷造成任何阻碍 就在任牙转身的空荡期内 素迷一个虎扑成功抱住了任牙 接下来的主动拳马上交到素迷手中 脚掌登地一路横推把任牙撞到了擂台边缘 此时素迷的脸上却直冒冷汗 因为刚才硬扛的那一脚实在不好受 即使他做好了被踢的准备也没有 让素迷抓到发力点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这时任牙还非要去挑衅素迷 暴怒之下素迷一度失去了理智 迅速调动全身肌肉将任牙往的摔出 可在他出手的那一瞬间 素迷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任牙像是尼秋一样卸掉了他的力量 最后轻飘飘地落在自己面前 面对大力爆摔任牙没有任何抵抗 反而配合着素迷的发力方向 在发力的瞬间主动加速避开攻击 素迷的扑杀第一次被人破解了 但他本人并不认可这种方式 用主动配合的谢力参与决斗简直毫无意义 素迷想要的是全心全力的一战 否则他会在精神上鄙视任牙 既然如此任牙只好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 双手指天做出召唤的姿势 然后一步后撤让全身肌肉紧绷 煞时间三角龙的虚影浮现在任牙身后 既然阁下这么想要硬碰硬 当我用出三角龙之拳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小看握手战神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上一个挑衅色川的五脏曾被按在地上摩擦 而这一次素迷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面对这座五百斤重的肉山 色川的合气道还能发挥作用吗 这时任牙的铁拳已经按了不住了 远古三角龙就是他暴打素迷的真正底牌 这一招还是他在华夏武术上钻研出的绝技 因为华夏的武道家经常从动物身上领悟技术 控鹤擒龙 黑虎掏心 螳螂拳 飞龙在天 各种武器都有着动物的影子 有悟性的华夏武道家能从自然界获取灵感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被迫束缚于自己的眼界 比如那些在远古时代真实存在的强大恐慌 华夏武道家却不再深入研究了 于是任牙便接过了这个使命 从远古时期最强突进的三角龙身上领悟技 此招名为三角龙之拳 如果说之前素迷还是在以大七小强牙任牙一头 那么现在的局势就已经完全扭转了 三角龙全长十米左右 重量绝对超过了十吨 粗略估计约有自身的五十倍左右 现在反过来轮到素迷思考人生了 技术能弥补的差距只有两倍左右 今天这场决斗真是极限挑战了 只见素迷一脚重塔重新站稳身姿 压低重心能够大大减小自己被掀翻的概念 两位顶尖强者相互试探等待对方出错 怎料双方的气息都是一样的平稳自如 真正的战斗在顷刻间打响 下一秒巨瘦的龙脚已经顶到胸前 五十倍的重压几乎让素迷喘不过气 但他还是紧握龙脚死扛到的 随后脚腕一松全身腾空 三角龙试图直接把素迷撬走 在距离的带动下素迷的脑袋 马上就要落地开花 危急时刻素迷展现出了自己灵活的一面 他用极其诡异的角度把身体翻了过来 最后竟然稳稳地踩在地上 可难想象这是一个相扑选手能够做出的动作 今晚德川目睹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看来我们全都小看素迷了 随着老爷子大手一挥决斗暂时终止 下一秒四个舞蹈家从场外缓缓走路 淡定从容的表情配上强大的气场 只一眼素迷就看出了这对豪华阵容的实力 四个真男人无疑不是顶尖舞者 而他们来此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和顶级相扑手比试一场 对于其他三个舞蹈家素迷没有任何疑问 唯独瘦小的色川让他觉得非常奇怪 明明自己能够感受到他深不可测的实力 但就是不知道他的强大来自何处 出于好奇素迷一把抓住了色川的衣领 而色川也没有因此发怒 只是把左手轻轻搭在了素迷的手腕上 一旦让握手战神成功发力 强如素迷也只能被动承受 似乎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反制色川的力量 重压之下素迷拉着色川强行起跳 殊不知这招早在对方的预料之中 色川顺势一蹲朝着前方发力 只见一座肉山瞬间倒飞出去 与此同时他还带走了色川的长袍 又是一种从没见过的武学技术 素迷惊叹于和气道的奇妙 而色川只想要回自己的遮羞补 现在光秃秃的样子简直比打输了还丢人 由于场地原因 他们的战斗只能推迟进行 接下来的相扑比赛成为了地下竞技场的重头戏 在金龙山和会长的协商下 格斗贵族正式向相扑协会发起挑战 虽然相扑是岛国境内最为顶尖的格斗手 但是这些幕内力士也非常想和其他外行交手 金龙山的提议简直让会长乐开了花 趁此机会正好能给相扑协会打出名气 几位相扑手如同大山一样走进竞技场 地下竞技场内各种碎牙齿碎指甲随处可见 今天的比赛内容就是无规则相扑 与此同时格斗家阿浪已经缓缓入场 作为格斗贵族的领头羊 阿浪的战绩也是非常辉煌 国内综合格斗无一败即 而他这次遇到的对手则是横钢领棚 几位相扑手中的段位最高者 随着场内一声战鼓敲响比赛正式开始 阿浪抢战先机轰出一发跳悬重拳 铁拳无比精准地击中领棚面部 然而对手的反应却给阿浪一种不祥质感 这一拳打出去像是轰击在了岩石上 会心一击不但没有发挥作用 反倒让自己的内心开始动摇 硬扛我这一拳还是保持不动如山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怪物 但阿浪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林鹏站立的冰山一角 下一秒对方一步踏出顺着阿浪面前 速度之快完全让人反应不过来 身体被扑中的同时阿浪已经懵了 可是林鹏没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 抓住短裤后直接暴力被摔 请客见阿浪头部着地摔了个倒栽葱 脖子以下高位劫瘫是没得跑了 又是一根香喷喷的五谷鸡柳提前出锅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离谱的战斗 600斤的香扑力士被一个瘦小的老头秒杀 而这就是何气道的恐怖之处 就在刚刚 阿浪被对手打成了第二根五谷鸡柳 第二个出场的力士体重竟然还不到200斤 而他的对手则是综合格斗轻量级王者文野 看着对面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家伙 文野觉得赢下比赛已经稳了 打算速战速决打败对方 然而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的那一刻 文野傻眼了 岩的体型似乎在不断膨胀 仿佛比刚才变大了不少 可他并没有多想 一记很早就踢了上去 但面前的岩不知何时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对方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双手紧紧抱住了文野 此刻他感觉自己被一座大山给压住 身体完全动弹不得 随后岩抱着文野猛地跳到半空 在落地的瞬间 他将对方狠狠向地面砸去 文野当场失去了意识 此战依然是以相扑力士的胜利 拉下了为目 之后的几场比赛全都是相同的剧情 大关聚精秒杀巨汉格斗家朱田 博士猛健秒杀技巧大师桑田 推推棒虎膜暴打权力惊人的阿龙 而下一位迈着自信不乏的戏狗鸣叫公路 他不仅是传统派空手道达人 并且嘴炮十分了得 经常以大幅度傲慢的姿态诽谤重伤对手 而他的对手则是战胜过18次横钢的柿子丸 能轻松硬举超过400公斤 握推200公斤 面对这样的对手 嘴炮公路还能嚣张得起来吗 比赛正式开始 二人各自摆好架势 似乎是强者之间的默契 两人同时出手 公路的这脚擦中了狮子丸面目 在对方分神之际 他再次出拳击中狮子丸的太阳穴 众人以为这场战斗已经结束 可下一秒一遍突生 狮子丸并没有晕过去 他抱住公路一遍用力 直接给对方造成了脊髓损伤 嘴炮以后恐怕只能在床上静养身体了 与此同时 克斯在德川地下室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遍 容器里装着的正是全雄烈海王的右臂 克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听到这话德川并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他在烈海王死的时候就决定好了 让克斯做手术接上这条手臂 烈海王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这才算是对他真正的祭典 如果克斯拒绝的话 那他只能物归原主继续蒙尘 克斯思考再三终于同意了下来 不久后红叶的医院便迎来了一位贵客 之前独步整个手掌都被多利安切断 他找的医生就是面前的梅泽 神医红叶在他面前都只能当学生 此时的克斯已经被麻醉 静静等待着手术的开始 全雄烈海王的右臂马上要和他融为一体 这场手术梅泽亲自操刀 红叶在一旁打下手 没一会儿手术就圆满成功 于帝克斯的五终于衔接上了 在漫长的恢复期后 克斯终于能灵活地运用这只手臂了 之前被公本劈开的刀伤也已经被梅泽医好 并且本该存在的违和感竟然完全没有 就像是从诞生起就一直跟随他一样 曾经没能做到的遗憾终于能弥补了 正在克斯原地感慨之际 背后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 可他回头却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比赛 宿米也在院子里训练调整自己的状态 毕竟他一直渴望与人鄙视利捷 终于到了决斗的当天 热雅等人全部在后台集结 强大为何物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由今天的你们揭晓 德川鞠躬向几人表达致敬后 他们缓缓走进了竞技场 这场相扑历史与武术家的比赛即将打响 终极之战一触即发 他们的脸上全都洋溢着笑容 恨不得现在就开始战斗 随着双方退场 第一回合即将开始 赛前金龙山就已经排好了上场顺序 打头阵的正式和气道宗师色川 而这也是他本人希望的 由最年长的来示范 再由年轻的后来者以此作为参考 这可再合适不过了 众人拗不过色川 最终只好同意了下来 他的对手则是相扑历史阵营里 体型最大的大关聚精 双方的体重差距足足有500斤 可色川并没有丝毫畏惧 因为他最擅长打这种重量级的对手 随着比赛开始的鼓声敲响 聚精摆好了相扑的姿势 但色川却没有任何动作 聚精与其对视了一会儿 然后起身缓缓朝色川走了过去 他伸出大手抓住了色川的衣领 可殊不知这一切全都在对方的计算之中 下一秒聚精感受到了一股距离 就像是被比自己更大的力士压在了身上 只见色川手臂搭在他的手腕上 随后轻轻一甩 聚精整个人都失去重心向下倒去 而这就是色川神秘的和气道 你知道什么叫做一眼还眼吗 和气道宗师给你现场演示一下 就在刚刚 聚精被色川用和气道掀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聚精竟然控制住了身体 随后一个灵活的翻转站稳了脚步 这位大关不仅身材魂梧 面前的这位瘦小老者让他认真了起来 聚精脚步发力再次朝对方扑去 眼看这一掌就要打中色川 可下一秒色川迅速弯下身子 用巧劲将聚精绊倒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就在聚精还在忙着稳住身形时 色川的攻击到了 伸出的中指刺中对方的咽喉 可惜聚精提操落后并没有受影响 而色川却反被一掌推飞出去 落地的色川终于摆出了战斗姿态 高手过招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又是熟悉的场面 聚精开始大幅弯身紧贴地面 反观色川则是保持着姿势开始向前挪动 直接走到了对方面前 主动提出二人用相扑鄙视 听到这话聚精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当即便抓住色川的腰带 可无论他如何发力 色川都纹丝不动 这让聚精回忆起了自己上小学时 一直往安全套里面灌水 感觉灌多少都不会撑火 此时的色川就仿佛将一个超大安全套随身携带 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重 简直就像魔法一样 但和气终究还是有极限的 所以色川被扔飞也在预料之中 难道和气到宗师要就此败败吗 色川在空中翻了一圈 利用围栏重新回到了场内 众人还以为神秘的和气会被力量所压制 可实际上刚刚聚精逃避了 在较量中不敢与色川正面相对 所以才匆匆将其扔出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色川提议再比拼一次 这回你总不会逃避了吧 聚精欣然应战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色川竟然主动上前抱住了他 打算用相扑对付相扑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色川轻松将600斤的聚精摔了出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两拨千斤吗 眼看自己的头部要着地 聚精赶忙站稳脚跟 随后插开双腿腰部下沉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总算把色川举了起来 他用无双的怪力冲破了僵局 色川被聚精一掌推飞了出去 身体重重砸在了观众席 可起身的色川没有丝毫停留 再次走进了竞技场 当聚精看清对方的模样 顿时流下了冷汗 色川的眼球竟然都被撞了出来 好在这只是后安装的一眼而已 聚精好心劝说色川放弃比赛 却没想到这句话把老头给忍毛了 色川越说越激动 趁聚精愣神的功夫 他一个箭步便冲到了聚精面前 随后一拳狠狠打中了对方的右眼 这才是真正的一眼还眼 然而这并不算是犯规 色川紧接着跳到聚精的上方 双脚猛地踹向其后脑 连续的打击让聚精头昏眼花 眼前的景象瞬间扭曲了起来 色川没有给聚精喘息时间 下一秒两根手指便直接插进了对方的鼻孔 这还没有完 他甚至还以此作为借力点 将聚精整个人都掀翻了过去 聚精痛得忍不住跳了起来 而这也正中色川的下怀 无论体型差距有多大 只要飞到空中这都不足为惧 色川抓住聚精的脚腕 随后用力将其人飞出去 接着双手按住聚精的脑袋 重重把他砸到了地上 剧烈的冲击直接让聚精失去了意识 胜负一分 和气道宗师色川刚气取得首胜 来到后台独步率先向前辈致敬 这一战色川赢得并不轻松 颤抖的双手完全停不下来 独步认为这很正常 自己也因为兴奋完全止不住颤抖了 很快第二场比赛就开始了 由空手到武神独步对阵相扑博士猛剑 看到对手如此强大 独步的口水都止不住流了下来 他决定认真将猛剑从头到尾全部吃个瘪 身体都不自觉地向对方走去 在进入猛剑领域的瞬间 双方同时发起了攻击 独步一拳正中猛剑额头 顿时鲜血狂飙而出 随后又是一套组合技打出 局面现在完全是一边倒 猛剑看准时机抓住了独步的脚 而独步对此早已有所防备 利用身体旋转轻松摆脱了束缚 双方初次交手独步就稳站上风 看台上的刃牙和刻四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叹 要知道独步的拳头可是地表最硬的拳头 被他的铁拳连续击中脑袋竟然还能站着 猛剑的头真不是一般的体 在二人说话之际 战场一变突生 独步一个弹射跃到空中 狠狠一脚正中猛剑头部 这次猛剑不仅动摇了身体 就连耳朵都被切掉了一只 鲜血止不住向地下流淌 可猛剑却莫名其妙说了句 真是多谢你了 他没有再次止步的理由 趁独步还没有动手 猛剑突然从原地抱起 来到独步面前使出了推掌 可结果连一下都打不到对方 见自己的攻击无效 猛剑索性用身体撞向独步 将其重重抵在了围栏上 随后推掌拍在了独步的脸上 见对方还没有缓过神 猛剑又是一掌狠狠打向独步的光头 这是本次比赛的首次击倒 难道武神独步要这样被打败了吗 什么才叫真正的硬汉 面对敌人的攻击不设防御 等到自己的回合才会出手 这就是真男人花山勋 就在刚刚 独步被猛剑一巴掌拍倒在地 正当观众以为比赛会就此结束时 猛剑却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在原地重新摆好了架势 就在这时独步从地上爬了起来 原来他刚才是在装死 但很可惜计谋被对方看穿了 独步这时终于认真了起来 摆出了空手道中的四股力 他与相扑的力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相扑对战空手道 最后的赢家会是谁呢 猛剑抱起冲向独步 可还没等他碰到对方 独步的手掌便猛然呼出 一掌顶在了猛剑的下巴上 他想乘胜追击直接取胜 但猛剑却反应迅速 瞬间抱住了独步出拳的手臂 随后双手用力一鸣 一道奇怪的声音传遍全场 那是关节韧带撕裂所发出的声音 这次交手猛剑废掉了独步的右臂 虽然独步的样子十分狼狈 但猛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突然蹲在原地开始大口喘的粗气 独步在断臂之前打中的两次攻击奏效了 趁对方意识模糊 独步缓缓走到猛剑面前 见状猛剑再次使出推掌 可他却故意打偏 为的就是铺垫下面的攻击 猛剑突然出腿用出踢技 随后再加上头锤 瞬间独步就被打得鼻血狂飙 下一秒猛剑便抬起了自己的大脚 准备用踏脚结束战斗 在这危机关头 独步单手撑起身体 一招托马斯回旋踢在了猛剑的支撑筒 失去平衡的猛剑慌忙调整身形 最终凭借强大的下肢力量没有倒下 在相扑规则中 除了脚掌以外的任何部位触地都算败美 但今天是无规则战斗 猛剑并不打算遵守那么多 可独步却在这时搞起了偷袭 猛个一脚朝猛剑的后脑踢去 其力量之大仿佛灵魂都出窍了 第二场比赛胜负一分 零下场的时候 独步还贴心将猛剑掉落的耳朵捡了起来 他认识一个医生可以把他接好 很快第三场比赛就开始了 相扑一方派出的是推推棒虎猛 而武道家这边则是由硬汉花山出场 他的身高体重完全不弱于对手 在其摘下眼睛的瞬间 虎猛顿时心里泛起了嘀咕 这家伙怎么长得这么凶 他拍了拍身体给自己打起 随着比赛开始的战鼓敲响 虎猛刚准备冲刺发起攻击 可下一秒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对方竟然弯腰背对着他 这是花山的招牌出拳姿势 还没等虎猛想明白 花山的拳头就已经砸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拳打得虎猛鲜血狂飙 连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 难道说就这样结束了吗 并没有 虎猛颤抖着身体缓缓抬起头 花山并没有成人之威继续攻击 而是双手插都等着对方清醒 过了许久虎猛才挣扎着重新站了起来 但刚起身鼻血就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 源源不断地倾盆而下 看到花山刚才的动作 会长和金龙山的脑中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四年前 原横刚雷王被一个高中生单手玩虐 要知道那时雷王可是实实在在的大观 就算是横刚他也能让对方吃些苦头 而那个高中生正是四年前的花山 见对方摆出的架势 虎猛又猛了 人家都是攻击或者防御 这家伙怎么中门大开完全不防御 仿佛一头巨大的踪雪 他到底是对自己的耐久力有多自信 看到这一幕虎猛终于怒了 身体下沉双手紧贴地面 随后双方同时出招 虎猛的推长率先打中花山的下落 他向前冲刺将对方一路向后推 紧接着朝花山的脸就是一套连招 无论虎猛如何攻击 花山依旧没有做出任何防御 打了半天虎猛才终于停手 他知道现在轮到花山的回合了 虎猛同样打开双臂放弃了防御 在原地静静等待着花山的攻击 这便是他身为历史的自尊心 花山见状没有丝毫犹豫 狠狠一拳打在了虎猛的脸上 虎猛鼻血狂飙却咬紧牙关不想倒地 可下一秒花山又是一拳打在了他的下落 虎猛感觉脑袋像被卡车撞了一下 顿时眼前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所有脑内活动都停止了 不知过了多久虎猛才恢复了意识 但他站起身发现花山并没有继续攻击 而是悠哉地拿出了香烟等待虎猛苏醒 见状虎猛来到花山面前 看来我让小哥你久等了呀 花山询问对方是否要继续战斗 虎猛表示已经足够了 他主动承认了自己不是花山的对手 第三场比赛由硬汉花山以碾压姿态取得了胜利 临下场使虎猛向其发出邀请 下次再见面时一起去火锅店喝一杯 这场真男人的对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圆满落下了帷幕 任牙世界惊现替身使者 死去的烈海王竟然出现与克斯一起作战 手臂不需要自己控制 自动就能挡下对手的所有攻击 这简直是离了个大谱 就在刚刚硬汉花山以硬实力免压虎猛获胜 接下来的第四场是由克斯对战狮子丸 如今克斯的手臂已经运用自如 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热身结束时 任牙仿佛在其身后看到了烈海王的影子 而他的对手狮子丸在香扑界也是赫赫有名 实力堪比现任横刚 万利甚至可以说是香扑界第一人 裁判简单又重复了一边规则后 比赛正式开始 狮子丸张开双臂叙事待发 他要让克斯好好看看 这才是徒手的起源 只见对面的克斯一动脚步朝狮子丸走去 再离对方半步的位置停了下来 被称为终极兵器的他终于要大显身威了 早在与皮克战斗的时候 克斯就已经通过想象获得了多关节的技术 如今更是进化成了可以全骨骼变化 就在这时 狮子丸率先出手冲向克斯 克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死死抱住 紧接着狮子丸使出轮摔 当场就将克斯狠狠砸到了地上 趁对方还没恢复意识 狮子丸下一秒直接抬起大脚 朝克斯的面部就是一通猛踹 这些招数粗暴至极 克斯被打得晕头转向 最后像垃圾一样被狮子丸丢了出去 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 克斯第一件事想的竟然不是如何反击 而是转头朝后面逃跑 这操作把在场所有人都看懵了 唯有刃牙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克斯是想要拖延时间 将狮子丸全力攻击个10秒躲过去 因为人全力爆发的时间只有10到20秒 狮子丸这段时间的攻击仿佛无尽的怒涛 只需要顶住第一波攻势 戴琪力竭便是最好的反击时机 面对再次冲过来的狮子丸 克斯终于动了 他把身体骨骼想象成鞭子 随后用音速猛蓝踢出 产生的音爆声传到了场内所有观众的耳中 狮子丸被这一脚踢的灵魂都出窍了 可就在这时 克斯又是一脚踢出 把狮子丸的灵魂重新打回了体内 他可不想这么快结束战斗 狮子丸感觉自己被修理 于是瞬间暴怒 对着克斯就是一技推掌 与此同时 克斯准备故技重施再踢一脚 但没想到狮子丸早已有所防备 他抓住克斯的头直接将其丢了出去 克斯努力想从地上爬起来 可还没等他站起身 狮子丸就迅速来到克斯面前 一技是大力尘的推掌再次拍在他的脸上 现在克斯已经被打得几乎失去了意识 然而就在这时 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他的右臂竟然自己动了 狮子丸被这一技直拳打倒在地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种感觉就好像烈海王正在身后守护着自己 他可不会用这种拳击 克斯能明显感觉到烈海王就在自己身边 从他接上手臂的那一刻 烈海王就已经与他同在了 狮子丸想趁克斯愣神的时候偷袭 但最终却被对方单手尽数挡下 并且完全不需要任何控制 看自己被小瞧了 狮子丸大声目斥克斯 现在明明是在鄙视 你为什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克斯向对方表达了歉意 因为刚才有人到访 所以不知不觉便失了神 接下来我们两个将联手与你战斗 见克斯摆出的架势 现场观众一片沸腾 这正是全熊烈海王的招牌动作呀 狮子丸可不管那些 猛踏地面向克斯撞来 而这次克斯更是云淡风轻 随便抬手便挡下了所有的攻击 克斯简直与之前判若两人 只要狮子丸抓不到他 就无法使用力量获胜 此时克斯从地上一跃而起 狠狠一脚踢在了狮子丸的脸上 这是滑下武术的跳踢 在场观众笃定烈海王已经降临于此 虽然狮子丸遭此重创 但他依然站在原地没有倒下 大香扑恐怖如斯 狮子丸使出全力打出最后一击 可迎接他的却是空手了 克斯留五连突出现了 硬扛这招的狮子丸竟然还有反击之力 用毫万乱舞疯狂向克斯进攻 这招着实让他有些狼狈 趁猎海王的手臂自动隔挡攻击时 克斯用左手再次使出五连突 狮子丸眼看就要失去意识 可下一秒 狮子丸竟然双手抓住克斯的肩膀 用身体将其暗倒在地 紧接着便是一记头锤砸了下来 剧痛瞬间传遍了克斯的全身 底血更是如喷泉般涌出 狮子丸压住克斯的身体准备结束比赛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克斯却露出了一脸满足的表情 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翻盘呢 答案当然是用滑下拳法中的猴子偷套了 克斯握住狮子丸的淡淡使劲一面 狮子丸顿时痛地跪了下来 趁此机会 克斯再次超越音速踢出了一脚 可狮子丸依旧顽强地没有彻底倒下 看到这一幕 克斯准备出手彻底结束比赛 如果这一脚踢中 狮子丸的性命可能都保不住了 好在克斯在最后一秒停了下来 五道交流点到极致 猎海王的信念以后就由克斯来继承 胜负一分 由于克斯的主动退场 狮子丸竟然成为了最终赢家 任牙此刻早已在通道等候多时 他已经迫不及待再见一件 列海王这位老朋友了 主角范马任牙竟然死了 连勇次郎都打不死的变态 如今却死在一个相扑选手手上 随着前几场比赛结束 现在轮到任牙上场了 在休息室做好了热身运动后 任牙缓缓走入竞技场 他的对手是身高体重 都与自己差不多的严 这位最小力士 会使出什么招数来对付任牙呢 比赛开始的鼓声敲响 奇怪的是严并没有使出蹲距 而是张开双手站在原地 见状任牙竟然也学起了对方的姿势 用相扑打败相扑 这简直是杀人还要诛心 只见二人双手对上的瞬间 严一个闪身便绕到了任牙背后 观众不禁惊呼出声 王者任牙竟然被抢了先手 此时任牙心里却产生了疑问 严真的是小个子吗 还没等他得出结论 严便突然出手将其扔飞了出去 任牙一个翻滚后平稳落地 他已经迫不及待享受这场战斗 在对方向自己靠近时 任牙终于摆出了招牌战斗姿态 进可攻退可守 他的后面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相扑历史虚影 严被这一幕震惊了 可任牙却表示自己的实力还在那之上 话音刚落 任牙的身体就渐渐开始融化 脱离到液体后使出了刺拳 这一拳给严直接打坐在了地上 绑头发的绳子都瞬间崩断 与此同时 勇次郎这边正在房间吞云吐 对面的特拉普不想让勇次郎接受别人的宣誓 可勇次郎听着听着竟然在沙发上睡着了 特拉普伸手想将其唤醒 结果却挨了一顿毒打 毕竟勇次郎睡觉时可不是谁都能碰 刚想敲门的拜登下的瞬间收回了手 勇次郎让他先带特拉普回去 这次宣誓就算了 回到赛场这边 被打飞的岩完全没看清任牙是怎么出手的 他稳了稳心神重新站了起来 要是没猜错的话刚才是被打中了下巴 于是岩摆出一副防守架驶将其保护了起来 任牙见状直接弹射起步 这一拳轻松就打破了岩的防御 连面不觉得攻击让岩头脑发懵 他从来都没见过这种招式 在被任牙打翻后 岩迅速转变驾驶回归原点 身体下沉摆出了冲刺动作 可等他抬头却发现任牙与他摆出了同样的姿势 但不知为何 岩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任牙竟然逐渐消失 最终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 任牙用出了绝技蟑螂冲刺 岩感觉自己仿佛被一辆270千米行驶的高铁撞飞了 眼看他就要撞到围栏 突然岩抓住任牙的短裤 随后用力一甩将其扔到了观众席 双方默不作声开始对视 岩没想到任牙能把自己推出那么远 刚才要是在相铺场地内的话自己已经败了 任牙就好像是来扶枪的子弹 速度和威力都非常恐怖 即使穷途陌路他也要勇往直前 这才是相铺之道 岩再次主动向任牙冲去 任牙本想用梯技抵挡 但没想到下一秒岩竟然俯下身躲过去 然后抱住任牙就准备开始操作 身后强大的杀气让任牙不含而立 岩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变相后使出爆摔 任牙的后脑部偏不以正常杂种为栏 这下子任牙怕不是要变成植物人 就在众人以为比赛已经结束时 任牙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原来现在的相铺不会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啊 说吧任牙从地上站了起来 听说你是相铺界速度低 那我们就来比试一下谁更快 任牙伸手指向岩 而岩也缓缓伸出了手 两人手指触碰得刹那 岩率先发起了攻击 转眼便来到了任牙身后 但下一秒任牙竟在他眼前离奇消失 不知何时任牙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 剑撞岩急忙蹲下向侧边移动 但他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身边的任牙 就连攻击打中的也是任牙的残疑 任牙使出边腿发起反击 这一脚直接把岩踢得暂时失去了意识 等他回过神来 任牙又提出用万力护欧奋出圣物 只见任牙张开双臂摆出相铺架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面的岩竟然摆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 二人打算用不熟悉的技能来战斗 无论结果如何 今天这个逼绝对是装定了 岩冲向任牙一拳挥出 势大力尘的攻击眼看贴到任牙的脸上 但下一秒任牙却躲了过去 同时出拳打中了岩的下巴 随着岩失去意识倒地 这场比赛也奋出了胜负 还没等医疗队把岩抬走 他就恢复了意识从地上坐了起来 岩起身走向任牙 双方握手以表敬礼 能让任牙开场便在速度上落于下风 除了勇次郎之外也就岩一个人了 听到这话 岩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可回到后台 会长却对他们大发雷霆 这简直就是大香扑的耻辱 横钢领棚打断了会长 大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并且比赛的对手也全是顶尖强者 他扬言只要自己还在场 那么大香扑就还没有败北 这就是大香扑史上最强横钢的自信 你知道地表最强生物的含金量吗 一个人就能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 哪怕是虎金和大象都奈何不了他 这个人就是犯马勇次郎 一个无限接近于神的男人 速迷听完这段描述后非常兴奋 因为他立志要把这个男人打下神坛 然而在此之前 他还有一场重要的战斗需要进行 那就是这场与香扑选手的收官之战 最强大横钢领棚终于登上了擂台 此时另一边的速迷还在忙着做热身运动 拉伸完双腿后大力向下践踏 下一秒整片大力居然都一起震动起来 这就是古代香扑的暴力美学 凌鹏代表的是现代香扑的第一梯队 一场古今香扑大战即将打响 两人站在土标中间如同两座肉山 虽然凌鹏1米95的身高已经非常出众 但跟速迷比起来他还是小了快两圈 战斗开始前金龙山建议速迷采取拖延战术 三分钟后凌鹏心里必定动摇 谁料速迷却非常自信 根本不需要三分钟 一分钟以内必定决出胜负 然而在金龙山的强烈要求下 速迷只能先忍耐一分钟 两人俯下身子调整气息 随后脚尖点地突然爆发 原以为这是一场最直接的香扑比赛 谁料转眼间一个大嘴巴就拍到了速迷脸上 砰的一声巨响打得他面部扭曲 凌鹏趁胜追击架起手肘 用关节顶住对方施展封喉一击 速迷吃痛被迫松开了手臂 下一秒凌鹏就环抱住了对手的身体 双臂从腋下入手直抓速迷的兜当步 原本势均力敌的局面瞬间变成了一边倒 双手探出身向对方腰部 紧接着两根肋骨就被牢牢握住 此时凌鹏的心中震惊不已 他征战多年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然而此时想逃离却已经晚了 速迷抓稳肋骨后一个爆摔将凌鹏从侧面甩飞 由于用力过猛 凌鹏的一排肋骨当场就折断了 撕心裂肺的剧痛直接让凌鹏痛得哭跌海洋 紧接着300斤重的身体狠狠砸在了地表上 一个回合秒杀对手 这就是古代香扑中最凶恶的肋骨摔头 就在众人以为一场大战光速结束时 凌鹏贪软的身体再次蠕动起来 不服输的大横钢还想再战一场 半跪在地上试图强行站起来 速迷也是非常敬佩对方的勇气 于是把手搭在凌鹏的肩胛骨上再次发力 此时虚弱的凌鹏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便由自己的身体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 后脑勺着地摔了的倒栽葱 三秒过后凌鹏彻彻底昏死过去 最后的胜负终于剑分晓 史上最强大横钢败北了 对于速迷来说 香扑之战几乎不需要兜当步 因为人体骨骼中也有许多能抓的部位 比如下颌 肩胛骨 肋骨 盆骨 只要让速迷抓住一个地方就等于宣判死心 当然学习这项技术一点也不难 只需要拥有手搓钻石的握力就能做到 至此武道家打满六场无一败截 最终以压倒性胜利完成手类 然而大战才刚刚结束 速迷一回到德川府上 转头又询问起关于永次郎的事情 那个地表最强生物在哪里 面对速迷无知的提问 老爷子第一次严肃地解释道 永次郎的强大早已超越了人类的范畴 放眼动物界他也找不到任何对手了 如果再说准确点 永次郎一人就能匹敌一个国家 就算是首相和总统发言都要考虑他的态度 否则永次郎会直接去找他们的麻烦 对他来说任何警卫防御都是无效的 与此同时德川抛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速迷认真起来可以晋升到首相身边吗 经过长达一分钟的思考 速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如果全力以赴他也能做到 想要轻轻松松完成那就不可能吗 听到这里德川便同意了速迷的战斗请求 速迷只需做好战斗准备 无论是正面迎战还是后背袭击 永次郎不会拒绝任何形式的攻击 与此同时 东京某家医院里检测出一份诡异的体检报告 此人的高通水平超出正常人的10倍以上 甚至已经到达机器都无法测定的量级 秦博士被这份报告吓了一条 他的数据超出了人类的上限 或许对方都不能再说是哺乳类动物 而红叶医生却不以为意 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其他人身上 他或许还会大吃一惊 但这份数据来自于范马永次郎 那个地表最强生物 在他的眼中世界是另一副样子 除自己以外 所有人都是异性 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是妙龄少女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的幸福啊 随便遇到一个人都会忍不住雄性荷尔蒙爆发 相扑之神也见肃米首次败北 只因为对手是那个神一样的真男人 这场大战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德川老爷子震惊的同时也被永次郎威胁了一波 如果再多废话几句 永次郎就会捅报德川的后门 对于此事冒险家乔维莲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因为他也曾经历过一次飞原的虐待 16年前那个炮火连天的一晚 永次郎发疯般地捅报了乔维莲的后门 从那以后乔维莲就踏上了生命的旅程 各种极限运动成为人生的全部 登顶珠穆朗马峰 攀登尼亚加拉瀑布 坐热气球横穿太平洋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换回自己的雄性荷尔蒙 因为和那个男人相比 自己简直就是个小女人 就在刚刚 德川拉着肃米来到竞技场内 今晚也是肃米的圆梦之夜 因为他终于获得了挑战永次郎的机会 只见那个男人气势汹汹走进场馆内部 浑身散发的斗气让人不含厉 这就是地表最强生物自带的气场 强如肃米看了都直冒冷汗 永次郎根本就不是人啊 他带来的感觉就像是真名凶残的黑门吧 明明没有发怒却自带一副怒想 看似没有情绪实则已经震怒 难以想象居然有人能把愤怒 凶暴 争鸣三个词一起写在脸上 轻轻抱起的肌肉只看一眼就知道是为了战斗而生 最诡异的是对方的气场 明明身高只有一米九比肃米还矮一个头 然而当他站在肃米面前时 肃米还得抬头仰望他 面对这样的强敌肃米本想握手致敬 谁知永次郎根本不讲武德 瞬间出手一把掐住肃米的脸颊 五百斤的肉扇转眼间变成了小鸡仔 永次郎单手拿捏将其红红摔下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肃米躲闪不及 倒在地上一脸懵逼地看着天空 肃米的表现让永次郎非常失望 回去再练一百万年吧 否则不配做我永次郎的对手 就在永次郎打算转身离开之际 肃米突然从地上坐了起来 随后一个平地起跳重新站起身 蹲距是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重心 现在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见此情形永次郎还是一脸不屑地朝着肃米走来 全然不顾自己中门大开浑身都是破绽 关键时刻肃米一个暴力鞭腿踢出 脚尖正重目标让永次郎倒飞出去十米开外 注意看那胀鼓鼓的裤兜 因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只见永次郎双手插兜轻轻一跃 迈着从容自信的步伐重新回到场上 永次郎的反应不禁让肃米大受震撼 似乎刚才那一脚根本没踢到肉上 而是踢到了一张轻飘飘的纸上 犯马父子的招数真是如出一辙 当时刃牙也是用相同的泄力方式抵消了肃米的满面 就在肃米愣神之际 永次郎猝不及防的反击骤然发动 铁拳直击肃米的面纹 这一拳打的面骨都凹陷下去 地表最强生物的拳头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回轮到肃米陷入了被动 飞出去的瞬间双脚在地上不断摩擦 最后强行稳住身形没有倒下 仅靠肉身之力承受永次郎的权力一击 如果公等五脏还在世的话 一定会忍不住赞美肃米的肉身 虽然此时的肃米表现得异常坚挺 但其实他早就已经昏迷失去了意识 永次郎功成身退再次转身 德川忍不住赞叹了两句 谁料永次郎竟然说出了一番虎狼之词 当不挑食的永次郎遇上了小鹿乱撞的德川 或许今晚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夜晚 但是对于肃米来说 今天这一战真是把他打懵了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怪物 难道这就是被人击败的感受吗 就在肃米思考人生的时候 一个身穿皮大衣的壮汉拦住了去 原来是大横钢临鹏来了 看来之前那一战并没有把他彻底打 此时他的腰上还绑着好几圈绷带 伤势位于又来挑战 似乎他已经对自己怀恨在心 结果正如肃米所料 凌鹏瞬间抱起朝着肃米重拳出击 左勾拳过后又是一击右勾拳 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 立马补上一记侧踢在肃米的关节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想必这家伙早就预谋已久了 如果肃米不是个灵活的胖子 或许今天还真会被乱拳打死 好在肃米没有被凌鹏带偏节奏 站稳脚跟后摆出战斗姿态 作为最强横钢居然还玩阴招 看来肃米也不需要保留手段了 古代相扑招数全部拿出 这一脚践踏之术本来是进化大地所能 今天就来质疑治你这股歪风邪气 下一秒一个佐证登基在凌鹏的胸口上 强如大横钢也得直接给肃米跪下 势大力尘的一脚没有半点放手 凌鹏表面上只是吐出一口淤血 实际上整片的肋骨全部都被踢碎 或许凌鹏到死都想不到 原来自己也会成为五股激流的一员 你听说过有人追着脏鸥咬吗 没错 这也是一种武道的修炼技法 今天杰克贩马王者归来 只因科技与狠活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 那就是咬道 此时台湾的国际机场里出现了一位小巨人 杰克贩马头顶天花板穿过安检大门 看着彪悍的身体就知道 他肯定又用科技力量增高了 保安用金属检测仪检查杰克的各个部位 到最后几乎要蹦起来才能够到对方肩膀 检测结果一直正常 直到保安把一气堆到杰克脸上 检测仪突然就滴滴滴地叫个不停 下一秒杰克张开大嘴死死盯住保安 猙獰的表情配合上太和金刚牙 保安吓得浑身一哆嗦 最终杰克贩马顺利抵达德川府上 巨大的体型看着很惊人 可他一坐下似乎又恢复正常了 原来断骨延长手术只能延长手和脚 上半身的长度无法改变 杰克贩马2米43的身高大部分都来自腿长 虽然他曾经输给过弟弟刃牙 面对本部也照样败脸 但这一次他经历了科技与狠活的锻炼 杰克贩马要重新征战导播 咬合力就是他的最大优势 对此杰克还得感谢本部一脏 要不是他一拳干爆了自己的后草牙 杰克也不能换上全新的太和金刚牙 从此杰克以咬为道 最后在台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听到这话德川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男人居然把咬合力练到了极致 这不过是女人和小孩的攻击手段 把他放到实战中也太低级了 然而德川不知道的是 咬人就是以弱胜强的大杀招 试想一位小学生要挑战UFC拳皇 如果他用拳头殴打五分钟 虽然会有点痛 但也无法对拳皇造成实质性伤害 可是如果把拳头换成牙齿 小学生一定能咬破拳皇的大动脉 对手甚至会有丧命的可能 所以说牙齿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杰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硬度 为此他必须得演示一波自己的铁齿铜牙 拿来一枚硬币直接丢进嘴里 咔嚓咔嚓一番咀嚼后吐出来 只见硬币被接连折叠了两次 这种强度恐怕连狮子都做不到吧 德川不得不对杰克高看一眼 随后带着杰克来到练功房内 真正的强大需要经过实战检验 这只藏鸥就是杰克唯一的对手 眼看美食送上门来 藏鸥的口水都要躺飞了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杀死老虎的犬主 锋利的獠牙不输给任何大型猛兽 然而他在杰克的眼中不过是一大团血管 无论是粗血管还是细血管 全部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杰克淡定的盘息而坐 藏鸥步步紧逼对到杰克眼前 然后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杰克犯马 可惜他的速度还是太慢 杰克单手撑地轻松躲过 然后一个马力地转身压到藏鸥身上 转眼间他的手就已经死死围住藏鸥的脖子 脚颈一旦形成便无法逃脱 更何况杰克已经用擎拿之法控制住藏鸥 现在就差一口咬住大动脉送狗子归系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 德川老爷子赶紧为自己爱犬挥手求情 谁知藏鸥似乎也听懂了人话 下一秒直接趴在地上呜呜地发抖 毫无疑问杰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藏鸥看似很凶猛 但他还没接触到真正的咬到 另一边的东京街头 素弥正抱着小弥媚到处乱逛 眼看这位弥媚小鸟依然面色潮红的样子 不知道他是如何承受住了炮火的洗礼 就在这时管家先生来到素弥身后 90度鞠躬以最高礼仪问候相扶之神 一根牛脊椎就是杰克的全部晚餐 骨扎连同骨髓全部缩得干干净净 不是牛肉吃不起 而是啃骨头更有性价比 既能补干又能锻炼咬合力 而杰克的行为艺术远不止这些 一大清早挂在树林里像是上吊一样 德川走近一看发现是杰克在锻炼咬合力 眼前的一幕吓坏了老爷子 随后便听到了一阵尖锐的暴鸣声 他这糟老头子可经不起这样的恐吓 你小子赶紧给我滚下来 原来杰克在松软的榻榻米上毫无睡意 非要挂到树上才能睡着 日常训练只关注自己的咬道 200公斤重的杠铃一口气拎了起来 下巴一张一盒竟然真的在举杠铃 第一组训练结束后杰克汗如雨下 除此之外还有满地的口水 德川真是肠子都毁清了 怎么偏偏让这好人来了自己家里 咬合力练到极致究竟有多恐怖 杰克犯马出战自带反伤甲 每一次受到攻击都能让对手一起受伤 究其原因全靠这口亮闪闪的太和金刚牙 这就是海克斯科技的力量 给他一根牛骨 杰克会把骨扎啃得干干净净 给他一颗椰子 杰克能把木质外壳一口咬穿 简简单单吃完一顿早饭后 杰克反手掏出一大堆药丢进嘴里 原来刚才的食物只是餐前小点心 杰克的正餐是科药 但这还不是最猛的 只见一管巨粗无比的针筒不知从何处拿了出来 100毫升的兴奋剂全部打进肌肉里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对此德川不禁提出了质疑 科技与狠活不算是舞报 科药的习惯应该尽早戒掉 然而杰克犯马给出的回答却是这样的 明知道科药能变强但却不去使用它 这样的行为等同于怠慢舞报 只有提升自我不断变强才是正义 话音刚落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肃米来了 今晚就是管家约好的战斗时间 杰克出门一看发现某位壮汉正在院子里热身 莫非这就是四股训练 眼前的一幕让杰克大受震撼 对方500斤的体重还能保持绝对的柔韧性 简直没有比这更棒的对手了 随后素米一脚踏下重重地压在大地上 只见地缝里的邪气都应声挑了出来 素米给德川府做了一次免费开光 两大巨头的第一次会面暗自较劲 素米一眼就能看出 此人的实力绝对超出大横钢以上 素米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战 然而杰克却还想再等等 只因德川府上没有观众在场 自己磕药就是为了当众装逼啊 杰克道心不纯直接遭到了素米的鄙视 磕药打假赛也就算了 没人应援居然就不想战斗 杰克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谁知这句话居然精准踩中杰克的雷点 他攥起拳头就朝着素米打去 即使对手重拳出击 素米仍然毫不躲闪 用头应接对方一拳 随后一掌拍出送了杰克一记耳光 杰克的大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此时素米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小拇指居然没了 另一边的杰克冷哼一声 紧接着从嘴里缓缓吐出一根手指 汗流加倍了把小老弟 杰克的嘴角弯出一道诡异的弧度 邪魅的笑容不禁让德川老爷子头皮发麻 紧接着杰克又把断掉的小拇指含了回去 经过一番细致的品味 杰克给出的评价是一点都不好吃 骨头邦邦硬吃起来像是建筑材料 而手指上的肉质非常厚实 这说明素米的握力很强 杰克珍惜每一口来之不易的夹肴 下一秒直接就把手指吞了 只要对方敢出手杰克就敢咬 这就是由咬到训练出的本能 小拇指对于相扑力是非常重要 素米开局不利折损一指 但这没有对他的战斗欲造成任何影响 今晚的竞技场决斗依旧照常进行 相扑之神能否继续未免呢 擂台上的杰克比起以往更加爽朗自信 比起体型他甚至比素米还高一个头 再加上一口亮眼的太和金刚牙 咬到可是武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派系 这场对决可谓是充满悬念 双方各自归位站到擂台两边 随着一声战鼓敲响决斗正式开始 素米再一次摆出蹲距的姿势 而杰克则是缓缓靠近缩短攻击距离 等到双方的身位无比接近时 素米一脚登地突然暴起 电光火石之间两个壮汉完成了一次交锋 只一个回合擂台上就有鲜血喷出 仔细一看原来是素米受伤了 左肩直接被咬空一块 随后杰克淡定地吐出一块肉 果不其然是杰克出手了 就在刚刚他们接触的一瞬间 杰克的钢牙已经找到了素米的肩膀 速度之快超出肉眼能看到的极限 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咬合力 素米再次看向杰克时 对方已经摆好架势 腰部下沉重心压低 像是猛虎扑石一般 反观另一边的素米则浑身是血一场狼狈 香扑之神的尊严不容践踏 素米气不过一脚下去踢在杰克脸上 这是古代香扑中的两者香塔 放到今天来看就是失传的绝技 杰克硬扛一脚随后亮亮呛呛退回几步 表面上素米夺回了主动拳 殊不知一切都在杰克的预料之中 第二回交锋素米又受伤了 脚跟顶着钢牙往下使劲摩擦 用力越猛伤害越大 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恐怖的咬到 钢牙还能拎出来当反假用 只见素米缓缓架起右手绷紧全身肌肉 这可是金刚力士的姿势 难道素米要动用传说中的那一招了吗 惹怒香扑之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就算以伤换伤素米也要跟杰克拼了 自己的心脏可以拱手送人 但是最后的胜利绝不能让给杰克 随着素米摆出金刚力士的姿势 这场对决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几天前奥利巴也曾用这招对付素米 不凑巧的是他最后变成了五股激流 而现在素米从中吸取了教学 举起金刚之拳快速启动朝着杰克起来 先是压低众星阳攻杰克的下体 随后一个右勾拳暴冲对手的脸颊 趁着杰克还没反应过来 素米反手又呼出一击大嘴巴 这下可把杰克打猛了 自己不但一口都没咬到 脑瓜子还被打成了一团浆糊 眼看杰克左右摇摆站立步 暴怒的素米再次发起死亡冲锋 抱住杰克的一瞬间抓住两根肋骨的位置 打到这里素米都以为自己稳了 谁料杰克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 还是下意识地咬向斜方机 两人抱在一起进入相吃状态 机会只此一次素米不肯轻易放弃 于是他硬扛着斜方机上的巨头 强行用一招肋骨头制锁定胜局 眼看杰克巨大的身体都已经来到了半空中 但在解说员震惊的目光中素米突然停住 观众席上的刃牙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素米的斜方机已经被杰克咬掉了 对于相扑选手来说 那是一块发挥决定作用的肌肉 现在素米已经完全用不上力了 下一秒两人缠斗的身体迅速分离 素米的两块斜方机被彻底摘除 现在的他战力锐减一半 优势转眼回到杰克这边 只见他匍匐在地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壮硕的身体看着像凶残的野兽 进化后的格斗技回归到原始状态 所有人都忘了杰克曾是格斗家出身 这同样是素米的重大失误 杰克瞬间爆起的速度已经出现残疑 再次出现十一剂高扫腿踢在素米脸上 五百斤重的肉扇顶刻肩倒飞出去 即使是半空中杰克也不忘痛打落水狗 一招天马流星拳打的素米嗷嗷乱叫 最后再用鞭腿抽脸完成收尾工作 素米惨兮兮地摔了个狗砍 这不禁让在场的观众都惊呆了 谁能想到导博第一历史居然被打成这副熊样 恐怕今天素米是要栽了 而另一边几位武道宗师却在窃窃私语 所谓隔行如隔山 只有他们才能看出这场战斗的门幕 素米不过是在积攒怒气质 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要知道他曾在深山里苦修多年 为了体验战斗的快打 还设法模拟出了超强劲敌的样子 那是一个能在全方位施压500斤中的男人 这几乎代表着人类肉身的极限 但令素米万万没想到的是 世界上居然有人把咬合力练到了极致 并且将他和格斗术融为一体 创造出了足数一致的武学体系 面对杰克无穷无尽的攻势 素米完全躲闪不及 对方每打出一拳都会伴随着猝不及防的啃鸟 于是素米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嗜血的杰克却越来越强 长期拖延下去只会让局势更加被动 素米需要一击必杀结束战斗 此时杰克也是一样的想法 看着一大团密集的血管放在眼前 杰克忍不住想要品尝鲜血的滋味 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两个巨人的身体再次撞到了一起 素米的双手刚刚张开还没来得及抱住对方 而杰克的钢牙已经找到了大动脉的位置 次来一声咬破了皮肤和血管 鲜血直接溅出三米远 无奈素米的一对斜方机已经完全剥离 现在他只能提着杰克的短裤纵身一跃 等到身体到达两米高的位置后 素米向下狠狠将其抛摔 此时杰克的身体已经彻底翻转 巨大的身姿如同人形大树一样直直插入地表 即使他的头在硬也遭不住这样的轰击 最后一颗素米完成了反杀 试诚之后他忙不迭捂住自己的大动脉 隔穿抬手准备宣布比试结果 原本素米已经稳稳拿下比赛 海拔最高的人才是获胜者 这时素米依旧稳操胜券 可是很快他就连跪着都坚持不住了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失去意识 这一举动反倒让杰克捡到了大便宜 凭借稍稍高出的一只手掌 杰克犯马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这是竞技场上史无前例的营物 所谓的咬道打败了古代相扑 仅凭一人之力挑战整个武道界 磕药后的杰克真的疯了 虽然咬道的确战胜了古代相扑 但其实这里面也有许多运气成分 杰克看着素米被医护人员抬出场外 这时他的心里还是一阵后爬 如果一开始素米就动用了抛摔绝技 那么现在也就轮不到他杰克嚣张了 然而现场的观众却看不懂那么多细节 一轮又一轮的欢呼声回荡在擂台之上 观众的热情一度改变了现场氛围 杰克感受到许多神秘的气体正在流入身体之内 泛马之血在此刻点燃 全身上下的皮肤都甜的发麻 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难道这就是胜利的滋味吗 杰克犯马无时无刻不想变得更加强大 一心只为变成别人眼里的狠角色 为此他疯狂地磕要打针使用黑科技 甚至连睡觉都在保持训练 这一刻他终于得到了回报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导伯花 就在这个意气风发最为激动的时候 杰克突然单膝下贵巢得川老爷子行李 多谢他能让自己有与素米交战的机会 快乐的时光已经结束 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随后杰克把目光投向远处的观众席上 虽然两人间隔很远 但是杰克还是能一眼认出韧牙的身影 我的好弟弟请下来一站吧 听到哥哥的召唤 韧牙也是毫不犹豫地跳下看台 20米的高度说跳就跳 只听见哐的一声巨响 得川身后炸糖了 不多时那个地表最强少年就从烟雾中走出 杰克才刚刚与素米完成交战 而现在又主动向韧牙腰战 今天这把赌得太大了 不仅如此 他还大放厥词要把韧牙吞掉 恰巧范马家族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有人挑战就不能拒绝 杰克看着韧牙嚣张的样子非常不爽 今天他也要在这里狠狠装逼 并且还要把韧牙别比下去 杰克邪魅一笑露出一个不懈的表情 随后将手指指向本部所在的位置 如果没有本部那一拳打爆了他的后槽牙 杰克至今还找不到自己的咬道 而凯亚你也不要太嚣张 今天我郑重地告诉你 哺乳动物的最强兵器不是拳头 而是这一排坚硬的牙齿 第三位被找上的武道家则是余地独步 全能型体数空手道看似很强 但不知他能否应对残忍的啃咬 和气道宗师色川当气更是直接遭到威胁 之前那次杰克只品尝到了牛筋 而现在自己想吃掉色川的整只猪脚 随着杰克的一生仰天长啸 全场顿时陷入激进 现代武道家的最大弱点是 所有人都在追求潇洒帅气堂堂正正的获胜 而杰克的目标非常暴力直接 那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击败对手 就算是露出菊花也要赢 这种纯度恐怕连那个男人也无法做到 与此同时 东京街头的一个男人猛地打了个喷嚏 注意看那布鞋和普普通通的衣服 原本是一套平平无奇的打扮 可是路人的回头率却出奇地高 只因勇次郎的气场太过强大 彪悍的斗气甚至扭曲了空间 全身肌肉膨胀几乎是暴力的代名词 尤其是圆锥形的颈部就跟老梳妆一样 后时的胸肌不容小觑 邦邦硬就像自带的铠甲防具 勇次郎此时出现只为一个刚刚现身的强者 此人便是促速 那个传说中的相扑守后代 不久前他完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敲咪咪一脚踢到了几十吨重的杀生石 原因是那块巨石会释放毒气杀死附近的生物 促速这么做是为了行侠仗义 果然德川老爷子就是个工具人 只要谁干了坏事最后都要去他府上避难 这件害人听闻的事情也是把德川吓得不轻 一脚就能把巨石分成两段 恐怕连促迷的践踏都无法做到这件事 突然促速回头看向门外 怎料永次郎已经悄无声息地走进厢房之内 在两人的注视下 永次郎淡定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促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强者 他的出现自带一种强烈的冲击感 就像是超一流的练球选手在身边挥舞铁球 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他有强大的自控力 另一方面又为潜在的致命暴击感到恐惧 不得不说促速对永次郎有着极高的评价 而永次郎对此毫不在意 反而还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 起名促速是因为速度很快 那么促速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这是岛国历史上最为诡异的杀生石 据说触碰到他的所有生物都会极客暴毙 促速此行就是为了打破这则谣言 于是他大半夜来到杀生石面前 作死地把手掌贴到巨石上面 时间过去了一分钟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促速低头一看只发现一堆死掉的飞蛾 一切的恐惧都是来源于火力不足 而促速从来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铁拳就是绝对的正义 只见他全身肌肉收缩压低身位 蓄力完毕后一脚蹬地弹射起步 这脚暴力直踢直接轰在了杀生石上 随着咔嚓一声巨响 整块杀生石裂成了两半 强如促速已经是普通武者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 但在永次郎眼里这还是不够看的 你的速度真的有名字说得那么快吗 眼看永次郎当面挑衅示威 促速的老脸也挂不住了 起身一脚直踢永次郎的面部 奇怪的是最后竟然没能踢中 脚掌距离永次郎仅剩十厘米的距离 促速一出手本来就没有收脚的打算 唯一的可能就是永次郎自己躲开了 看着云淡风轻的架势 恐怕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呀 促速一边仔细揣摩一边又期待着永次郎的反击 随后两人来到练功房里比试身手 在永次郎眼里似乎促速的踢击一点也不快 那么真的急速又是什么样的呢 永次郎双手插都给出他的解释 表面上看他一动不动 实际上嘴巴里正酝酿着一个大宝贝 下一秒一口老痰突然间从舌尖发射 速度之快就像是一发子弹 精准无误地打中了促速的眼珠子 眼前一黑倒的促速头脑发猛 再次睁开眼睛他才发现 永次郎早已经走到自己身前 脚趾轻扣搭在了他的蛋蛋上面 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永次郎完成了反击 促速家族是否会绝后 只在永次郎的一面之间 这就是绝对实力的差距 永次郎不禁感叹促速的眼睛白长 速度在五道界只是一种相对概念 就算出招时达到了300公里每小时 只要能被对手看见就是慢的 但如果对手看不见你的招式 哪怕是蜗牛般的速度也是快的 话音刚落 永次郎对着促速踢出一脚 这季高扫腿又快又准擦着促速的鼻尖掠过 煞时间两道鼻血喷涌而出 就跟炸裂的消防栓一样指都止不住 注意看促速性敌涕的错误方式 普通人这么急只会越挤越多 只此一脚就足以雁鸣正身 永次郎不愧是传说中的地表最强生物 比非洲巷更强壮 比雄狮更凶猛 比虎精更强 尊敬的泛马永次郎先生 请务必和我两者护他 随后永次郎张开手臂进入战斗模式 而促速则双手一拍摆出打击姿态 这种架势属于古代相扑 但架势和动作却完全不一样 促速的打击器相扑注重手脚并用 正是出招前还要来一段花拳秀腿热身 无奈这套流程真是又臭又长 又一轮吞吐那气候促速终于做好准备 两人不出手则也 一出手就是要命的很招 促速的这脚直踢发挥出了九成九的实力 无奈最后还是被永次郎拦了下来 两个壮汉勾住双脚愣在原地 刹那间促速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招乌鸦坐飞机永次郎绝对没有体验过 促速单脚起跳顺势带着永次郎一起腾空 左腿瞬间爆发全力踢出 一步到位把永次郎踹到天花板上 谁能想到这一招居然真的成功了 只见天花板上留下一个人形大洞 强如永次郎都会中招吗 就在德川老爷子愣神之际 永次郎转头又从大门口潇洒进来 刚才只不过是热身而已 现在永次郎要认真了 耐打的永次郎让促速更加兴奋 想来想去不知道用哪招合适 最后还是拿一记鞭腿狠狠抽向永次郎的牢领 正如刚见面的那脚直踢一样 永次郎再一次精妙地闪避过去 然而令促速没想到的是 那个男人顺移到了自己身后 促速在想做些什么早已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永次郎大脚开出踢到自己身上 下一秒促速直接原地起飞 轰的一声巨响之后 天花板上又多出了一个人形大洞 德川和永次郎等了半天还是没看见促速下来 不多时管家走进屋内向德川通报 20年腿弓从来没做过板凳 腿法大成之后一脚踢爆杀生时 能够承袭促速称号的男人无意不是狠角色 可惜的是他一出道就遇到了永次郎 号称地表最强生物的套官 促速被人家一脚踹上天花板后 一秒都不敢多呆迅速逃出了德川府 直到德川要请促速吃饭他才重新回来 这就是全岛国最正宗的满汉全喜 而促速最爱吃的还是这口松花蛋 再配上一口纯正的哈皮 促速似乎打开了美食的正确吃法 今天德川请客促速真是一点也不客气 一整盘北京烤鸭只管往嘴里塞 不多时连盘底都吃空了 最后的鸭皱菜是一碗香喷喷的热干面 就着绍兴黄酒蹲蹲蹲往下咽 酒吃肉淋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足不出乎吃遍整个华夏 这就是德川老爷子的超能力 如果有可能促速甚至不介意再多个干爹 运动员吃饭很少有这么大食量的 促速身为力士又跟其他人有所不同 他最崇拜的古代力士是个大胃王 一个人喝完两桶老酒 最后还能一路徒步走回家 这种豪迈的作风他非常喜欢 吃饭就是为了获得力量 最终让自己变得更强 力士和运动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酒过三巡之后德川问起促速逃跑的原因 怎料他竟然厚着脸皮硬说自己没有逃跑 可是天花板上的大洞怎么会说话 促速临阵脱逃的事实根本辩解不了 当麻家族的列祖列宗应该都在替促速感到羞耻 事到如今促速只能拿出重振架势来说话 当麻家不以重振架势为耻 恰恰相反这种暂停休息还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出击赢得胜利 自从当年粟迷和促速那一战之后 两千年来促速家族未尝有过败继 其中靠的就是重振架势 古代相扑没有任何限制 哪怕是眼珠子和蛋蛋碎了也不允许战败 并且力士绝不会用偷袭使诈的肮脏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重振架势又有什么错呢 促速的诡辩简直要把德川绕晕了 能把逃跑说得这么理所应当 当麻家族不愧是存在了上千年的古族 与此同时一位壮汉来到饭店门口 瞧着见状的公二头鸡和大胸鸡 一眼就能看出是那位武神前来造谎 几天不见独步变得更加粗壮 光是站在路边就吸引了无数行人的目光 看到独步的第一眼促速想到了锋利的砍刀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一定是德川请来的武道家 下一秒促速弯腰90度向德川鞠躬致谢 感谢老爷子帮我找到这么强大的对手 事实上独步的强大远不是一把砍刀那么简单 这把刀不仅能踢开粗壮的木柴 还能剃掉柔软的绒毛 所以独步是一把独一无二的利人 能和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手交锋 促速想想就感到兴奋 他回到德川家的院子里开始锻炼 360度全方位踢机仅仅是热身运动 多年不曾使用过的黑虎掏心也拿来重新温习 可见促速对独步是何等的重视 如果练到口可要喝水怎么办 答案是大脚开出直接踢开瓶盖 随着脚尖小范围的急速摩擦 平身纹丝不动瓶盖已经螺旋式飞出 看似是不起眼的杂耍技术 其中蕴含着促速20年的极致脚力 自打他承袭促速之名以来 他就再也没有坐过椅子了 吃饭时表面上像是在坐着 实际上屁股距离板凳还有一寸直差 无论何时何地促速都能坐在一把看不见的椅子上 双腿在锻炼中运用的游刃勇 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成为了致命的砍刀 正荡促速对着德川装逼之时 独步也开始在道馆里整活了 一块上百斤重的尖兵拉到练功房内 他先是扶着兵面温柔的抚摸一阵子 随后趁其不注意反手就是一场 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尖兵硬生爆裂 客似心想老爹你是真爱装啊 第二天地下竞技场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刻 这是一场古代相扑与空手道的跨时代之战 究竟哪一项技术才是最强的肉搏战技呢 此时两大强者还在后场区里预热 随着年龄的增长独步仍旧神采一 无论是匹刹还是道立拳都不在话下 年龄对独步来说已经不是限制 这反而增加了他的厚重感和锐领 另一边的促速还在坚持用四股训练活络金脉 今天这一战让他期待已久 纵观古今徒手武术的发展历程 其中和促速流最为接近的体数就是空手道 而独步又是传说中最顶尖的空手道家 据说他的拳脚能够直接斩杀猛猴 正是德川给了他这次千古难得的机会 对此促速也是感激不尽 随后两大顶尖强者缓缓入场 促速家族2000年不败的神话能否被独步打破呢 这是空手道的最强架势天地上下 右手指天左手压地上下一体 当独步使出这一招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达到了绝对专注 但在此之前促速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站在擂台上不忘向观众展示罕见的四股训练 随后一脚中他为自己壮大声势 当拿促速的T1阵容 是时候展开真男人的一战了 裁判将两位壮汉引到竞技场中央宣布规则 一切都是老规矩 除了禁用武器之外没有任何限制 二人各自归位做最后的调整 独步一声战争怒吞吐淡气 紧接着正儿欲聋的咆哮声响彻全场 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 空手道的吸吹之术开始储存气力 不多时独步的身体缓缓便轻开始飘到空中 不带脚力与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大 随着一声战鼓敲响 决斗正式开始 只见独步一路小跑来到猝速面前 突如其来的这痛操作实际上另有深意 令猝速没想到的是 独步竟然要给他掩饰空手道的四股力 说起来这还是来自于古代相扑的传承 见此情形猝速同样不遑多让 众星下沉的同时紧握双拳以四股回径 两大战神互相对峙比拼的就是气势 随后猝速一击直踢主动抢占先机 而独步也没有丝毫躲闪 架起铁拳就是一套重拳出击 一代武神怎么会怕硬碰硬呢 肉体碰撞的声音随着力量的增加而不断放大 碰的一声巨响在观众席上都听得清清楚楚 双方出手的第一个回合就没有任何试探的意思 只有硬碰硬才配得上是真男人 独步赶紧吹了吹火热的拳头 仅仅一个回合的交锋就震得他手臂发麻 而另一边的猝速更不好说 谁能想到普普通通的一拳竟蕴含如此恐怖的力量 人体中最坚硬的肿竟然被一拳打破 为了不让独步看出破绽 促速坚持用四股力保持原状 但这又怎么骗得过武神的眼睛 天移的重心和不自然的动作全都是破绽 独步断定促速的右脚已经受伤了 不料促速还是奥斯塔影帝出身 见此情形下意识地甩出懵逼的表情和迷惑的语气 为了演得更像 促速不惜用暴力方式证明自己 伸出右脚对着地表大力践踏 即使脚后跟痛的死去活来脸上还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而在独步眼里这些动作都是多余的 拼命地做无视宣告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胜利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硬实力打出来的 这时促速突然抱起朝着独步踢来 发力部位仍然是那只右脚 面对这轮闪电突袭就算是独步也马虎不得 0.5秒内起身用鞭腿回应对方 半空中两大强者完成了两者相踏 每一招都是实打实的干货 看得观众无比振奋 等到两人重新回到地表时 独步已经施展出了天地上下的架势 这招的压迫力远超之前的四股力 促速严阵以待双眼紧盯独步的动向 没想出他还是看错了独步的意图 在观众的注视下 独步直接卸掉了所有的攻击架势 甚至还出言劝说促速放弃比赛 只因在刚才的两者相踏中 他已经感受到了促速变形的脚跟 这是一种严实破碎的触感 虽然促速还能若无其事地站着 但他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左侧来保护右脚了 大战至此促速完全落入下风 无奈不服输的促速还想再试试 只见他慢慢抬起右脚放到鼻子的位置 轻轻揉搓之后堵住右边的鼻孔 紧接着一发鼻涕炮弹的吞射而出 独步一扭脖子就躲了过去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促速用行动表示自己还能再战 随后提着一只脖脚向独步狂奔 状态不佳还要硬上只剩死路一条 眼看促速这一掌即将打到独步身上 谁料独步早就做好了预判 一脚探出踩住促速的右脚背 刻骨铭心的剧痛搞得促速头皮发麻 就在他愣神之际 独步用正拳连续打击促速胸口 体内的胸骨当场粉碎 随着一口老血喷出 促速的脸都黑了 生死垂危之际他还是没有选择认输 纵身一跳用双腿勒住独步的脖子 二十年没洗过的裤裆怼到了独步的老脸上 原本他还因为促速骨折而不好意思反击 无奈这人的生命之根实在是太臭了 气得独步直接拽住促速的耳朵 伴随着车来一声怪响 促速的耳朵竟直接被扯了下来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空手到家的指令 那是用无数轻竹锻炼出来的力量 最后独步用灌手将促速狠狠制裁 这个四百斤的壮汉瞬间变成了半死不活的样子 至此五神于地独步夺得了真男人的桂冠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他还不忘把两只耳朵递送给医务人员 促速躺在地上开始复盘这一场战斗 而他是从什么时候落败的 或许刚开局的第一脚就是个错误 可惜战败的代价太过惨重 促速只能下辈子再注意了 当着泳次郎的面打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今天这位勇敢的水手做到 既然世上已经无人能奈何的了泳次郎 那么科技的力量又能否将其征服呢 今天登场的这门补金炮也是个狠角色 大口径设计专门针对一百吨以上的巨型金鸟 只要命中目标绝对是一击必杀 前不久他们就猎杀了一只上百吨重的长须精 左渡先生对这门大炮无比自信 谁知史崔灯转手给他安排了一个狠活 今天他会带一个比抹香精更强的男人过来 左渡只需要用补金炮瞄准对方将其击杀 听到这话左渡也是纳门了 第一反应就是史崔灯得了大病 拿补金炮来射人简直是荒谬至极的操作 他死都不会朝人射击的 而左渡先生显然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没过多久那个男人就出现了 地表最强生物永次郎 双手插都斗气全开 尽管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左渡却依然能感受对方的杀气 永次郎每走一步都带着滔天的压力 转眼间左渡已经汗流加倍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万幸的是永次郎给了他开枪的机会 左渡成为了这场实验的操盘手 永次郎退开十米保持射击距离 随后拿大拇指对准自己的胸口 似乎在说尽管向我开炮 永次郎张开双臂静静等待着大炮发射 随着轰的一声巨鲜 永次郎被漫天烟雾包围 虽然大炮已经锁定目标 可是远处的那个身影仍然屹立不倒 就在补金炮即将命中的前一刻 永次郎使出一仰指轻轻一弹将其撇开了 紧接着他又在空中画个圈完美泄力 只听见枪头翁的一声直直地砸在地上 看似不合场理的操作实际上也符合物理规律 直线方向的力量越是强大 那么他在横向上就越是无力 即便这是能够洞穿鲸鱼的滔天距离 最后也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能轻易化解 这下左肚真的被打服了 不愧是比抹香精更强的男人 而另一边独步缓缓走出竞技场 脚下踏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回味刚才的战斗 以至于他都没注意到猝速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即便是被摘除双耳打断肋骨 猝速还是想要再战一场 几分钟的休息已经让他重振架势 他有信心在跟独步掰一次手腕 面对这种临死前的晚尊行为 独步挠了挠头根本拒绝不了 原本以为这小子有什么快速治愈的独门秘境 没成想这个重振架势就是闹着玩弄 只见猝速一蹶一拐地朝着独步跑过来 每走一步都是亮亮呛呛 差点要摔倒的样子 因为骨折的剧痛他甚至还翻起了白眼 对于这种妄想症重度患者独步也是一脸无语 伸出两根手指对着猝速重拳出击 怀揣着最后一点情形之心 独步的手指没有瞄准猝速的眼睛 而是稍稍偏下对着鼻孔插了进去 只听见刺来一声鼻孔当场裂开 猝速表情睁獰眼角皱成了千层鼻 独步捅得有多深只有猝速知道 两根手指无情地插入怼到了鼻腔内部 只要再网上搅回一下就能摘掉猝速的眼珠子 直到独步玩够了 反手拽着猝速甩了出去 面部着地摔了个倒栽葱 而独步则潇洒地转身离开 说起来他还保住了猝速的眼睛 与此同时 某个康复中心的杠铃要被一个男人举办 而这位撸铁狂魔就是曾经最自由的奥利巴 几个月前他曾被肃米打成了五股肌瘤 而现在他接上了所有断骨虫或新生 看着肌肉的膨胀程度 甚至超过了刚入院时的状况 奥利巴的绝对力量又上了一层台阶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红叶医生的救治 通过先进的骨骼修复技术和术后护理 现在的奥利巴比过去更加强大 办理完出院手续后 奥利巴将恢复自由 为了让红叶一身安心 他表示自己一定会老实休养 可红叶怎么会猜不出奥利巴的小心思 他是一定会回去报仇的 这天夜里肃米打着绷带走在大街上 与杰克的一场大战属实让他伤得不轻 谁曾想自己的身体还没休养好 一不小心又在路上碰到了老冤家 显然奥利巴这次是有备而来 打着附近的旗号叫肃米陪同训练 大街上两个壮汉比肩同行 看着粗壮的大臂似乎一个巴掌就能把人拍死 然而令肃米感到奇怪的是 在奥利巴的带领下 街道附近的行人越来越少 转眼他们就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停车场 来这种地方附近也太奇怪了 奥利巴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错 他想要的是实战附近 简单来说就是跟肃米再打一场 500斤重的肃米被人活生生吞掉了 眼前一片黑暗让人瞬间窒息 就像是回到了妈妈的肚子里 到底是何等恐怖地存在完成了这样的壮举 事情还要从一个破旧的停车场说起 奥利巴用附件的名义把肃米骗到这里 而他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复仇 在香坡的领域中奥利巴确实败了 而在实战中他绝不会轻易认输 这是一场三角形和倒三角形的对决 五股激柳接上了骨头 康复后的奥利巴决心要从肃米身上找回场子 只见他双臂伸出一柱晴天 紧接着猛地向下一挥 浑身肌肉紧绷瞬瞬间膨胀开来 花衬衫刺来一声整个炸裂 就在肃米愣神之际 一个生龙拳已经出气不意地找上门来 轰的一声把人打得两眼发直 随后奥利巴再来一发直拳补刀 下手只很直接让脸都凹了下去 五百斤重的大汉请客间倒飞十米远 直到肉身撞在了一辆面包车上 肃米这才稳住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 什么时候奥利巴变得这么强了 在怒气地叠加下肃米的反攻快得惊人 一个剑步冲到奥利巴身前 趁其不被再次抓住了他的类伍 谁知奥利巴还是一脸自信的样子 因为他早就预判到了肃米的动作 在攻二投资的全力加压下 肃米的手肘以下部位当场托了 他看似抓住了奥利巴的死穴 实际上却完全把握不住这次机会 这时肃米还没缓过神来 而奥利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抓住了肃米的手腕 牢牢固定住发力点之后 奥利巴的隔断器瞬间发动 腰马合一用被身摔狠狠秀了肃米一轮 还好肃米的柔韧性足够变态 空中转体三周半平稳落地 肃米再次看向奥利巴时 眼神都纯粹了不少 此刻他已经把这个男人 当成了同级别的对手 不料下一秒奥利巴做出了 更加夸张的动作 伸出一只手邀请肃米比试力气 要知道纯粹的力量是肃米的强项 他可是能手挫钻石的男人 奥利巴这份胆量让肃米有些好奇 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勇气 眼看大手拉小手 两只手掌慢慢碰到一起 可是在接触的一瞬间 肃米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 原本处在上风的他 竟然被奥利巴的距离活生生扳平了 膝盖不争气地弯了下来 二人的视线第一次在直线对视 而这还不是奥利巴的极限 随着进一步的施压 肃米被迫搭上右手一起抵抗 但他还是没挡住下跪的趋势 奥利巴的视线第一次高过肃米 哪怕是汗流加倍 肃米也在苦苦支撑 可是奥利巴提到了那根断掉的小路纸 这句话让肃米彻底破防 向来遵守战斗规则的肃米 现在都忍不住腾出手来暴打奥利巴 肃米越是愤怒 就越是印证了奥利巴的猜想 小拇指对每一个历史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失去了小拇指会让握力骤减 肃米再也做不到手搓钻石了 一想到那个吃掉自己小拇指的杰克 肃米就不经气地浑身发抖 而奥利巴则找准机会一想暴冲 扑子一下又让肃米脸上挂彩了 等到他回过头来重新再看 原本那个威风凛凛的奥利巴 现在已经缩紧全身变成了一个大肉球 肃米从未见过有人能把肌肉锻炼到这种程度 不管奥利巴出于何种目的搞这一出戏 但肃米却实实在在变得更加兴奋了 腾空一跃准备用500斤重力碾压他 面对这招泰山压底 哪怕是面包车都得被硬生生砸扁 然而奥利巴却毫发无伤 最后甚至把肃米给弹飞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拳打在了巨型弹簧上 即使你有天大的力气都用不出来 在奥利巴的怂恿下 肃米转身一记鞭腿托在了肉球表面 可是这个肉球连滚都不滚 最后稳如泰山又一次将肃米弹开 接下来无论肃米如何发力 他硬是没办法伤到肉球一丝一吼 球体的力量让肃米大受震撼 就在这时奥利巴突然弹跳起身哭向肃米 如同一只猛虎露出了獠牙 叙事待发一口咬住肃米的身体 坚实的肌肉将四周包得密不透风 甚至连呼吸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肃米不堪受辱垂死挣扎 万幸逃出了奥利巴的束缚 此时肃米距离精疲力尽只差最后一口气 与其屈辱的累死不如正面搏杀一次 双方用上浑身解数决定一招定输赢 奥利巴摆出格斗架势紧盯着肃米的动作 一切都如他猜测的那样 肃米压低重心试图用爆摔完成绝杀 破解此招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重拳出击抢断对方的冲击之势 一拳之后肃米应声倒地 古代香扑之神就此落败 五股激流奥利巴成功赢下这场复仇之战 香扑之神被接连暴打 为了挽回颜面 肃米决定挑战王者认牙 甚至扬言自己会在十秒内终结战斗 就在刚刚 肃米被重获新生的奥利巴击败 一拳就把对方打得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种情况就连奥利巴自己也不敢执行 难道这家伙是在蓄力准备反击吗 在他愣神之际 肃米手掌称地翻了个身 见状奥利巴上前查看对方的情况 并且贴心询问肃米有没有事 而肃米则表示这场战斗是宁了 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奥利巴突然摆出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 都怪自己突然来找毫无准备的肃米打架 否则战斗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然而肃米却没有责怪奥利巴 因为时刻准备战斗才能撑得上市历史 奥利巴文言也放下心来 临走还感叹这次复剑真是太棒了 随后拿起衣服转身就走 丝毫没有把肃米抬回去治疗的打算 没过多久 恢复体力的肃米便来到了一家香扑火锅店 肃米与促肃约在此地见面 原来二人也是老相识了 肃米表示他们遇到的这些格斗家全都是一流的历史 听到这话 对面的促肃也深表赞懂 然而肃米却突然说自己还有没事过的招数 哪怕舍弃胜利也要小心谨慎 正因如此他才了解到了格斗家们的强项与短处 田径选手的权力极限是在20秒以内 而身高2米以上 体重超过200公斤的力士权力极限在10秒 现在已经不是顾虑对手生命的时候 他们必须挽回相扑力士的严密 随后肃米直接找上了德川 他请求老爷子尽快给自己安排比赛 可听到这话德川突然沉默了 思考过后他询问肃米 接下来的比赛会让自己看到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而肃米则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自己会在10秒内终结战斗 并且不管对手是谁都一样 哪怕是地下竞技场的王者范马任牙 他也同样会在10秒内结束 听到这个消息 任牙也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他最近都快无聊死了 感激肃米能让自己打发时间 就这样 任牙与肃米的战斗正式敲地 第二次对决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时间转眼便来到了比赛当天 肃米正在这里进行着热身运动 全身的汗水不断滴落 这是为了将热身运动做到极致 到时候比赛开始就能直接一口气拿下任牙 这时肃米突然开口询问德川 是否将自己要10秒终结战斗的消息告诉了任牙 老爷子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他把话带到了 但是任牙听到之后根本没当回事 肃米蒙了 那家伙是真的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啊 他收起架势长叹了一口气 随后便静止走向竞技场 与此同时 任牙在管家的提醒下才知道比赛即将开始 他此时竟然在悠闲地睡觉 起身打了个哈欠后 任牙终于开始做起了热身 简单活动下精 他披上毛巾便潇洒出发 甚至就连衣服都没有更换 还没等他走进竞技场 周围的观众就一起为王者欢呼 可看清任牙的穿着他们都傻眼了 难道比赛临时取消了吗 这副样子简直就像是要去泡温泉 此时对面的肃米还在不断热身 身上流下的汗水甚至让沙地都开始变色了 他这是要一路热身到开打呀 德川看到任牙的样子也一脸懵逼 战斗还穿着休闲服 连赛前热身都没有出汗 这样下去恐怕会阴沟里翻船 裁判的声音刚一响起 素敏便弹射起步跃至半空 然后双脚稳稳落地来到赛场中央 看到这一幕的任牙笑而不语 在二人对峙期间 素敏向任牙表达了感谢 谢谢你愿意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比试 任牙笑了笑 毕竟冠军是不会拒绝战斗的 经过不断的热身 素敏现在就像是全身都在燃烧 裁判简单介绍了下规则 除了武器外 一切手段均可使用 在指挥双方回到原位后 任牙与素敏的第二次战斗也即将打响 为什么任牙不用热身也不脱衣服去战斗呢 看台上的三位顶尖格斗家给出了答案 原来任牙的实力已经到了大师水艇 无论何时都是最佳状态 除了勇刺狼外 任牙可以说是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相比于素敏摆出的战斗姿态 任牙则是摆出了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 随着比赛开始的鼓声敲响 这场十秒内的最终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五道街的十秒真男人来了 素敏发话要在十秒内绝杀犯马任牙 可不曾想着短短的几秒钟 竟给他留下了一声之痛 随着战鼓敲响 这场最终战正是拉开序幕 双方没有任何试探的意思 素敏一上来就大不留心开始冲刺 而另一边的任牙则是无比淡定 漫不经心的步调好像无所畏惧 双手插都如同散步般的样子 时间很快过去了四秒钟 素敏的铁拳马上就要打到任牙脸上 这时任牙依旧浑身松弛 没有任何紧迫感 因为出手就在电光火时间 只见他手腕猛地一抖就把拳头翻了出来 拔拳的速度之快甚至产生了阴暴 不需要任何多余的拳法 把最迅速的胡拳发挥出来就已是极限 任牙的爆章一闪过 与此同时素敏的铁掌也已经拍到任牙脸上 双方各自打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 看台上的克思看得无比清楚 任牙在被打的同时顺势转脸完成了卸领 那一掌只是轻轻从他脸上擦过而已 但另一边的素敏则是十打十硬吃了任牙一拳 在众多武道家的注视下 胡拳的后劲爆发了 距离之下素敏的身体直接倒转180度 脑门着地摔了的倒栽葱 素敏当场昏厥失去了意识 裁判立即掐表锁定战斗时长 从战鼓敲响到战斗结束仅仅过去了9秒 王者任牙屹立不倒继续未免冠军 谁能想到相扑之神素敏竟然成了小丑 然而令解说员更为震惊的是 任牙一直身穿长服头挂毛巾 看样子是轻松血液地完成了战斗 他对这场大战似乎没有任何准备 素敏的确是相扑之神 只怪他今天遇到了犯马任牙 再强的神也得乖乖坐下 回到德川府上两人再次见面 擂台之下大家以和为贵 任牙谦虚地表示自己赢在了小聪明上 听到这话素敏的态度却非常坦然 因为小聪明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谢力是一项极其伟大的技术 任牙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此时在本部的柔树道馆内 凯牙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 随着本部一声令下 摆好架势的两人开始切磋起来 为了分个高下两人不得不动用非常规手段 一个鞭腿踢脑门直取腰海 另一个肘击打跟箭锤断筋骨 打到最后凯牙用一个头锤强行暴击 原以为自己已经稳稳获胜了 不料他的下三路早就被打穿了 淡淡的剧痛让其汗流加倍 凯牙夹着双腿痛苦的哀嚎 好在对方不会真的痛下杀手 脚上的力道恰到好处没有直接踢爆 仅仅是一场普通切磋 他们就已经用尽各种手段获取胜利 而任牙早就超过了他们的层次 大战在即也不做任何训练 挂着一条毛巾就直接出场名战了 如今的任牙彻底实战化 随时随地都在训练 随时随刻都在准备战斗 而在本部的认知中 有那么一个人 他变强地渴望比任牙更加强烈 此人就是黑科技之神杰克范马 即使是用科药和改装肉身的方式 也在所不惜 每天按时服用激素和兴奋剂 杰克为了变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一口太和金刚牙成就了他的咬刀 哪怕是香扑之神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与现代武术的花拳袖腿不同 咬刀是最实用的弱者兵器 也是最野蛮的野兽行为 武道界把咬刀放在鄙视链的最底端 而杰克却毫不在意 他的施咬不会考虑世人的眼光 他一心只想变强击败所有人 如果从纯粹性的角度来说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很难比得过杰克 但原始人皮可却是个例外 他是地球史上最强的猎人 曾经还将霸王龙当作自己的猎物 现在他就在东京市区的中心公园游荡密室 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对手 如果远古猎人的獠牙遇上了世纪最强咬刀 杰克能否完成他的复仇之战 二人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每次说起岛国第一剑胜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功等武藏 事实上自从武藏死后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剑胜出现 只不过他们都不太出名罢了 眼前的左部金一郎就是当代剑胜 又名监狱里的剑胜 因为杀人被判无器徒刑 如果不是德川老爷子出手 或许他能把牢底做穿 而在监狱里的那段日子 金一郎同样没有放弃剑刀 他充分利用空余时间锻炼肌肉 手臂上的宫二头肌依旧无比雄壮 金一郎入狱后 狱警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要知道局子里面有很多警察 都是见到强者 他们都热切地希望着 能够见到剑胜的人 并且在他的手上讨教一番 只因金一郎是这个时代 为数不多的刽子手之一 他的长刀可是实打实地砍死过人的 金一郎因为斩杀事件被判入狱 他的邪魅一笑总是让人不含而立 与金一郎对峙过的提刑官 无不面色凝重 仅同对方的杀气判断 金一郎极有可能斩杀过十人以上 可惜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德川大手一挥把金一郎救了出来 但这也不是免费的 作为回报 金一郎需要去德川的地下竞技场打类 战斗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上场的武器不做任何限制 双方都是五五开的获胜机会 听到这话金一郎的老脸顿时就拉了下来 如果德川是把公本五藏复活了跟他打 那还不如把自己送回橘子里去 瞧你这没见识的怂样 德川哈哈大笑表示金一郎多虑了 公本五藏天早就打完了 想要看大战回放的话请回到主页观看 事实上这位舞者根本不用剪 他的武器比寻常的宝剑更加昂贵 那是一口钛合金制作的尺 号称能够撕咬一切的牙齿 就在当晚大战拉开序幕 身高超过2米4的杰克贩马缓缓登场 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咬道 而他的对手是当代剑胜金一郎 一位老当义壮的正统剑道者 号称一剑在手天下无双 二人缓缓走到擂台中央完成最后的决斗仪式 作为晚辈的杰克率先鞠躬进入 感谢老剑胜愿意自降身份与他鄙视 可金一郎还是那样无所顾忌地笑着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金一郎现在笑得越灿烂等会就打得越狠 双方亲碰拳头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这才是真正的刃牙之战 裁判猛的一手棒锥敲响擂台的战口 与此同时金一郎开始快速移动 即使粘过花甲脚步依旧非常轻盈 眨眼间冲到了杰克面前 手握剑柄利刃出鞘 一套熟悉的居合掌划过夜空 虽然剑气无比锋利 但杰克只是后撤一步便巧妙动态 可惜金一郎的假动作演得太真了 反手一致跳劈砍到杰克的脸上 刚开局就玩这么狠 观众朋友无不大受震撼 然而金一郎的钢刀却怎么都按不下去了 只因杰克一口钢牙将气死死咬住 无奈对手的体型实在过于庞大 金一郎一击不成反刀被当场讲戏 太和金钢牙不仅挡住了刀刃 而且还把钢刀彻底崩碎 仅一个回合就打成了这种局面 忠于基身头部强者的行列 而在十一年前的教会福利院里 他还是一个让神父大开眼界的孩子 小杰克站在十字架面前说要守护耶稣 如果上帝会因此给他奖励 杰克希望耶稣保佑他变得更强 强到成为地表最强生物 小杰克会日复一日地守护 而他的守护方式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站在神像面前不停地做服务程 一直做到自己精疲力尽为止 做完这一组后再表演个拿手的道理 身上的血液全部堆积到头部 最后从眼睛和鼻子里流传 每一天小杰克都会累到昏死过去 但这和运动员精疲力竭完全不同 他们到达极限后的放弃是肉体和精神同时放弃 而杰克是拼到意识昏迷为止 回到德川罪恶的院子里 大战过后老爷子对杰克的表现并不意外 既然赢了那就继续战斗下去吧 他为杰克找到了新的对手 此人也是一位武器持有者 不过他的武器是四肢五体 作为斩击空手道的传承者 浩昂生是否能击败杰克犯马呢 练过空手道的都知道 徒手P版砖那是分分钟的事 可你见过徒手切钢条的操作吗 这是武神的独门花招 必须等到贵客来了才能表演 今天造访的客人是浩昂生 新一代斩机流空手道的传承者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后 独步咔嚓一声把钢条结成两段 表演完后还洋洋得意地告诉浩昂生 这个绝活只有自己能做到 其他人哪怕是克四都不行 浩昂生看着眼前的钢条若有所思 小小的钢条看似柔弱不堪 但要是想在一瞬间将其完整地切断 恐怕真的需要一点技术 浩昂生性质大发也想试一试 于是顺手把钢条架在台子上 绷紧两根手指猛地往下一挥 趁钢条不注意就把它切开了 独步刚才是用手刀做到的 而现在浩昂生用的是手指 横结面上的切口也更加顺滑整齐 面对克四的夸赞浩昂生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今天是来挑战独步前辈的 既然大家都是练习空手道的舞者 那就较量一下各个流派的强弱吧 独步嘴巴上说自己年纪大了打不动 身体却非常诚实地走到站台上 高手之间总是非常默契 独步一抬脚浩昂生就知道他要出手了 这场对峙的第一招将会是什么 答案是空手道入门计前踢 独步出脚非常果断 瞄准了浩昂生的正中线进行打击 一条线上全是要害 谁都不知道独步会往哪踢 这一脚抱踹之后浩昂生直接飞了出去 独步真是一点力都没收着呀 好在降落时浩昂昂生依靠四肢泄力稳稳落地 虽然双手同时出现伤痕 但无论如何他也是防住了这一招 前一秒克四还在为浩昂生庆幸 可下一秒他却瞪大了眼睛 老爹的腿上怎么突然流血了 打架之前他也没受伤了 原来伤势来自于独步的膝盖内侧 他在出脚的瞬间被浩昂生的一扬指划了一下 冷不防的一招居然有这么强的杀伤力 克四赶紧来到两人中间叫停比赛 大家只是切磋交手而已 没必要下手这么狠 听到这话 独步轻探一声叫住了克四 宝贝儿子还是经历的太少了 如果他和杰克打过比赛就会知道 有些实战或许比战争更加凶残 画面一转来到花山组总部 夺命标是花田纯一来找二当家帮忙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都想跟范马任牙打一场 怎料这句话刚好戳中了花山的逆铃 居然有人想要挑战他的好兄弟 花山勋必须得踢人哑巴把关 坐下之后他先是吞云吐物猛吸一口 然后严肃地询问对方约嫁的原因 请问花田先生是想来赌钱的还是比利紧 不同的答复会有不同的接待方式 显然投铁的花田会选择最硬核的方式 那就是先跟花山勋碰一碰 由于场地受限 两人只能在地下车库开战 有一说一这还是花田第一次见到花山勋 刀疤脸配西装真是太倒笑了 花田差点就绷不住了 正所谓是可杀不可辱 就算是好脾气的花山勋都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从来都不主动出手的他 今天居然冷不防地踢出一脚偷袭花田 这样的小动作着实把花田吓了一跳 不经意间嘴角上扬以为自己躲过一劫 可是还没过多久他的脸颊上就滋滋冒血 舌头往上面一舔全都是血腥味 至此花山勋终于摘掉了眼睛 这意味他要动真格的 只见花山屈肘弯腰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傻子都看得出来他是在憋大招呢 可这一幕直接把花田看傻了 为什么自己的身体连动都不能动 对面的花山勋像泥罐车一样暴冲过来 而自己完全反制不了 直到生死攸关之际花田终于突破了压制 看着智慧的眼神像是觉醒了一样 再不反抗自己妥妥要领合饭 于是他两只手死死抓住花山勋的右臂 借助对方的冲击力顺时一个过肩摔将其摔出去 随着砰的一声俱响 花山勋帅气的脸蛋率先着地 一时之间尘土飞扬漫天都是灰尘 花山勋躺在地上静静地回味这次交锋 真是好久没被人打倒过了 半分钟后花山坐起身来准备再战 谁知二当家却告诉他 花田在把他摔倒之后就立马逃走了 听到这话花山也是一脸疑惑 刚才不是还很能打吗 怎么一个回合刚过就直接逃跑了 纯正欧美血统的杰克贩马竟被称作非洲二哥 起因是他既不择食的形象太像猎狗了 杰克贩马和钢肠科主任唯一的区别是 非洲二哥喜欢给牛掏钢 而杰克贩马专门吃牛挤住 而且吃得比非洲二哥还快 在德川家的饭桌上 老爷子询问杰克是否认识浩昂生 在比赛之前应该去了解一下对手的情况 杰克鼓着腮帮子想了好一阵子 他的答复是根本不需要 因为对方绝对打不过自己 可是浩昂生真的有这么弱吗 事实上他昨天还打伤了五神鱼地独步 画面一转来到本部的柔书道馆 花田前脚从花山组出来 后脚就到本部家里登门拜访 看到对方的第一眼 本部笑呵呵地表示花田变帅了 此时花田以为本部老是在说客套话 一通彩虹屁立马反夸回去 殊不知本部说的是认真的 因为精气神可以从仪表中展露出来 经过一次又一次绝境的考验 五道之魂将会融入人的仪表之中 这么解释倒也没错 就在刚刚花田在花山熏手上死里逃生 或许经此一战又让自己变帅了呢 两人刚聊到兴奋之时 突然门外闯进来一个大汉 浩昂生轻车熟络地走进本部的道馆 这里的武器和柔术他都非常熟悉 而这些全都无关紧要 只有眼前这位职业摔跤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花田淳一先生请与我比试一场 面对浩昂生的约驾花田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甚至还提议双方不要留手 把这次比试当作实战对待 本部从二人中间走过 示意他们可以随时开战 只见本部前脚刚走 下一秒浩昂生就抓住了花田的衣领 作为新一代斩机流空手到家 浩昂生打架竟然像个街头混混一样 提戏爆撞直指要害 要不是花田的实战经验丰富 他还真有可能被当场爆弹 可是浩昂生的拳头也没显着 顺势一记直拳打向花田的面门 不料花田头一歪就躲了过去 反手架着浩昂生的大臂把他压在身下 关键时刻浩昂生的反应速度还是更快一解 单手称帝强行起脚 没成想自己的倒挂金钩居然命中目标了 花田的脑瓜子嗡的一声遭受重击 一晃神的功夫就让浩昂生摆脱了控制 浩昂生的表现让花田有些惊讶 但他打了这么久还没有展示出自己的武学 如果浩昂生只有这点本事 那他是绝对搞不定杰克的 面对这样的挑衅浩昂生终于使出了看家本领 一拳轰出打了一手猝不及防 然而刺拳是假 金钩只是针 很快花田的脸上就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原来这才是浩昂生的武道 专攻执法 以指为刀 至此花田终于进入战斗状态 平地腾空脱掉西装外套 满身剑子肉暴露在浩昂生面前 鲜血让他变得更加兴奋 随手一踢把外套招呼在浩昂生脸上 这可是本部老师的惯用招数 警惕性极高的浩昂生 一时间用手刀将其切开 原以为花田走的是本部的武器流 没想到他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件武器 对此花田不得不为自己证明 职业摔跤手原则上不能伤害对手 所以他一定会保护好浩昂生 花田的狂妄彻底激怒了浩昂生 他抬脚就是一记回旋踢 刀接连在花田身前发动攻势 霹雳啪啦地发出一连串的声音 花田则趁机抓住浩昂生的手臂 在他找到失利点的那一刻 当机力断使出过肩衰 把身体的全部重量一起压向浩昂生 而在这种时候 浩昂生的身体总是能变得非常柔软 双腿轻轻一弹就跳到了另一边去 显然浩昂生也没想到花田会这么棘手 不仅打断了他的终极连招 甚至还使出更凶猛的投机快速反击 而浩昂生不知道的是 哪怕强如花山勋这样的王者 也试过花田的大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花田身上的伤势逐渐显露出来 每一处被浩昂生斩击过的部位 都出现了伤痕 鲜血从手脚各处流淌出来 明明花田已经非常尽力地防守了 可惜对手的金刚只真是锋利无比 本部不忍心看两人继续死斗 当机力断出来叫停比赛 见此情形花田死脑筋地表示 他们是以实战为目标 本部忍不住大骂一句蠢货 实战只是目标又不是目的 难不成还真要打个你死我活吗 杰克贩马终于得到了勇次郎的认可 只因他创造出了武道界绝无仅有的养道 至此杰克才有资格跟勇次郎并排走路 小巨人和超级硬汉的出现 迅速引起了路人的关注 他们的体型真是好大一致 尤其是穿着运动鞋的杰克 光是一只手臂就有正常人的大腿那么粗 简直像穿着巨型人偶服一样 可路人不知道的是 这一身剑子肉拳都是科药家锻炼的结果 石头身的超长身材能够大大提升杰克的爆发力 腿长占比超过70% 一脚踏出甚至能跟博尔特比比速度 如果说杰克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强壮的话 那么他身边的这个男人看起来就是一脸深不可测 跟小巨人比起来他好像矮了一截 实际上永次郎的身高同样超过了一米九 而且他的面相也很有特色 眉毛是高高翘起来的 虎牙是上下两头肩的 茂密的长发像是一朵红脸 随风飘荡时如同雄狮的棕毛 油光发亮的皮肤还有着金属的光泽 永次郎光是走在路上就能散发出无形的斗气 小一号的他反倒更加吸引路人的关注 很显然这两名硬汉是一对父子 杰克一脸自信地告诉永次郎 他的身体技能已经跟上自己的身高了 说白了就是他能够全面地掌控自己的力量 永次郎表示自己早就看出来了 杰克坚挺的站姿说明了一切 他的实力的确有所进步 不过他还没有发育完全 剑圣公等五脏曾经说过 与敌人对战里应占据高低优势 既然长得高有战斗优势 那杰克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高 显然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永次郎知道杰克为了变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断骨延长手术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而且运用黑科技变强还会蒙受世人的嘲笑 可是杰克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用视咬这一绝招问顶五道戒 连永次郎都不禁感叹道 杰克的纯度太高了 听到这话就算是水泥风心的杰克也当场愣住 最后的收尾工作绝不能忘了装逼 浩昂生亮出四块铁一般的腹肌 不易用单手支撑整个身体 重力在他的身上好像不复存在 双腿配合起双手上下左右使出回旋踢 紧接着一个漂亮的后空翻完美落地 这一整套流程就是浩昂生的日常锻炼 强度堪比体操运动员的地狱模式 怪不得浩昂生要来医院的健身房练习 原来是他看不上道馆里对练的舞者 在浩昂生看来空手道和体操非常接近 二者都需要空中操作的能力 每一个动作都要练得无比细致 所以说舞者也要向体操运动员学习啊 说着说着浩昂生一激动又跳上了吊环 两根手指搭住环形边缘 小腿一蹬与视无睁 整个身体又开始不自觉的倒立了 而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为了致敬高水平体操运动员 浩昂生打算自己表演一个花式落地 双手抱息蜷缩身体 下一秒空中转体360度 两脚点地稳稳降落 不知何时一块毛巾顺势搭在了脖子上 对于明天的比赛他感到无比期待 对手既不是武学家也不是运动员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形容杰克 那他一定是拥有头脑的猛兽啊 正是因为杰克的危险系数极高 所以击败对方才显得更有价值 浩昂夜唯一能帮弟弟解决的 就是后勤医疗问题 只要浩昂生能活着回到家里 那他就一定能把弟弟就回来 浩昂生文言表示哥哥真是多虑了 自己必然是会毫发无损地回来的 与此同时 东京巨蛋竞技场正在静静地等待着明天的大战 殊不知深夜里还有一老一小因为猜输赢而睡不着 德川难以相信一把小刀能够胜过杰克这头野兽 相反花田这次坚决要阻耗昂生赢 因为他的出手速度就是出刀的速度 变崖世界中有位少年强者 15岁时打穿东京黑帮组织 浴血奋战一整天 继承花山家族的侠克利文身 从此威名远扬成为花山族的二代领袖 没错这个少年就是花山勋 作为一个天生的强者 他生下来就有着王者体质 力量属性直接拉满 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平常从不锻炼体魄 甚至还把训练当作一种吃辱 他的肉身强度还是远超99%的武者 身高超过1米9 体重达到166公斤 花山明明只是个19岁的少年 但强悍的外形却像是老牌黑帮大哥 看着锐利的眼神 普通人多盯一秒钟都会觉得头皮发麻 伤痕是男人的勋章 花山勋对脸上的刀疤非常满意 还有背后四分五裂的侠克利 这才是黑帮大哥该有的样子 他打架时只管横冲直撞 可是几年的征战下来 花山勋却从未真正握紧拳头 因为他担心自己那强大的握力 最后用力过猛会把拳头捏碎 而这一次花山勋将会认真的握拳 为了让自己再向前进一步 不问胜败不论生死 花山外传正式开始 这天一封战书寄到了花山组 某位不知名人士竟然想要挑战花山勋 剑客长老表示 如果自己还能再年轻二十岁 他一定会把这个嚣张的家伙卡了 为了维护花山组的荣誉 花山勋还是决定单刀赴会 等到他来到指定地点后 一个帽子男正在原地挥拳练习 此人名叫广志 三年前曾败在花山勋手上 然后对着一群高中生混混磕头认错 落败后广志一直对着是耿耿于怀 于是痛定思痛更加勤奋地锻炼 经过三年的实战训练 现在他觉得自己能够报仇雪恨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广志掏出一裤兜的金色徽章 随后撒在花山勋面前 这都是花山组强者的佩戴物品 打败一人获得一枚 广志几乎打穿了整个花山组 要知道花山勋的许多手下 都是配备手枪的 可是广志依旧能无伤将其击败 看来他的实力已经到达 高级舞者的层次了 说话间广志脱下衣物 壮硕的身体暴露在花山面前 随后摆好架势准备迎战 花山勋对此非常意外 没想到广志要跟他徒手对战 真是个狂妄的家伙呀 话音刚落广志立即发起冲锋 重拳出击试图抢下先手优势 另一边花山缓缓摘下自己的眼睛 他看清了广志的动作 可他还不想出手 随着砰的一声闷响 广志的拳头不偏不倚地打在花山脸上 丝毫没有留情的余地 紧随其后一连串压倒性的攻势 全部招呼上去 酣畅淋漓的打击让广志爽翻了 经过几十秒的疯狂输出 广志定睛一看瞬间就绷不住了 眼前的花山勋还是稳如泰山的站着 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 要知道广志刚才已经使出全力了 像这样的攻击居然都伤不到花山勋 此人到底是有多么强大 花山勋笑呵呵地拿出一瓶威士忌 握着瓶口轻轻用力将其扭开 随后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个金光 酒瓶子里很快就一滴不剩 此时对面的广志已经汗流加倍 他知道花山勋即将要对他出手了 现在已经不是输赢的问题 而是自己的生死问题 在广志惊恐的眼神中 花山勋一记抱踹猝不及防地打到他脸上 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广志的身体直接倒飞出去三十米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幸亏自己锻炼了三年 要不然这一脚就能送他去见上帝 真是一脚让人心如死灰 眼看广志半死不活地倒在地上 花山上前查看对方的伤情 低头俯视间他发现广志已经斗志全无 他的身体已经无法站立 心灵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苦练三年还是被一招鸟杀 道心破碎不过如此 广志真希望花山能一拳打死他 可是花山没有这么做 而是耐心地告诉广志 自己也曾尝过败北的滋味 而且还是两次 听到这话广志也是一脸震惊 强如花山勋这样的王者都能被人击败 那么另外两位高手又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很显然广志并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对贩马父子 花山勋挥一挥手转身离开 临走时他竟然还叫出了广志的名字 并且邀请他来花山组做客 谁能想到这样的大佬 还能记住一个小角色的名字 一时之间广志也是激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此时他已经被花山勋彻底征服 连忙跪在地上磕头致血 恭送花山组二代目 一代黑帮大佬居然锅当入狱 典狱长解开皮带当着花山的面乱姿 而花山只能窝居在窄小的牢房里 这就是沦为阶下囚的待遇 而典狱长不知道的是 其实花山勋是自愿被关押的 只要他想出去就有上百种办法 花山组的成员每一位都期盼着老大回归 二把手探监时再三劝说无果 最后只能用放烟花这一招了 因为花山勋临走时曾经交代过 如果有急事要叫他出来的话 只需在监狱外面燃放烟花 于是今晚的夜空绽放了一场美丽的烟花盛宴 花山听到声音后立马站了起来 吓得典狱长把方便面都扑到了花山脸上 即便如此花山勋还是没有生气 噼里啪啦的按压手指活动关键 还让典狱长闪到一边去 花山勋扭过腰身叙事发力 随后一个铁山靠用力撞向围栏 目睹这一切的典狱长当场就跪下了 世界上居然存在这么强大的肉身 如果他想展开报复的话 恐怕自己早就死了 可是花山直接大不留心地走出了牢房 看样子是懒得跟典狱长计较 直到花山勋一步步走向监狱大门 身后才有一批警卫不断追赶上来 花山勋一技重拳轰在铁门中央 恐怖的距离瞬间将其打出一个大洞 铁门之外就是帮派二把手和花山母亲 虽然用这个骗术召唤老大非常下游 但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花山还是放过了小弟 就在花山勋十六岁这年 他的母亲离他而去 从此花山变成了孤家寡人 一向习惯低调做人的花山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求属下不要出门迎接 即使是回到帮派旗下的餐厅 他也是自顾自地吃饭没有办给家 这就引发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花山组的成员都非常讲道理 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就算是有人来踢馆 二把手也没叫小弟轰他出去 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上田还当众表演了一些绝活 徒手切平 掰弯硬币 徒手撕疏 这看似是很炫酷的技术 但在二把手眼里都是非常无聊的把戏 因为他们的老大早就玩过这些烂稿了 等到花山勋吃饱喝足后 轮到他给上田整活了 花山捡来破碎的酒瓶子拼在一起 随后用双手将其紧紧握住 没过多酒破碎的酒瓶子复原了 除了瓶口略微缩小 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花山的握力已经达到1000公尺水压的强度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不依靠任何战略 只需要用肉身的力量横推一切 上田对花山的崇拜在这一刻到达巅峰 90度鞠躬心甘情愿做花山的小弟 而花山的回复则是一个摸头杀 这意味着他同意了 从此上田先生败入花山勋麾下 成为花山组的一份子 与此同时 一则火车脱轨事件迅速登上东京头条新闻 目击证人表示是有人徒手打爆了车厢 这个男人身材高大脸上还有许多伤疤 听到这话警示厅官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花山勋 但乱一真是他干的又能怎么办呢 花山勋可是连监狱都关不住的男人 事实上大家都猜错了 真正的犯罪分子是雷克斯 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重度痛风患者 就在刚刚他还因为疼痛男人捶爆了两辆汽车 车主拿着水果刀只是想要保命而已 怎料雷克斯还步步紧逼 苦苦哀求对方一刀扎死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痛苦 雷克斯的头确实要痛得爆炸 而车主也即将被他活活逼疯 无奈之下雷克斯只能疯狂砸墙宣泄痛苦 一整面水泥墙被拆得干干净净 雷克斯坐在地上总算觉得舒坦了 就在这时花山勋身穿西装闪亮登场 他就是雷克斯想要找的救星 只有这个男人才能帮自己消除痛苦 雷克斯一心想着花山的铁拳赶紧打过来 这样他脑袋里的痛苦才会消失不见 花山故意摘掉眼镜丢在地上 见此情形雷克斯一脚探出及时捧住 万幸眼镜还没摔碎 随后雷克斯毕恭毕敬地把东西还给花山 恰好这是一阵阴风吹过 雷克斯的痛风又犯病了 他忍不住一拳挥出重击花山的面目 而花山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你不打我 我不打你 你打完了 我打死你 随着雷克斯的一套天马流星拳挥出 片刻后终于轮到花山出手了 他抓住时机一把握住雷克斯的拳头 巨大的握力捏得对方手腕生疼 紧接着花山伸出另一只手揪住雷克斯的脸皮 顺时针将其扭动了90度 可雷克斯却反倒说自己舒服多了 因为痛风的痛感已经被完全分散 果然花山就是那个能够拯救自己的人 俗话说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下一秒花山用尽全身力气打出一发直拳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这个400斤重的大汉道飞出去30米 一路飞到大马路上被火车再度撞击 车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 雷克斯摔得人羊马翻却寒场淋漓 在这一刻他的痛风消失了 雷克斯在街上飞奔狂欢 像个孩子一样跑到草丛里四处寻找 最后他带回来的宝贝是几只虫子 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激动 雷克斯今后将会完全臣服于花山勋 人类握力的极限能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花山勋轻轻一捏就能加断一叠扑克牌 他的战斗方式暴力直接 不依靠任何技巧 超凡脱俗的力量甚至能和远古恐龙比肩 花山勋在武道界已经难逢敌手 倘若他这次面对的是水中世界的霸主 不知花山能否配得上真男人的名号 此时此刻花山正在远洋渔船上钓鱼 其他钓鱼老只能钓上来一些小鱼 而花山这边每次都是好几斤的大鱼 他精湛的海钓技术让老船长大吃一惊 可是再好的技术也经不住奶毒乱垮 果然他的下一钩就出了问题 鱼钩卡在水下死活拔不上来 经验丰富的老船长表示 鱼钩一定是钓到海底的缝隙之中 真男人花山见此决定下水一趟 他要亲自把鱼钩弄上来 老船长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海底礁石大概位于水下一百米的地方 鱼船上也没有潜水设备 花山你怎么下得去呢 听到这话花山并未解释 转眼间他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 露出背上四分五裂的侠颗粒 真男人是不需要仰仗任何外物的 说吧花山便普通一声钻进水中 四只一起发力向海底深处潜入 花山下水还没过多久 老船长发现船边有一群鲨钉鱼跃出水面 看着大面积汇聚的鱼群 老船长以为出海这趟要转翻了 可是下一秒海面上的场景就让他头皮发麻 一条巨大的鲨鱼正在急速靠近 水底的花山对此一无所知 他才刚刚取出鱼钩准备回到船上 此时他距离鱼船还有很远的差距 可是那只大白鲨已经悄悄绕后来到他身边 锋利的獠牙很快就要碰到花山的身体 花山别无选择只能加快游速 他想要甩开鲨鱼提前返回 老船长认定花山此行凶多吉少 想要游过大白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哪怕奥运冠军的速度也只有每小时8公里 但鲨鱼的时速却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 花山勋拼尽全力发现自己毫无胜算 于是他干脆就不逃了 转过头来直接跟大白鲨战斗 只见大白鲨张开血盆大口猛地咬了过来 怎料花山勋的身体突然加速旋转起来 顺着摩擦躲过了鲨鱼的啃咬 无奈鲨鱼的牙齿太过锋利 花山的身体还是被他划破了 至此花山的战役彻底爆发 握紧拳头准备跟鲨鱼正面硬钢 大白鲨调转身体发动第二波攻击 花山看准时机一把揪住鲨前头 随后整个人半蹲在鲨鱼头上 在他强大的握力下 鲨鱼的头部逐渐扭曲变形 剧烈的痛感让大白鲨发疯似的往水面游去 花山借着这鼓励顺势冲出水面 巨大的惯性让花山无法维持身体平衡 放眼望去只剩一个办法 花山把手伸向鲨鱼的眼部 用力一抓直接把眼球捏爆 光这样还不够 花山的手臂顺着眼眶伸到鲨鱼头部 最后猛的一拉 连带着把鲨鱼的大脑都拽了出来 在墙的水中霸主也扛不住这招 花山把这团白肉握在手心随意捏爆 随着白色的江湖缓缓流出 大白鲨就此与命花山之手 船上的三位钓鱼老呆呆地看着花山 谁能想到这个大块头居然有干报鲨鱼的能力 等到夕阳西下 渔船拖着大白鲨返回港口 老船长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拍照 他必须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 大白鲨这种宝贝可不是谁都能抓到的 花山熏返回陆地后 岛国境内各大黑帮齐聚花山 清水组组长清零会场 藤木组一把手更是率领一群打手压阵 如此威风的阵势难不成是要逼宫不成 实际上在场众人没一个敢这么做的 来到这里的第一步就是毕恭毕敬地给花山鞠躬 因为今天是花山组一代目的继人 也就是花山熏父亲的继人 按规矩黑帮各派都要过来行人 仪式结束后花山和秋田在后院会面 小老头和花山的关系非常亲密 这也印证着花山组和藤木组的同盟关系 可惜和谐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名快递员突然闯入后院 此人神色慌张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他的身份非常可疑 要知道普通人是绝对不会来黑帮根据地的 没错 这个快递员其实是一名见底 胸前的针孔摄像笛早已暴露了他的身份 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某个小黑屋里 元王祖的人妖头目正在监视着花山熏 原本风平浪静的东京黑道界 不久后即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十三岁的花山熏能反过来打老爸一顿 而你的十三岁又在干什么呢 这是花山熏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动物 因为父亲居然敢出手打老妈 花山熏气不过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臂 在距离的挟持下 花山锦三的铁砂掌硬是挥不出去 显然谁都没想花山熏真的会反抗 父亲大喝一声质问花山是不是要玩真的 很明显花山等的就是这句话 下一秒就把右手搭在了父亲的手肘上 两端同时发力导致手臂中断血流不畅 没过多久父亲的左手青筋抱起肿成一团 在花山锦三惊讶的目光中 他的大动脉居然被徒手捏爆了 一时之间血流不止把老婆都吓了一条 对此花山锦三竟然不怒反省 这说明花山熏已经长大成人 以后可以照顾好妈妈了 说吧花山锦三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出花山族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条不归路 花山锦三大概率会死在黑帮混战之中 因为元王会的势力极其强大 整个帮派拥有超过五万名成员 他们以黑帮一体化为借口试图吞并所有帮派 花山锦三带着一群小弟冲锋陷阵 即使身负重伤也没有退缩 而他们出气不意的突袭也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元王会期待木落单了 花山锦三迎着对手的子弹冲了上去 以伤换伤一刀捅死了对方 这场声势浩大的火拼随着头目的死亡终于落下尾幕 两大势力回到了势均力敌的状况 从此花山熏成为了帮派一把手 而他的作风却和其他黑帮大佬完全不同 出门身边从来不带着任何小弟 一件西装一顶礼帽优雅登场 这就是西装暴徒的底气 花山路过健身房还会帮大爷捡杠铃 单手提着杠铃的一头轻轻松松拎了起来 眼前的一幕直接把健身三十年的大爷看傻了 拍着小手唱着歌邀请花山来做客 很显然这位黑帮大佬的人品应该不错 在他路过菜市场的时候 卖菜大妈还追出来送他一袋蔬菜 但花山不知道的是 路边有一群暴徒已经盯上他了 几人坐在小轿车里大声密谋 等到花山路过他们身边 两人光速掏出沙漠之鹰瞄准了花山 探驾驶他们绝对是有备而来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似乎操练了几十遍 请客间枪声响彻东京大街 两名暴徒直到把弹夹打空才肯罢手 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子弹几乎全部命中 花山的西装上到处都是冻眼 换做是普通人早就被打成蜂窝美了 见此情形匪徒一脚油门直接逃离现场 此时花山勋缓缓摘掉眼镜 脸上毫无表情似乎什么事都没有 几名暴徒回头查看情况 没成想花山勋正在百米加速朝他们冲过来 谁都想不到被子弹击中的花山勋竟然还能飞奔 司机把油门踩爆终于拉开了距离 但花山并没有放弃 他选择了一条更快的道路 一路横冲直撞冲破超市大门 随后在对角线位置捅穿水泥墙跑了出来 所有时机都恰得刚刚好 花山纵身一跃用肉身拦截飞车 紧接着又把铁砂掌牢牢钉在车门上 凭借花山勋超凡的指令 他现在已经稳稳抓住了车身 但让人都想不到的是 由于车门的质量太差 花山最后连人带车门一起飞了出去 几秒钟的时间内刺客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花山的西装上渗出点点血迹 果然受伤了还是不要用力过猛为好 与此同时 人妖王正在饭桌上监控着花山的一举一动 一切都如他所料 花山勋硬扛子弹后还能正常行动 这波刺杀说到底只是一次试探罢了 一代天才少年怎么会轻易陨落呢 出于对花山勋的尊敬 人妖王也换上了花山同款套装 可他的人品却和花山有着显著区别 助理只是好心提醒他不要佩戴花山族的徽章 结果却没来由地引起了人妖王的杀心 伴随着响指轻轻打出 助理两眼一番当场昏迷过去 随后人妖王伸手揪住对方 一张好看的脸蛋瞬间拧成了麻花 脸珠子爆开不爽 就连脑壳都被活生生掰成两半 俗话说半君如半步 跟着人妖混 好人也得变成麻花棍 人妖王复活了花山的母亲 这一定是他最年轻漂亮的时候 此刻花山放下了所有的戒备 如果能死在母亲手上那又有何妨 自从经历了飞车党的刺杀 花山勋终于看清了东京黑帮的局势 蠢蠢欲动的猿王会开始对自己下手吗 对此花山勋却没有改变生活习惯 身边依旧不安排任何保镖 反而还增加了自己的外出次数 这两天他的生活轨迹非常规律 一大早坐着电车环游整个东京 人妖王一眼看出了问题所在 这是花山勋故意让他看到的内容 说明花山根本不怕被人妖王监控 更不怕猿王会的人再来刺杀 可是刺客早就派出去了 现在想要终止行动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花山勋正坐在电车上睡觉 对面的老头缓缓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 随后将枪口对准了花山勋 可他还是低估了真男人的实力 只见花山勋突然出手一把握住了手枪 巨大的手掌连带着空住了老头的手腕 局面瞬间变得非常不利 老头刷刷刷冒了一身冷汗 慌乱的同时甚至还想用另一只手 掰断花山的手指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花山勋的距离之下 自己就是一只可以随意拿捏的臭虫 花山一把抓住电车大门将其强行拉开 老头像一只小鸡仔一样被吊在半空 趁着电车还没到站 花山顺势一丢把老头甩出车厢 真男人还是心软了 不然按照黑帮规矩 这老头能有上百种死法 与此同时人妖王也正在经历生死考验 眼前的这一盘日式料理 居然被人掺了河豚不足 只要浅浅尝一口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可是光明磊落的花山组干不出这种勾当 到底是谁想给人妖王下了 没错 原王会内部出现了动乱 小弟不满人妖王虐杀助理 于是私下谋划了一场除暴行动 一群西装暴徒带着真枪实弹冲进餐厅 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人妖王的脑袋 警示厅对于此事也是保持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现在冲上去只会白白增加牺牲 还不如看着他们起内哄最后上下通吃 眼前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 换成普通的黑帮大佬恐怕早就被宣判死刑了 可是人妖王的诡异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脚不粘地就能凭空起跳 随后双手轻轻一拍 整个身体飘在空中越变越小 眨眼的功夫连衣服都没了 小弟两眼一黑全都大受震撼 更奇怪的是 刚才他们还都在餐厅里 谈指间一群人就转移到了空地上 这时人妖王再次现身 全身上下如同一团烟雾般汇聚起来 眼看他的身体急剧膨胀越来越大 没过多久变成了一个尸体的小巨人 一群小弟完全分不清这是幻属还是现实 人妖王伸出一根手指去谈手下的脑壳 结果砰的一声半边脑袋就飞出去了 一群小弟集中火力疯狂射击 伤害就像打在了太和金钢板上一样 人妖王一脚踏出把兄弟们踩成肉鱼 然后转过头来又是一口黑气碰到地上 凡是触碰到黑气的人 每一个都被烈火盆烧烧的凹乱脚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群西装暴徒就被彻底打崩了 人妖王站在C位俯瞰众生 全场没一个能打的 刚才的一场大战耗费了人妖王不少的力气 为了给自己补补身体恢复体力 他点名要求厨师把爱虫企鹅给断了 下手不狠地位不稳 人妖王不愧是东京黑帮的头号狠人 另一边花山勋正独自坐在茶馆等待 他知道人妖王一定会来找自己 这将是真男人和人妖王的黑吃黑大战 两人的体型差距如同鸡蛋碰倒蛋 可人妖王却嚣张地表示 现在的花山还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他们在茶馆开战 到时候一定会造成无必要的伤亡 恰恰善良就是花山勋最大的弱点 为了保护别人 花山勋甚至会放弃原有的胜利 打架和生死斗有着巨大的差别 虽然花山勋是打架专家 但他不一定能在生死斗中击败人妖王 面对这样的挑衅 花山勋的怒气直飙升 扭腰收跨重拳出击 人妖王的身体像是一枚炮弹一样射了出去 砸穿水泥墙后翻滚了十几圈躺在大街上 可惜花山勋还是留守了 即使在暴怒之下他也没想真的杀人 人妖王扛下这一拳后轻轻打了个响指 花山勋的感官系统瞬间就被入侵 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变了个样子 过世五年的母亲竟然复活了 他变成少女的样子重新站在自己面前 如果能永远待在梦境之中 或许花山勋甘愿放弃花山组二代目的位置 永远陪伴在母亲身边 这是花山遇到过最难缠的对手 因为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正式已经去世了五年的母亲 就在刚刚 花山中了人妖王的幻术 此时的他陷入了与母亲相见的幻境之中 面对母亲伸来的手掌 花山只是在原地默默等待 可他等到的却不是母亲的爱护 外界的人妖王狠狠一拳轰在了花山的脸上 在母亲手指碰到他的瞬间 花山当即直挺挺到飞出去 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对此花山非常疑惑 自己老妈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 与此同时 藤木祖一把手也开始了行动 他找到了空道高手国松大师 想用这一大箱子钞票买条人面 可当国松大师看到照片上的人时 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 他告诉藤木祖一把手 人妖王由于肌肉过度发达阻碍了骨骼成长 所以才是这副小孩子模样 甚至男性荷尔蒙太过旺盛 连头发都长不出来 以这位先生的实力他只是在和你们玩吧 原来国松大师的众多杀人技巧 都是和人妖王学习的 现在许多掌权大佬都是他的弟子 话音刚落 后面的胡子男便掏出手枪对准藤木祖一把手 只听见吹的一声枪响 这位叱咤风云的黑帮大佬含恨陨落于此 而另一边的花山还沉浸在幻境中无法自拔 他明知面前的一切都是假象 可花山无法对深爱的母亲动手 然而人妖王可不可以对花山手下留情 在手掌接触到的瞬间 花山再次倒飞了出去 这几次挨打点燃了他的怒火 手脚同时发力 一个箭步过去抱住了他的母亲 手上传来的触感是那么的真实 人妖王哈哈大笑 他不理解花山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下一秒 花山突然将母亲一把扔到空中 全身的力量开始在拳头上挥举 难道花山真的敢出手吗 花山将全身的力量蓄力到了极致 随后对着空气大喊了一声火 整个幻境顿时烟消云散 这一拳狠狠轰在了人妖王身上 直接将其相近了水泥地里 花山对着拳头吹了一口热气 反观人妖王已经痛得流出了眼泪 花山再次挥拳出击 还好人妖王反应迅速 及时用四肢抵挡住了伤害 经过墙壁缓冲后稳稳落在了地上 花山想继续发起攻击 于是便上前与人妖王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突然人妖王盯上了一旁的几个路人 抓住其中一个人的小腿 向着花山狠狠砸了过去 这人也真是倒了八辈子鲜眉 出来逛着街就无故躺枪当场逝试 当花山举拳准备再次攻击之时 人妖王又挟持旁边的妹子做人质 花山健壮只能放下拳头等待时机 他本想趁其不被救下妹子 可这一脚却被有所防备的人妖王躲不过去 最终妹子也没有幸免于难 这时人妖王将独守又伸向了一旁的小孩子 他告诉花山 你天生就是一只狮子 可是你却顾及会踩扁地上无辜的虫子而不去捕猎 听到这话花山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让人妖王尽管动手 看着花山如此认真的表情 人妖王也看出花山现在要认真了 就在二人对峙期间 国松大师来到不远处的一座高楼 一进来他就直奔卫生间 胡子南正在这里吃秘制咖喱 他们正在时刻监视花山 准备用巴雷特将其彻底解决 这才是人妖王真正的杀招 在人妖王将左手高高举起的同时 胡子南已经把花山牢牢锁定 随着人妖王的手部挥下 一发巴雷特的子弹直接命中花山的身体 恐怖的冲击将花山打得全身喷洗 花山健壮只能先用手按住胸口 但是血液还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即使脚下已经血流成河 真男人花山勋还是没有倒下 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 胡子南将下一颗子弹瞄准花山的脑袋 随着扳机缓缓扣下 花山坑遭巴雷特直接暴投 下一秒他便失去了全部的意识 整个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人妖王让手下不要放松警惕 好好处理花山勋的善后工作 可当国松大师和胡子南赶到现场时 他们发现手下全部被干掉了 并且花山勋不知被何人给带走了 与此同时的国立中央医院内 雷克斯拖着花山找到了医生 他把花山托付给了对方 随后大不留心地向外走去 自己的老大被欺负了 雷克斯不能容忍这件事的发生 他要去讨伐仇敌找回场子 花山坑遭巴雷特暴投 真男人花山勋终究还是倒下了 一枚子弹洞穿胸口还能强行硬撑 但第二枚却直接打在了脑袋上 花山勋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他并不是输给了人妖王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光明磊落 花山勋吊着半口气被拖进了医院里 他所剩无几的血条正在跟时间赛跑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澳洲海岛上 首席外科专家红叶医生还在休闲度假 外科主任火急火燎给红叶打来电话 紧急召回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这场面连他都碰不住了 花山勋的心脏和脑袋各种一枪 全院上下对此无计可施 而德川老爷子又在这边疯狂施压 眼看主任在这里磨磨蹭蹭说不清楚 德川一把夺过电话直接下达命令 不许啰里啰嗦今天下午必须回来 红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胳膊扭不过大嘴 抬头再看天上 一架直升机已经飞到了头顶 好不容易的一次休假就这样跑跑了 红叶抓着绳索爬上直升机 另一边东京医院将花山勋的影像照片传输过来 看着眼前的图像红叶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子弹已经射进大脑5公分的深度 换成普通人此时早就死翘翘了 花山勋的情况非常危险 如果再不进行手术肯定撑不过今晚 随后直升机缓缓降落航空母舰 红叶一声转成超音速战斗机返回东京 横跨半个地球只为救一人性命 普天之下能有几个人享有这样的待遇 此时花山勋被暗杀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 花山组的小弟骑着机车巡游整个东京 一方面是给老大救驾 另一方面是震慑暗杀的刺客 超音速战机全速前进 远回航线冲向东京城区 60秒后即将进行减速空投 红叶医生抓着降落伞从千米高空跳下 最后稳稳降落在东京医院附近 危急时刻经不起半点拖延 红叶医生一边换装一边赶赴手术室 身后几位花山组的头目纷纷鞠躬至血 而在医院门口的小弟更是热血沸腾 如果花山勋出了半点闪失 他们就豁出去跟猿王会拼了 每个人都在献出自己最大的心意 岛国第一财阀得穿光城一致千金 世界第一名医红叶医生飞渡半个地球 可见这位黑帮大佬是多么受人爱戴 经过几个小时全神贯注的工作 主刀的红叶医生几乎累得昏厥过去 花山勋在睡梦中见到了母亲和父亲 就像他刚出生时那样 万幸手术成功了 红叶医生从死神手里拉回了花山勋 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完全复原 主任劝几位头目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花山勋伤得太重了 他很有可能会留下伤残的后遗症 一群人走进病房探视 没成想房间里坐着的不是花山勋 而是花山的一个小弟 其实早在一个小时之前 花山勋就已经出门了 这个小弟只是负责过来送衣服的 此时花山勋正走在黑漆漆的小巷子里 上午干假下午手术晚上报仇 所谓今天有仇今天报 这就是花山勋的人生信条 虽然胸口的疼痛还在不断地传来 但花山勋已经下定决心要清算那些刺客 大楼底下的小弟看到花山出现全都吓坏了 谁都想不到花山勋头部重担竟然还能活命 眼前的这一幕已经违背了常理认知 小弟赶紧给老大打电话确认情况 可是连老大都不相信他说的话 于是小弟只能掏出手机开照作证 然而下一秒花山勋正好走到他身前 好消息是照片已经传出去了 坏消息是照片让花山看见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花山勋的铁拳早已经先一步回处 小弟的下巴当场就被干爆了 花山勋仅一人便可当作一支军队 胡子南得到消息后根本不敢大意 当即下令封锁现场 准备用枪阵对付花山 大家亲眼看着花山勋强行破门走进基地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已经包围了花山勋 但实际上其实是花山勋一个人把他们包围了 四名士兵躲在墙角准备打一个出其不意 可几秒钟后花山勋突然从背后破墙而出 终结了倒霉弹队当场阵营 另一位则是被花山抓到身前挡子弹 花山顺势将其甩杯撞倒眼前的士兵 紧接着翻过身来暴打偷袭自己的小贼 在花山的铁拳之下 这群小喽啰根本撑不过十秒钟 而花山却在厮杀中越打越凶 手术结束后的第一战真是酣畅淋漓 但这也只是报仇的开幕式吧 人妖王丹西跪地彻底臣服 在这个世界上能叫他下跪的人没几个 范马永次郎就是其中一位 传说中的地表最强生物也被称作鬼神 虽然永次郎还活着 但他的头像早已悬挂在了城堡宫殿之中 受到千千万万武者的敬仰 人妖王的野心绝不只是千年老二 在对付花山勋的同时 他还专门成立一个生物研究基地 人妖王找来全世界最疯狂的科学家 拿永次郎的体毛进行人工造神 理论上他们可以进行基因课录 但是这足足需要花费28年的时间 而且成功率也只有15% 这项研究对财力的消耗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女博士建议项目组提前终止实验 无谓的努力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显然其他人并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 获取更完善的克隆材料加快实验进行 比如拿到永次郎的手指做生物克隆 博松大师听到这话同样倒吸一口冷气 从永次郎身上切断一根手指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做到吗 想到这里专家们全都没褶了 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到了花山勋身上 花山的血液看起来很普通 但里面却潜藏着不死生的基因 而花山勋的生命力预测是由同目组五代目做的 作为黑帮大佬的他自认为已经足够见多识广 可是花山勋的出生却让其大跌眼镜 这孩子差点把他的手指给掰断了 如果按照传说来推测 花山勋极有可能是不死之身 神级基因是何等恐怖 而这也是人妖王对花山勋出手的主要原因 就在这时花山勋追到了杀手基地 胡子男回头一看不禁直冒冷汗 花山勋带着滔天怒气杀进大楼内部 而且他出现的悄无声息没有半点欲照 卖律师全体牺牲了 事到如今胡子男只能正面打一场 于是他从怀里掏出一只手枪 然后安排助理躲在后方之远 只见花山勋怒气腾腾地杀了过来 眼睛一沾谁都不爱 尽管胡子男用手枪磅磅磅住住 但花山勋却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任由子弹倾泻在自己身上 以伤换伤才是真男人的浪漫 随后一个左勾拳砸到胡子男脸上 这一幕吓得后面的小助理心态爆炸埋头痛 没过多久 花山勋的白色西装就被再次染红 鲜血逐渐浸湿了花山的身体 这让小助理看到了一线生机 而那只是他的错觉罢了 下一秒花山勋大喝一声重拳出击 铁拳轰杀胡子男的面门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他的身体如同导弹一样打穿大闪 办公室的墙壁上只留下了一个硕大的洞口 收拾完胡子男接下来就轮到小助理了 男人看到凶残的花山勋直接吓尿了 鼻涕眼泪掺在一起喷涌而出 在一阵凄惨的尖叫声中 结束了杀手罪恶的一声 另一边的仁妖王正要乘坐砖车离开东京 没成想痛风战神雷克斯居然找上门来 眼前的这个小矮子就是打伤花山勋的罪魁祸首 雷克斯誓死也要为花山勋报仇 见此情景警卫心里有点没笔 他们齐刷刷地将冲锋枪对准雷克斯 虽然仁妖王这边明显占有人数优势 但他却让国松大师先走一步 因为他们的存在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雷克斯还没开打就急红了眼 当场叫板说在座的各位一个都别想走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徒手把水泥地挖出了一个坑 光是这样还不够 经过雷克斯的暴力几乎 他手里的碎石渣子直接被捏成了一发岩石炮弹 下一秒雷克斯化身投弹水疯狂射击 打完了就从水泥地上游地生产干药 每一发炮弹都正正警卫的脑龙 一炮打倒一个 刺子弹无需发 半分钟之后全场只剩下人妖王还能站着 此时人妖王还不忘装个逼 他嚣张地告诉雷克斯 花山勋之所以能被带走都是在他的默许之下 其实他早就察觉到了雷克斯的存在 如果现在雷克斯还想打 那就尽管放马过来 人妖王得意的样子直接把雷克斯气笑 即使人妖王逼格再高 那也改变不了他是矮子的事实 雷克斯今天势必要为老大找回场子 人妖王的精神换术离奇失效 许多舞者都拿这招没有一点办法 而傻大个雷克斯却轻轻松松将其化解 只要捂住耳朵大声尖叫 人妖王的感官入侵就能完全消除 尖锐的怪叫声让人妖王都吓得一啵嗦 你这孩子嗓门真大 就在人妖王与雷克斯即将开战之时 一辆摩托车马力全开冲进机场 柴仙春带着老大花山勋赶到现场 复仇者联盟集结完毕 雷克斯看见花山出现也是激动不已 但很快他就注意到了花山勋的满身伤痕 究竟是谁把花山伤成了这样 对此花山勋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而是习惯性地摘下眼镜静止走到人妖王面前 真男人打架绝不使用任何武器 花山勋的暴力美学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经过几次照面人妖王已经把花山勋看透了 摘眼镜就是他开战的招牌动作 对于花山勋来说 贯彻真男人的战斗风格比生死更加重要 显然雷克斯并不懂这些 他以为花山勋单纯是没地方放眼镜 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掉落的眼镜 幸好手掌及时到位没让他摔碎在地上 看着雷克斯缠妹的小表情 任妖王下意识地嘲讽他坐视不过脑子 花山勋是故意丢掉眼镜的 对此雷克斯嘴上也是毫不留情 当面反怼任妖王说话阴阳怪气像个娘们一样 不仅又矮又丑还是个秃头 任妖王听到这话当场破防了 反手便是一拳打向雷克斯的脑袋 肉身之力甚至打出了冲击波 雷克斯倒飞十米开外重重地砸在地上 随后任妖王转过身来准备收拾花山勋 没成想远处的雷克斯却突然又活了过来 下一秒就拍拍屁股重新走回花山身边 这家伙硬扛任妖王一拳还能呲牙连嘴哈哈大笑 这一幕看得国松大师头皮发麻 既然还能打那就赶紧发起进攻 任妖王对这个傻大个儿已经丧失了内心 只见雷克斯一个弹射起步冲到任妖王面前 挥舞的铁拳即将命中任妖王的脑袋 可是这个小矮人的脚步却异常灵活 闪转腾挪肩便跳到了另一层 然后重拳出击打在了雷克斯的脚腕上 傻大个吃痛下意识的后仰来平衡身体重心 紧接着他的手刀已经准备救绪 可是这一下却被任妖王蛇皮走位再次闪开 水泥地都被打得崩裂开来 不甘心的雷克斯还想再战 可是任妖王却抓住了他后摇的空档 一拳袭来再次打出了冲击波 雷克斯的身体摇摇欲坠即将倒下 好在他脚尖抓地产生剧烈摩擦 脚下一路火花带闪电 最终才抵消了冲击力 任妖王抬头一看发现雷克斯的掌心都冒烟了 原来刚才他是用手掌挡住了攻击 怪不得雷克斯还能强撑着屹立不斗 傻大个比他想象的更强一些 而雷克斯则是完全没把任妖王放在眼里 转头又跟老大讲述自己的英勇事件 滑稽的动作配上嚣张的口气 简直把任妖王气个半死 任妖王不得已亮出了自己的黄金右手 不按套路出牌 反倒是捂住耳朵开始大声尖叫 他用最简单的办法消除了幻术的影响 任妖王还没从惊讶中反应过来 对面的雷克斯拳头便已经到了他面前 任妖王两脚抓地竭力抵抗 无奈双方蹲位差距太过悬殊 任妖王的身体当即倒飞出去 猛烈的震荡把他的鼻血都震了出来 此人拥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并且体型身材还如此巨大 无论哪一点都符合他的猜想 这个人必定是神之嫡子杰克犯马 下一秒任妖王立马变脸 恭恭敬敬迎接神子的到来 听到这话花山勋不禁大跌眼镜 柴千春笑得前仰后合 当场就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 雷克斯摇头晃脑一脸猛逼 后面的博松大师疯狂招手 示意任妖王别再说了 任妖王这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此时在米国休假的杰克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到底是谁在背后嘀咕 雷克斯已经受够了这个烦人的家伙 抬起大脚准备将其狠狠裁便 任妖王迷你的体型根本经不住这样的踩踏 可他躲得越快 雷克斯的攻势就越快 打到后面已经是铺天盖地的铁拳砸下来 任妖王不禁想起小时候轰炸机飞过天空的场景 雷克斯的攻击简直就是空难在线了 地上的无差别攻击产生了滚滚浓烟 任妖王意识没看清情况 居然被雷克斯一拳轰飞出去 这就是超臂杀烟雾上勾拳 经过一阵缓冲后 任妖王以回旋体的方式再次出现 这一次他是专门对着雷克斯的拳头去的 在接触到的一瞬间 任妖王掰开了雷克斯的手指 然后借用旋转的力量将骨头扭断 骨折的剧痛让雷克斯手指生腾 下一秒任妖王的旋转头锤已经打到脸上 这次雷克斯变成了被击飞的对象 紧接着他从嘴里吐出两块小东西 原来是自己的牙齿被打碎了 大战至此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任妖王和雷克斯扭打在一起 其招百出 你打我一拳 我还你一脚 两边大开大合拳都杀疯了 而雷克斯没注意到的是 鲜血正顺着花山勋的小腿不停地往地上流 并且脚下的血液越积越多 要知道花山勋刚做完手术又经历了大战 现在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生命损耗在这里了 任妖王封印解除彻底黑化 变丑的同时也把肉身之力开发到了极限 随着一口老弹吐出 任妖王浑身轻金抱起 危险指数成倍叠加 国松看到这一幕也是一阵后怕 他从没见过有谁能把任妖王逼到这个地步 再打下去恐怕任妖王会被自己的肌肉撑爆 原来他天生患有肌肉异常的病症 强健的肌肉疯狂生长导致骨骼停止发育 为了不被自身的肌肉吞噬 任妖王每天都需要服用大量药物进行压制 而刚才的战斗却把他的这股力量彻底释放 至此任妖王才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不信邪的雷克斯冲上来就是一拳 没成想任妖王反手一个肘劲打在他的手掌上 只听咔嚓一声 雷克斯的手当场就折断了 裂开的骨头直接刺穿了雷克斯的手背 不死心的雷克斯还想继续攻击 可是任妖王的这一脚飞踢速度更快 雷克斯巨大的身体顺势翻滚360度 如同一滩万尼倒在地上 左手手指全部错维 右手掌心骨刺扎穿 雷克斯趴在地上一脸懵逼 黑化后的任妖王真是强的离谱 显然他并没有打算放过雷克斯 直接一个左勾拳把原本趴着的雷克斯打站了起来 紧接着又是一个右勾拳将其打飞了出去 肌肉封印解除后 任妖王的力量和速度得到全方位加强 两分钟前双方还是攻防交替的对战 现在已经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 国松大师躲在车里看得胆战心惊 但很快他就把目光放到了花山勋身上 这个家伙傻愣愣地把后背交给敌人 这不就是送上门来的人头吗 国松大师抑制不住脸上的狂喜 随后便拿出自己克制的毒液药剂 用银针轻轻占取一点 光这么一丁点的剂量就能杀人于无形 不多时这只吹筒就对准了花山勋的后背 虽然花山反应速度已经够快了 但毒剑还是命中了他的手眉 看到这一幕国松大师当场乐开了花 按照这款毒药的特性花山必死了 谁知花山勋竟然丝毫不慌 他先是用另一只手握住中剑的手臂 然后暴力挤压阻止血液回流 不多时中毒的手掌迅速肿胀变大 花山的握力恐怖如斯 光是冲击波就能波及方圆五米的距离 最后硬生生把血管挤爆排出毒血 花山勋带着一脸鲜血转头看向偷袭的国松 这一眼差点就把国松给吓尿了 老光头一个闪身打开车门窜了上去 回到车上后瑟瑟发抖 只求花山能够放过自己 之前他还以为花山的握力只是小混混吹出来的 可是今天他却亲眼目睹了对方捏爆手掌的整个过程 这个走后门才上高中的黑帮老大 居然用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悟出了牛顿的经典力血 国松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因为花山勋此时已经来到车头的位置 在他的距离之下 五吨重的商务专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倒退 临近崖壁时花山猛的发力狠狠磕了一下国松的狗头 半空中划出一条美妙的弧线 人妖王的专车扑通一声坠入大海 看着汽车彻底沉入水底后花山这才返回战场 虽然雷克斯已经被数次祭祷 但他还并没有投降认输 所以花山勋不能插手对方的战斗 于是他抽着香烟静静观望 而在人妖王看来 花山这是完全没把自己当回事 偏偏在这时雷克斯再次站了起来 他打了半辈子架 就看不惯别人一副很屌的样子 尤其是人妖王这样的 人小小的 说话屌屌的 可是暴怒之下的人妖王也不是好惹的 他反手抓住雷克斯的手臂把他拉到身前 用手机猛打对方的手骨 结果不出所料 又是一剪折断的骨头刺穿皮肤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截断骨将在五分钟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妖王一剂生龙拳轰向雷克斯的身躯 傻大哥还没落地 人妖王便又迅速移动到他身后 铁拳如同一发导弹再次击飞雷克斯 人妖王简直是把对方当成了人肉沙包 最后雷克斯再也支撑不住 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 整张脸还被人妖王揪成一团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 人妖王当着花山的面疯狂输出毫不留守 可这到头来全都是要还的 花山勋也不爱料狠话 而是云淡风轻地告诉柴千春 接下来该他们战斗了 五次战神雷克斯一战成名 双手骨折没有对他造成半点影响 反而让雷克斯开启了狂暴模式 就在花山勋和柴千春即将出手之际 雷克斯的反抗又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虽然人妖王正在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但雷克斯的斗志却变得更强了 他努力地发挥着自己的体型优势 一手按住人妖王的头 另一只手抓住人妖王的手 在距离的压迫之下 人妖王原本紧握的手掌拖裂 雷克斯奇迹般地完成了咸鱼翻身 眼看他马上就要反打一套 没成想解开封印的人妖王竟是如此苦 反手抓住雷克斯的手肘 空中360度完成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雷克斯硕大的身形摔了得结结实实 光是这样还不够 人妖王抬腿又是一脚蹬在雷克斯的头上 反转之后再度反转 短短三秒之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妖王以为自己已经把雷克斯置了个服服帖帖 没想到这位壮汉硬是不肯投降 即使鼻子被捏掉他还要继续战斗 要知道再打下去场面只会更加惨烈 到时候就不是一个鼻子的事情了 花山勋依旧淡定地抽着香烟静静旁观 他知道雷克斯肯定会选择站起来再打 因为真男人就应该这么做 对于雷克斯来说这点痛感根本算不上什么 如果不是花山勋用拳头治好了他的痛风 那么他直到现在还会处于煎熬之中 如果非要拿这根痛风相比 那么失去鼻子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打到最后比拼的完全就是意志力和纯爷们的魄力 人妖王大发雷霆用铁拳回应 一击又勾拳打猛雷克斯之后 反手再来一发刺拳中击雷克斯的鼻孔 旧伤之上再加心伤 而雷克斯还偏偏拿对方没办法 因为人妖王的螺旋是转身太油腻了 轻轻松松就能躲开他的回击 在人妖王震惊的目光中 雷克斯反手打出一波迷之操作 双臂左右挥舞似乎下一秒就要变身了 别看这招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气得人妖王反手又是一套组合拳 冲击波在线战场将雷克斯打飞数米 等其下落之后疯狂补刀 人妖王朝朝很辣瞅准的要害打 原本雷克斯的鼻子就有一个巨大的祸口 现在更是被人妖王彻底打烂 皮操肉厚的雷克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反打 但在人妖王眼中却毫无作用 被打成这副鬼样子还要再战 这傻大哥确实非常迟钝 或者说雷克斯耐打的原因就是因为迟钝 为了证明自己不可动摇的最强地位 人妖王决定把雷克斯的信念彻底击碎 但他没注意到的是 自己大开大合的攻势导致胸口中门大开 不经意间雷克斯把手臂架到了他的胸前 破碎的手骨直接扎进了人妖王的心脏 看到这一幕雷克斯也是一脸猛逼 人妖王英明一世居然犯了这种低级失误 你可以报答我无数次 而我只需一击刺穿你的心脏 人妖王顿时感觉心跳都慢了半拍 自己跟这个傻大哥苦战两久 最后还让对方获得了胜利 就算死他也得拉个垫背的 人妖王蓄力轰出最后一局 但这次雷克斯预判到了对方的攻势 在电光火时间稳稳抓住人妖王小短腿 随后挥舞着手臂上下一起发力 人妖王矮小的身躯被不断地砸向水面 脑瓜子嗡嗡的同时 他的刀心也开始逐渐破损 就算能绝地反杀收拾掉雷克斯 那面对花山勋以及身后的柴千春 现在的他真的能杀死二人吗 好不容易出一口恶气的雷克斯 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 人妖王被打得蹊跷流血眼球突出 最后还要遭受一击蓄力摔投 压力瞬间来到人妖王这边 这次被踩在脚底下的人变成了他自己 雷克斯的重拳不断朝人妖王挥去 经过一分钟的狂轰滥炸 人妖王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断起了 这时雷克斯模仿起了花山勋的招牌动作 半蹲在人妖王面前 随后询问对方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至此这场大战才终于落下帷幕 老大花山勋还没出手战斗就已经结束 对此五星打手柴千春不禁发出了感叹 这真是一场屌爆了的战斗啊 雷克斯扶着老妖站了起来 他得到了花山勋的摸头奖励 另一边的国宋大师狼狈地从水里爬了上来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和花山勋作对了 这是岛国制造的史上最坚硬装甲吉普 号称坦克之下五无敌 坦克之上一换一 今天是同目组五代目的生日 57个直属部下为了给老大庆生 齐心协力众筹了一个小目标来买礼物 汽车制造厂当即接下这单大声音 经理拉着57个大汉来咽火 这台装甲吉普的安全系数堪称史上之最 挡风玻璃是防弹级别的 悬架是公司研发的最新产品 轮胎更是重工业的世界第一好货 经理拍着胸膛给客户保证 按照这辆车的强度 就算是火箭炮和地雷都破坏不了他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战场上 他都能无伤地离开 这都不能算作是一辆汽车了 他几乎等于一座能够移动的要素 如果有人赤手空拳地想要破坏装甲吉普 那他更不会留下一点痕迹 但经理不知道的是 东京黑道界还有一个名叫花山勋的真男人 这注定是一场矛盾之战 人工创造的最强之盾 对上肉身最强之毛 一群人来到小树林里检验吉普的质量 花山勋握紧铁拳扭腰胯部 经理0.5秒的蓄力之后 一拳重炮当场命中车头 恐怖的距离一节节地传递到了装甲车尾部 请客间紧绷的悬架带着客人一起掉落出来 没见过世面的经理甚至被花山勋吓倒了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这头钢铁巨兽光当一声倒在了地上 仅仅是车身散架还远远不够 铁拳所发出的力量最后汇集到了车头上 发动鸡烹的一声炸开了花 真男人花山勋一拳就干爆了装甲鸡谱 经理吓得脸都绿了 刚才自己说的那么堵定 转头就被啪啪打脸 20岁的花山勋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很快他也迎来了自己的成人脸 花山组一直以来都有个古老的传统 每一个男人的成年仪式都要在深山度 他们要在不提供食物的条件下撑过一个星期 这种深山修行还是现代文明的改进版 因为其他落后地区只会比这更凶残 印第安人的成年仪式是单挑黑熊 几内亚人成年后需要赤手空拳击败杀鱼 马赛族人则必须亲手杀死一头雄狮 花山勋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脱离过手下的照顾 二当家害怕花山勋不会生活 于是连忙做了一把手工现场交受起火的方法 花山勋听着几个手下啰里啰嗦讲了半天 最后终于踏上了真男人的新增长 而他进入丛林后的第一步就是脱掉登山装 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西装和皮衣 年仅二十岁的花山勋早就是个老烟枪了 可是户外抽烟没有打火机怎么办 只见花山勋拿出两块石头大力开刀 火星子刺辣刺辣地冒出来 不多时向烟就点着火了 花山勋对着天空惬意地吐出一口烟气 这里的空气真新鲜啊 俗话说白酒加烟法力无边 花山勋坐在篝火旁大口唱的 这时一只野猪却主动找上门来 看着智慧的眼神显然它是图谋不古 花山勋本来正愁自己没有下酒菜 现在这么一看真是打瞌睡有人来送枕头 不久后寂静的树林里传出一波惨烈的猪叫声 很显然可怜的野猪遇害了 七天后花山的小弟找到了老大的位置 空地上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猪头 光是这颗脑袋就有160斤重 小弟要将猪头作为战利品托回黑帮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树林深处还有一堆森森白骨留在原地 花山勋把500斤重的野猪吃了个干干净净 临死前他经历了殊死反抗 可他还是敌不过花山勋的距离 一群人回到黑帮后 小弟为了给老大接风洗尘 特意准备了一桌海鲜大餐 其中就有世界上最大的帝王蟹 因为他拥有着巨大的体型和坚硬的外壳 帝王蟹几乎称霸海底没有任何天地 而他的狂妄程度也超过了人类的想象 就算是潜水员下海都会被他的钳子恐怖 对于小弟来说 帝王蟹的蟹壳太硬 他们必须用剪刀才能吃到里面的肉 但对花山勋来说这都是小意思 两只手各自握住蟹腿的一边 这就是传说中能够捏爆手臂的握机 而今天他被用来吃螃蟹 顷刻间蟹壳变成了软塌塌的意见 帝王蟹的蟹腿肉被完完整整地取了出来 木桶里的帝王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被这样吃掉 他们赖以生存的坚硬外壳在这个人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帝王蟹在这一刻想通了 自己的骄傲是那么的荒谬 于是三下五除二快速退掉外壳 小弟们就像见鬼了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幕 原来帝王蟹是在主动示茹 他也不想被活活击包啊 别人读高中是为了圆梦大学 而花山勋纯粹是来体验校园生活的 作为新一代花山组组长 年仅15岁的他已经到达了黑道界的顶峰 东京城内黑白通吃无所不能 一句话就能让刑警队长给他跑前跑后 无奈大佬的日子过久了非常乏味 所以花山勋现在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 而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 花山勋只能换下自己最爱的系装 穿上了裁缝定制的大板型校服 与此同时一个小混混走进裁缝店铺 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校园恶霸 他特意买了一件家常版的老式校服 衣领拉长到60米显得更加稀烈 内衬用上象征不良集团的紫色 他再对着镜子梳了一个大背头 校园恶霸限定皮肤闪亮登场 原本他对这套行头非常满意 直到他看见了花山勋穿着校服出现 黑帮大佬穿衣服都不搞虚头巴脑的 自己又怎么敢在他面前装递 小混混临走时不忘兵主老板 给我重新拿一份普通款式过来 就在花山勋入学的第一天 沙马特就带着小混混来收保护费了 为了庆祝校罢方和顺利返校 所有同学都要交出十块钱以上的红包 其他人全都非常配合 唯独到了花山勋这里两人下不了手了 沙马特壮着胆子踢了花山一脚 没成想看到的却是一张凶狠的刀疤脸 只一眼沙马特就知道对方是个狠人 连忙给花山勋道歉说自己找错人了 谁知花山勋非常客气 直接把整个钱包都丢到了小混混手上 这算是自己的一点心意 不久后方和从钱包里掏出一张证件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二代目花山勋的名字 看似不起眼的三个字代表着整个黑道界的力量 方和怪叫一声原地惊出一身冷汗 没眼力见的小弟给他捅了大脑子 花山勋都不认识还做什么混混 在这一刻方和都没有心思痛连小弟了 但凡再跑慢一点都是对自己这条命的不尊重 他必须赶在花山勋杀了他之前主动道歉 无论花山勋在哪里 他都必须亲自前去 方和跑遍了整个校园终于在广场找到了花山 二话不说放下钱包后普通一声就给跪了 小老弟有眼不识泰山真是太貌美了 既然花山勋来这所学校就读 那他就是这里的翻掌头目 显然方和是搞错了花山的意思 花山根本无意争夺老大的位置 他想叫方和抬起头来 但是对方被吓得浑身发抖完全不听他的 其实花山只想当个普通学生 无奈身上的光环实在太耀眼了 不得不说这是方和过得最窝囊的一天 早上被花山勋下的跪地求饶 下午又在另一个狠人面前丢了面子 方和带着小弟把锦森逼到墙角 原以为这是一个好欺负的新生 谁知下一秒对方直接掏出了双肩棍 一秒钟甩出9980一下 趁其不备还把小刀顶在方和的脖子上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校园恶霸居然被新生拿捏了 锦森表示自己不会插手混混的事情 但如果方和想打一场 他可以随时奉陪 三个小混混捧的啤酒借酒消愁 方和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弱了 面对武器时会不由自主的恐惧 但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不害怕利刃吗 答案是当然有 锦森看着自己的武器库陷入沉思 下午收拾的三个小喽啰纯属意外 他的最终目标是打败花山勋 虽然花山的体型和力量远超常人 但21世纪比拼的可不是蛮力 锦森鬼魅一笑迅速展开自己的计划 先是偷偷在花山勋的鞋子里放入小老鼠 然后再用电击枪给花山烫了一个爆炸头 这招真是又恶心又下流 但最阴险的还是往门上放刀片 花山一开门就中招了 手指不断向外喷血 锦森想以此限制花山勋的握力发挥 到时候方便自己打爆他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锦森拿着一台弓弩闪亮登场 一上来就点明道信要跟花山勋比试 同时命令其他无关人员立即离开 下时间满屋子的人乌泱泱的逃出教室 十字弓转过来瞄准了花山勋 他的张力足有450公斤 在射程范围内足以把一只熊鹿打穿 就算是号称不死之身的花山 恐怕也挡不住这样的一件 锦森非常希望花山勋能向他下跪求饶 届时他就能踩着花山的名气一飞冲天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花山勋解开外套的一瞬间 锦森惊掉了下巴 胸口和内衬贴满了武器 便携式冷兵器和热武器一应俱全 能带这么多不是花山勋的极限 而是这件外套的极限 花山丢出一堆武器让锦森先出手 无论遭到任何攻击的行驶 他保证自己不会躲避不会格挡 但只要锦森打完了 接下来花山勋必定会出手 之后的事情就生死个安天命了 锦森从来没见过这么硬核的场面 花山的侠克力着实把他吓得不轻 当即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着说自己不玩了 跟真刀真枪干架的黑社会相比 校园混混完全就是一群小鳖三 花山勋甩出一个疑惑的眼神 下一秒锦森却感觉自己要被猛兽吃掉 实际上花山勋并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锦森不想打就赶紧过来收拾武器 一旦让老师看到这个场面 花山勋就又要被退学了 就算他已经混到了黑帮头目的位置 怕老师的优良传统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了 德宇主任一巴掌踩在JK妹的屁股上 只因女生穿的超短裙实在太过暴露 JK妹捂着裙底瑟瑟发抖 要知道学校里的小混混都不会这么对他 而德宇主任却不懂得怜香惜语 如果给你一张体罚准许证 你会怎样管理学校的纪律风起 火野老师是一个实打实的直男 经过多重比试面试外加格斗测试后 他终于取得了中学生体罚许可证 这天是他带证上党的第一天 倒霉的黄毛刚进门就被扇了一个巴掌 等他在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已经多了三道印 这是火野老师对他的惩罚 不遵守学校规定私自染黄头发 第一次被发现就会打屁股 提醒后还不改正则是山巴掌 如果第三天他还没有把头发染黑 那么等待黄毛的就是火野的铁拳 在真正的力量面前小混混还是太弱了 方鹤肿着半张脸眼睁睁看着小弟被打 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三分钟前他也被火野狠狠教训了一顿 接下来唯一的看点就是花山勋了 不知道火野对上花山后又会怎么做 所有人都清楚花山勋是黑帮大佬 在强大的黑道势力面前火野会低头吗 但令同学们大跌眼镜的是 花山勋在老师面前非常礼貌 甚至还恭恭敬敬地对着火野鞠了一躬 可惜他的退让并没有什么卵用 火野反倒故意向花山挑衅 大肆嘲讽对方的刀疤只是吓唬人的工具 实际上他根本不懂实战和格党 更不可能有一点武术基础 其实火野猜对了后半部分 花山确实不懂任何武学技术 因为他从小就用力量横推一切 在他看来自己做任何训练都是可耻的 火野没完没了地在花山面前装逼 殊不知今天自己真的踢到了一块铁板 眼看楼下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一圈硬是挑不出半点毛病 于是指责花山的裤子太长看起来非常邋遢 场面容不得花山给出半句解释 火野反手轰出一记突拳正中花山腹部 本以为这拳能把对方打出五米远 谁知下一秒火野自己惊出一身冷汗 刚才那一拳好像不是打在了人身上 而是命中了一辆巨型工业矿车 自己在他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这一瞬间火野彻底破防 甚至不顾自己的脸面开始大吼大叫 而花山只是恶狠狠地瞅了一眼 火野就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这感觉就像一把大刀悬挂在脑门上 想逃都逃不掉 双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生物 火野抱着脑瓜子直接自闭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从那天之后火野老师再也不敢体罚学生了 当机立断返还了自己的体罚许可证 紧接着又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一代暴力老师就此成为学生们的传说 而花山勋因此名声大震 导致第二天的游泳课不得不出席 为了不让背上的侠客立下到身边的同学 二当家给花山送来鲨鱼皮游泳衣 随后花山勋穿着一身专业装备闪亮登场 游泳队选手直接提出要跟花山比试一场 如果花山输了就要穿他的泳裤 要是他自己输了就得把内裤带头上 但他不知道的是 很快自己就会后悔做出这个决定 随着一声哨响两名选手直接窜进泳池里 花山勋不慌不忙选择让他们三秒 随后放低重心猛地向后一蹬 一脚中他当场把跳台踩碎了一半 而花山勋的身体几乎是飞出去的 最后像一枚导弹一样砸在有时中央 炸开的浪花直接铺满全场 巨浪如同海曼事发现场 一瞬间就把其他选手冲到了岸上 对手直接清零 游泳竞赛变成了花山勋一个人的计时赛 毫无疑问最后稳稳拿下冠军 黑道大佬的学生时代就是非同凡响 而这也引起了黑道杀手的注意 千集抱着竹筒偷偷摸摸溜进学校 等到花山走进厕所后直接把人反锁 想要踩着花山的名气往上爬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位千集也是一个狠角色 黑道界号称人斩 擅长在黑夜中把人对半切开 然后静静地欣赏人脸切片 或许这一次完成花山切片会有些困难 但将他斩杀应该毫无问题 自信地千集转手就要拔出长刀 怎料钢刀拿出一截后就再也拔不动 原来是花山勋握住了刀桥 只应校内禁止使用刀具 好学生花山勋必须阻止千集 随后他一拳打在千集的小腿上 杀手扑通一声直接跪了 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 为了不扰乱学校的秩序 花山勋默默地扛着千集走出学校 一代顶尖杀手乖巧地坐在花山手上完全不敢反抗 虽然这一幕非常违和 但是周围的同学没有一个赶出来质疑 直到最后花山把千集送到出租车上 甚至还特意提醒他改天再来刺杀自己 最好要在放学以后 清纯校花鼓起勇气向花山表白 谁知花山勋二话不说直接脱掉裤子 在校花震惊的眼神中 花山顺势把最后一层遮羞布甩飞到天上 一只巨大的毛毛虫搭拉着脑袋挂在面前 与此同时花山勋继续补充说明 这还不是他的认真状态 如果让毛毛虫雄起办事 他的体积会是现在的1.5倍 想做花山勋的女朋友就得有他的过人之处 不知道校花能否承受得住呢 显然这位女同学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毛毛虫 一时之间羞得满脸通红 经过一番犹豫之后 校花认真的表示自己承受得了 既然女生的下面都能生孩子 那她一定能承受得住花山勋的冲击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能不能做大嫂就看今天了 花山勋对校花的回复非常满意 当场宣布山村同学以后就是她的女朋友 校花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争气的小珍珠齐刷刷掉了下来 但很快花山勋就展开了下一步动作 抓住校花的脑袋直接吻了上去 女孩本以为这是一场甜甜的初吻 殊不知花山的嘴上功夫更是一绝 吃溜一声吸住了校花的整张脸皮 巨大的吸力瞬间让女孩面部扭曲 校花不停地拍打示意花山勋赶紧停下来 虽然对方的确这么做 但自己漂亮的脸蛋已经变了个样子 上下两扮嘴唇肿得跟香肠一样 校花还没反应过来 花山勋立马又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她命令校花交出两座雪白的山峰 这一秒的时间女孩心里想了很多 她已经想象到花山勋狠狠瞬息小馒头的场景 经过她那张滔天大嘴的吸力之后 自己的两座山峰立马就会坍塌松弛 想到这里校花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 凭她的实力还做不了大嫂 或许她们两个并不合适 这场恋爱只谈了一分钟 花山勋很快就选择了放手 看似暴力的做法其实是为了保护校花 要知道作为黑帮大佬她不能有任何软累 否则自己容易陷入危机 女友的处境也会更加危险 下午放学后小跟班跟着花山勋一起回家 走在大佬身边就是有安全感 小跟班对花山勋崇拜的五体投地 因为黑帮大佬的生活每一天都非常精彩 而花山勋却说自己的生活非常平静 甚至平静到有些无聊了 一开始小跟班完全无法理解 后来他却大车大悟 因为今天下午见到的场面足够让他吹嘘一辈子 随着一阵摩托车的轰银声响起 眼前乌泱泱一群暴走族来到他们身边 车上的每一位都是黑道上的狠人 小跟班提醒花山勋赶快让路 怎料下一秒对面骑刷刷的流动钥匙停车吸引 原本无比嚣张的暴走族表情立马严肃起来 一群人关闭引擎后只管默默地推车前进 甚至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一眼 暴走族的沉默震耳欲罗 在顶级大佬花山勋面前 谁敢在此大声喧哗 直到暴走族撤出一百米远之后 象征野蛮喧嚣嚣的暴走大旗这才重新举了起来 这就是花山勋在东京黑道界的统治力 随后两人走进一家黑道饭店 各种混混合地投舌窝居在这里嘻哈鬼叫 但是自从花山勋走上前台之后 全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安静 所有人都默契地倒吸一口冷气闭上嘴巴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饭店 最后全场只剩下三个人 怪不得花山勋说自己的生活很平静 有他在的地方谁敢多说一句话 天天学校里的小混混投铁拎不清 比如这位找伟同学 自认为练过几年相扑就敢挑战花山勋 趁其不备直接冲上去拉扯花山的腰子 可是他根本撼动不了花山的下盘 只见花山勋淡定的点频道 找伟军的猛推真的非常出色 言外之意就是我觉得你有点乱力 但是你现在可以滚蛋了 收到指令的方赫赶紧上前一步说话 连哄带劝叫找伟赶紧走人 显然一心找死的找伟不肯罢休 甚至还大骂方赫多管闲事 扬言要把他们揍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对此方赫也是无话可说 那你自己等着瞧吧 幸运的是今天找伟遇上了雷王 作为相扑界的大官 今天他来学校就是为了选拔人才 雷王用一己之力绑下了找伟 意外之中还注意到了更有天赋的花山勋 他的纯粹程度就像是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 刚才的对决花山勋没有放水而是放海了 他是在特别小心地收着力气 要不然赵薇早就败了 雷王伸出手掌准备跟花山比试一场 于是两人的掌心紧紧握在一起 前大官雷王的力量毋庸置疑 但在真男人花山勋面前他还不够看 花山勋轻轻一甩就让雷王360度腾空翻转一整圈 最后在花山勋的协助下雷王稳稳落地 他就像一件大玩具一样被人甩来甩去 好在对面的小伙子横讲武德 接连鼓掌称赞雷王很厉害 这倒没让他输得太难看 雷王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校园 事后他才知道 原来击败他的人是花山组组长 而且对方还是自己俱乐部的赞助商 下一秒雷王直接乐开了花 能够跟金主爸爸切磋一次真是太幸运了 谁能想到花山勋从小就是个重口味 他对学校里的清纯笑话毫无兴趣 但却非常喜欢男扮女装的顶级伟娘 高兴的时候甚至还帮对方举高高 竹林同学是一位专业的女装大佬 天天穿着JK校服去上学 一时之间搞得得益主任都拿他没办法 竹林凭借300斤重的大吨位直接穿过人墙 今天他的目标就是魅惑花山勋 走进教室之后 竹林一屁股坐在了花山对面 此时三好学生花山勋正在认真的写数学题 就算是有人来打扰他也毫不理会 原来黑帮大佬就爱玩反差 像他这样的大仙女居然不被人放在眼里 竹林甩开自己的双马尾气冲冲地走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对花山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本子上的数学题怎么都写不出来了 因为花山勋满脑子想的都是竹林 放学后他还是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 路边遇到老奶奶想扶他过马路 但又忘了行人要走天桥过 就这样花山勋硬是一路 抬着手带老奶奶横穿公路 有点道德但没有任何素质 四季摇下车窗一通疯狂输出 而花山勋仅仅是瞥了一眼 就让他老实的闭嘴了 恋爱脑真是太恐怖了 幸运的是 转眼间花山勋就再次遇见了竹林 而他刚好目睹了花山带老奶奶过马路的经过 谁能想到一代黑帮大佬居然这么有爱心 竹林对花山的印象有所改观 甚至还给他一个让关系更进一步的机会 那就是送大仙女去天桥的另一边 于是下一秒花山勋直接握住了竹林的小手 迫不及待的就要完成这个任务 怎料花山勋猴急的动作很快就惹出了大麻烦 竹林大叫一声责怪花山勋没有礼貌 牵着淑女的手都不知道轻一点 花山勋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太粗鲁了 随后他马上来到竹林身边 捧住对方的小蛮腰轻轻的安护 因为他还能提供更棒的服务 大仙女可以一步都不用走轻松上岸 只见他一个经典的弯腰扭跨隔空借铃 搜了一声之后竹林三百斤的肉身瞬间一飞冲天 由于速度太快 竹林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就已经着陆了 刚才的经过实在太过刺激 竹林后之后绝忍不住两腿发热 好在花山勋绅士地兜住了他的身体 然后顺势把竹林扛到肩膀上 大仙女这辈子都没经历过被人举高高 而今天花山勋彻底满足了他 注意看竹林娇羞的表情 或许这就是真爱吧 言归正传回到暴走校园的剧情上来 这天三年级的学长门坚主动来找花山勋 只因他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前辈的地位 门坚不得不用一场比试决出圣物 只有最后的获胜者才能守护这个菜鸡学校 保护同学不被校外混混欺负 门坚怕自己用木剑砍死了花山 于是掏出一根青竹做武器 而门坚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自信 答案是武学界的剑道三倍段理论 剑道的一段等于其他武术的三段 而他作为剑道四段武者 意味着花山勋必须达到其他武学的十二段以上 这样才有机会打败门坚 可是真男人从来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高中时代的花山勋还是个狂热的武器爱好者 外套一拖便露出满身硬核装 从匕首到手雷一英俱全 花山勋反手递出一柄长刀 然后直接没收了门间的青竹 真刀真枪干账才是真男人该做的事 这种玩具还是不要拿出来摆弄 在门间惊恐的神色中 花山勋手握青竹猛的枪下一甩 请客间一整根青竹全部断成了竹条 那可是传说中的公本武藏才能做到的事情 更是门间终身追求的目标 而花山勋就这样轻轻松松做到了 花山勋摘下眼镜进入战备状态 决斗还是老规矩 门间先出手 花山硬扛所有伤害绝不反抗 等到门间攻击结束再轮到花山进攻 听到这里门间已经磕磕巴巴讲不出话了 现在的他完全丧失了斗志 花山勋的强大远超他的想象 与其跟他死磕到底 倒不如直接把老大的位置让给他 从今以后保护学校的重任就交给您了 你能想象吗 小小的东京中学竟然卧虎藏龙 前有美女笑花向花山表白 后有三百金女装大佬娇羞的迷恋花山勋 今天出场的这位更是响当当的狠角色 仅靠赤手空拳极限反杀街头混混 因为他是正当防卫 杀人之后按照无罪释放重新回归校园 在此期间花山勋已经打败了无数的老牌混混 这也意味着反杀哥和花山勋之间必有一战 如果两人对峙起来一定会非常精彩 到时候就不知道露死谁手了 两队人马约好在街头碰面 只一眼灵雾就认出了花山勋 对方脸上的刀疤比自己还多一道 他的样貌和气势完全凌驾于身后的小弟 无庸置疑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凌雾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跟花山展开一战 听到对方这么说 花山的第一反应是转头寻找方鹤 然后郑重地告诉他 不要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花山勋并不害怕眼前的小别三 与此相反他更担心的是 自己会因为这件事情被学校开除 只见花山勋缓缓摘下眼镜进入战斗状态 趁此机会凌雾不讲武德反手轰出一拳 花山勋并没有闪躲的意思 而是直接把脸贴上去硬扛 能够一拳把花山勋打得摇摇欲坠 看来凌雾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但恰好这一拳触发了花山勋的被动 挨打之后才能向对手反击 花山的战役熊熊燃起 一记铁杀掌直接拍在了凌雾脸上 用力之猛差点把凌雾的眼珠子打出来 仅一个回合的交锋 凌雾彻底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肉身在空中翻滚180度 最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弹指尖花山勋秒杀对手 紧接着他还伸出一根手指示一方和闭嘴 千万不要在同学之间张扬此事 活动完筋骨之后 花山回到家族经营的酒吧放松 二当家陪着老大姨最方休 只见花山的华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着 整个酒吧瞬间变得云雾缭绕起来 这时教父七一郎出现了 作为整个东京最爱管闲式的老头 七一郎敢对任何一个不良少年进行训斥 看到小黄毛在红灯区门口瞎逛 七一郎赶紧上去教训他 要多想一想身边的家人和爱你的人 以后不要来这里乱开炮 初来乍到的黄毛不懂规矩被对方吓住了 怎料七一郎递出一张明片之后 静止走向了红灯区深处 因为这里的水太深小黄毛把握不住 七一郎先替你试试深浅 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居然敢气到花山勋头上 二当家不屑地瞟了对方一眼 谁知七一郎竟然义正言辞地表示 自己是引导不良走上正道的老师 花山勋虽然抽烟喝酒样样精通 但他一眼就能看出花山勋是个未成年人 因为对方的皮肤还非常细腻 只要是个未成年人七一郎就要管教道德 他拍了拍花山的肩膀命令对方站起来 直到现在七一郎还以为花山是个普通的不良 但让他大跌眼镜的是 花山勋的背后是强大的花山族 他有一个家族需要管理 整个地下暴力集团都将听从花山的命令 花山勋的恐怖背景几乎让老头子惊掉下来 但他绝对想不到 除此之外自己还将经历一场飞来横火 只因七一郎太爱说教招惹了许多仇人 三个蒙面大汉奉命前来暴打老头 雇主明确要求往死里干 只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就直接下狠手 不要留情只管往头上招呼 三人哐当一声踢爆大门 刹那间三根大棒挥向七一郎的头顶 关键时刻他们却又收住了力头 短短一秒钟的时间里 七一郎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漠 老头和刘家被差点就吓尿了 三位好汉为什么手下留情 原来是花山勋用眼神震慑住了他们 江湖规矩大佬面前不得随意动手 否则视为挑衅处理 三个蒙面大汉赶紧摘掉皮套低头认罪 领头的大哥满脸堆笑请求花山宽大处理 可惜他是这条街的皮条客 花山勋最讨厌的就是欺压妇女的小混混 随后每个人都奖励一发铁拳 三个大汉撅着屁股当场昏了过去 七一郎至此化险为夷 如果今晚没有遇到花山勋 或许他的人生将会立即重开 最护主的猛犬藏傲竟然反扑自己的主人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花山勋的王者威压 要知道藏傲一旦认主就会追随终身 偏偏今天出了这么一个狗中败类 田不景为了装逼把家里的藏傲迁到学校来 这是来自于华夏的顶级猎犬 据说他的咬合力足以轻松咬碎椰子 甚至猎杀老虎也不在华夏 看着眼前凶残的猛兽 方赫顿时吓得没了主意 很明显田不景今天就是冲自己来的 因为方赫以前没少欺负他 身后的小弟识向了后退一步 大难临头得让老大先顶着 随后田不景迅速解开铁链 命令藏傲发起冲锋 此时虚张声势已经毫无作用 方赫抱着必死的决心腾空踢出一脚 没成想最后却踢了个计谋 一个后空翻重重地摔在地上 只因老大花山勋及时出现成功解围 藏傲猛地急杀蹲坐在花山面前 在这个壮瘦的男人面前 藏傲看到了剑吃虎的身影 直觉告诉他这绝对是一个强者 而田不景却抽着铁链命令藏傲发动攻击 关键时刻藏傲选择了服从 然后张拍滔天大嘴咬在花山的拳头上 这感觉就像是咬住了钢筋水泥 在这一秒藏傲陷入了绝望 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这位王者 可是身后的主人还在疯狂催促 暴怒之下藏傲当场暴斗反哭田不景 这回压力给到主人身上 养狗多年反被狗咬 这是何等的无语 危急时刻花山勋出马阻止了一场流血事件 在他的命令下藏傲乖乖躺在地上 甚至还娇羞地亮出了自己的肚皮 在场的众人看得目瞪口袋 原来训狗就是这么简单 不久后东京中学迎来了期末考试 噩梦体测首先开始 第一项简简单单测个百米冲刺 花山勋狐狸糊涂赤着脚冲上赛道 一路火花带闪电直冲中点线 体育老师咔大一声按下计时器 抬手再看时间满脸蒙低 光着脚都能跑到11秒的速度 如果花山穿上钉鞋 或许能冲击到10秒以内 老师请求花山勋再跑一次 所有人都想见证这个奇迹 可是花山却不想再舍 体育老师也拿他没辙 只能要求花山勋在接下来的考核中用尽全力 下一项测试是助跑跳远 花山勋在一波加速后纵身一跃 整个身体直接在沙堆上起飞 花山勋本可以冲击学校的记录 不料前面有几个同学挡住了他的降落位置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花山勋双腿一收硬生生向后多扎了一米 最后他颤巍巍地走出沙堆 幸幸自己没有伤到任何人 体育老师目睹了全场经过 这里面的水分有多大只有他最清楚 学校的沙地对花山来说还是太小了 第三项测试是引体向上 号称导国男生的噩梦 在这里花山勋300斤的体重反而变成了负担 前一秒体育老师还在说花山不行吗 下一秒花山勋轻轻松松就上去了 别人拉单杠是把身体往上拉 而花山勋是把单杠往下拉 只听见咔嚓一声单杠的底座都被拉爆 在场的同学全都惊掉了下巴 这是正常人能有的力气吗 虽然花山勋的单杠成绩是不及格 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满分 接下来的测试项目是1000米长跑 花山勋以张牙舞爪的跑字冲过了中点线 看着汗流加倍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尽力了 这个速度打破了东京区第四名的记录 但体育老师总觉得花山还能跑得更快 最后一项是导国特色项目扔垒球 全操场130米的距离随便扔 花山勋肩负着同学的希望挑战世界纪录 可他只是略微出手就让大家感觉到了不一般 眼前的垒球好像变成了炮弹一样 搜的一声暴射而出 但是花山勋似乎搞错了方向 垒球飞得太高以至于看不到掉在哪里了 下午的这场体测让体育老师大受震撼 毫无疑问花山勋是个全能型运动员 只要接受专业训练必定能踏入奥运会赛场 但花山勋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理由是他还有一个家族需要管理 那个暴力集团名叫花山勋 可就是这样一个极度偏刻的人才 差点就被二当家整破房了 木齐在集团大会当众宣誓誓死效忠花山勋 大会之后却以下犯上索要花山勋的成绩单 他不仅要打理花山勋的财政术 还要监督老大学习进步 面对木齐的疯狂追问 花山勋极限拉扯就是不肯答应 甚至还狠狠地瞪了二当家一眼 最后他还是不情不愿地交出了成绩单 谁要木齐是他轻点的学业顾问呢 二当家看着惨不忍睹的成绩单头痛欲裂 老大除了体育成绩满分 其他课程全都考得一塌糊涂 那他日复一日的学习到底学了什么 但事实上有些东西不是成绩能够衡量的 比如那些高尚的品德 成绩单最后一页的评语直接把木齐看哭了 花山勋打扫卫生非常积极 转学后大力团结班集体 深受同学们的信赖 差生也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就是黑帮大佬花山勋的真实写照 堪称黑道界的一股清流 强者的基因竟然是可以遗传的 范马家族的强盛从永一郎时代揭开序幕 范马永一郎号称是整个岛国的最强者 可就算是这样的王者也曾被人当众殴打 那是一场被称为世纪之战的对决 相扑手立冈山挑战范马永一郎 结果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任何势均力敌的碰撞 双方初次试探之后场面变成了一边倒的局势 范马永一郎在擂台上被单方面的暴打 立冈山先是一个直拳把永一郎轰出了鼻血 紧接着又是手刃和左勾拳 永一郎破天荒地被按在地上摩擦 最后在立冈山的一脚爆揣后倒地不起 难道永一郎真的老了吗 答案当然不是这样 一场大战之后永一郎顶着小雨在街上散步 路过的观众不禁投来迷惑的眼神 地表最强生物打成这副鬼样子还有心情散步 不得不说永一郎的心真大 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撑伞的男人 他还特意用油脂伞遮住自己的面部 而永一郎一看到这粗壮的手指就知道 对方必然是个身经百战的练家子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一定是专业的空手道选手 没错 此人就是余地独步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代空手道大师 注意看这个扁平的鼻子和弯折的耳朵 那都是能打架的体征 永一郎非常不解 他来找自己到底有何贵干 而对方只一句话就把自己问住 为什么要打假赛 为什么要在擂台上演戏 起初永一郎还想否认对方 直到后来他说出了真相 故意输给立冈山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独步听到这个解释非常失望 之前他还是永一郎的忠实粉丝 而在经过这场假赛之后 独步现在很看不起永一郎 最后他的斥责还是引起了永一郎的不满 只见他手掌探出抓住了对方的衣领 下一秒独步腾空而起进入战斗模式 电光火时间永一郎的下巴上脚挨了一拳 二人之间的大战还未分胜负 独步却突然转身离开了 他立志要帮永一郎报仇选择 就在刚刚一位强者向立冈山发起了挑战 对方还表示要狠狠地制裁立冈山 但在立冈山看来 这只不过是跳梁小丑的叫嚣罢了 为了激发立冈山的斗志 德川老爷子临战沉默 此战若立冈山获胜他将给出十倍报仇 听到这话立冈山当场乐开了话 甚至还责备对方不知李树叫他等了这么久 殊不知这位挑战者早已恭候多时 独步一直藏在立冈山身后 而他却没有感受到半点一样 德川的一句话让立冈山恍然大悟 转身一记手刀砍向自己身后 而独步的反应速度比立冈山更快 一个马步躲过顶头一刀 随后一手通被全猛地向上暴冲 虽然没打到立冈山的下巴 但却直接摘掉了对方的鼻子 只怪独步速度太快立冈山都没能反应过来 下一秒胸口又遭受了一记重拳 只一套连招就将立冈山瞬间秒杀 独步的强大超出了德川的想象 记者火速到达现场拍下立冈山战败的照片 在独步的佐证下 关于勇一郎的那场假赛就此犯案 勇一郎仍然是那个地表最强的男人 年轻时的独步血气方刚偏爱干假 这天他向当代日本剑胜金一郎递交了挑战书 要求用自己的拳头挑战对方的刀剑 就算重伤或者战死都不需要金一郎负责 谁能想到这个一脸笑呵呵的男人就是金一郎 而他的战绩更是无比辉煌 曾经至少杀死过14个人 多次和手持枪械的人对决却未尝有过败戒 听到独步的夸赞金一郎更是眉毛都笑弯了 他只能好心地提醒独步 一介舞者用空手刀对战日本刀 这并不能说明舞者的勇敢 反而显得十分荒唐 剑刀就是武艺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他可以轻松斩杀飞来飞去的苍蝇 而且是一刀杀掉两只 金一郎本想用这一刀劝说独步不要冲动 谁知对方反倒因此变得更加激动 蹬鼻子上脸一脚插在对方的鼻孔里 金一郎再好的脾气现在也要发飙了 生死状之下一切各安天命 金一郎拔出长刀后气势节节暴涨 在这股恐怖的压迫感之下 独步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 连战斗驾驶都来不及摆出 外部的枪械会对金一郎无效 这样一刀劈下来谁还能拔得出枪 独步赶紧躲到木门之后暂避风茫 果不其然这一刀下去板子瞬间一分为二 木板挪开的那一刻 金一郎看到的是独步争鸣的表情 无奈现在的他正处于大招用完的空窗期 独步抓住机会使出天马流星拳 一通疯狂输出直接把对方打爆 眨眼间独步就完成了绝地反杀 没有给金一郎再次刷新击杀数据的机会 下了半辈子的盲神第一次重见天日 起因竟然是独步的神之一手 按理说独步应该是盲神的大恩人 谁料对方却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不久前独步之身前往海岛休息 在德川老爷子的安排下 他和一头猛虎被共同送往指定地点 乌岛模式一旦开启就没有回头路 一场人与虎的生死战即将打响 在刚刚落户海岛的前几天 双方谁都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各自想办法活下去 独步每天来到海边抓虾摸鱼 至少山珍海味算是吃到了一半 而老虎则是跑到丛林深处猎杀小动物 什么青蛙松鼠统统吃个干净 海岛上只有一处水潭能够提供淡水 一人一虎就趴在水坑边共同享用 随后各自离去互不干涉 可惜平静的日子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很快海岛上的小动物就被老虎吃绝肿了 身边的这个人类成为了唯一的口粮 老虎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战 于是在这天夜里它悄悄摸到独步身后 眼前的人类暴露后背全是破绽 老虎进步上前准备扑杀独步 而这一切都在独步的预料之中 在老虎距离它只剩五米的时候 独步勒紧裤腰带一个鲁鱼打挺站了起来 这一天真是等得好苦啊 独步都快把海鲜吃腻了 随着龙虎纵身一跃战斗立即开始 大开大合意味着破绽百出 独步一记又勾拳 咬紧老虎的要害 咔嚓一声把嘴上的一排獠牙都干碎了 老虎吃痛瞬间丧失战力 紧接着又挨了一招庐山生龙霸 下巴差点给它打漏了 但最要命的还在后面 独步的段子绝孙腿毫不留情 一脚踢爆老虎的下三路 至此它已经痛得瑟瑟发抖 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果然直立员才是食物链顶端的王者 在独步的断头刀之下 老虎结束了自己屈辱的一生 在远处的游艇上 德川手持望远镜目睹了决斗经过 据说中国曾有武松打虎 那么倒国以后也有独步打虎了 此战之后独步找到盲绳切磋武学 藏在树后是为了近距离观察对方的动作 不料盲绳的感知力异常强大 弹指间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独步 眼部失明使得盲绳看不见半点光亮 但这也造就了他超乎常人的第六感 下一秒他爆出了独步的身体指数 身高1米78体重110公斤 根据BMR指数来看或许还超重了呢 虽然盲绳的眼睛看不见 但他却能把一切感知的清清楚楚 只见盲绳随手踢飞一块石子 看似简单的出脚石则都是技术 石子的飞行轨迹不偏不倚 擦着独步的面颊而过 盲绳在向独步示威 独步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装下 因此盲绳只能摘下眼睛证明自己 那两颗眼球白得像个鸡蛋似的 铁钉是一点都看不见了 对于今天这一战盲绳从未想过要逃避 独步偷袭或者用武器全都无所谓 随后他将拐杖重重地插在地上 在独步的注视下一步步向他走来 最后准确无误地站在独步面前 盲绳用一种诡异的方式开始扭动屁股 随后一个大嘴巴子拍在独步脸上 接下来的战斗堪称为一边倒的局势 独步被打得眼冒精心一度试明 这位年轻的大师除了眼部试明外 在身体素质和反应速度上都是顶尖舞者的水平 独步一记飞踢试图找回场子 却不料被盲绳用手轻松夹住 独步跪在地上一脸猛逼 自己竟然打不过一个瞎子吗 可是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啊 独步两脚一蹬暴射而出 双手握拳直击盲绳的耳后部位 谁知这一拳几乎把盲绳打得小脑萎缩了 原本漆黑一片的视野突然出现点点亮光 这感觉就像是重生一样 只见眼前的人影越来越清晰 原来这位挑战者是个光头啊 可是重见光明对于盲绳来说并不好受 他看到了树的形状 花的颜色 还有太阳和光明 紧接着大脑开始疯狂运作处理这些信息 盲绳对于光明的世界非常陌生 在这种环境下 他甚至连独步最平常的一拳都反应不过来 沉淀30年的武学造诣全部付诸东流 盲绳还是想回到最原始的黑暗之中 于是他只能拜托独步帮他一把 愣于助人的独步马上答应下来 随后他的手指准确无误地扎进了盲绳的眼睛 眼球摘出手术圆满成功 盲绳非常感谢独步让自己感受了那一闪而过的光明 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